凌晨穿越城大光明寺一名剃度杀迷 开局被分配杂艺院 本以为只能度过这潦草的一生 但就在这时 每日迁道系统绑定了 在迁佛殿迁道 获得佛祖设立 在大雄宝殿迁道 获得佛门五印 在藏金阁迁道 获得浮屠镇摩金 凌晨本想就这么平平无奇扫着地 迁道成天下无敌 然而五年之后 天下大乱 摩道妖人率领十万大军 围攻大光明寺 就在所有人全都绝望之时 一尊金色佛陀从天而降 第一章 大光明寺 佛祖设立 大景皇朝 青州 大光明寺 一处大殿内 上方百起相岸 燃着屡屡檀香 大殿内盘坐着十几位少年 其中年龄最大的 看起来也就十一二岁 只见少年们 前面站着一位面容慈祥的长眉老僧 他手持剃刀 口中念起祭语 第一刀 愿断一切恶 第二刀 愿修一切善 第三刀 适度一切众生 手里的剃刀 轻轻挥动三下 差时屡屡青丝纷纷落下 这些少年满头黑发都已不见 露出赠量的脑门 成为一个个小沙迷 而今你等计剃度出家 败入佛门 须秉持祭世度人之心 恪守佛门五戒 第一戒 不得妄动杀念 第二戒 不得赢邪 第三戒 不得偷盗 第四戒 不得饮酒 第五戒 不得妄语 而等可持佛 长眉老僧面色庄严 严肃地问道 这些少年听见 马上一口同声回答 能迟 长眉老僧面色缓和 露出淡淡笑意 忽然目光 看向其中的一位少年 对他问道 凌晨 这五件 你可持佛 凌晨目光呆滞 神游天外 仿佛没有听见一样 这是哪脸 我不是已经死了吗 凌晨回过神来 他清楚记得 自己在公司连续007 不是已经猝死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我是穿越了 还没有等凌晨多想 长眉老僧严肃的声音 再次传来 凌晨 五件你可持吗 凌晨虽然还没有搞清情况 但马上反应过来 达到 弟子能持 长眉老僧看着凌晨 微微摇了摇头 凌晨 心念红尘 烦恼难消 入杂医院 法号明晨 多谢 法师 凌晨立刻败谢 凌晨自然不知道 杂医院是个什么地方 但是环顾四周 偷偷观察那些年长一些少年 发现他们脸上不是嘲笑 就是庆幸 凌晨大概也能猜到 这杂医院 可能不是个好去处 不由的心里发苦 片刻后 长眉老僧给所有少年 都起好了法号 给他们发放了僧袍 佛经等事物 就让他们各自离开了 凌晨师兄 我先带你去住宿的地方吧 一个大概十二三岁的小和尚 对着凌晨说道 那就多谢师弟了 不必客气 这是虚云师叔特意吩咐我的 虚云就是刚刚那位 给他们剃度的长眉老僧 凌晨紧跟着小和尚后面 先穿过数个院落 再路过数个大殿 越走越觉得偏僻 行了一段时间后 终于来到了一处建筑前 凌晨师兄 这里就是你住宿的地方了 虽然这里比较偏僻 但是圣在清静自在 师兄你一个人住 应该没事吧 那小和尚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害怕 急忙把门推开 凌晨面无表情 静止走进院落 放眼望去 这里既荒凉又空荡 唯有一栋小小木屋 屹立在其中 这地方好似 已经被遗忘很久了 这里也太安静了吧 沿途走过来 凌晨一路上听见不少僧人练舞 或者念经的声音 而现在站在这院子里 别说是那些声音了 就算是一声鸟鸣 也很难听见 任谁也想不到 大光明寺里 还有这样偏僻的地方 凌晨这时回头一看 那小和尚早就跑没影了 卧槽 凌晨心里不由地暗自吐槽 为什么别人穿越 要么是宗门圣子 全是滔天 万众敬仰 要么就是皇家子弟 一胡百应 执掌一方 再不计 也是个富家少爷 夜夜升歌 潇洒快活 而我却只能在这 当一个干杂役的小和尚 定 检测条件符合 恭喜宿主 每日签到系统已绑定 就在这时 一道清晰的电子机械提示声 从凌晨的脑海中传来 这是 系统 凌晨心里一惊 随后一阵狂喜 作为红世子的骨灰级读者 他当然知道 系统意味着什么 这可是每个穿越者 必备的金手指啊 每日签到系统 凌晨从名字上 就大概猜到 他有什么作用 立刻在心里问道 系统 这个每日签到 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吗 丁 不是的宿主 一道机械音传来 天地各处皆有道运 或深或浅 唯有道运 深厚的地方方可签到 其中道运越是深厚 奖励越是丰厚 原来是这样啊 凌晨心里暗暗思索 大概明白了系统功能 根据我脑海中的记忆 大光明四身为顶级势力之一 传承已有数千年 底运浑厚 非一般势力可比 想必在这里能够迁到的地方 一定不少吧 丁 检测到此地道运深厚 请问宿主是否需要迁到 什么 设立居然也能迁到 凌晨先是吃了一惊 但随即说道 系统 我要迁到 丁 恭喜宿主迁到成功 获得佛祖设立 啊 居然是佛陀设立 凌晨倒吸一口凉气 佛祖设立乃是传说中 佛祖涅盘之后 遗留世间的珍宝 据说里面蕴含无穷佛力 更是有着佛祖的传承 当然绝大数人都认为 这只是传说中才会存在的东西 是那些茶楼中 说书人编故事瞎说的 没想到 现在佛祖设立 居然真的出现自己的面前 瞬间一颗金色设立 放出无数佛光 凌晨还没来得及仔细看 他搜的 一下子就钻入眉心当中 凌晨突然感觉自己体内 有着一股温暖的气流 先是从百会学诞生 随即马上就游走于四肢百骸当中 凌晨只感觉自己 现在就像严冬腊月 泡在温泉里面一样 浑身上下说不出的舒适 也不知够了多久 凌晨忽然觉得脑海中一片清明 连带着无感也清晰了不少 若是之前的自己是个大镜视眼 看东西模模糊糊 好似雾里看花 但是 现在就仿佛已经把最合适的眼睛 戴上了一样 刹那间 这天地也清晰了起来 凌晨感受到了自己身体奇异的变化 同时还有一股暖流 在自己的腹部流转不停 这就是内气吗 我现在已经是一名舞者了 凌晨欣喜万分 而且感觉还不止如此 自己的体魄 力量 记忆力和反应力 不知比刚刚强了多少倍 在自己的记忆之中 现在同镜之内 绝对没有人可以比得上自己 姑母也指那些传说中的体质 才可以相提并论 没想到第一次签到 就有这样的收获 看来这大光明寺 还真是我的福地啊 与此同时 当凌晨获得佛祖设立的时候 忽然整个大光明寺的上空 显现出万丈金光 第二章 佛祖显圣 迁到诸国 正当凌晨获得佛祖设立的时候 忽然整个大光明寺的上空 显现出万丈金光 一朵朵金色莲花陡然盛开 金光汇聚化为佛陀 坐在最大的莲花之上 万千佛音吟唱 佛陀面带微笑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成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法乡 如此大的动静 立刻就惊动了全四僧众 所有弟子都跑出大殿之外 望向天空 这是佛祖显灵了 佛祖显圣 佛祖显圣 世尊在上 无数弟子惊呼不已 更有一些胡须发白的老僧 痛哭流涕 跪地不起 此刻 正在进世中议会的大光明寺高层 也全被惊动了 为首一老僧 身穿黄色僧袍 披着大红色袈裟 此人正是大光明寺的方丈虚词 不过即便是他现在也是满脸震撼 说不出的惊讶 只能双手合十 口诵佛号 躬身朝着金色佛陀行礼 拿摩阿弥陀佛 其他院守也是恭敬行礼 片刻之后 金色佛陀消散 仿佛刚刚只是众人的幻觉一般 方丈师兄 刚刚那是佛祖显圣吗 虚词只是摇了摇头 对着旁边一位黄面老僧问道 怎么样 虚念失殿 你可能推测出什么 黄面老僧眉头紧锁 双手不断拨动佛珠 突然间手指一顿 猛地喷出一口血来 虚念失殿 虚字方丈也大吃一惊 连忙取出一颗丹药为他服下 同时运转内功 稳住虚念气息 片刻后 虚念面色发白 勉强睁开眼睛 颤颤说道 方丈 师兄 恕我无能 什么也察觉不到 虚念失殿专修塑药经 占卜推测之术 远胜我等 往日就算事情离奇 也会有些许提示 可现在 其他个院院守 皆是面露疑惑 无碍 此事玄奇 什么也推测不到 也实属正常 虚念失殿 你先好好休息吧 虚次方丈看着众人说道 佛祖显圣 绝非常事 据老那猜测 可能是有天生佛子 受佛祖垂青 亦或是有传说中的 佛道一宝将士 天生佛子 五僧怨怨守 虚难疼的一下 站起身来 神情激动说道 佛祖保佑 若真有天生佛子 几年后的万佛 会我大光明寺 必然可以一雪前尺 恢复往日荣光 虚难失殿 切勿激动 先坐下吧 虚辞方丈 是以虚难坐下 继续说道 虚苦失殿 你为戒律怨怨守 就请你负责 仔细检查寺内僧众 看看可有异样 虚悲 虚难二位失弟 就请你们下山 将附近村落也检查一番 是 方丈师兄 徐辞接着说道 记住 佛门广大 度一切有情众生 切记仔细 方丈师兄你放心吧 事关大光明寺的未来 就算是一只母鸡 一只野狗 我们也会仔细查看的 切勿扰明 以免多生事端 若无缘法 也不可强求 恩弥陀佛 你们速度去吧 是 几位愿首领 马上领命 宋 宋 宋 迅速消失 不见离开了这里 一日清晨 天灰蒙蒙 太阳还没有升起 凌晨睁开眼睛 双目炯炯有神 只感觉神清气爽 似有无限活力 盘腿坐于床上 心神沉入眉心 但见一颗金色射力 散发着万千毫光 似有无穷佛意 正漂浮在自己的石海最中心 正是那颗佛祖射力 可惜啊 我现在实力太弱 压根没有办法 练化着佛祖射力 昨夜 凌晨只是吸收了佛祖射力 散发出的一丝力量 就让他有了如此大的蛻变 也想过直接练化佛祖射力 但是他现在实力太弱小了 这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如果想要强行练化他 就好像要把大海塞入小水缸里 最后的结果 只会是将水缸撑爆 不过凌晨一点也不着急 自己有系统在身 早晚有一天 可以将射力练化的 稍微算了算时间 起身换上了灰色的杂役僧袍 穿上粗布僧鞋 准备去杂役院集合了 等他赶到的时候 这里已经聚集十几人了 昨天给自己带路的 那个小和尚也在里面 只不过 这些新来的小沙迷 各个满面愁容 全都在哀声叹气 哎 没想到千里迢迢赶来 败入大光明寺 却只能在这当一个杂役僧 谁说不是呢 早知道这样 我才不来呢 我在家当的少爷不好吗 这可怎么办 我们该不会 要在这干一辈子杂活吧 愿手来了 愿手来了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众人马上闭上嘴巴 个个乖乖站好 都不敢乱动 没一会儿 杂役院院手走了过来 他个子不高 满脸皱纹 下巴无虚 只是两条长长的白眉垂了下来 正是昨天给凌晨等人 剃度的老和尚须云 凌晨也没有想到 他就是杂役院院手 须云看着心虚的众人 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 只是露出淡淡的笑 对他们说道 杂役院的弟子 平日需要做一些杂事 如砍树匹柴 扫地洒水这些 老僧我会给你们分配任务的 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 你们这些小家伙们 也不用灰心 在杂役院也是可以练武的 只要你们将每天活干完了就行 若是你们刻苦修行 日后未必没有加入五僧院 要试院的机会 话音刚落 那些原本垂头丧气 无精打采的小沙迷 马上就打起了精神 个个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须云给他们各自 分配了任务 挥了挥手 好了 都去干活吧 切记不要偷懒 这些小沙迷 立刻四散狂奔 个个干劲十足 凌晨在旁看着 心想 这不是和自己前世 那公司老板画大饼的手段 一模一样吗 也是顿感无语 混在人群中 默默离开了 大光明寺后山 凌晨今天被分配的任务是 需要砍四弹柴火 砍完送到厨房就可以了 没想到 在大光明寺的后山里 居然还有这种美景 凌晨拿着柴刀 扛着扁单走在后山小路上 忽然间看见 前方不远处 居然有着一小片桃林 坠之头 在一片绿荫衬托下 愈发娇艳 微风拂过 花瓣化为粉红仙子 在空中厌舞 似有若无的体香 更是让人沉醉 好地方 真是好地方啊 凌晨索性走到桃树下 盘腿而做休息一会 丁 检测此地道运身后 请问宿主是否需要迁到 这里也可以迁到 昨天凌晨在院子里迁到过后 今天就不能再迁到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道运耗尽了 凌晨本来还想在砍完柴后 想办法在大光明寺 那也不用麻烦 自己再去找了 系统 我要迁到 第一 恭喜宿主迁到成功 获得诸果一颗 第三章 后天九重 浮屠阵磨 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 凌晨在系统空间内 看到一颗奇特的果实 星面一动 凌晨将诸果取出来 诸果体型不大 只有手心大小 整体通红色 不过质感很奇特 感觉不是植物 而是由红水晶雕刻而成 凌晨连忙查看系统 关于诸果的介绍 诸果 十年一开花 有伤疗伤 渴肉白骨 就生死 无伤增功 习武之人服用 可长二十年功力 凌晨眼前一亮 好东西啊 能长二十年的功力 有了这个诸果 自己可是不知道 能省多少时间 凌晨想到 虽然这诸果还有疗伤神效 但是一来 自己身处大光明寺 平时没有那么容易受伤 二来 只要自己继续迁到 这种疗伤之物 自己总有机会在得到的 现在增长自己的功力 反而更重要 想明白这些 闻到手上诸果散发出的清香 凌晨直接咬下一口 那洪水精式的果肉一入嘴巴 煞食化成甘甜的汁水 顺着凌晨的咽喉 慢慢流入腹中 凌晨三下午除二 就把一颗诸果 全都吞进肚子 随后在桃树下盘膝而坐 诸果在胃中化为一股热流 在体内四处流淌 这时浑身上下都开始冒起白烟 整个脑袋都被烟雾笼罩 别人不知道 还以为这是在蒸包子呢 没过一会儿 烟雾慢慢散去了 凌晨两眼一睁 面有喜色 他感觉到自己体内的内气 比起刚刚不知大了多少倍 如果说之前体内的内气 只是一条小河 那现在就是一条长江 一颗诸果二十年功力 足省我五年苦修 我现在应该算得上 后天九重了吧 昨日 凌晨跟着那小和尚的时候 向其仔细询问过 当今世上的武道境界 据他所说 当今的武道境界 从低到高 分别是 后天 先天 宗师 大宗师 寻常人习武之初 需要按部就班地打磨身体 慢慢熬练气血 当然如果是那些有钱人家 每日服用昂贵的药汤 再加上明师指点 可以极大缩短这个时间 而当体内气血不断累积 气血澎湃 便会催生出内气 这样便是踏入后天之境 后天之境 共分为九重 当体内内气不断壮大 打通气筋八脉 贯穿全身后 再以先天之气为影 将体内内气全部转化为先天真气 自此变成先天 至于先天之后的宗师 以及传说的大宗师之境 这其中的细节 就不是他一个小沙迷可以知道的了 而现在凌晨体内那汹涌澎湃的内气 表明他已经达到了后天九重 这点修为在整个大光明寺 自然不算是什么 但是要知道 他昨天还只是一个 连气血都没有打磨的普通人 现在离先天之境 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这种速度 在整个大光明寺 绝对可以说的上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了 不行 现在还不能太自满 天下高手如过江之际 江湖人才俊杰不知反几 我还是要多加小心 多搞一些比较好 凌晨可不想学那些网文男主 刚有一点实力就四处招摇 到处装逼 这在凌晨看来就是在做死的路上 简直是嫌自己命太长了 于是在心里默默下了决定 不成为大宗师 绝不下山 说罢便平息了自己的气息 整了整僧袍 捡起柴刀 继续去树林里砍柴了 第二天一早 虚云如常给他们分配任务 凌晨今天的任务 是去负责清扫大雄宝殿 手里拿着扫帚 离开杂艺院 凌晨心里有些激动 大雄宝殿那里 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那里是大光明寺 供奉佛祖精神的地方 几十年来香火不断 地位自然十分殊胜 凌晨笑容满面 心里默默想到 那这么特殊的地方 一定有很深厚的道运吧 如果能在那里签到 奖励一定会很丰厚吧 怀着欣喜的心情 走在青石铺城的道路上 弯弯绕绕 穿过几个院落之后 凌晨看见前方 有一座宏伟高大的建筑 建筑门口 屹立着一个巨大的青铜香炉 烟雾鸟鸟 香火鼎盛 而上面的门扁上 刻着四个流经的大字 大雄宝殿 就是这里了 大雄宝殿 凌晨虽然心里激动不已 但表面上还是平静如常 没有丝毫表情 踏入大雄宝殿一眼望去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供奉在大殿中心的佛祖精神了 神台上的佛像 眼眸四睁四臂 庄严厚重 精神上有些灰蒙蒙的 也不知在这里盘坐了多少岁月 千道 千道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圣阶中品功法 浮屠镇魔精 浮屠镇魔精 圣阶功法 记忆中所知 世间功法分为天地玄黄四阶 每一阶又分为上中下三品 而这四阶又分别对应后天 先天 宗师 大宗师四个境界 其中 天阶功法就已经是无比难得 唯有那些传承千年的一流势力 才有收藏 但这居然是传说中的圣阶功法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圣阶下品 凌晨面色不改 心里暗自查看其系统介绍 据说这是佛门一名不知名强者 所创造圣阶功法 功法共有五层 分别对应后天 先天 宗师 大宗师 天人五个境界 修炼此功法 若用来防御 可浮屠护体 万劫不清 若是用来对敌 便可化身浮屠 镇压天下万魔 这是一门静可攻 退可守的无上绝学 好好好 这大雄宝殿果然没有白来 凌晨看完系统介绍后 心里极其满意 自己现在刚好缺少一门五道功法 这的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 而且 这功法的品阶 居然比大光明四镇四至宝 无量光明精 还要高上一筹 凌晨按捺住获得神功的欣喜 面色平静 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拿起扫帚 认真地开始打扫起来 第四章 先天之境 两大神功 做完今日的任务 离开大雄宝殿之后 凌晨一个人 迅速回到自己的小木屋 这里十分的偏僻 除了自己之外 压根没人会来 可能大光明四大多数和尚 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也是多谢 将自己安排在这里的虚云诗书了 关上大门 凌晨看着系统空间的浮屠镇魔精 心面一动 一本薄薄的书册 便出现在自己手上 将它放在眉心位置 嗖的一声 书籍化做一道流光 直接钻入凌晨的脑海里 还好还好 幸亏是系统出品 就是方便 自带入门功能 凌晨面露笑容 要知道 佛门五学一向拗口难懂 其中更是打着积风 夹杂范语 倘若不是天才 就是把秘籍放在你面前 你也看不懂 自己胡乱瞎练 稍不注意 就会走火入魔 不过系统出品的武学 自带入门功能 直接灌入凌晨的脑海当中 那最难的部分 相当于直接跳过了 也不知道省了他多少精力 凌晨也不浪费时间 直接盘腿坐下 开始修炼浮屠镇魔精 只是刚一运转功法 体内无序的内气 马上被调动起来 原本体内汹涌澎湃的内气 只是在胡乱流窜 凌晨就算是出手 也只能调动一部分内气 但是现在体内内气 被完美地运转起来 同时他还感觉到 周围天地的元气 也被迅速吸引了过来 没一会儿功夫 凌晨身边有了淡淡灵雾 浮屠镇魔徒第一层 已经炼成了吗 凌晨感觉到 自己功法运转速度 又上升了一截 心里不由地一喜 不够 这还没有到达上线 继续 继续 凌晨疯狂运转功法 也不知过了多久 忽然全身一震 一道灵光自脑海中诞生 差时间 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自己身上散发 木屋上的飞鸟 也好似感受到了什么 被惊得掉在地上 我突破了 这就是先天之境 凌晨站起身来 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就突破了 未免也太简单了 就这就这啊 凌晨不知道的是 因为他修行的功法 乃是佛门的无上神功 再加上他的身体 经过佛祖设立的淬炼 二者极为契合 而佛祖设立 对于修行佛门武功也有加成 自然非同一般 若是寻常人 怎么可能会有如此轻松 但是第一步 以先天之气为影 就足以难倒无数人了 就在凌晨收工 准备好好体会 先天之境的时候 忽然石海中 有万道璀璨金光 是那颗佛祖设立 从其中不断飞出金色的佛闻 在石海中不断环绕 最后汇聚在一起 凌晨急忙沉下心神 仔细扫视那些佛闻 这是 这是佛祖设立当中的传承 凌晨心头一阵狂喜 因为他发现的这些金色佛文 记载的是两门传说中的神功 分别是 如来神掌和大日经身 这两门神功 完全可以说得上是大名鼎鼎 在诸天万界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当然也正因为这两门武学极其强大 也导致其修炼难度极高 以凌晨现在先天境界来说 只能勉强尝试修炼 大日经身的第一层 至于如来神掌 那最起码 要到大宗师境 才有可能使用啊 凌晨这才明白 为何佛祖设立 现在才凝聚这些佛文 显露出这些传承 原来是因为之前 他的修为太低了 根本就无法承受 不过凌晨丝毫没有被打击到 也不着急 若是没人亲眼看见 谁又能想到 自己两天前 只不过是个普通人呢 只要自己有足够时间 这些武学 自己早晚都能学会的 嗯 有人来了 武者在突破先天境界后 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感应能力极大的加强了 如今方圆千米之内的飞禽走兽 虫鸣鸟叫凌晨 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凌晨随手挥动 将周围的元气散去 同时收敛自身的气血 恢复成平时的样子 动 动 动 几声敲门的声音传来 凌晨师兄 你在吗 是当时那个小和尚的声音 凌晨也是后来知道了他的法号 明觉 凌晨叫门打开问道 我在 明觉师弟 你有什么事情吗 明觉兴奋地说道 师兄 掌门方丈刚刚发布消息 准备在寺内选拔首席弟子了 听说只要当上了首席弟子 不仅地位等同长老 而且可以获得各种灵丹妙药 就算是藏金阁中的功法 也可随意挑选 师兄你有没有兴趣 去试试 没有兴趣 凌晨淡淡说道 自己可是有系统在身的人 只要好好苟着 总有一天会天下无敌 现在自己可不想 卷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看着明觉不解的表情 凌晨继续说道 师弟啊 首席弟子虽然地位高 待遇好 但是竞争也是十分激烈啊 你我二人 不过只是个杂医院的扫地僧 连那些基本的武学都没有学过 别说是那些精英弟子了 就是一个武僧院的普通武僧 我们也打不过呀 是啊 是啊 明觉忽然整个人摊坐在地上 叹了口气 低声嘀咕道 师兄 你说人和人的差距就这么大吗 我们当初剃度的时候 长老只对我说了 谨记戒律 长留前行 而几天前菩提院一位师兄剃度的时候 却有师叔专门念了一首祭语 说什么 剃去尘尸六根 前程皈依佛门 三藏常处心中 他日果正今生 坏了 坏了 凌晨看见明觉这满脸沮丧 双目无神的样子 突然反应过来 这明觉师弟 还只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呢 怪我说话太狠 打击到他了 不过他如果知道 世界上有像我这样开挂的 那还不得买块豆腐撞死 果然还太年轻了 凌晨将明觉轻轻扶起来 郑重说道 明觉师弟啊 天下众人天赋游天 受字各不相同 但所谓的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却也看后天之努力 而其他师叔剃度说的寄语 不过只是 寄托一片希望罢了 和其他也并未有高下之分 至于我们以后虔诚的大小 却看各自的机缘造化了 这谁又能说得清呢 明觉听见这话 呼得眼神一亮 只觉得如一缕甘露润入心间 连忙跪地对凌晨道 多谢明臣师兄 我明白了 说完 迅速便起身离去了 第五章 大宗师敬 佛门五印 心仪斗转 日月如梭 时光匆匆流逝 凌晨身穿灰色僧袍 盘坐于桃树之下 手指轻轻一弹 先是听见嗖的一声 接着啪的一声 一颗水嫩水嫩的桃子 就落到他的手上 轻轻一咬甘甜的汁水 就充满口腔 好甜 虽然凌晨已经吃了 整整三次宝桃了 但到现在 还是没有吃你 这三年以来 除了那些看守严格的禁地 凌晨已经将大光明寺中 绝大部分的地方 都逛了一遍 在药师院迁到成功 获得大环丹一瓶 在武僧院迁到成功 获得一金金一部 在菩提院迁到成功 获得菩提子一颗 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无论是灵丹妙药 或是神兵利器 都应有尽有 在系统空间里面 都堆成了小山 而凌晨的武道修为 也已经达到了大宗师之境 虽然只是大宗师境初期 但要知道 凌晨今年只有16岁 据凌晨所知 在此方世界 大光明寺的 数百年前的一位长老 用了足足200多年 才成功突破为大宗师 而且 这位长老的突破速度 在所有大宗师中 已经算是快的了 现在可以说 凌晨这修炼速度 已经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了 若是让世人知道 绝对要将凌晨抓起来 好好研究研究 只不过 以现在凌晨的修为 是谁来抓谁 就不好说了 至于佛祖设立中两大神功 如来神掌第一世 凌晨已经勉强掌握了 大日今生 也已经成功 练到了第二层 果然啊 平凡不如天才 天才不如挂臂 还好我就是那个挂臂 凌晨站起身 伸了个懒腰 咦 有人来了 凌晨现在 身为大宗师 感应何其敏锐 就算不动用神念 方圆千丈之内 一只苍蝇蚂蚁 也别想逃过他的眼睛 挥手一指 凌晨将布置在此地的 什么聚灵阵 四项伏魔阵 万剑猪妖阵等 统统都隐藏了起来 这几年来 自己签到的阵法 桃花林看上去平平无奇 但暗藏杀鸡 外人稍微走错一步 就会命丧当场 而其防御的坚固程度 就连大宗师 也别想着轻易破开 明晨师兄 就在这时候 一道呼喊声 从远极近传来 一个穿着黄色僧袍的和尚 迅速跑了过来 正是当初的那个小和尚 明爵 明晨师兄 我就知道 你会在桃花林 明爵满脸笑容 不知道有什么开心的事情 有什么事吗 师爹 不在武僧院好好待着 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凌晨顺手摘下一颗桃子 递给明爵 同时问道 自从三年前 明爵虽然差点到心破碎 但在凌晨的一番劝解开导下 明爵回去之后 越发刻苦修行 可谓是朝夕苦练 日夜苦修 总算在一年后 被虚云师叔认可 把他送到武僧院 好好培养去了 当时可以引得 其他杂役僧们 好一番羡慕 好吃 明爵咬了口桃子说道 同时从怀里 取出一个玉瓶 递给凌晨 来 师兄这个给你 这个是 这个瓶子里的是脆体丹 可以助人打磨身体 提升气血 师兄你服用之后 就有机会诞生内气 踏入后天境 到时候 就可以不用待在杂役院 当杂役僧了 明爵师弟 这个太贵重了 你收回去吧 凌晨将玉瓶连忙还了回去 凌晨知道脆体丹价格不菲 提升气血 只不过是他最微不足道的作用罢了 最重要的是 他可以加快横练功法的修行 这样的药效 导致他十分的抢手 所以即使在五僧院 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弄到的 而且 以凌晨如今的修为 这种丹药对自己已经毫无作用啊 况且比这效果更好的丹药 在系统空间也有一大堆 当然最重要的是 现在当一个杂役僧也挺好的 可以随意去大光明寺的大多数地方 可是如果以后加入了五僧院 那样反而行动不方便 毕竟 你一个五僧院的弟子 天天往什么菩提院 要试院跑 更容易让人生疑 明爵看了看凌晨的眼神 叹了口气 说道 那好吧 没说什么 就将玉萍收了回去 但马上面色一变 又笑着说道 师兄 师父说 我的修为已经到了 现在可以去藏经阁 选择一门五技 一门主修功法 师兄要不要陪我一起去啊 凌晨仔细看了看明教 他现在武学境界 已经达到了后天八重 离后天九重也没差多少了 而且根基扎实 没有半点虚幅 看样子 在五僧院内 没少下苦功夫 藏经阁吗 凌晨忽然想到 今天还没有签到 现在刚好可以顺便去一趟 便点了点头 好啊 刚好我也很好奇 藏经阁二楼是什么样子来 没过多久 二人就已经来到 一栋巨大的塔楼前 整个塔楼高有数十丈 占地极广 差不多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 而其中为防火灾 塔楼墙壁 均是厚达一丈的石墙 内部所有材料 也都用了特殊的防火处理 众弟子进出 也严禁明火 为者重罚 可谓防备严密 凌晨和明觉 进入藏经阁 在燕明身份后 沿着楼梯走上二楼 藏经阁的一楼 多是一些基础武学 或是历史传说 地理游记等 身为大光明寺的弟子 都是可以免费查看 只是不能带出藏经阁而已 但藏经阁二楼 放着的都是千百年来 大光明寺四处收集 和创造的武学 包罗万象 浩如烟海 说实话 这还是凌晨第一次 光明正大的进入 藏经阁二楼 以往来都是夜晚偷偷潜入 来了只是简单签到一下 倒也没有仔细看过 现在仔细一看 才发现 二楼全是一栋栋的书架 每栋上都摆满了 秘密麻麻的书籍 各自分门别类 暗序摆放 这些都是大光明寺的 数千年珍藏 由此可见 整个大光明寺的底蕴 叮 检测到此地道运身后 请问宿主是否需要签到 签到 叮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圣接上品武技 佛门五印 系统的提示声响起 佛门五印 全是圣接武技 凌晨随即查看系统介绍 佛门五印 共有包含武师手印 变化莫测 每种各有作用 狮子印 佛音浩荡 专攻神魂 金刚印 利益大无穷 坚不可摧 莲花印 蕴养神魂 百节不道 宝瓶印 驱邪避意 百毒不清 日月印 感应天地 驱疾避凶 凌晨查看完系统介绍后 不由地吐出一口气来 这佛门五印 即便是随便拿出一印 现在五印合一 就算是凌晨迁到了这么久 获得了不知多少武学 而这佛门五印 在其中也算是名列前茅的了 在《大光明寺》中 没有任何一门武技 可以和他相提并论 凌晨现在心情大好 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回去试试新武学了 第六章 选择功法 怒目金刚 凌晨师兄 我已经选好了 明觉在二楼书架中挑选了许久 终于取出一本 自己满意的功法 好 那我们就回去吧 明觉和凌晨 来到一楼大门口处 准备登记 看守藏经阁 是位中年僧人 如果想要将藏经阁里的东西 带出去 就必须要经过他的登记 他看了看明觉手里的两册书籍 先是一愣 紧接着望着明觉郑中说道 这位师弟 你明白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吗 明觉点了点头 答道 我知道 怒目金刚经 这位师弟 既然你明白 那还要选他 没想到 明觉他居然选择了这门功法 凌晨在旁 也是吃了一惊 这门 怒目金刚经 在大光明寺也算是鼎鼎有名了 据传此功法 是大光明寺的前辈 在某处遗迹中得来 此功法威力极大 远胜同级功法 出手有金刚之力 炼成大成便可同皆无敌 而且上限极高 传说中若是可以修炼至圆满 便有机会突破大宗师之境 可以说 在整个大光明寺中 论强大精妙 怒目金刚经 也绝对可以排到前列 但怒目金刚经 作为天阶上品功法 却放在藏书阁二楼当中 就如同一块金灿灿的黄金 扔在路上 却没有人去抢 那就说明它 一定是有问题的 怒目金刚经 也是如此 此功法的难点在于 修炼者必须要真正体会 怒目金刚意境 否则就毫无威力 连普通的地阶功法都不如 但意境这东西虚无缥缈 又怎能强求呢 实际上 自从怒目金刚经 被带回大光明寺 就有不少天才弟子 尝试过这门功法 但是最后一个修成的也没有 久而久之 这门功法就被遗忘了 扔在了藏经阁二楼 这时 只见明觉神情坚定 点了点头 麻烦师兄帮我登记吧 又是一个不自量力的 中年和尚只是摇了摇头 帮明觉登记好之后 闭上了眼睛 懒得再说什么了 二人离开藏经阁之后 明觉忽然问道 明臣师兄 你也觉得我不自量力吗 凌晨摸了摸下巴想了一想 个人有个人的机缘造化 我倒觉得 师弟和此法颇为有缘 哈哈 师兄你就别安慰我了 像其他师兄 但是几年后 我也想在万佛会上 为大光明寺争光 明觉认真说道 我自小是个孤儿 被人遗弃在大光明寺 是虚云师叔将我养大 这里便是我的家 万佛会吗 凌晨在心里思索 这是以四大顶级佛门势力为首 连同天下佛门势力举行的一场圣会 会邀请诸多其他势力前来观礼 同时 佛门势力之间 也会互相谈法论武 一来可以交流心得 取长补短 二来可以彰显自家实力 巩固地位 但是自一百多年前的正魔之战 大光明寺损失惨重 到如今已经愈发衰落 在万佛会中也是屡屡受挫 不少势力都认为 大光明寺已经不配再成为四大佛门了 只是大光明寺传承数千年 极为已久 其余势力现在也不敢太过冒犯 出了藏经阁后 明觉刚准备辞别 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道 对了师兄 这几天最好不要靠近正魔塔那边 我听虚苦院守说过 最近要做一场法事 那些恶徒逃出来 掌门方丈又在半个月前宣布闭关了 如果现在出了什么问题 就麻烦了 镇魔塔 凌晨这才想起来 大光明寺里面还有这个地方 据说镇魔塔是大光明寺祖师所见 专门关押一些穷凶极恶的魔道之人 这近千年来 也不知道镇压了多少凶名赫赫之辈 传闻只见过有人进去 还没见有人出来过 死 如果这个传闻是真的 那道运一定很深厚吧 或许有时间可以去迁道 凌晨略微思索 笑着说道 好的 那就多谢师弟提醒 望着明觉迅速离开的背影 凌晨心里觉得 这家伙不错 以后有机会 倒是可以帮他一手 凌晨独自回到桃花灵 启动了阵法 将佛门五印 从系统空间取出 贴在眉心开始学习 虽然佛门五印 的确是精妙绝伦 但以凌晨如今的悟性 再加上佛祖设立的加成 学习这种武技 自然说是轻而易举了 就如同是上了大学 再回过头来做小学生的题目 外加一台计算器辅助 那当然是一目了然 易如反掌 凌晨很快就将佛门五印 修炼至大成 唯有最后一世的日月印 还没有精通 其他四印都已经熟练掌握了 凌晨准备试试这门武学的威力 从系统空间里 随手取出一把黑色宝剑 从上面散发的气息来看 这把宝剑 很明显是一把地阶级别的武器 武器和功法类似 也同样分为天地玄黄四阶 上中下三品 对应后天 以及大宗师四个境界 而天底下 也就凌晨可以这么豪横了 随手拿出一把地阶宝剑来做试验 要是一般的小势力 早就荡成镇派之宝 供奉起来 代代相传了 但见凌晨右手掐金刚硬 口念法诀 左臂煞时 就覆盖上一层金色的光芒 心面一动 黑色宝剑腾空飞起 朝着左臂砍去 当 一声清脆的金铁交机之声 黑色宝剑瞬间被弹飞了出去 仔细一看 剑刃上面 已经有了许多活口 而左臂连一道细小的白痕 都没有留下 再一挥手 宝剑就已经落入左手上 稍微用力一捏 黑色宝剑被捏成一团 变成了废铁 想不到仅仅只是一式金刚硬 就有如此威能 单凭普通肉身 即使是地阶武器 亦不能伤 而且还不止如此 我的肉身力量 少说也翻了两倍 要知道 凌晨现在 可是一名大宗师啊 普通大宗师 即便是不修肉身 那肉身力量 也是极其恐怖的 天山以海 或许有些夸张 但催风断月绝非虚言 更何况 凌晨可是修炼过 大日今生的大宗师 虽然只是提升了两倍力量 这足以说明 这门武学的强大了 想到这里 凌晨也不由得好奇其他硬诀 打算一一试试 第七章 血魔教徒 凌晨出手 月生日落 夜幕降临 这一天 凌晨在桃花树下 缓缓睁开了双眸 哎 最近签到获得的东西 感觉质量都很一般 要不要去那些 没去过的境地去试试看 他喃喃自语道 又忽然想起 几天前明觉的提醒 现在刚好有空 可以去镇魔塔逛逛 随即起身 脚步轻轻一点 整个人飞在空中 踏空而行 这正是宗师镜的标志 凌晨无声无息 融入黑暗中 朝着镇魔塔的方向飞去了 与此同时 在一间毫不起眼的僧舍内 此刻却有几个人影 在此悄悄聚会 其中一人是穿着 黑色长袍 那和尚先是做了个 奇怪的手势 然后恭敬说道 属下王栋 参见渡护法 参见李师兄 好了 别说废话了 先说说具体情况如何 渡护法神色焦急 直接问道 是 渡护法 和尚继续说道 我奉副教主之命 潜伏大光明寺这么多年 直到近日 才终于和镇魔塔中的 圣子取得联系 这镇魔塔 不亏是大光明寺祖师 亲手布置下的 又有历代高僧 不断增补维持 再完美的东西 也会出现漏洞 圣子说 我们只需内外联手 理应外合 必能破开阵法 那还等什么 我们现在就出发 李师兄神情激动 马上就准备行动 王栋急忙伸手拦住他 李师兄 万万不可着急 圣子说 必须要等到今夜子时 且要内外同时出手 才有机会 如今时间还早 我们还是多等等吧 渡护法也点了点头 王师弟说得不错 救出圣子 乃是本门大事 怎可鲁莽行事 何况大光明寺 虽然这些年没落了 但是底蕴还是在的 虽然许子那个老家伙 已经闭关了 但若是惊动了 其他那些老和尚 就怕我们就不出圣子 还要把命留在这 渡护法地位 明显高于另一人 他一开口 其余二人 就不敢多说什么了 渡护法有些感慨道 想当年大光明寺 不愧是四大佛门圣地 当年一战 我叫也是损失惨重 圣子大人 也被封印在镇摩塔下 而今再一看 大光明寺 却也不过是秋后的蚂蚱 蹦倒不了几天了 倒是令人唏嘘 玄机渡护法又问道 王栋 大光明寺最近可有什么异常 那和尚想了想 连忙回答 据说在三年某一天 大光明寺的上空 突然出现佛光万丈 疑似有佛陀显圣 王栋师弟 这是你亲眼所见 不是 当时我并不在寺中 这只是后来听人说的 一旁的李师兄 忽然冷笑一声 哼 这些和尚别的不行 编故事忽悠人的本事 那是一个比的厉害 李师兄 大光明寺 众人皆是这么说 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啊 哼 王栋师弟 我看你这是在和尚堆里待太久了 念经念的脑子糊涂了 好了 你们不要废话了 不过是些捕风捉影之事罢了 这种事听得多了 渡护法抬头看了看月亮说道 算了算时间 离子时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出发 出发 也不知几位施主想去何处啊 突然 僧舍的木门被轻轻推开 咳之 这声音虽然很是细小 是谁 渡护法浑身冷汗直冒 急忙朝屋外看去 只见门口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和尚 长相平平无奇 你是什么人 我吗 我不过是杂役院 一位普普通通的杂役僧罢了 王栋这时也注意到 这个小和尚身上穿着灰色僧袍 这是只有杂役僧才会穿的衣服 当即喝道 你个小和尚真是自找死路 若是装作什么也没看见 悄悄走开 那倒无事 偏偏自己来找死 话音未落 他整个人已经猛扑过来 面色猙獰凶狠 粗壮的右臂化为漆黑之色 带起阵阵阴风 王栋心里明白 若是被这小和尚逃脱 惊动了大光明四高层 发现他们的身份 那最后一定是必死无疑 所以一出手 他就施展了自己的绝学 使出了全部功力 想要一招将人灭口 哎 活着不好吗 为什么非要自己找死呢 只听凌晨轻叹一声 悬疾面炉微笑 抬起右手 大拇指和食指 轻轻一捏一抖 一道无形真气 搜的一声击射而出 破 瞬间贯穿王栋的身体 他砰的一声倒在地上 整个人就一动不动了 自己只是想去镇摩塔 路过此地 只不过感觉到 这里有股淡淡的魔气 顺便来看看热闹 没想到碰见这样的事情 本来凌晨也不想多管闲事 但这些人居然对自己 起了杀意 那就留他们不得了 护法大人 此人古怪 我们一起上 说完 二人立刻同时向着凌晨出手 凌晨只是轻笑一声 单手一挥 瞬间一股强大的威压 透体而出 碰 碰 在这强大的威压下 两人立刻身不由己地跪了下来 渡护法只感觉 现在自己肩上扛着一座大衫 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只能死死咬紧牙关 暗中运转功法抵抗 这不可能 我二十年前就突破到了宗师镜 又有教主赐下的天阶功法 为什么会挣脱不开 难道他就这么强吗 渡护法内心崩溃 简直是难以置信 凌晨看着他们问道 好了 现在可以说说你们的计划了吧 同时稍微减轻了些力道 有点害怕 一不小心就把他们弄死了 渡护法直接趴在地上 行了个五体投地 启禀大人 我是血魔教的护法 我们是奉副教主之命 话还没有说完 突然一根牛毛细针 如离弦之剑 从他的后背射了出来 射向凌晨 成了 看见凌晨没有躲开 渡护法大喜过望 这牛毛细针 虽然看着不起眼 但却是传说中的幽魂针 此物十分稀有 施展起来无声无息 无影无踪 故被人称为幽魂针 再加上这幽魂针 还脆上剑血封喉的致命剧毒 二者配合 更加相得一章 就在渡护法满怀期待 想看着凌晨毒发身亡时 但下一刻 他面色俱变 眼珠子都快要瞪了出来 他看到了此生难忘的场景 那幽魂针碰到凌晨身体 只是发出当一声清脆的声音 就碎成几节落在地上 凌晨将地上幽魂针捡起来 嘀咕着 这就是传说中幽魂针吗 也不怎么样啊 渡护法原本绝望的脸 突然一变 大笑起来 哈哈 想你这么厉害 竟然是个没见识的小白 居然敢直接用手摸 这上面脆有无影绝命伞 无解之毒 你慢慢就等死吧 渡护法对无影绝命伞十分自信 众此毒者 没人可以撑过一刻钟 昔日他就是靠此毒诛杀了不少敌人 哦 无解之毒 凌晨检查一遍自身 但是没有感觉任何不适 难道这毒对我没用 算了 还是尊重一下吧 索性手掐宝平硬 想着刚好可以清理一下身体 一道微光闪过 瞬间整个人身上的污垢 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就连原本有点老旧的灰色僧袍 都焕然一新 一尘不染 好舒服啊 就像泡了个热水澡一样 凌晨差点忍不住身影起来 不过随即想到自己 早就已经炼成了大日经身第二层 那种级别的毒 又怎么能伤到自己呢 怎么可能 我不相信 是我的眼睛出错了 凌晨懒得理会 随手一挥像清理苍蝇一样 将他们拍死 顺手将幽魂针收了起来 毕竟送上门的东西不要白不要 第八章 方丈闭关 玄阵全解 凌晨随手将他们拍死 这时 感觉到不远处 有人在飞速赶过来 想到自己今天的正事还没有做呢 况且也不想和他们有太多纠缠 索性直接离开了 宋 宋 宋 凌晨前脚刚走没多久 三道身影就火速来到了这里 若是血魔教的三人还活着的话 就会发现 原本应该正在闭关中的虚次方丈 居然出现在这里 明慧这家伙 果然背叛了我们 方丈师兄 你来看此人 须悲长老似乎发现了什么 指着其中一人说道 这是 这是血魔教的杜藤 他怎么会死在这里 虚苦长老大吃一惊 当年血魔教作恶多端 被无数正派围剿 他们教主离奇失踪 门内众高手死伤殆尽 到如今 能撑门面的 只剩下三大护法罢了 让人没想到 三大护法之一的杜藤 竟然会死在这里 这时 虚次也仔细查看完 三人的尸体后 更加不可思议地说道 这杜藤身为血魔教三大护法 能从当年之义活到现在 一身实力自然不弱 但他却是在瞬息之间 就被人杀死了 可以说 毫无还手之力 那就说明 杀他的人 修为一定远胜于他 可是杜藤是宗师境的强者 此人修为远胜于他 难道说出手的人是大宗师 须悲惊讶问道 或有可能 方丈师兄 你来看看这个叛徒 他胸口贯穿 浑身经脉禁断 是有人施以强横指力所致 若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股力量 正是本派的拈花指法 只是这指力之强 已经远胜于我 须悲 身为药师院院守 平日李主修的 正是这门拈花指法 只不过他现在才知道 拈花指居然可练到如此程度 难道说 杀他们的人是不空师叔 一旁的虚苦忽然说道 对啊 方丈师兄 不空师叔精通多种绝技 只有他 才能将拈花指 修炼到如此程度 听闻此言 虚慈轻叹口气 哎 不空师叔为了突破大宗师径 已经闭关多年 师叔受缘早已不多 这么多年毫无音信 只怕 可是方丈师兄 若不是不空师叔 谁又能将本派的拈花指炼到如此高深呢 虚慈闻言一正 也是点头说道 除了不空师叔外 也不会再有别人会帮我们大光明寺了 不过既然他老人家不愿现身 我们就不要声张了 是 方丈师兄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明慧这个叛徒的尸体 怎么处理 虚悲和虚苦问道 虚慈拨了拨佛珠 思索片刻 突然出手一掌 震碎了明慧的尸体说道 血魔教的恶徒 秘密潜入寺内 威胁明慧 想要偷偷潜入藏金阁 但明慧誓死不从 却被这些魔道恶徒残忍杀害 尸骨无存 后事情败露 血魔教恶徒 被我们就地诛杀 你们就这么说吧 无论那位前辈 究竟是不是不空师叔 可以确定的是 他对我们没有恶意 既然这位前辈不想露面 那我们此事 就由我们担下吧 遵命 方丈 二人双手合十应道 我们再给明慧 做一场盛大的法事 同时告诫弟子们 多加小心 虚情加修行 是 方丈 哎 可惜 我们没有找到三年前的 那位天生佛子 若是有他在 我们大光明寺 又何止于此 虚苦话风一转 满脸遗憾说道 当初他和其他师弟 已经将整个大光明寺 以及周围千里 都搜寻了一遍 可惜到最后 一无所获 无碍 万物皆有缘法 我们寻不到 只是说明 我们缘分不够罢了 不可强求 虚慈继续说道 血魔教现在比不得当年 如今失去了一位宗师 也算是损伤不小了 我想 他们在短时间内 应该不会再有所行动 接下来的日子 可能会平静一些了 趁此机会 我打算闭关尝试 去突破大宗师境 方丈师兄 万万不可啊 虚苦和虚悲 一口同声说道 宗师境想要突破大宗师境 必须将精气神修至巅峰 凝炼出顶上三花 方可突破 若是修为不至 强行突破 只不过是自找死路吧 虽然虚慈早在多年前 就已经达到了宗师境巅峰 但即便如此 想要突破大宗师 竟也有不小的风险 现在大光明寺 已经名不复时 倘若又失去了 虚慈这位唯一的巅峰宗师 那么必然走向衰落 甚至会从此消亡 虚慈捋了捋须 面色平静 缓缓说道 哎 大光明寺沉寂已久 我有预感 以后的江湖 绝对不会平静了 若是在逢天下大乱 大光明寺内 没有大宗师作证 我们又当如何 其他三大佛门 即使同为佛门同道 届时 他们也未必会帮我们 想要渡过难关 唯有靠我们自己 在我闭关之后 虚悲失地 你来暂待方丈一职 方丈师兄 你就放心吧 我会管理好大光明寺的 虚悲双眼发红 神色沉重道 血魔教 万佛会 不空师叔 虚慈思绪万分 只是点了点头 眼睛望向前方 不知在想些什么 最后默默念了句 拿摩阿弥陀佛 凌晨离开大殿之后 马上飞速前往镇魔塔 现在距离子时不远了 他可不想错过了 今天的千道 片刻之后 就来到了镇魔塔 虽是夜深 但镇魔塔附近 仍有许多手持铜棍的武僧 来回巡逻 可能是因为 最近要维护镇法 镇魔塔附近的看护 严密了许多 这就是镇魔塔啊 果然是不同一般 眼前的镇魔塔高有百丈 塔身通体黑色 被周围十几根粗壮的铁链 牢牢锁住 黑色塔身之上 雕刻着密密麻麻的佛文 周围铁链上 也挂满了镇魔的铃铛 凌晨从黑暗中现身 直接大摇大摆地 穿过众武僧的看守 走进了镇魔塔 身为一名大宗师 凌晨早就已经修炼出了顶上三花 精气神早已经达到了巅峰 所以干扰这些人的感觉 简直是轻而易举 一靠近镇魔塔 凌晨就感觉到 这里暗中隐藏了无数镇法 虽然表面看上去 什么也没有 但即便是宗师巅峰的强者 想要强行闯入 只会被这无穷无尽的镇魔大阵 乖乖镇压 当然 在镇魔塔内 凶徒想要跑出来 那也要过这镇魔大阵这一关 镇魔大阵 不愧是大光明四初代祖师精心布置的 即使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是十分强大 凌晨虽然实力高强 但是不怎么懂镇法 刚刚看了一会 也看得一头雾水 叮 检测到此地道运身后 请问宿主是否需要签到 签到吧 叮 签到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圣接上品 悬阵全解 一步 悬阵全解 凌晨查看了系统介绍 知道这是一本教人布置镇法 破解镇法的秘籍 其中镇法包罗万象 什么杀镇 困镇 换镇 应有尽有 大光明四藏经阁里记载的镇法数量 远远不及密集中记载的十分之一 不错 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 闲得无聊 学习学习 镇法也好 就在凌晨心满意足 准备离开的时候 忽然听见一道声音 从自己耳边响起 第九章 高人收图 挥之不振 小贝 我关你骨骼惊奇 灵台中有一道灵光直冲天际 真是百年难遇的练武奇才啊 凌晨抬头一看 忽然一个慈眉善目 和蔼可亲的老和尚 出现在自己眼前 小家伙 你不要害怕 我乃是镇魔塔的守塔人 凌晨先是一愣 然后笑道 老前辈 我在大光明寺待了这么久 为什么没听说过 镇魔塔有什么守塔人啊 老和尚笑眯眯说道 因为镇守镇魔塔事关重大 所以我一直隐藏在这里 就连方丈也不知道这些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凌晨瞪大眼睛 张大嘴巴 似乎是被这消息震撼到了 老和尚叹了口气说道 小家伙 你天资极高 可惜却无人发现 现在居然还是一名杂役僧 实在可惜 你现在上前来 老僧收你为徒如何 你若入了老夫门下 学得盖世神功 成就宗师之境 到时候受人敬重 好不快活啊 岂不是比你这杂役僧好上几千倍 若你愿意拜师 我送你一份大礼 听了这话 凌晨马上向前一步问道 老前辈 你这可有圣洁功法 能不能送我几本 啊 圣洁功法何其珍贵 我这没有 又问道 老师傅 那圣洁的丹药可有 送我几瓶当拜师里呗 这圣洁丹药可肉白骨就生死 我这也没有 凌晨撇了撇嘴说道 老和尚 那有没有圣洁的武器 宋弟子一把试试手 圣洁武器凤毛麟角 千年难见 我这还是没有 老兔驴 你这也没有 那也没有 就这还想当我师父 我不如去扫大剑 凌晨说完 直接转头就走 不准走 老和尚大吼一声 浑身散发出黑烟 也不知是不是被弃的冒烟 随即身体变换 化身为一团黑色身影 哎呀 线圆行了 凌晨哈哈一笑 也是直接不装了 你是什么时候看出来的 黑银语气阴森森的 声调极其难听 说话好似用尖锐指甲 来回刮着黑板 哎呀 要怪就怪你这老家伙 演技实在是太差了 别说是我了 恐怕连三岁小孩也骗不到 深更半夜 一个老东西 突然要收人当徒弟 真是怎么想怎么可疑 凌晨语气不屑 其实他从一开始就看出来了 毕竟他可是大宗师 而且他的眼睛 还经过佛祖设立的强化 很少有东西可以瞒过他 在他眼中 那老和尚浑身散发的魔气 比黑夜中的灯火还要耀眼 真是想不注意到 都不行了 够了 你这小贼 等本圣子出了这阵魔塔 你就死定了 黑影妈撒嗓子恶狠狠道 同时心里有些疑惑奇怪 这都已经快过子时了 为何王渡腾他们还没来 莫不是出了什么意外 圣子 凌晨突然冷笑一声 说道 你该不会就是那个血魔教的圣子吧 你也不用再等了 那些家伙 今晚不会再来了 以后也不会再来了 你不妨猜猜看为什么 血魔圣子听见此言 勃然大怒 该死 那些没用的家伙 还有这该死的大光明寺 还有你这个小贼兔 等我走出阵魔塔 你们就等死吧 呵呵 血魔圣子冷静下来 冷笑一声 我知道你不相信 但是 我告诉你 这阵魔大阵虽然厉害 但其实早已损毁严重 就算没有那群废物动手 不出两年 就会自行瓦解 等两年之后 谁又能救得了你 血魔圣子 看着面无表情的凌晨 得意洋洋 他根本不怕这个小和尚 将秘密告诉大光明寺的人 一来这个阵魔大阵 乃是大光明寺出祖 神光罗汉亲自布置的 以现在大光明寺的底蕴 根本就不可能修缮 连维持也很困难 二来大光明寺 维持阵魔大阵的日子 就快到了 到时候 他们也一定会发现这个情况 但是却什么也做不了 而现在 他只需要在阵魔塔内 安心等待就可以了 可以说 这是妥妥的阳谋 两年时间 妄想 其实 以凌晨现在大宗师的实力 即使是强行破开阵魔塔 也不是难事 只不过 这样会导致阵魔塔整个坍塌 完全毁于一旦 这到那时候 大光明寺的人 还不得找自己赔偿啊 所以 凌晨是不想强行破塔的 索性分出心神 飞快地翻了翻系统空间里的 悬阵全解 片刻之后 只见他竖起手指 在空中慢慢挥舞 呵 阵魔塔的阵魔阵法 岂是那么好修的 要知道 越是高级的阵法效果越是强大 但一旦出现漏洞或者损坏 也极难修复 所以 刚刚血魔圣子才会放心 将秘密说出来 因为他不相信 现在大光明寺 还有人可以修好这个阵法 但见凌晨手上的速度越来越快 已经飞出了残影 令人看得眼花缭乱的 虽是简单的挥动 但似乎蕴含天地浩瀚的伪力 血魔圣子脸上满是不屑 他觉得这小鬼 只会装枪做事 如果他直接跑路 逃出大光明寺 反而能让自己高看眼 嗡 一道道隐秘的波动慢慢传来 血魔圣子身在镇魔塔中 感受更加明显 忽然 他感觉到四周的压力陡然增强 而且越来越强 这说明镇魔塔的压制力 在慢慢恢复 顿时慌了神 大喝道 你干了什么 快给我住手 快给我住手 不 搞定 凌晨停下动作 他只是简单献学了一手阵法 自然没有将镇魔大阵完全修好 不过也成功补上了大半窟窿 看着面前的镇魔塔 凌晨表情惬意 看来这镇法也没有那么难吗 还是说我真是个镇法天才 走了 凌晨直接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塔中的血魔圣子对外怒吼着 但现在镇法修复了大半 他就算在塔内将舌头说破 一句也别想传到外界 第十章 血魔议会 风雨欲来 几日后 满洲 在深山某座偏僻的村庄中 其中一间不起眼的茅草屋地下 一座宽阔的大殿隐藏作落在此 大殿内充满浓血腥味道 虽然位于地下深处 却不显得幽暗 此刻树道人影正在此集会 启禀副教主 王栋和渡护法 已经七日没有回复消息了 看来这次任务是失败了 其中一人恭敬地对围首的 那道人影说道 无事 坐在最上方的黑袍男人 开口说道 拯救圣子本就只是一件小事 这次行动更多的 还是为了试探试探大光明四把了 如果能成 那是最好 不能成也无大碍 一旁的宫庄妇人大声说道 自从当年杨教主失踪后 我们血魔教还能存有如今的基业 全靠副教主的英明领导 指挥有方 哼 杜藤那个蠢货不知好歹 非要去想着就什么圣子 这下倒好 把自己也送进去了吧 没错 全靠副教主的英明领导 副教主神通广大 其余弟子也是连生复合 黑衣男子也是十分受用 挥了挥手 示意大家安静 接着说道 渡护法虽然擅自行动 以致生死 但再怎么说 他也是我们血魔教三大护法之一 这个仇迟早我们早晚会去报的 这是一个绿袍老者站起身说道 副教主 杜藤死了倒没什么 不过据他传回来消息的来看 大光明寺可能不像表面那么简单 哈哈 我说卢老头 你该不会是相信了那些兔驴鞭的故事了吧 那个宫庄妇人无嘴倾笑 卢老头沉默不语 他年轻的时候 曾在大光明寺手上吃过大亏 差点小命不饱 所以至今对其也十分忌惮 好了 好了 黑袍男子继续说道 大光明寺的确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 隐藏些外人不知道的秘密也是正常 不过 佛祖险胜什么的 显然是须慈那些老家伙 编造而出出的谣言罢了 可是副教主 须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大光明寺现在不比从前逐渐衰弱 这早就不是秘密了 他们为什么要散布这个流言呢 宫庄妇人不解问道 黑衣男子轻蔑一笑 哈哈 你们不懂 现在大光明寺越发衰败 他们就越需要做出一个强大的表象 用这个来表象 证明自己 还是佛门的四大顶级宗门之一 用来维持自身的威望 黑袍男人继续说道 你们可听说过 前朝末代乾皇的故事 据说前朝末代乾皇好大喜功 荒淫无度 以杀人为乐 以酷刑为乐 但是他却十分自信 自认为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皇帝 就算是开国太祖 上古先皇也比不上他 他手下那些臣子们为了讨他开心 便四处收集祥瑞之物 据说他在位不过短短二十年 但天下各官员发现 上贡的祥瑞之物何止上百件 其中不是黄龙将士 便是麒麟转生 不是凤凰来名 就是仙人赐福 乾皇十分受用 重重有赏 这其中恐怕都是臣子弄虚作假吧 卢老头忽然问道 不错 基本都是胡乱编造的 拿乾皇 黑衣男子大笑一声 难道乾皇就真的那么傻 什么都不知道吗 非也 这不过是聚集人心 忽有平民的手段罢了 用这些天将祥瑞来证明 自己是正统的天命之子 大乾皇朝还是天命所归 只不过他陷得太深 最后把自己都给骗了 最后 大乾中是被大井所灭 乾皇也落了个身死足灭的下场 所以 当初大井太祖 才会下令严禁祥瑞屠衬之言 原来如此 宫庄妇人和卢老头恍然大悟 这么说来 大光明寺只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续其中 现在不择手段 所以才去编那些小孩子 都不会相信的故事 黑衣男子淡淡说道 不错 想必就是如此 那请副教主下令 我们直接打上大光明寺 就算不能覆灭大光明寺 也能养我魔教生事 血魔教的众弟子 纷纷兴奋请命 黑袍男子摇了摇头 说道 还不到时候 大光明寺虽然是秋后的蚂蚱 蹦跆不了多久了 但毕竟也是曾经的顶级大势力 说不定隐藏着什么杀招 不过这天下间 和大光明寺有仇的势力 何止我们一家 姚晴 你去散发留言 就说大光明寺中 疑似有一宝将士 到时候 自会有人去找他们麻烦 是 副教主 宫庄妇人欣然领命 黑衣男子 脸上自信满满 离彻底覆灭大光明寺的那一天 已经不远了 本座的血和天魔宫 已经快要修炼圆满了 若是圆满 那必定可以 踏入大宗施境 最多不过三年 到时候就让大光明寺 血流成河 一为平殿 恭喜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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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弟子全都跪下 大声欢呼 他话风一转 看着卢老头 黑莲教最近 也不知道得了什么好处 想要和我们结盟 成立魔道联盟 想要重现魔道荣光 要知道 一百多年前的那场大战 最后是魔教输了 以至于现在大井九州之地 魔道示威 众魔门只能隐藏在暗处 近待时机 没想到 这时候黑莲教联系各派魔宗 想要组成联盟 也不知道 他们哪来的胆子和底气 卢护法 就由你去负责此事 看看他们搞什么花样 遵命 仅仅只是 当上血魔教教主 灭掉一个大光明寺 这还远远不够 迟早有一天 这魔教教主的位置 我也可以坐一坐 我要让九州所有生灵 都匍匐在我的脚下 第十一章 虚云原记 指点明觉 自从两个月前 凌晨出手击杀了 那三个血魔教教徒之后 大光明寺 就没有任何大事发生 这两个月来来 凌晨过得舒心得很 每天只是扫扫地 千道千道 闲暇时研究研究阵法 这天 凌晨正在打扫山门口 轻轻挥动扫帚 带起片片落叶 虽然只是简单的扫地 但一举一动 皆蕴含莫名禅意 这时 忽然一个小沙迷 火速跑到凌晨面前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急忙说道 不好了 不好了 明晨师兄 续晕师叔他快不行了 说完 拿起凌晨拔腿就跑 什么 凌晨心里也是一惊 他嫌弃小家伙 跑得太慢了 立刻一把提起小沙迷 暗自施展轻功 只不过一眨眼的功夫 二人就来到了杂役院 啊 原来明晨师兄的轻功 居然这么厉害啊 小沙迷心中震惊不已 此刻杂役院中 已经站了一些人了 屋内明觉一个人 独自跪在床边 双眼通红 声音哽咽 说不出话来 此时虚云已经躺在床上 见到凌晨走进屋子 他挣扎坐起身来 笑着说道 明晨 你来了 虚云原本就很消瘦 只是现在更瘦了 像一节干枯的抖幕似的 虚云师叔 我来了 你有什么想要吩咐的吗 凌晨双手合十 恭敬问道 虚云看着凌晨 忽然说道 凌晨 当年我把你分到杂役院 这么多年来 你可怨恨我吗 弟子不怨 凌晨答道 毕竟自己这些年 已经走遍了大光明寺 天天牵到 绝对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虚云盯着凌晨眼睛 见他眼神清澈 不似说谎 脸上露出欣慰的神情 自顾自说道 当年 我见你心念红尘 难以惊心 包括明绝在内的其他小家伙 都已经去往了其他院子 唯有你不争不抢 明绝曾经一致消沉 一致沉沦 也是你开刀点醒了他 明晨啊 老僧觉得 你是有佛性的 虚云师叔你太过奖了 这些事本就是 我应该做的 凌晨一边回答 一边暗中给虚云检查身体 但最后只能默默摇了摇头 因为虚云不是因为伤病或者其他 而是他的寿源已经到头了 宗师的寿命 还是太短了 现在除非有益寿延年的宝药 可以为其严寿 不过严寿也只不过是维持一时罢了 虚云喘了口气 继续说道 明晨 我打算推荐你去菩提院 菩提院产武双修 你佛性高 到后来 即使学武不成 钻研佛法也是件善事 你看如何 虚云师说 我在杂院挺好的 这里清静自在 我不想去别处 凌晨发现 虚云的气息已经越发虚弱了 像是一根快要烧尽的蜡烛 烛光闪烁 好似风一吹过 就要熄灭 如果说自己内心中一点伤感都没有 那是不可能的 毕竟也是相处了三年多了 这时候 各大院守也已经陆续赶来了 凌晨见状 就慢慢退出了屋子 没过一会儿 屋里忽然传来了诵经声 一位黄面老僧走出屋子 来到凌晨面前 说道 虚云师弟已经圆寂了 我们会把他葬入后山的石塔林 这个你不用担心 虚云师弟临终前嘱托我 想让你加入菩提院 不知你意下如何 凌晨只是低着头 小声回答 多谢师叔 我只想待在杂医院 不想去往别处 黄面老僧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节哀顺变 若是改变了主意 可以随时来菩提院找我 说完就离去了 片刻后 虚云的遗体就被他们抬走了 凌晨这时看见了一边的明觉 他眼睛红通通 脸上还挂着泪珠 只是双手合十 默默念着往生咒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虚云师叔参悟正法 以往生极乐 我们应该欢喜才是 多谢师兄 自从虚云师叔缘继后 杂医院暂时还没有安排新的院守 如此 凌晨的生活也就更加自在了 日常的迁道 外加平日苦修 已经成功突破到大宗师境后期 这天夜晚 半空中明月高悬 凌晨闲得无视 正准备去往藏金阁去逛逛 在路过广场时 忽然感觉前方有一僧人正在练舞 在月光照耀下 那人手里的铜棍 舞动得极快 破空之声呼呼作响 凌晨略微一看 此人正是明觉 此刻他树眉瞪眼 怒蓉满面 身法凌厉 整个人如矫健的猿猴 四处跳跃 从他额头和身上的汗水来看 他最起码已经在这苦练了数个时辰了 棍法不错 可惜 想来是因为虚云的原迹 明觉练习更加刻苦了 只不过 他现在棍法虽妙 但是 心法明显误入歧途 以凌晨现在境界 眼力何等出色 况且他也不知道 修行了多少佛门武学 自然一看就知道 明觉走错了路 当即身形一闪出现在广场之上 不过出于保险起见 凌晨运用元气将面目身形都隐藏了起来 什么人 明觉大喝一声 双手紧握着铜棍猛地劈了下来 但紧着他感觉自己 这一棍似乎打在了最坚固的玄铁上 就算用尽了力气 也没办法让铜棍再往下一分 还不错 凌晨手掌微动 五指一合 就将那铜棒轻轻抓住 明觉见状不妙 连忙运转真气 想要将铜棒收回来 但即便用尽了力气 铜棒也纹丝不动 没用的 你这棍法倒是不弱 不过你修为太低了 是伤不到我的 说完 松开铜棍 须指轻轻一弹 整个铜棍倒飞出去 明觉大吃一惊 望着眼前的人影 请问前辈是谁 他倒是没有太惊慌 这里毕竟是大光明寺的内部 一般的人不可能闯入这里 而且他感觉到 面前的人并没有杀意 凌晨看着他笑道 你棍法不错 只是内功修为不足 你修炼的是 怒目金刚精吧 明觉明白此人定是大光明寺的前辈高人 连忙跪下问道 恳请前辈指点迷惊 凌晨一抬手 明觉身不由己站了起来 问道 我且问你 金刚为何怒目 明觉毫不犹豫回答 金刚怒目 是为了降妖除魔 凌晨点了点头 又继续问道 那金刚又为何要降妖除魔呢 明觉一正 他压根没想到 前辈会这么问 他摸了摸头 思索一会答道 妖魔乱世 祸乱众生 以至于生灵涂炭 金刚降妖除魔 是为了普渡世人 解众生之苦 善灾 金刚降魔是为了普渡众生 他虽是怒目金刚 但却有菩萨心肠 你修持怒目金刚精 须有杀一人 而就识人之念 刚刚你出见我时 不分青红皂白 满腔怒火便举棍来袭 这可是金刚手段 明觉听见这话 顿时心神大震 额头冷汗直冒 他刚刚才发现 自己已经犯了称怒 差点走火入魔了 经此前辈指点 才终于大扯大悟 多谢钱 明觉刚想向此人道谢 才发现周围已经空无一人 仿佛刚刚只是自己的幻觉罢了 你要记住 杀生为护叶 斩叶非斩人 这部声音在明觉耳边响起 明觉感觉自己脑海一片清明 似乎有什么关卡 被人打通了 杀生为护叶 斩叶非斩人 明觉低声喃喃道 突然大喊一声 我误了 我误了 明觉扑通跪下 朝着凌晨刚刚锁在位置 重重磕了三个头 虽然人影早已不在了 但指点之恩却不能忘 明觉心中有了预感 只要自己坚持修行下去 不出两个月 定能领悟真正的金刚意境 第十二章 获启满洲 首席弟子 这天 凌晨拿起扫帚 准备从杂医院离开 去清扫大雄宝殿 明晨师弟 先别去扫地了 跟我来 话音未落 一个人拉着他 跑得飞快 凌晨也是顺着他 忽然他发现这是 要前往香机厨的方向 明慧师兄啊 拉着我去香机厨干什么啊 这还没到吃早饭的时候呢 明慧正是刚刚上任的杂医院院守 师弟 你先别问了 去了就知道了 没一会儿 二人赶到了香机厨 不过 此刻这里 已经忙得热火朝天 几十个伙头僧劈柴挑水 架锅生火 嘿 明晨师弟啊 我这和你说吧 不知怎么的 我们寺外突然来了好多逃难的灾民 几位师叔慈悲为怀 让我们多熬米粥 蒸些馒头 准备救济灾民 这不是香机厨人手不够吗 凌晨也是明白了 毕竟大光明寺 虽然是江湖中的顶级势力 但说到底 也是一座寺庙 如今灾民就在眼前 又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凌晨见状 也准备上前帮忙 叮 发现此地道运身后 请问宿主是否需要迁道 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响起 啊 这里也可以迁道啊 凌晨也是略有吃惊 毕竟怎么看香机厨 都只是很普通的地方 但玄机转念一想 香机厨虽然简单 但毕竟明以身为天 即使是修炼武功 那也是要吃饭的呀 这香机厨看着不大 估计从剑寺之初 就已经存在了 迁道 叮 迁道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圣接中品密法 矫铁举精 随着系统提示音 一本秘笈出现在系统空间中 咦 这是 这些年 自己也已经迁道很多次了 慢慢发现 系统迁道大概率 有一个规律 如在武僧院迁道 大部分都是武功秘笈之类的 如果在药师院迁道 那么不是什么丹药 就是药材 那大概率会是一道美食 或是一本食谱 没想到 居然会获得一门圣接密法 凌晨一边忙着手里的工作 一边仔细查看 系统空间中的 搅铁举精 搅铁举精 不知为何人所创 可以让人生搅钢铁 将其吞下肚中 化为玄铁之气 外脆筋骨 内部五脏 看着不错呀 这是一门可以辅助横链的密法 凌晨觉得 等有时间 倒是可以慢慢研究研究 与此同时 在慕尼殿 大光明寺的高层再次一回 须碑手持一根九环缠杖 看向后山的方向 面有忧愁 也不知道 方丈师兄闭关怎么样了 须碑师兄 不用太担心了 须此师兄 在我们其中是天赋最高的 我们现在能做的 只有等待了 好了 先不说这个了 须碑示意 大家先坐下 说到 寺外的那些灾民 我已经派人询问过了 他们大部分 都是从南方满洲逃出来 满洲发生了千年难遇的一场大旱 这些人 都是离我们青州比较近的 其中远一些的 恐怕 须碑没有明说 不过其他人大概都猜到了 须碑念了生佛号 紧接着道 根据须念师弟的推测 满洲之地 可能会有一宝现实 此刻天下大旱 不是天灾 而是就和此物有关 什么 众人大吃一惊 要知道 满洲占地极广 直径足有数千里 而此此刻 大旱就连临近的青州 也略有波及 没想到这一切 全只是一箭一宝引起的 而且还不止如此 满洲地处偏僻 那里 一向是磨到隐藏之地 现在又逢此大灾 他们恐怕也会有所行动了 那师兄 我们应该如何 其余长老问道 须碑面色平静 如今方丈闭关 我们不可擅自出山 不过满洲万剑宫的七剑真人 和我们素有交情 还有镇守满洲的石开大将军 和我们大光明寺 也是关系匪浅 所以 我想派人捎信一封 去通知他们二位 至于人选 你们看要派谁去比较好 听闻此言 众长老也是思索起来 毕竟现在满洲危机重重 自身难保 地位太低 怕受人轻视 这样吧 师兄 不如我们将那些优秀弟子们都叫来 说明情况 看看他们谁愿意前去 若不想去 我们也不可强迫他们 好好好 还是虚苦师弟说得好 那就这样吧 没一回功夫 大光明寺五僧院 菩提院 药师院 般若院等优秀弟子都来到这里 须碑只是说明了具体任务 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前去 几位师叔师伯 请让我去吧 还是我去吧 诸位师叔师伯 需要坐镇大光明寺 这南方之行 就请让我们去吧 话音未落 几位名字辈分弟子 抢着站了出来 好 好 几位长老仔细思索之后 从中选出合适的两人 那明文 名声就由你们去吧 是 二人双手合适回答 就这时候 突然一人站了出来 大声说道 启禀诸位师伯师叔 这次满洲之行 就请让弟子一人去吧 众人闻言一看 是一位不起眼的小和尚 面容宽厚 看着年纪不大 虚难认出来 这不是自己武僧院中的明觉吗 连忙说道 明觉 我知道你心地善良 但是前往蛮州送信绝非小事 你修为还不够 就别去了 明觉没说什么 只是突然上前一步 体内真气运转 顿时身后金光照耀 似有金刚身影 这是 这是怒目金刚意境 在场所有人 全都被眼前这一幕震撼到了 其中虚难 更是被震惊的张大嘴巴 他身为武僧院院守 明觉自从来到这里 平日修行极为刻苦 他自然印象深刻 记忆颇深 当初明觉选择了 怒目金刚精 自然是知道的 只不过 他对明觉是否领悟金刚意境 也是不看好 毕竟那可是大光明 四千百年来 都无人可以参悟的东西 只不过没想到 明觉现在居然做到了 几位长老互相看了几眼 从各自的眼中 看出了满满的震撼 虽然刚刚那金色身影 只有一瞬间 但以他们的眼力 自然是看得清楚了 手掐法诀 高举金刚降魔杵 一张脸怒目原睁 自是鼎鼎有名的怒目金刚 明觉见此情景 也是在心中庆幸 多亏了那天 那位前辈高人暗中指点 不然我也不知道 何时才能领悟出 这怒目金刚意境 也不知道 那位前辈高人 究竟是何人 只是他不让我 透露出他的存在 不然我也可以 向众多长老们 请教一番了 半晌后 须被看着明觉说道 明觉 你既然已领悟金刚意境 那就还是留在四中修行吧 是啊 满洲现在太危险了 还是待在四中吧 须难说道 明觉摇了摇头 眼神坚定地说道 诸位长老 到满洲送信 既是大光明寺的任务 但也是关我的修行 弟子恳请一定要去 须被本想直接拒绝 但一想到 这是关明觉的修行 也一时拿不定主意 毕竟 这还是大光明寺历寺以来 第一次有人可以领悟 怒目金刚意境 具体要怎么修行 他们也不知道 在经过几人迅速商议之后 决定还是尊重明觉的意见 明觉 现在你就是大光明寺的首席弟子 地位等同众长老 现在特派你前往初始满洲 你回去好好准备吧 明觉心头一喜 连忙回道 是明觉遵命 第十三章 脚铁举巾 三魔会蒙 大光明寺外 此刻已经早已布置好了十周点 灾民们排着队 慢慢上前 给 拿好了 一个胖黛和尚 咬出一大碗热乎乎的白米粥 呈在碗里递给面前的老汉 同时 一边的凌晨 也连忙拿出两个馒头 送了过去 给您 慢点吃 老汉接过馒头 急忙直接往嘴里塞 有些含含乎 师父们了 排队的人密密麻麻 像一条黑色长龙 一眼望不到头 哎 明臣师弟 你看这些都还是离我们青州比较近的了 你说说 那蛮州现在得荒芜成什么样子 听说荒野千里 白骨满地啊 如此大的旱灾 怎么朝廷那边一点反应也没有啊 胖大和尚侧过头 在凌晨耳边小声说道 我听说啊 当今陛下沉迷于美色 已经三年没有上朝了 如今朝中奸臣当道 几位皇子又勾心斗角 谁会有空管这些啊 师弟你说说看 究竟是什么漂亮的狐狸精能这么厉害啊 让后宫家里三千的景地都把持不住 大和尚一边干活 一边叙叙叨叨 嘿嘿嘿 师兄 色乃佛门第一件 你可要注意啊 师弟 你可不要乱说啊 胖大和尚连忙住嘴 不敢乱说什么了 等派完了米粥 凌晨独自来到寺门口的一棵树下 将脚铁举精 密法迅速学会后 凌晨倒是迫不及待 想要试验一下 这密法效果如何 从系统空间里面 随便取出一把地阶的短刀 这短刀通体有黑 看材质应该是玄铁锻造 掺和了一点金金 还算看得过去 把他慢慢移到嘴边 轻轻一咬 咔嚓 一声清脆的声响 从刀身上咬下一块 凌晨感觉自己咬的不是玄铁刀 而是一块酥脆小饼干 咔甭脆 进入了嘴里 嚼了嚼 味道并没有想象中的难吃 而是突然尝出一股鸡肉味 咔咔咔 三下五除二 一把玄铁短刀 就飞快吞进了肚子 凌晨运转 脚铁举精的密法 肚中的玄铁 立刻化为一股玄铁之气 往自己的五脏六腑 筋骨皮膜中游走 开始慢慢地淬炼自己的身体 这是 凌晨突然感觉到 自己的大日精神修炼进度 居然有了些许增长 虽然增长的程度很是微弱 但自从凌晨 把大日精神练到了第三层后 接下来的修炼难度 就直线上升 自己平日修炼 简直是慢如蜗牛 凌晨估摸 自己可能要三年时间 才能将第四层炼成 但现在只是吃了一把玄铁刀 其中玄铁之气淬炼 就足以顶他三天苦休了 这简直让凌晨心头狂喜 太好了 没想到现在还有意外售获 这一背包的破铜烂铁 扔在那里 也没什么用 现在刚好可以填饱肚子 说完 就迫不及待 又取出一把天阶神剑 轻咬一口 嗯 这居然是巧克力味 好吃 咦 这个是苹果味 没一会功夫 凌晨就已经将这几年 牵到的武器都已经吃完了 当然 作为回报 他的大日精神修炼进度 长得飞快 隐隐触摸到第四层的边缘了 凌晨想了想 又从系统空间中 取出一块锻造材料 咔嚓咔嚓吃了起来 片刻后 凌晨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 他感觉 目前脚铁举精 已经到极限了 需要先将这一批食物 先慢慢炼化 凌晨师兄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和尚飞速赶了过来 咦 我刚刚怎么看见 师兄你在偷偷啃石头啊 明觉摸了摸头 疑惑问道 没有没有 那你看错了 那个是荞麦馒头 黑黑的看着奇怪而已 凌晨连忙插开话题 明觉你怎么突然来了 今天不练功了吗 明觉听见这话 想到了正事 双手合十道 师兄 我是来告辞的 诸位长老已经同意我下山了 我要满洲一趟执行任务 这次要去满洲拜见 石开大将军 和万剑公的七剑真人 好 师弟你要外出执行任务 那作为师兄 自然有礼物送你 说完 凌晨从怀里取出一个木牌 递给了明觉 这木牌 是平时自己研究阵法制作的小玩意 里面蕴藏了一些 凌晨平时闲得无聊 练手布置的阵法 也不是很多 也就三四十道罢了 明觉拿在手里 虽然看不出这木牌有何特殊 但既然是师兄赠予的 所以还是小心收入怀里 明觉师兄 那我就先到辞了 明觉行了行礼 就向山下走去了 见到明觉走远了 凌晨随手捏了的日月印 稍微推测一番 忽然面色一变 喃喃低语道 奇怪 奇怪 满洲那边 怎么会有如此重的尸气 这么浓郁的尸气 难道是驱尸山的人 不对 不对 这么重的尸气 就算是驱尸山老祖复活 都不可能掌控 罢了 罢了 明觉还有我送的镇法木牌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 凌晨也懒得想那么多 如果真的出什么事了 大不了自己下山走一趟就是了 同一时刻 满洲 牛手山 此山是当地蛮族人的圣山 传闻此山是数千年前从天而降 是为了镇压一只可怕的妖魔 但此刻 周围蛮族部落的所有人 全都横七竖八躺在地上 已经没有一个火口了 一个绿袍老者浑身血气 迅速飞了过来 九宫上人 正话老哥 你们久等了 卢某有事来晚了 哈哈 不晚 不晚 一位头戴莲花冠 身穿大黑袍的男人迎了上来 笑着说道 卢老哥 好久不见了 另一个老头也站了起来 他整个人干瘦干瘦的 皮肤粗糙如树皮 看上去没有二两肉 但是却背着一个两米多高的大黑棺材 好了 好了 九宫上人 正话老兄 莫要客套了 我们还是多说正事吧 卢老头也是不客气 直接找了个位置坐下 其余二人也是相继落座 九宫上人先喝了口茶水 随即说道 既然二位诚信而来 那我就长话短说了 本教想要和二位宗门结盟 以便共谋大事 听见这话 正话痴笑一声 说道 如今咱们魔道是威 我倒是好奇 你们黑莲教友和胆量 敢做这样的事 卢老头也是看着九宫上人 这也是他心中所好奇的 九宫上人大笑一声 似乎早就猜到 他们会这么问了 只见他看了看左右 确定周围没有人暗中偷听 诸位 请听我细细说来 片刻后 三人互相对视一眼 哈哈大笑 好好好 如果真是如此 区区蛮州 必是我们的掌中之物了 我要把石开那斯炼成尸魁 方结我心头之恨 这个结盟 我答应了 正话马上说道 好好好 正老哥已经答应 那就看卢老哥 你一下如何 卢老头思索一下 露出只有几颗残缺牙齿 既有如此好事 我血魔教 又怎么不参加呢 不过 老头子 我还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卢老兄但说无妨啊 卢老头忽然音笑一声 那就是 我希望二位可以帮我灭掉大光明寺 将那些秃驴全部杀光 哈哈 我当是什么男士呢 卢老哥你就放心吧 对于大光明寺 我们也是恨之入骨 就算老兄你不提 我们也不会放过他 等蛮周落入我们手里 区区一个大光明寺 不过翻手可灭 第十四章 朝堂议会 皇子出巡 大景皇城 动 动 动 一连九声 清晨 中古司的炒股 十分少见地被人敲响 这意味着 今日的早朝会议要开始了 要知道 上次炒股声响起 已经是三年之前的事了 一队队官员听见这声音 全都手忙脚乱地赶去金鸾殿 哎 尚书大人 你说说看 陛下为何今日突然召开朝会啊 会不会是要确立太子了 王大人 不要多言 以老夫来看啊 估摸着和蛮州的事情有关 总之 咱们静观其变 就失了 对对 还是尚书大人说的事 没一会儿 金鸾殿内所有文武百官 全部都已经到齐了 而站在最前面的 正是大皇子和三皇子 众人站在大殿内 等了好一会之后 只见一声奸细的声音 陛下驾到 但见四个貌美如花的少女 抬着一顶沙杖 飘飘落入大殿内 这四个少女看着年轻 但显然 均是不可小觑的高手 不然也做不到如此举重若轻 来取无影 而这沙杖之中 居然躺着一个大肉球 不对 说是肉球 其实是一个人 只不过 他长得实在是太肥了 那一团团的肉堆在一起 就像一座肉山 此人就是当今 大景皇朝的皇帝 陆敬元 参见陛下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参见陛下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人立刻跪下行李 锦帝身边 还躺着一个美如天仙的青春少女 二人时不时发出一些 入不得尔的声音 片刻后 锦帝懒洋洋地说道 好了 众爱倾兜起来吧 谢陛下 众人才缓缓站起身来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一旁小太监 奸细地喊了一声 这时 户部尚书走出一步 跪在地上 磕头上报道 老臣有事起奏 满洲遭逢千年南狱之大汉 灾民遍地 民不聊生 臣恳请陛下 下旨赈灾 以解满洲危难 锦帝陈英一声 说道 满洲虽然偏僻 但也是赈之子民 那就下旨速速开仓赈灾 只是治理灾情 安定百姓 诸位爱卿可有合适的人选 这 话音刚落 大殿内众人都是不敢胡乱多语 因为这治理灾情 可不是个好活 如果处理得好 那自然龙颜大悦 可是若是一个没弄好 轻则罢官免职 重则天劳问斩 此刻三皇子陆衡 忽然行礼说道 启禀父皇 大哥他向来宅心仁厚 而且坐势稳重 皇帝自诩远远不如 不妨就让大哥去吧 大皇子陆郎面色一变 当即说道 父皇 孩儿近日专心整顿吏步 虽然有心为父皇分忧 只是分身乏术 三弟他坐势伶俐 而修为深厚 而臣认为此事非他不可 景帝听见他们兄弟二人互相推脱 也是面色一变 十分不悦 陛下 请用 杀杖中的女子靠了过来 包下一颗葡萄 喂给了景帝嘴里 同时悄悄说道 陛下 我看还是让大殿下去吧 他年长几岁 坐势稳重 肯定可以完美办成此事 景帝也是点了点头 说道 王儿就派你出使满洲安抚留名 吏步的是 自然会有人接替你 陆郎本来还想说些什么 但见景帝神情不悦 也是连忙跪下 而陈陆郎皆指 定将此事办成 不辜负父皇信任 那就回去准备吧 明月即可出发 退朝 退朝 其余大臣刚想继续上奏 但马上所有人 就被景帝赶了出去 紧接着 金鸾殿内传来一声声 迎词浪语 众人只能飞速离开 哈哈 大哥 我听说满洲盘踞不少蛮族之人 向来危机遍地 现在又有大灾 你去了那里 可要小心啊 三皇子陆恒 在皇宫门口 拦着陆郎笑道 陆郎面无表情 冷冷说道 那就多谢三皇帝的关心了 说完会了会一跑 就直接走开了 陆恒心中冷笑 希望大哥 你以后还能这么神气吧 一日 一辆净险华贵的马车 缓缓驶出京城 随行的门客 仆人也紧紧跟随在周围 踏踏踏 一队队身着险甲的护卫 快速跟进马车 这些护卫训练有素 各个气血强盛 和普通的士兵相比 真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险甲护卫的统领 侧身下马 飞速来到马车前 丹西下跪行礼道 陈 险甲为统领陈玄 参见大殿下 陆郎面色一喜 连忙走下马车 舅舅 不必如此多礼 陈玄摇了摇头 礼不可费 正因为他是大皇子的舅舅 反而要重视礼法尊碑 以免被有心人使绊子 请起 陆郎将陈玄扶起 二人进入马车 陈玄郑重说道 父亲担心 殿下出使蛮州会有危险 特意让我率领 三百悬甲卫 一路陪同殿下 好 陆郎闻言 面色狂喜 他可是知道 悬甲卫可是陈家 精心培养的私人卫队 总人数也就八百人 其中 各个都是精挑细选 经过艰苦训练而成 即使是其中 最普通的一名悬甲卫 也有先天一重的实力 若是他们集合成军 施展战阵 就算是遇见宗师境 也可以抵挡一二 舅舅来得正好 这三百悬甲卫 真是解了我燃眉之急 陆郎欣喜说道 但话锋一转 我总觉得 这次出使蛮州之事 处处透露出奇怪 首先一向不理朝政的父皇 居然破天荒地上朝了 蛮州灾情严重 皇帝召开朝会 虽然看上去十分合理 但陆郎心里明白 他的父皇根本就不会 在意这样的小事情 自从那个女人 来到父皇身边 事情就越发不对劲了 难道说 这是三皇子搞的鬼吗 陈玄忽然说道 大概率吧 我这个三弟 一向喜欢玩弄 这些上不得台面的阴谋诡计 陆郎面色淡然 从怀中取出一封 早就写好的信 递给陈玄 陈玄接到信也是大吃一惊 殿下 你想好了吗 他自然知道 这封信是要送给谁的 嗯 去吧 叫叫 速去速回 陆郎点了点头 虽然我一向看不起三弟 不过现在 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 是 大殿下 陈玄接下信 恭恭敬敬地退下 对了 大皇子望向远方 但但说道 先不着急去往蛮州 我们走另一条路 去青州 哎 殿下 我们不着急去安抚灾民吗 陆郎喝了一口清茶 但但说道 左右不过是些贱民罢了 早些晚些也无所谓 他们要是真的死光了 本皇子反而更轻松些 遵命 殿下 第十五章 突破失败 救治方丈 这一天 凌晨完成了今日的杂役 如同以往盘坐于桃花林中 奇怪 须慎方丈他闭关到现在 算算时间也快有一年了 怎么还是一点反应没有 该不会是已经失败了吧 凌晨心中有些疑惑 既然灵机已起 凌晨索性手掐日月印 尝试推测一番 怪哉 怪哉 须慎 须慎他的气息 怎么这么虚弱了 虽然凌晨在大光明寺 待了好几年了 没见过须慎几次 但他的气息 还是可以记住的 不过现在在凌晨的感应中 虚慎的气息已经十分微弱了 和当初快要原济的虚云 不相上下 出现这种情况 那就说明 虚慎闭关突破 一定是失败了 凌晨目光远眺 摇了摇头 叹息道 可惜了 如果我没有推测错 虚慎可能是撑不过今天了 凌晨心中思绪万分 难以平静 最后慢慢站起身来 轻叹口气 罢了 罢了 既然穿越而来 我已经拜入大光明寺中 那今日之事便是缘分 再何况 我吃了大光明寺 这么多年的斋饭 也不能没点表示 说完 直接运转浮屠镇魔精 一道道元气 汇聚在自己身上 模糊了自己的身形和容貌 紧接着 一步踏出 转瞬极致 半个钟前 虚慈闭关的后山山洞中 几位愿手早就已经聚集在此 武僧愿手虚男神色急切 连忙问道 虚悲师兄 现在方丈师兄情况如何呀 虚悲摇了摇头 表情沉重 方丈师兄情况非常糟糕 他体内有一股奇特的力量 正在疯狂破坏 若不是现在四位师弟 不惜损耗功力 也要维持方丈师兄生命 恐怕 虚悲身为药师院院守 自幼研习医术 苦读药点 医术已经全寺上下最为精妙的了 只是现在他也是束手无策 虚慈面色惨白 缓缓睁开了眼睛说道 几位师弟 不要白费力气了 我这是中了莲花甘耶寺的秘法咒印 秘法咒印 虚悲大吃一惊 莲花甘耶寺和大光明四同属于四大顶级佛门 只不过 他们位于大井最西边的贺州大朗诺山中 在虚悲的记忆中 这是一群古怪的僧人 他们形势极其严密 传承也很隐秘 一般人很少知道他们的底细和手段 而这秘法咒印就是他们最核心的功法 据说此功法千变万化 效果万千 就连莲花甘耶寺的人 也说不清秘法咒印究竟有多少种变化 而且 此法诡异莫测 可施法于无形 杀人于无影 许多人到此不知道 自己是中了秘法咒印 只会认为自己的怪病缠身 不治身亡 虚男急忙问道 虚悲师兄 你既然知道这个 那可有什么方法救治啊 虚悲摇了摇头 现在除非是有一位大宗师 愿意耗费大半真气 或许还有机会保住方丈的性命 只不过 只不过现在大光明四 哪有大宗师呢 虚子勉强撑住身体 挣扎着说道 当我原祭后 虚悲师弟 你就是新任主持 你们记住 不要去找零花甘耶斯的人报仇 大光明四封山毕四五十年 希望可以保住传承 好了 你们不要再为我浪费真气了 虚悲等人双眼通红 跪倒在地 将最近的事一一汇报 师兄 寺内有人已经领悟了 怒目金刚意见 很好 今年新收了好几个佛性 悟性都不错的弟子 很好 寺内的其他弟子 表现都很不错 各个用功 好 虚子听见这些好消息 发自内心的高兴 这些都是大光明四未来的希望 只是他已经看不见了 他现在只感觉耳边的声音越来越轻 脑袋越来越沉 好像可以放下所有担子 可以安稳地睡上一觉 好险 好险 我差点来晚了 是谁 突然一到身影 不知道何时出现在山洞当中 众僧心中大吃一惊 现在整个山洞门口 都应该被众武僧严密封锁了 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才对 此人不知为何突然闯了进来 还遮住面容 一看就不是好人 滚开 虚男怒喝一声 直接挥动拳头 施展毕生所学 攻击了过来 此刻此时 这里已经汇聚了 大光明寺中的所有高手 一时间 所有人都同时 朝着凌晨攻了过来 而凌晨只是简单挥了挥手 瞬间一股巨大的压力 笼罩了在场所有人 所有人都感觉 像是陷入泥潭当中 浑身上下都被牢牢禁锢住了 丝毫动弹不得 虚悲 虚苦 虚男等人 脸上都流露出绝望的表情 大敌当前 他们却是什么也做不了 难道 今日大光明寺 就要被人灭门了吗 凌晨穿过人群 来到虚慈的身前 稍微检查一番 松了口气 还好 还好 还不算太晚 挥手轻轻一弹 一点翠绿色的灵液 就落入虚慈的口中 这是百花灵液 虽然只是一小小的一滴 但是却蕴含了无穷生机 这是凌晨某次 在药师院迁到得来的 足足有一大瓶 灵液落入虚慈口中 煞时间 一股浓郁的生机 从虚慈体内迸发 就像九汉冯甘霖 枯木冯新春 虚慈原本甘枯的身体 都开始有所恢复 百花灵液 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可以恢复生机 滋补身体 而当初凌晨没有拿出 这个救治虚云 是因为虚云乃是寿源禁了 它那种情况 唯有使用特殊岩寿之物 补充生机毫无作用 百花灵液迅速恢复 虚慈体内受到的创伤 虽然虚慈面色逐渐恢复 但还是无法醒来 这也是导致 它醒不来的直接原因 当即挥手凭空一提 那股力量瞬间就被连根拔起 一出虚慈身体 马上化为一个凶狠的 赤面修罗模样 张牙舞爪 向凌晨扑了过来 呵呵 真是找死 凌晨冷笑一声 运转浮屠镇魔晶 还未用力 那赤面修罗 顶刻间就灰飞烟灭了 与此同时 虚慈的面色 也迅速红润了起来 气息也恢复了强盛 众人看见这一幕 全都惊呆了 一旁的虚苦 突然想起了什么 眼神湿润问道 您 您是不空师叔吗 不空师叔 其余人也是想到了此人 不空师叔一直就在后山中闭关 也只有他才有能力 拯救虚慈师兄 第十六章 天人合一 贵人拜山 其余人也是眼神 炙热地望着那道身影 如果不空师叔已经成功突破了 那他们现在的处境 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个势力有大宗师坐镇 和没有大宗师坐镇 完全是两个概念 二者虽只有一字之差 但天差地别 如果现在大光明寺 有一位自己的大宗师 那现在遇见的一切问题 都会迎刃而解 此时 虚慈也慢慢苏醒了过来 一旁的虚杯 马上扶住虚慈 惊喜地说道 师兄 是不空师叔来了 是师叔他老人家救了你 虚慈闻言心神一阵 面露惊喜 妄想凌晨 你们认错人了 我不是不空 凌晨也是有些无语 直接出言否认 他可没有乱批别人马甲的习惯 什么 您不是不空师叔 他想不明白不是师叔 还有谁会来救自己 旁边其余的人 也都露出失望之色 凌晨对虚慈淡淡说道 你本来是可以突破 成大宗师的 你体内的那股力量 却在关键时候爆发 以至于你功败垂成 那股力量究竟是什么 那是莲花甘耶寺的秘法咒印 紧接着 虚慈就对凌晨详细解释了一番 一种奇特的诅咒吗 凌晨听后喃喃自语 心里倒是觉得有趣 既然虚慈已经就回来了 凌晨索性转身离开 其余人自然不敢阻挡 纷纷都让到一边 当然 凌晨也没有忘记签到 系统 我要签到 叮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天人合一丹一颗 天人合一丹 凌晨一边迅速离开了此地 同时查看系统此物有何作用 没想到此物居然这么逆甜 凌晨查看完信息 也是大吃一惊 天人合一丹顾名思义 就是可以辅助大宗师 突破天人镜的丹药 宗师镜需要凝炼顶上三花 大宗师镜需要贯通体内武器 而当三花聚顶 武器朝圆的时候 内外通透 就可以尝试打通天地之桥 接引天地之力 方为天人合一 可称为天人 而这颗天人合一丹 可以让武者突破天人镜的概率 增加三成 倘若这丹药若是放在外界 不知道多少势力 会争得你死我活 斗个头破血流 不错 不错 来得正好 凌晨最近除了不断修炼大日精神外 也在不断吸收佛祖设立的佛力 提升自己的修为 而他的境界 已经达到了大宗师巅峰 现在这颗天人合一丹 倒是来得正好 不过 凌晨倒是不着急突破 区区一颗天人合一丹 还是不够保险 凌晨决定再多攒几颗 一切以稳妥为主 山洞内 虽然须此已经痊愈了 但众长老还是执意 让其多休养几天 方丈师兄 你刚刚离得近 可看清这位前辈的相貌了 没有 徐子摇了摇头 刚刚他也只是 看得模模糊糊 那之前杀血魔叫人 也很有可能是前辈出手的了 众长老也都点了点头 好了 徐子出声打断了他们 既然前辈不想露面 我们就不要瞎猜了 是 方丈 徐卑这时突然问道 师兄 我们大光明寺 并没有得罪莲花干耶寺啊 他们为什么要对师兄暗中出手 徐子闻言 陈音片刻说道 如果我猜得不错 还是为了万佛会的事 莲花干耶寺极少出事 他们表面上不动声色 如果我所料不错 不止是我 其他佛门同道 可能也有遭气毒手 突然虚苦大叫一声 我想起来了 十年前水渊安的悬光方丈 就是因为闭关走火入魔二元祭 现在来看 这背后也很可疑 徐南腾的一下站起来 面色铁青 师兄 我们现在上门 去讨个公道 徐子摇了摇头 莲花干耶寺中 据说有大宗师作证 现在我们一来没有证据 二来 我们实力不足 就算他们承认 我们不仅无可奈何 说不定还会让大光明寺 陷入危险当中 唉 如果那位前辈 是我们大光明寺的人就好了 有人忽然说道 够了 前辈是何许人也 我们既已多次受其大恩 又怎可贪心在求什么呢 是 方丈教训的是 其实徐子刚刚醒来 好似模模糊糊中 看见前辈脚上穿着粗布僧鞋 心中也曾想过 前辈会不会是大光明寺的弟子 但是又马上推翻了 毕竟一位大宗师级别的顶级高手 走到哪里不是受人敬重 又何必要隐藏起来呢 穿着最最普通的粗布僧鞋 那就更不可能了 只当是自己刚刚苏醒 看错了吧 时间缓缓流逝 转眼间半个月过去了 叮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天人合一单一颗 凌晨收起手中的扫帚 心里感叹 真不忘我在药师院扫了半个月的地 终于又签到了一颗 这些日子 凌晨为了收集天人合一单 每天都到药师院来扫地 凌晨师弟 你还在扫地啊 你不去山门口看他吗 听说 今天有个厉害的大人物要来啊 一个药师院弟子 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毕竟凌晨来到寺中 已经好几年了 虽然只是一个杂役僧 但也算是半个老人了 所以 不少弟子 还是认识凌晨的 凌晨哈哈一笑 师兄 既然今天有贵人来了 那我可不敢乱跑 我这个身份 怕是会冲撞了贵客 好吧 师弟 那我就一个人去看热闹了 师兄小心 凌晨迅速将地扫完了 也火速离开 不过他离开的方向 却是和刚刚的人相反 因为凌晨 想去的不是山门口 而是藏金阁 毕竟凌晨 可对什么大人物 贵人之类的 毫无兴趣 藏金阁经过这数千来的积累 不知道积攒了多少知识 这也正是大光明寺的底蕴所在 凌晨想那里或多或少 会有关天人镜的记载 既然自己已经准备尝试突破天人镜 为了万无一失 凌晨决定 先去藏金阁查查资料 天下间 也很少有地方记载的资料 可以超过藏金阁 而且最重要的是 藏金阁距离自己不远 不看白不看 第十七章 皇子招揽 论武一法 与此同时 大光明寺山脚下 一辆华柜非常的马车 正朝着这里在缓缓驶来 周围还有数百名身披悬甲的护卫 紧紧随行 负责保护马车的安全 而大光明寺的诸位长老 也早就已经来到了山门口 准备迎接 须此等人凝重地望向马车 又看见最前方的悬甲卫统领 向前一步 双手何时问道 敢问陈玄大统领 大驾光临必四 有何贵干 陈玄骑马上前大声喊道 大皇子殿下 奉旨出游满洲 陆经此地 特意前来拜山 大皇子 听见这个名字 虚此等人脸色立刻一变 二十年前 紧帝陆靖元 废除二皇子陆锋的太子之位 将他打进天牢 在那之后 便再也没有设立太子 而今大皇子和三皇子 为了争夺太子之位 处处明争暗斗 早已经不是秘密了 如今朝堂之上 文武百官皆是互相站队 党同伐义 而在这敏感的结果眼上 大皇子却突然上山拜访 虚此本能地觉得 这会是个大麻烦 他们毕竟是江湖势力 实在不愿意卷入 这太子之争当中 但是 大皇子此刻已经来到了山门口 如果此时闭门谢客 就算对面不是一位皇子 只是一个普通武者 那也是十分得罪人的 虚此眉头紧锁 心里也是犯起嘀咕 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虚此大师 本皇子不请自来 没有打扰贵寺亲近吧 就在这时 马车连门缓缓打开 一人身穿华贵衣袍 上面绣有三爪织蟒 头戴相遇金冠 慢慢从中走了出来 此人正是大景皇朝的大皇子 陆朗 虚此双手合十 恭声道 殿下远道而来 真让小四蓬毕生辉 大皇子请进 让老那已尽地主之意 事到如今 虚此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先将大皇子请进寺内 好好招待 然后做一步看一步了 陆朗也是客套几句 接着让仲玄甲位就地休整 带着陈玄 以及随身几个门客 进入大光明寺 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了大雄宝殿 虚此请大皇子坐在右上方 命人送上香名 大光明寺乃是小庙 唯有粗茶淡饭 比不上皇宫大内的清泉灵茶 还请大皇子多多担待 陆朗端起浅尝一口 就放下了 随即说道 虚此大师谦虚了 大光明寺乃是天下四大佛门之一 天下谁不知晓 更有佛门七十二绝技 精通一门便可威震江湖 哈哈 殿下实在过于了 这些都是江湖同道台爱 此等吹嘘之言 又岂可当真呢 虚此也是连忙回应 若是平时其他舞者 吹捧大光明寺 无论他是否是真心 虚此也会觉得高兴 但是现在大皇子 在他面前说这些话 虚此内心不惜反忧 因为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 话音刚落 陆朗直接站了起来 大声说道 虚此方丈何等人物 诸位长老也皆是有道高僧 只是窝居于此山林 实属可惜 若得本皇子相助 几位大师定会声名远播 大光明寺在江湖上的威名 也定会在上一层楼 倒是别说 是在这青州一鱼之地 就算独邻五州佛门 也未必不能 不知几位大师意见如何 这 虚苦 虚悲等人听见此言 皆面面相去 不知如何回答 阿弥陀佛 虚此念了一声佛号 也站起身来 郑重答道 殿下身为皇子 身份何等尊贵 大光明寺地处偏僻 不过是一所山间小庙罢了 又如何胆敢高攀呢 至于声名之事 皆为虚妄 我等出家人 早已视为尘土 陆郎听见这话神色不悦 冷冷说道 这么说 虚此方丈 你是要拒绝本皇子咯 阿弥陀佛 虚此双手合十 默念佛号 哈哈 皇子殿下 这老和尚实在不知好歹 就让我来教训一下他 这时 陆郎身后那几个门客当中 突然跳出一人 他浑身披着黑袍 让人看不清面容 哼 虚此方丈 此人不是本皇子的门客 而是我的朋友 他听闻 我欲拜访大光明寺 特意跟来 他久闻大光明寺五学高强 一直想要领教 不知哪位长老愿意赐教 说完 黑袍人立刻跳到大殿中心 你们那个过来临死 我来会会念 虚难脾气暴躁 手持一根铜棍 立刻跳了过去 怒目原睁 浑身筋骨肌肉绷紧 体内真气涌动 高举铜棍笔直杂落 铜棍落下 好 虚悲等人在旁看着 不由地叫起好来 这一棍虽然看着粗俗 但从高落下 却宛如金刚降魔 这正是佛门七十二绝技中的降魔棍法 看来虚难师弟 已经将这降魔棍法练到大成境界了 但就在这时 只见对面那个黑袍人轻笑一声 只是平平无奇单手一举 碰 一声巨响 黑袍人脚下的地面裂开无数缝隙 宛如层层珠网 降魔棍法 好大的名头 可惜就只有这点威力吗 什么 众人只见黑袍人竖起拳头 凭借肉身硬接下了这一招棍法 但从他身上的气息来看 他完全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这不可能 虚难只觉得自己眼前出现幻觉 他这拳力一棍下去 就算是宗师巅峰的方丈师兄 用肉身硬接下 也会受伤 可是现在 黑袍人见虚难大惊失色 心神失守 当即手掐奇特法诀 瞬间爆发惊人的魔气 魔影重重 双手向前一推 碰 虚难整个人被轰飞了出去 重重落在地上 口中喷出鲜血 倒地不起 黑袍人还想上前攻击 但是被路狼拦了下来 其余长老急忙上前救治 徐辞看见这一幕 也是面色沉重 冷冷说道 阁下 既然也是佛门同道 为何下此重手 刚刚这个黑袍人 虽然出手极快 而且魔气冲天 但徐辞 还是从中感觉到了浓厚的佛门真意 哈哈 老和尚你眼力不错嘛 黑袍人大笑三声 单臂一阵 将浑身黑袍震碎 露出自己的面容来 第十八章 多玛法师闯藏金阁 只见黑袍下 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僧 眼神阴逸 长着一个阴沟鼻 显得十分凶恶 头上戴着五佛官 脖子上挂着一串骷髅头 一身血红色法袍 阿弥陀佛 大师即是莲花甘耶寺的高僧 为何出手如此凶利 虚此见他 这一身打扮古怪 似模非模 但佛法修为高深 思索一下 猜到他来自莲花甘耶寺 哈哈 眼力不错 老僧名为多玛 至于说什么下手太重 那要怪只能怪你大光明寺的人 实力太弱了 怨不得旁人 多玛双手插腰 脖子上的骷髅越发猙獰 神色不屑说道 陆郎上前一步 笑着说道 多玛圣僧 乃是莲花甘耶寺的红衣上座 不远万里 从大朗墨山赶来 几位既是佛学同道 又是习武之人 互相切磋 又有何不可呢 虚此面色一变 知道他们都是有备而来 今日之事不好善了 当即踏出一步 口诵佛号 多玛圣僧远道而来 大光明寺自当奉陪到底 不过义武会有 但愿不要伤了何解 话音刚落 虚此双手合时 周身开始散发出无穷佛光 照耀了整个大殿 站在光中 好似一位护法罗汉 瞬间就将多玛那一身魔气 都压制下去 好好好 早就听闻大光明寺的 无量光明精非同小可 今日就让我来领教一二 多玛大笑一声 身上的魔气席卷出 在空中凝聚化一赤面修罗 如随身气势 同惊涛骇浪 与此同时 大光明寺藏金阁内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凌晨潜入来到大光明寺三楼 仔细搜寻一番后 还真得找到了 有关于天人境的一些记载 根据古籍上的记载 当一名武者修成三花巨顶 武器朝圆之后 便可以打通天地之桥 接应天地之力 尝试突破天人境 而当突破天人时候 会将自己体内的真气 完全转化为灵气 而且还不仅仅如此 当突破天人后 就可以会根据自己主修的功法 还可以凝聚出自己天人法身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 都有能力凝炼出法身的 唯有拥有大智慧 大机缘 大潜力的那些人 才有资格凝聚法身 其中 如果你是魔道中人 那修炼而成的法身 必然是恐怖无比 邪义非常 若是正道中人 那凝聚而出的法身 自然平静祥和 神圣高雅 而当一个人 法身越是高大 代表一个人的底蕴 越是深厚 实力越是恐怖 而根据记载 大光明寺的祖师 就是凝聚了杖八法身 闯出弱弱凶名 最后来到了青州 建立了大光明寺 才立下着千年基业 有点意思 凌晨虽然身处藏金阁中 但是大宗师神殿感应 何等强大 如今大光明寺中的 一草一木 都别想逃过他的感应 如今大雄宝殿之内 两人的战斗 已经接近白热化 不得不说 当初凌晨给予虚慈的 那点百花灵液 效果果然厉害 不仅就好了虚慈 连他体内的陈年旧伤 也都治愈了 如今虚慈的实力 比之当初 又强了三分 凌晨点了点头 方丈就是方丈 果然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如果不出意外 两百招之内 应该可以拿下了 正在凌晨看得精彩的时候 忽然眉头一皱 在他的感应中 一个穿着蓝色长袍的男子 正向着藏金阁飞速赶来 他是从大雄宝殿 悄悄溜出来的 是大皇子手下门客 凌晨冷笑一声 心中不悦 这人似乎有什么 高深的隐藏秘法 可以隐藏身形 虽是在急速赶路 但是其他人却没有发现 此人速度极快 没一会功夫 就已经秘密钻入 藏金阁一楼 大光明似的藏金阁 蓝袍男子汪海舟 嘴角浮现笑意 传闻这藏金阁其中 蕴藏无数神功秘法 就连传说中的圣接功法 也未必没有 若是我能从这曲 走个二三十本秘籍 找个地方研究研究 到时候 别说是更上一层楼 就算是突破大宗师 也未必不可能 没想到我汪某今日 竟然有如此巨大机缘 汪海舟眼底 闪过无穷贪婪 等我选完之后 我就把这藏金阁 一把火烧个金光 到时候 那些老和尚 一定会气疯了吧 哈哈 汪海舟嘴角难掩得意的笑容 他表面的身份 是青云剑派的大弟子 是大皇子收养的门客之一 但其实他是三皇子 安插在大皇子身边的间谍 他的目的就是 暗中给三皇子传递情报 作为眼线 当然更重要的任务就是 他要挑拨大皇子 和其他任何势力的关系 而现在 他只要一把火烧了 大光明寺的藏金阁 就算大皇子 想不背下这口黑锅都不行了 日后 大光明寺和大皇子的关系 必定势如水火 恨之入骨 到时候 三皇子再须于好处 收买人心 必能再多一位盟友 汪海舟越想越得意 现在前面打得激烈得很 我得快点行动了 脚步轻轻一点 爬到天花板上 就准备出手 但就在这时候 一个身穿灰色僧袍的年轻僧人 慢慢走进藏金阁打扫起来 呵呵 小和尚 要怪就怪你命不好吧 早不爱扫店 晚不爱扫店 偏偏现代来扫店 老爷我这就送你去西天 汪海舟冷笑一声 竖起剑指 猛地一划 一道凌厉的剑气直射而去 这正是大井皇家密传的破空剑法 唯有立下功勋之人 方可授予 这正是三皇子 收买他的报酬之一 哎 活着不 好吗 为什么非要自己找死呢 藏金阁一楼大厅 一道叹息凭空响起 那道剑气 眼看就要刺到那小和尚身体上 但下一刻 在这声叹息中 凭空消失了 什么 汪海舟大吃一惊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知道这是有神秘高人 隐藏在藏金阁内 敢问是何高人 请献身一剑 第十九章 浮屠阵膜 皇子离开 汪海舟喊了一声 同时连忙四处查看 但是左看右看 也找不到那位高人 他忽然心神一动 低头一看 就发现 那个扫地的小和尚 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面带微笑 正抬头注视着自己 汪海舟被吓了一跳 心里马上浮现出一个可怕的想法 这个小和尚 就是那位前辈高人 汪海舟越想越心迹 大喝一声 装神弄鬼的家伙 给老爷死来 立刻从背后掏出长剑 从天花板上一跃而下 一股磅礴剑气狂涌而出 同时携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自上而下 猛地斩了下来 这招是他青云剑派的正派武技 虽然只有低阶中品 但是剑招最主杀伐 现在这一世的威力 已经堪比低阶上品 汪海舟心中大喜 他隐隐感觉自己的关卡就要打开了 只要自己成功逃脱 回去之后 必定可以突破宗师境后期 凌晨看着对面来袭 面无表情 忽然他深吸了一口气 两个腮帮子微微鼓了起来 张嘴轻轻一吐 汪海舟只觉得一股狂风袭灭而来 自己手里的灵箭也砰砰砰 碎成无数碎片 我的灵箭 整个人倒飞出去 碎片随着旋风急速旋转 变成了无数踢鼓刀 直接将它千刀万剐 汪海舟栽倒在地上 心里泛起无边恐惧 不可能 一个杂一僧 怎么这么厉害 我得赶快逃走 挣扎着 掏出一颗血红色的丹药 塞到嘴里 煞时间 全身气息暴涨一大截 就连所有有伤口 也全部不在流血 这是三皇子赐予他保命的东西 服下之后 力量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提升三倍 不过 代价是 折损十年的寿命 不过现在汪海舟 根本管不了这么多了 现在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那就是逃离这里 我以我身见青天 汪海舟爆喝一声 整个人化作一道剑光 So 直冲天际 转瞬消失 凌晨一步走出藏经阁 轻笑一声 既然已入宝塔 又何必离开呢 说完右手一举 一座九层浮屠宝塔 矗立在手上 去 凌晨心念一动 浮屠宝塔就飞了出去 不过瞬间 就听见砰的一声巨响 大地出现震动 地面上被砸出一个深坑 里面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哎 还好我手下留情了 不然弄了一地的血水 要怎么清凉 这里毕竟是大光明寺内部 是佛门清净之地 凌晨也不想弄得如此血腥 特意给他留了个全尸 事情解决了 凌晨直接去找杂医院的院守 请了几天假 就准备去闭关了 与此同时 大地震战发出巨响 直接惊动了大雄宝殿的众人 如此大的动静 立刻引起了几人的注意 马上停止了打斗 这个方向 不好 是藏金阁出事了 须此眉头一皱 大呼不好 向路郎到了声得罪 立刻带着众长老 朝着藏金阁赶去 路郎见此情景 也是有点始料未及 冷笑一声 走 我们也去看看 说完 也带着一群人跟了上去 藏金阁乃是我大光明寺传承重点 绝不能有半点损失 须此等人心里急躁 不自觉加快速度 快如一道残疑 没一会儿 他们一行人 就来到了藏金阁门口 自然也看见了 那个偌大的深坑 几位长老 马上进去藏金阁查看一番 方丈师兄 我刚刚进去藏金阁查看了 并未丢失什么东西 须碑在须此耳边悄悄说道 须此轻轻点了点头 叹了口气 万幸 万幸 紧接着 大皇子也带人跟到这里 看着眼前的深坑 也是疑惑不已 里面果然有个人形的东西 徐慈命几个武僧下去 将其捞了出来 众人围近了一看 马上面色一变 这人虽然面目模糊 已经看不出具体容貌 但是从他的衣服碎片 和身份令牌 很容易认出来他的身份 徐慈目光直视路郎 立声问道 殿下 此人乃是你的门客 现如今却出现在这里 不知殿下有何解释 路郎也是面色难看 眉头紧紧皱起 陈阴片刻后说道 汪海周擅自行动 徐图潜入贵寺藏金阁 既然死了 也是自己找死罢了 不论方丈是否相信 此事只是一个误会 不过本皇子也自有补偿 说完两手一拍 就有人取出一个黄金盒子 递给了方丈 这其中有十二颗圣龙丹 乃是皇家独门秘药 只需一颗圣龙丹 便可以制造一位先天高手 这些圣龙丹 就当做本皇子的赔礼了 路郎面无表情 冷冷说道 既然如此 就不打扰了 告辞 直接带着人 转身就走 徐次点了点头 事已其余僧众让开 放他们离开 大皇子回到马车上 没一会儿就带着悬甲卫离开了 方丈师兄 难道真就放他们走了吗 望着路郎一行人 越行越远 须悲面有不甘 愤愤说道 不放他们走 又能怎么样呢 徐次摇了摇头 强行将他们留下 大光明寺定会损失惨重 何况我们毕竟还是 身处青州境内 得罪了大景皇室 这不是个好的决定 徐碑继续说道 师兄 我记得今天藏经阁 没有人震耍 那今天这事 今天这事我也不知道 当时我们所有人 都在大雄宝殿里 徐次思绪不断 难道是那位前辈 不对 不对 前辈又不是大光明寺弟子 又怎么会刚好在藏经阁 又怎么会关心这种事 徐次摇了摇头 难道是不空师叔 现在想来 也只会是他老人家了 徐次下定决心 准备找个时间 去找找不空师叔 好了 先不用讨论这些了 通知诸位弟子 加强戒备 要小心防范 师兄 何突然加强戒备 是有敌人要来了吗 几位长老 不解问道 第二十章 心怀怨恨 突破天人 徐次拨动了佛珠 轻叹口气说道 大皇子为人高傲孤僻 我们大光明寺 拒绝了他的招揽在前 让其在众人丢脸在后 你觉得他会那么轻易放过我们吗 徐次有些疑惑说道 洛郎他再怎么说 也是一国皇子 应该不会 为了这些小事 就对我们下手吧 以前可能是不会 但是现在就不好说了 徐次忽然想到了什么 方丈师兄 您是说 那个叫多玛的和尚 没错 徐次点了点头 莲花干耶四的野心昭然若揭 如今他们又和大皇子关系密切 这显然不是好事啊 徐碑有些想不明白 莲花干耶四 怎么会卷入这太子之争 他们为了什么呢 难道说是因为万佛会 徐次目光远眺 应声说道 应该如此 这些万佛会 可能会有什么变故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徐碑师弟 就由你下山 去将明觉速速带回来 是 方丈师兄 在徐碑离开大殿之后 徐次也向着后 山某处走去 现在事关紧急 他必须要确认 悟空师叔是否还在人事 此时此刻 后山桃花林中 凌晨盘坐于桃花树下 为了这次突破天人 他可以说是 做足了准备 其中 光是天人和一丹 就准备了两颗 像一些其他的辅助型丹药 也提前准备了一大堆 另外 各种补充元气的灵物 也是应有尽有 就算凌晨最后突破失败 有这些东西辅助 自己也不会受到 太严重的伤势 同时 现在整个桃花林 都已经布置下无数阵法 其中有他这些年 千道获得的阵法 更多的是凌晨自己研究 悬阵全解 自己布置 一时间阵法全开 保证现在 就算是一只蚂蚁 也别想偷偷跑进来 他也不知道 自己突破天人境的动静 会有多大 所以才会这么布置 凌晨摒弃宁神 做好了万全准备 取出一颗天人和一丹 就吞入腹中 开始尝试突破 同一时间 大皇子等人 继续朝着蛮州进发 悬甲卫贴身护送着马车 一路向着南方前进 大皇子端坐在马车中 面无表情 整个人一动不动 虽然从表面上 看不出他的心情 但是马车内的气压 却是越来越低 陈玄有些受不了 率先开口 殿下 属下一定将汪海州 背叛之事 查得清清楚楚 清风剑派 也会调查得明明白白 大皇子端起一杯茶水 抿了一口 冷冷说道 还用说吗 除了我那位好三弟 谁又有本事 在我身边安插间谍呢 他最热衷于这些阴谋诡计 却不知道 这不过是小道把了 治理国家 靠的是惶惶霸道 他越是于此 父皇也就越看不上他 殿下盛名 陈玄下贵公赢道 不过既然清风剑派出了这么一个人 那就没必要存在了 传我命令 将清风剑派灭门 一个不留 是 殿下 陈玄立刻退下 去传达命令 这个该死的汪海州 不仅差点害殿下背了黑锅 还破坏了殿下和大光明寺的关系 真是罪该万死 陆郎的贴身侍女 一边轻轻给皇子按摩 一边吐槽道 大光明寺 还真是令人失望啊 陆郎眼里 闪过一丝轻蔑的神色 本皇子以为大光明寺之前 好歹还是四大佛门之一 没想到 已经衰败到这种程度了吗 全寺上下 唯有一个虚词还看得过去 其余人皆是废物罢了 早知如此 本皇子也不会大费周章赶过来了 大光明寺出现佛险胜 一宝出世 本皇子看也 不过是他们自欺欺人罢了 哈哈 所谓佛祖险胜 不过虚妄之言 一宝将士也不足可信 一旁打坐的多玛和尚 也是睁开眼睛 多玛圣僧 你觉得那虚词实力如何 陆郎忽然问道 多玛咧嘴一笑 露出几颗发黄的牙齿 虽然虚词那家伙 也是宗师巅峰 和老僧一样 但是如果今天 就是那老和尚权力的话 我要杀他用不了五百招 好好好 陆郎露出阴森森的笑容 那就有劳多玛圣僧 去给大光明寺一个教训了 他们居然拒绝了 本皇子招揽 那就没必要存在了 多玛站起身来 既然是大皇子吩咐 老僧我自然全力笑脸 只是希望殿下 不要忘记了和老僧的约定 这个自然 多玛圣僧不要担心 既然如此 老僧就放心了 花音刚落 整个人瞬间消失不见 马车中只剩下路郎几人 桃花灵内 凌晨体内的真气 开始沸腾 不断暴走 宛如绝地的江河 肆无忌惮 疯狂毁灭一切 但凌晨此刻却丝毫不慌 再取出一颗天人河一丹 吞入腹中 丹药落在胃中 很快就化为药粒 进入四肢百骸 此刻体内狂暴的真气 似乎有了引导 都在不断朝着丹田 不断汇聚 渐渐在那里 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 在丹田之中 凌晨心里明白 这就是古籍上记载的 打通天地之桥 接引灵气了 丹田中的漩涡越来越快 压力也迅速变强 就在这巨大的压力下 在丹田深处 一滴液态灵气 陡然形成了 这一下 好似打开了某种开关 液态灵气形成的速度 越来越快 半晌后 凌晨眼睛蹭地睁开 他已经感觉到 体内的真气 已经全部转化成了液态灵气 原本那磅礴的灵气 现在却只剩下十八滴灵液 虽然只有十八滴灵液 但是凌晨 却感觉自己 比之前强大了无数倍 现在 自己可以轻松 报答五个之前的自己 就在凌晨沉浸在 突破的喜悦的时候 忽然一直屹立在 眉心十海中的佛祖社里 陡然散发出 无穷佛光 旋即一尊金色佛陀 伴随着佛音音唱 在凌晨身后 缓缓浮现 第21章 阵法破裂 一掌之威 不好 凌晨心中一惊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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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周不断响起 一道道破碎的声音 凌晨已经感觉 周围的阵法 都已经岌岌可危 纷纷颤动起来 甚至有一些 已经如同猪网般 布满了裂痕 这下麻烦大了 凌晨也没有想到 自己突破的动静会这么大 现在还引起了 佛祖社里的共鸣 随着背后金色佛陀的浮现 周围凌晨布置的那些阵法 终于还是纷纷瓦解了 那是 多玛答应了大皇子的请求 突然袭击 但是现在 这突如其来的佛光 马上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里是什么地方 怎么会有如此浓郁的佛力 难道说 是大光明寺隐藏的一宝 多玛心念一动 眼底闪过些许贪婪 如果我能得到此这件一宝 莲花寺的主持之位 就非我不可 到时候 就算是突破大宗师 也是手到擎来 如果机缘足够 有生之年那传说中的天人静 也未必不能一窥 旋即 立刻调转方向加快速度 朝着佛力最浓郁的地方飞去 心神平静 仔细感受佛祖设立的佛光滋润 不过一瞬间 佛祖设立就钻回了自己的石海当中 凌晨心神深入石海 仔细一看 发现佛祖设立似乎小了一圈 虽然差距不是很明显 但是自己的神念 已经比之前强大太多 哪怕是豪卫之差 自己也能看出来 这时 那些磅礴的佛力 立刻汇聚在凌晨的右手之中 现在他的右手 整个化为金色 像是由黄金铸造而成 凌晨感受到 这只手掌里蕴含无穷佛力 其中包含了如来神掌的前六世 果然如此 这些佛光 是为了让我更快地掌握 如来神掌而凝聚的 凌晨相信 只要自己稍微参悟一段时间 这六世如来神掌 自己一定会熟练掌握 来得可真快啊 虽然刚刚那股强烈的佛光 只暴露了不到一秒 但显然还是被有心人注意到了 在凌晨的感应中 一道身影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 向着自己这边飞来 正好拿你来练练手 当即起身 向着远处天边一步踏出 再一看 人已经在千里之外了 又轻轻踏出了两步 凌晨就已经来到了一处 荒芜人烟的高山之上 嗖 嗖 急速飞行的破空声 从身后传来 那人显然不愿轻易放弃 迅速跟了上来 哈哈 小和尚 你咋不继续跑了呀 一声刺耳的尖笑 传入凌晨的耳朵 后头一看 正是当初在大雄宝殿 动手的多马和尚 他速度极快 转眼就追到了凌晨身后 多马心中狂喜 因为在他的感觉中 面前的这个小和尚 气息很是一般 一定是偶然得到了那件一宝 所以才有可能跑得这么快 而现在在这里停下 想来一定是因为体力不支了 哈哈哈哈 心里越想越是激动 小和尚 你把你手上的东西交给我 我就放你走 老僧我是出家人 心里慈悲为怀 不会胡乱杀人的 说完 从脸上挤出一个和善的微笑 不过他本来长得就丑 现在这一笑 就显得更加恐怖了 凌晨望着他 露出一抹莫名的笑容 老和尚 你想要这个 说完 举起自己金光灿灿的右手 没错 没错 就是这个 快把他给我 多马目光直勾勾盯着凌晨的右手 眼中的贪婪 不加一点掩饰 那你就解好了 凌晨举起右手 用力一甩 直接一个大逼斗 朝着他的老脸招呼了上去 啪 一声清脆的巨响 老和尚的整个脑袋被抽爆了 炸成无数碎片 无头尸体 笔直地躺在地上 嗯 你就这点实力 也好意思跟过来啊 凌晨本想找个家伙练练手的 没想到这老东西 这么不经打呀 只是轻轻一个大逼斗子 他就躺尸了 他那张丑陋的老脸 自己早就想抽了 只是没想到 这么不经打 还没有多抽几下就爆了 就在凌晨略微有些失望时候 那具笔直的无头尸体 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头上的脑袋 居然慢慢长了出来 片刻后 就已经恢复成了原本的样子 只是面色惨白 整体气息下落了一劫罢了 小和尚 就凭你是杀不死我的 还是老老实实 将这一宝交出来吧 多玛虽然刚刚恢复 整体实力下降了一大截 但是他笃信 刚刚这一招 是那小和尚 强行借助一宝 才能使出的招式 他不过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和尚 就算他从娘胎就开始修炼 现在最多不过先天进罢了 他能有多少真气 催动一宝 现在定是气力衰竭 不过强弩之末罢了 他一个小和尚 得到一宝都这么厉害 如果他落在我的手里 那岂不是 小和尚快点降一宝给我 老僧说不定心里高兴收你为徒 传你几门妙法 岂不美哉 凌晨也不说话 只是细细思索 刚刚多玛复活的关键 略一思索 得出结论 看样子 应该是一种 将伤害全部转移出去的秘法 靠的什么联系呢 血脉之力 咒法之力 略微摇了摇头 也懒得细想 老和尚 既然你那么想要 那就送给你吧 不够 你可要结好了 凌晨踏出一步 举起发光的右手 轻轻向下一拍 刹那间 天空中出现一道长有千丈 宽有八百丈的金色巨掌 掌心中的纹路 也看得清清楚楚 瞬间带着浩浩荡荡 辉红浩瀚的气息 猛地落下 煞事间 天崩地裂 地动山摇 不 不 不 多玛抬起头 周围什么也看不见了 只有一片金光之色 映入眼底 马上大吼一声 立刻施展出浑身解数 燃烧全部气血 一身宗室巅峰的修为 全部耗尽也不在意 但在这一掌下 就算他再怎么挣扎 也是毫无抵抗之力 一掌下去 一切都土崩瓦解 乖乖 凌晨低头向下一看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自己身下 这应该是一座小山才对 但是现在俯身望向一望 此地哪有什么高山 唯有一片平原罢了 我这是一掌 把山都移平了 说实话 凌晨自己都吓了一跳 这还是他第一次使用如来神掌 这威力如此之大 就算他都没有意料到 第二十二章 满洲之行 明觉拜访 就在多玛老和尚 被凌晨一巴掌打死的同时 贺州 大朗诺山 莲花甘烟寺 供灯堂 碰 一声清脆的响声 一盏琉璃灯突然熄灭 灯盏也碎裂开来 不好了 是多玛大法师的 本命灯熄灭了 快去报告主持 与此同时 整个莲花甘烟寺 有三分之一的弟子 突然口吐鲜血 紧接着整个人像 是一朵烟花一样 爆炸开来 血肉横飞 顿时 原本安静祥和的寺庙 好像变成了屠宰场 那股浓浓的血腥味 飘荡在这大雪山中 多玛死了 大殿深处 一个老僧缓缓睁开眼睛 不冷不但说道 但是 他面前却没有人在 好似一个人自言自语 怎么可能 多玛他修炼传灯大法 只要他还有徒弟和子女 就不会死 难道说 他的徒弟们已经死光了 不错 他惹到了厉害的角色 传灯大法被人破除了 老僧继续说道 你不用太愤怒 你应该知道 现在万佛会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为了这个 已经等了太久了 呵呵 片刻后 黑暗中传出一道冰冷的声音 等万佛会试了 我会亲自走一趟 呵 蛮州 镇南城 大景王朝 曾经常年和蛮州的蛮族人交战 双方死伤无数 但在五十年前 大景王朝终于取得一场大劫 将领土推进到了蛮州中部 占据了大半个蛮州 为此特意在这里 建立了一座雄伟的城池 名为镇南城 同时派遣三十万大军驻扎于此 以防蛮族人卷土重来 久而久之 随着人口的增加 这里就成了整个蛮州的核心地带 明觉在进入蛮州后 就一路紧赶慢赶 日夜艰行 现在终于来到了此处 他放眼望去 整个镇南城 如同一只匍匐的巨兽 静卧在这大地之上 那四面城墙上面 都刻满了各种各样痕迹 诉说着当初和敌人一场场血战的故事 明觉一身僧袍 已经染得发黄 双眼满是疲惫 哎 走遍世间千里 胜过读书万卷 师兄真不起我 明觉心里感慨万分 这一路走来 他已经遇见太多不平之事 太多不公之事 我得快点拜见十大将军 求他开仓放粮 救济栽民 不过片刻 明觉终于赶到了城主府 在大厅等了好一会之后 哈哈 不知是大光明寺的哪位高僧啊 远道而来 真是有识远营啊 一道粗犷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紧接着 一个面容俊秀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 只见他穿着一身文士袍 头戴如冠 看上去 不是一名打仗的将军 反而像是读书的秀才 明觉见到了此人 顿时大吃一惊 要知道 石开曾带兵多次击退蛮族的进攻 勇猛异常 没想到 居然是如此模样 只不过 现在石开一身酒气 身上还带有浓浓的烟脂味 明觉显然来的不是时候 明觉双手合十 公身道歉说道 晚辈明觉 拜见石开大将军 不用多礼 虚慈大师还有几位大师 近些日子身体还好吗 一切都安好 明觉见石开如此状态 也是想起了自己的任务 立刻从怀中取出秘信递了过去 石开接过秘信 仔细看了起来 半晌后 大手一拍 将信放在桌子上 大笑道 虚慈大师还真是杞人忧天了 整个蛮州有我镇守 绝对万无一失 那些蛮人早就吓破了胆子 怎么可能敢攻打我大姐 就算他们来了 我那三十万大军可不是吃素的 他们可是个个等着剑功立业呢 明觉想起自己这一路的剑文 急忙说道 大将军 现在蛮州汉情严重 为了救济百姓 能否开仓祭粮 明觉还没有说完 石开直接一挥手 打断他的话 哈哈 大师说笑了 如果把粮食都给了他们 我手下那些人吃什么啊 那些不过是些低贱的隐民罢了 就算饿死一些 那又如何 石开满不在乎地说道 明觉有些听不下去了 站起身来 大将军 那些灾民都是大井的子民啊 他们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命啊 佛祖说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愿大将军可以发发慈悲 救救百姓吧 石开冷哼一声 冷冷说道 和尚你既然没有喝酒 又为什么说醉话 这信我已经收到了 如果没什么其他事情 就请离开吧 说完 直接扬长而去 下了逐客令 明觉见此毫无办法 只能叹了口气 默默离开了城主府 离开了镇南城 大光明四后山 桃花灵 凌晨花了点时间 已经重新将此地的镇法 全部布置了一遍 可以说 已经比之前增强了百倍 自从突破天人镜后 凌晨在佛祖设立的辅助下 已经成功掌握了 如来神掌的前六世 只不过 以他现在的修为 最多只能催动 如来神掌前三世 再多就要损伤自身了 可惜自己的大日精神 已经练到了第三层巅峰 但却迟迟无法无法突破 即使是将系统空间中的 所有材料都吃了 用来辅助修炼 也还差了一点 不过凌晨丝毫不着急 这突破 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罢了 就在凌晨想继续 坐下练功修行时候 忽然心头狂跳 似乎在提醒他 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了 自从武者打通天地之桥 突破天人镜之后 即使不使用日月印 也会有一定的天人感应 自带一点趋吉避凶的本能了 而凌晨掌握佛门五印中的日月印 这个感应能力 更是远胜他人 怪哉 怪哉 索性手掐日月印 运转功法 仔细推测一番 看看有何事情 半晌后 凌晨缓缓睁开了眼睛 眼中有日月虚影流淌 那样子 我要亲自走一趟蛮州了 第23章 魔道功成 枪出如龙 于炎城 背靠于炎山 但因为其位置特殊 四通八达 所以商贸格外繁盛 是大井王朝在蛮州建立 最重要的几座城市之一 为此特意安排了数万大军 外加一位宗师中期驻守 就是 为了防止蛮族暴动 侵犯大井 但是现在 整个于炎城护城阵法全开 数万大军已经损伤大半 全部退守回城中 城池外 黑莲教和血魔教的人 已经把这团翻包围 血魔教 黑莲教 你们这些魔教 胆敢攻打我大井城池 真不害怕吴皇震怒 灭了你们的宗门吗 于炎城的驻守宗师 承阳大声喝道 哈哈 老东西 你少吓唬人了 若是一百年前的大井皇朝 我们倒是害怕他三分 但是现在的大井王朝 不过是指狐的老虎罢了 也就吓下那些江湖散客 我们就算攻下整个蛮州 路径元踏 又能怎么办呢 黑莲教的九宫上人大声笑道 大胆 你竟敢直呼陛下名坏 承阳面有怒色 怒斥九宫 但是他其实心中也明白 自从五十年前 先帝突然驾崩 再到井帝继承大统 大井皇朝的国力日益降低 对地方的掌控力也是逐渐下降 各大宗门也慢慢 不把大井皇朝放在眼里 只是还没有撕破脸皮 明面上还是以大井皇朝为尊 但是现在黑莲教和血魔教 公开造反 如果大井没能成功镇压 一个处理不好 引发连锁反应 到时候大井必定危矣 该死啊 一个九宫上人就略胜于我 更别说再加上一个血魔教护法 若不是皇朝的阵法大师 在此城部下护城大阵 外加数万大军的军阵 恐怕我早就命丧于此了吧 承阳心里思绪万千 也不知道如何才好 奇怪 明明我早就给镇南城发去了求救信 为何他们还不来 难道他们不明白 此事的重要性吗 承阳眉头紧皱 眼里忧色满满 半空中 血魔教护法 姚情淡淡说道 九宫 咱们还是快点把这余颜城拿下吧 若是再拖下去 等他们援兵来了 就大事不好了 虽说让正华那个老头 去拦截援兵了 但我总感觉 他有事地瞒着我们 嗯 也好 九宫点了点头 朝着护城大阵靠近一些 从怀中取出一朵黑色的莲花灯 紧接着 全身散发出浓郁的魔气 一尊金色神像 慢慢浮现在他身后 金色神像看不清男女 但却面带慈祥 手捧一朵黑莲 以身为香 神又无身 九宫念动骤印上前一步 大手一拍 背后金色的神像也举起了大手 猛地拍了下去 轰隆 轰隆 原本还是坚固的阵法 马上摇晃起来 九宫见此 立刻又猛拍了一下 不好 承阳大吃一惊 他感觉阵法 已经快要撑不住了 咔嚓 咔嚓 几声清脆的响声 整个护城大阵 陡然化成无数碎片 逐渐消散 哎呀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们啊 预言成中 无数百姓立刻大声喊叫起来 他们知道阵法已经被破了 等外面的魔道妖人杀入城池 他们就死定了 承阳也是面容呆滞 深深陷入了绝望之中 哈哈 今日 就血洗于严惩 以撞我魔道之威 九宫狂笑不止 再次挥动自己的手臂 就要将承阳等人一举歼灭 放肆 等其有大警无人吗 一声怒吼 从天边传来 同时 一根玄铁长枪 从远处急射而来 一击命中了九宫上人 将其震退数十丈 谁 是谁偷袭我 偷袭你 你也配吗 煞世间 一个身穿银色战甲的男子 从天而降 单手一挥 银白长枪就飞回到他的手上 承阳本来抱着必死的决心 但是听见 这熟悉的声音 立刻抬眼一看 张瑶将军 是你来了 嗯 张瑶点了点头 你做得不错 没有给丢大警的脸 是张大将军 张大将军来了 我们有救了 城中的百姓 立刻欢呼起来 天空中 姚秦也来到了九宫上人的旁边 一脸凝重 张瑶 听说他是石开的结义兄弟 实力高强 在满洲只在石开之下 正化那个废物 让他拦一个送信的 都拦不住 要他又何用 好了 不要说废话了 我们一起上 把他解决他掉 张大将军 我来助你 程阳就准备上前来帮忙 不用 你率领那些军士 将血魔教和黑莲教统统剿灭 今日不要放跑了一个 是 大将军 诸将听令 随我出城 剿灭这些魔道妖人 遵命 半空中 张瑶目光一挑 也迅速出手 身形一闪 手中长枪直捅 一杆银枪快如油龙 动如雷霆 不好 快给我挡住 九宫上人只感觉到一股杀气 冲着自己扑面而来 立刻念起咒语 神又无声 神又无声 背后的神像迅速双手合十 当 那杆银色长枪 就被神像的两只手掌 牢牢夹住了 哈哈 张瑶你 没了这杆神兵 看你再如何成威 你的神宝又不了你 龙王破 张瑶爆喝一声 运转弓法 双手握紧长枪 随即用力一旋转 顿时 整个银色长枪高速旋转 锐不可当 啪 整个神像的双手 再也无法握紧长枪 整个双臂爆炸开来 长枪脱手 一击轻松贯穿九弓上人的身体 宛若一条白色的游龙 迅猛无比 随后长枪再次回到张瑶的手上 枪间指着九弓 张瑶淡淡说道 我说过了 你的神宝又不了你 怎么可能 九弓躺在地上 满脸都不可思议 我们明明都是宗师 为何我连他一招都接不住 张大将军无敌 张大将军威武 下面的士兵 看见张瑶大展神威 只是一招就击败了对手 立刻欢呼起来 第24章 大宗师静 师门秘宝 九弓上人 你是自己投降 还是我把你打投降 你自己选一个吧 张瑶表情轻蔑 该死啊 这是你逼我的 九弓取出那盏诡异的黑莲灯 咬破手指 将血液滴在上面 同时迅速点燃灯芯 马上一缕缕黑烟飘散而出 缓缓汇聚 张瑶见识不妙 立刻大步向前 挺枪刺去 当 这全力一枪 居然无法刺穿黑烟 张瑶简直不敢相信 下一刻 黑烟成功凝聚 一个高大的人影 从中走了出来 九弓上人和旁边的姚琴 立刻单膝跪地 恭敬地说道 拜见吴影大人 两个废物 只是做这点小事也办不好 要你们有什么用 吴影大人恕罪啊 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二人吓了一跳 连忙磕头谢罪 张瑶面色凝重 挺牵利 自从刚刚吴影现身之后 便一言不发 因为他从这个人身上 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自从他跟随石开成为宗师后 就再也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现在却出现了 这说明 此人实力远胜于他 盯着那人影 淡淡问道 你是大宗师 哦 小子 你眼光不错吗 吴影随意笑了笑 丝毫没有否认 你的实力不弱 怪不得能让这两个废物束手无策 你如果愿意做我手下 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哈哈 就凭你这个不人不鬼的玩意 也想说我做手下 简直是做梦 就算你是大宗师 那又如何 今日我就看看 传说中的大宗师究竟有什么厉害 龙王破 张瑶抱贺一声 直接手持长枪杀了过去 呵呵 躺避当车 不自量力 吴影对着长枪 随手一拳挥出 顿时一股强大的真气吸出 卷起层层匀浪 蹦 真气和长枪猛烈相击 咔嚓一声 张瑶特意用上等 地心密银铁锻造的长枪 被震断成几节 整个人倒飞出去 狠狠地砸在地上 大地猛地震动 摔出一个大坑来 不过跳梁小丑 怎知大宗师之威 乌影大人 神功盖世 神功盖世 好了 先做正事 你们迅速把余颜城拿下 顺便去荡平万剑山 是 大人 镇南城 我会亲自出手 你们速速去吧 说完 乌影化作一团烟雾 直接消失不见 黑莲灯也立刻熄灭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可能会出现大宗师 承阳眼里充满绝望之色 要知道 当今世上唯有那些顶级势力 才有可能有大宗师坐镇 而且这些大宗师 一般是不会离开宗门 除非有特殊情况 但是任谁也想不到 黑莲教他们背后 居然是一名大宗师 承阳和余颜城仲军 原本因张摇而狂喜的心情 立刻又跌入万丈深渊 牛守山 这个曾经的蛮族部落圣地 自从上次三大魔门 在此聚会之后 此地早已荒无人烟 化作一片死地 但是现在却有一个人影 正在这里鬼鬼祟祟的挖些什么 此人正是敢失派的郑化 哈哈 找到了 我终于找到了 郑化捧起刚刚从地下 挖出的黑土 仔细查看一番 突然大笑起来 土质干燥 酒埋地下 其内充满阴气 但又加着一丝微弱的阳气 祖师爷的记载 果然没错 也不枉我偷偷赶来 郑化心头狂喜 整个人控制不住 大笑起来 原来郑化 出身于满洲本土的魔道门派 敢失派 虽然这个门派在满洲声明不显 但是却大有来历 据说和极北燕州的顶级门派 去诗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过外人都认为 这些不过是敢失派 自己给自己组上贴金罢了 毕竟 你如果真有那么厉害的关系 怎么还会混成这个鬼样子 郑化原本也是如此认为 那些都是传言 都是前辈们编造出来的 但是在一次道斗中 他偶然发现了一位 自己失门前辈的遗体 在他身上发现了一本日记 日记中详细记载了 敢失派建立的过程 这才确信 那些传说都是真的 原来在一千年前 一位屈尸山的长老 带领数位弟子不远万里 千里迢迢来到了满洲 似乎是要在这里找寻些什么宝物 但是始终都没有找到 最后索性成立了敢失派 就扎根于满洲 暂时当一个据点 同时也是为了发动更多人暗中寻找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敢失派的功法如此一般了 毕竟当初压根就不是为了 开宗立派而建立的 但是直到最后 他们似乎还是没有找到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一切也逐渐被人遗忘了 但是现在 郑化好像已经找到那件 祖师爷花费无数时间 精力都没有寻得的宝物 郑化按捺住心中的狂喜 急忙查看查看左右 检查自己有没有被人跟踪 紧接着又急忙挖了下去 怪不得上次前来 我就隐隐感觉这里有古怪 现在一看果然如此 这是本门的大秘密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发现 郑化面露凶狠 这可是连驱尸山都垂涎的宝物 是独属于他的大机缘 也不知道祖师爷 花费了那么大的精力 这宝物究竟是什么 不过连驱尸山这样的顶级势力 都会被吸引 那绝对是了不得的东西 哈哈 天语不取 反授其咎 今日我有此等缘分 这机缘就该落在我的手里 大光明寺 凌晨忽然睁开双眸 手掐日月印 推测一番 淡淡说道 时间到了 可以出发了 当即准备出发 但转念一想 今日还没有迁到呢 心中默默喊道 系统签道 丁 恭喜宿主签道成功 获得顾炎丹 凌晨看看系统介绍 顾炎丹 顾名思义 就是可以让人保持熔炎的丹药 随意地丢入口中 当成糖豆吃了下去 味道不错 还挺甜的 望望望太阳 凌晨算了算时间 笑道 时间还早 如果我速度够快的话 应该能赶上明天的签道 随即朝着南方 一步踏出 转眼已消失不见 第25章 魔道宫山 万剑山灭 万剑山 会客大厅 明爵坐在下方 最上面坐着一位 须发揭白的老人 此人正是万剑山的掌门人 外号七剑真人的李明星 哈哈 小有不远万里 从青州专程送信而来 着实是辛苦了 请先用茶 多谢真人 明爵连忙起身 在明爵喝茶的时候 李明星也仔细看遍了信 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说道 自从当年 镇魔大战之后 魔道是威 当时四处逃窜 苟言喘息 而经不过百年 老夫想他们应该还没有恢复力量 况且他们也没有这个胆量 敢胡作非为 真人说的是 不过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如今 满洲汉情 实在奇怪 恐怕背后还有阴谋 明爵恭敬说道 和尚 你是怀疑我们万剑山的实力吗 有我们坐镇满洲 有什么魔道妖人 胆敢在这里作祟 旁边一个胖胖的道人 言语不屑说道 明爵刚想解释一番 不好了 不好了 突然 一个小弟子 慌张跑进了大厅 大叫起来 什么事 慌慌张张 成何体统 师父 宗主 有侦查弟子来报 于言成已经被魔道妖人攻下了 张瑶大将军 也已经战死了 什么 李明星听见这话 大吃一惊 疼得一下站起身来 脸色十分难看 耀润实力 就算自己再年轻一些 也不是张瑶的对手 没想到 现在他居然 死在了魔道手上 一旁的胖道人 面色也是不好看 自己刚刚说了大话 立刻就被打脸了 宗主 不用太着急 我们商量商量怎么办吧 这时候 又有一个弟子 冲进大厅 神色恐惧 说话断断续续 是 是 是魔道妖人打过来了 他们现在已经将万剑山 团团围住了 什么 怎么可能这么快 七剑老儿赶紧出来投降 否则今日 叫你万剑山满门上下 鸡犬不留 一道嚣张狂妄的声音 响变整个万剑山 李明星等人面色俱变 立刻走出大厅 来到外见 放眼望去 整个山下黑压压一片 显然他们已经被团团包围了 有数道身影 浮在空中 从上而下 俯视整个万剑山 是你 李明星抬头看了过去 他已经认出了 最前方的那个中年男人 九宫上人 你们黑莲教 果然是日落西山了 没想到 现在连你这种人 都能当上教主 哈哈 老匹夫 我不仅仅能当上教主 今日还要将你们万剑山 当为平地 今日绝不放过一个火口 其他几人也是点了点头 立刻朝着李明星 他们杀了过去 李明星拔出一把长剑 大声喊道 众长老 弟子今日便随我斩妖除魔 是 是 一场大战 瞬间在这里打响了 煞世间 剑光四射 魔气冲天 李明星虽然是宗室后期的高手 比九宫上人强上一些 但是他毕竟年老体衰 外加对面人多势众 很快就落入了下风 哈哈 七剑老二 你老了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九宫上人背后的神像 比起之前 更加巨大了 容貌也生动了许多 很明显 他最近得到了不少好处 下方 万剑山上 明觉双眸寒怒 浑身金光璀璨 虽是简单的一拳一脚 皆是有金刚之力 那些普通的魔道弟子 怎么可能抵挡得住 擦着急伤 挨着就死 一时间 明觉愣是打穿了众人包围 开辟出一条道路 该死 半空中的九宫上人 和姚琴等人 看着这一幕 眼里充满了冰冷和愤怒 下面的那些弟子 可不是普通的弟子 那些都是他们各自门中的精锐弟子 原本今日的灭门之战 在他们预想中 应该是一面倒的局面 他们只要看住了李明星这个老头 其他人应该就毫无威胁 所以才会派遣这些精锐弟子 来历练一番 增加战斗经验 但是现在不知道 哪里冒出一个可恶的突驴 快要把他们的精锐弟子都杀完了 突驴 你给我住手 九宫上人再也忍不住了 立刻抽出空来 转身向着明觉袭来 好机会 李明星突然大笑一声 背后剩下的六把长剑 骑刷刷飞了出来 他手掐剑绝 脚踩钢布 七星剑阵 七 七把长剑 呈北斗七星分布 刹那间一道星光月华 从天而降 照耀整个天空 七把长剑 宛若过海蛟龙 也似天降流星 强大的剑气 直接将九宫 姚琴等人 全部笼罩其中 明觉小友 之前多有得罪 但还望小友挂念一丝香火之情 带着这些弟子杀出去 李明星对明觉拱手说道 既是前辈所托 定当竭尽全力 多谢小友 万剑山珠弟子听令 你们全部听从明觉大师的话 随他杀出重围 弟子遵命 明觉也不浪费李明星 好不容易争取而来的时间 抓紧机会 大喝一声 仿佛金刚将士 冲破了包围的薄弱处 带着众多弟子 一路逃了出去 九宫等人 现在被困在七星剑阵的之中 勉强抵挡那一股股锋利的剑气 九宫 快点破开这阵法 那该死的家伙要逃走了 该死的 这是你逼我的 九宫上人从怀中 取出那盏莲花灯 融入自己的体内 顷刻间实力大掌 大手一抓 就将一把长剑抓到手里 用力一捏 顿时碎成了几片 啊 爆喝一声 其余长剑全部被镇成碎片 阵法顷刻间就被破开 此时一看 李明星早已经燃烧气血 气绝身亡了 山上遍地残尸 万剑山已无一个活口 九宫瞅准明觉逃跑的方向 一路迅速追了上去 这一次大战 他们磨到精锐弟子 损失了大半 而他又被迫使用了黑莲灯 回去之后 说不定受到无影大人的严惩 如果这样 还让那些弟子跑掉了 他的面子还往哪搁啊 该死的东西 等我抓到你 定要将千刀万剐 碎尸万断 让你明白 什么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第26章 明觉危难 阵法显危 明觉带着众人 一路朝着北方逃去 大师 西北方向就是大江城 我们先逃到那里去吧 那里是朝廷驻兵 练兵所在 就算敌人追来 想来他们也不敢直接 攻入城池中 一位弟子焦急说道 好 我们就往西北方向去 明觉点头答应 但是他马上就感觉到 身后不远处 有一道强大的气息 在急速追来 这股气息 带着浓浓的魔气 显然是敌飞游 其他人也感觉到了 这股强大的气息 各个面色惨白 腿都在发抖 明觉见此情景 大声说道 你们速速向西北的 大江城中跑去 我去引开敌人 说完也没等众人反应 立刻调转方向 朝西南方向急速飞去 明觉一路疯狂逃跑 体内的真气 也在不断消耗 但是身后的气息 却是紧追不舍 终于在一处偏僻的山林间 明觉体力不知 直接摔倒在地上 这时 一个人影落在他的面前 正是一路追来的九宫上人 小兔驴 跑啊 怎么不继续跑了 九宫上人眼里充满了讥笑 他仿佛已经预料到了 这个小和尚为了活命 拼命求饶的样子了 于是呵呵笑道 小和尚 现在的处境你也知道 不如乖乖投降 加入我黑莲教 到时候 不仅性命无忧 说不定会成为下一任的黑莲教教主呢 呸 魔道邀人 痴心妄想 我乃是大光明寺首席弟子 想让我背弃师门 加入你们魔道 想都不要想 明觉大声呵斥道 什么 你是大光明寺的人 那今天就更不能放过你了 九宫马上收起笑意 目光冰冷 要知道 在那么多的正道门派 他们魔道与大光明寺仇恨最深 上代魔道高手 有大半死于大光明寺手中 既然你是大光明寺的首席弟子 那今天刚好新仇旧恨一并算了 记住 你是第一个 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大光明寺迟早会被我们毁灭 你就在下面等着他们吧 说完 伸出大手 眼里杀意涌动 明觉紧闭双目 盘膝而坐 双手合十 默默念起网生经 他心里其实并不害怕 只是还有无限遗憾 师父 方丈 我辜负你们的期望了 我死了之后 明尘师兄他只是杂一僧 会受人欺负吗 大光明寺以后会怎么样呢 还有那位指点我的前辈 我还没有报答他 还有满洲的那么多百姓 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我也拯救不了他们 突然之间 明觉身上突然灵光一闪 几股强大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迸发而出 这是什么 九宫上人大吃一惊 他从这股气息里面 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当即 什么也不顾不上了 浑身真气全部爆发 黑莲灯上火光大盛 但是 先是有一条猙獰的火龙扑面而来 紧接着一道道锋利的狂风之刃 黑色的流沙飞石 金光剑气等等 九宫上人的抵抗 毫无作用 不 不 他瞪大了双眼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死于非命 顷刻间 整个人就化作了飞灰 消散一空 明觉睁开了眼睛 仔细看了看左右 顿时大吃一惊 这附近 哪里还有山林啊 入目只有一瓶瓶的 以明觉为中心 周围摆帐范围的一切 都被清扫一空 宛若用刀硬生生消去了一样 这时候 又有一道人影 从天边急速赶了过来 明觉仔细一看 是要师院院守 须碑长老 须碑面色焦急 他从大光明寺一路赶来 在路上偶然遇见万剑山的逃难弟子 了解了情况 知道明觉正在被九宫上人追杀 不由得焦虑万分 他知道 九宫上人乃是一位宗师 就算明觉再厉害 现在也不可能打得过一位宗师 况且 这些魔道妖人和大光明寺 有着深仇大恨 一旦知道明觉的身份 定然不会放过明觉的 明觉是大光明寺的未来 绝对不能有师 须碑长老 我在这里 明觉大喊一声 很快须碑就来到了他的身边 须碑面色警觉 连忙问道 明觉 九宫上人呢 九宫上人 他就在这里 什么 在哪 到处都是 什么 到处都是 嗯 明觉点了点头 笑道 九宫上人 他已经被轰成灰了 那岂不是到处都是吗 紧接着 明觉把刚刚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遍 具体我也不明白 他为什么突然就爆炸了 须碑听后面色凝重 看了看周围 轻声说道 此地危险 不是九流之地 我们先速速离开 是 长老 二人也不再耽搁 马上起身 迅速离开了这里 与此同时 凌晨已经来到了蛮州南方 飞在半空中 忽然感应到了什么 手掐日月印 稍微推测一下 原来如此 是我送给明觉师弟的正法木牌 被动用了 现在须碑师叔跟在明觉身边 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 不过这前面的湿气 倒是越来越重了 凌晨双目远眺 好似看到了什么不妙的事情 牛手山 郑化一路向下挖掘 终于来到了一处 类似于墓室的地方 看着面前那巨大的青铜门 心中狂喜不止 不过他还没有被兴奋冲昏了头脑 迅速将身后背着的棺材取了下来 取出一小个铃铛 施法念咒 咳吱一声 一只古师推开棺材盖 从里面爬了出来 去 把门打开 轻晃手中铃铛 郑化对古师下了命令 哼 古师摇摇晃晃 来到青铜大门前 双手用力一推 吱嘎 随着一道低沉而又悠长的声音 青铜门被缓缓打开 郑化健壮 立刻指挥古师 走在前方探路 自己小心翼翼地跟在后方 一人一师 迅速走进了墓室 郑化进入墓室之后 放眼望去 马上被吓了一跳 高高的天花顶上 镶嵌着数不清的夜明珠 各个散发出淡淡荧光 仿佛是为了模仿日月星辰 墓室中还立下四根巨大柱子 宛若称天之柱 第27章 缠鸣于上 螳螂骑后 郑化慢慢向前移动 终于在大殿最中心 看见一个硕大的悬色棺果 这棺果被铁链团团锁住 这是寒随铁打造而成的铁链 郑化仔细看了一眼 大吃一惊 寒随铁是非常稀有的一种材料 市面上千金难求 比黄金还要珍贵 这种材料天性极寒 普通人的血肉之躯 只要稍微触碰就要冻成冰块 就算是打磨气血的武者 也很难长时间接触 居然用寒随铁制成铁链 锁着棺材 看样子 那件宝物一定就藏在里面 给我把棺材打开 郑化摇动铃铛 居使骨石上前 走到棺材旁边 伸手拉着铁链 用力一扯 哐荡 啪 没想到寒随铁打造的铁链 居然被一扯就断 郑化也没想到 这么容易就打开了 虽然他心里有些疑惑 但是现在宝物就在眼前 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当当当 所有的铁链全部被扯断 掉在地上 郑化呼吸沉重 目光火热地盯着棺材 一个心脏砰砰跳动 传说中的宝物 距离他就最后一步了 郑化再也按耐不住了 立刻指挥骨石推开棺盖 碰 碰 棺材盖 只是刚刚被打开一条细缝 瞬间一股强大的热流 直接从里面喷了出来 把棺材盖子直接掀飞了 骨石被热流当面袭击 顿时被烧成了灰烬 不好 郑化大喊一声 要知道那具古诗 不知道他挖了多少坟墓 才找到的极品狮王 前前后后 也不知道花费了多少精力 就算是遇见巅峰宗师 也可以抵挡一二 但是现在 却被寝客间毁掉了 郑化心里都在流泪 但感觉到棺材中的那股热流 不仅仅没有减弱的意图 反而还加强了不少 急忙向着外面跑去 要知道 敢诗派的实力 大半都是自己炼制驱使的古诗上 没了古诗 相当于少了大半实力 郑化虽然在想要宝物 但是现在 还是自己的命更重要 宝物 没了可以再找 命没了 可就真没了 但是他显然还是 低估了这地方的诡异 So 棺材中 瞬间飞出一道青色光点 瞬息之间 就钻入郑化的脑海之中 整个人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半晌后 原地爬了起来 刚刚起来 四肢不协调 好似一个木偶人一样 就在他熟悉了身体 想要离开的时候 一道阴冷的声音 从目视外 缓缓传了过来 哈哈 终于还是找到你了 你要想去哪 话音刚落 一道身影凭空出现在墓室当中 此人看似是活人 但是却一身湿气 两只长长的獠牙裸露在外 泛起寒光 面目争鸣凶恶 不像是什么好人 如果郑化还活着的话 就会一眼认出来 这人的容貌 和他们敢试派的祖师爷画像 简直是一模一样 郑化嘶吼一声 张嘴一吐 滚滚青色火焰 席卷而出 仿佛一条火龙 这亲眼看似毫不起眼 但是炽热无比 那人不敢应接 急忙侧身避开 郑化看准机会 立刻身形一动 马上朝洞口 飞速逃走 该死的 这个畜生在地下 又积蓄了千年殷气 实力大尽 如果这次不能将他拿下 以后就麻烦了 不行 这一千年的心血 绝不能白费 这汉拔 只能是我的 原来此人就是当初 从驱师山 来到满洲的那位长老 芒山 也是敢试派的祖师爷 哼 我已经在外面布下了天罗地网 你是逃不掉的 芒山冷哼一声 立刻顺着痕迹追了出去 来到洞外 天空早已降下一道帷幕 将整个牛头山包裹起来 就算是一只蚂蚁 也别想逃出去 而现在那只汗拔 已经被困在阵法中间 浑身动弹不得 虽然嘶吼声不断 凶性大发 但却没有任何作用 哈哈 你就不要挣扎了 这是本作精心布置的天阶阵法 四象球员阵 除非你能突破大宗师 不然入了此阵 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 芒山哈哈大笑起来 他紧紧盯着汗拔 一脸的渴望和垂涎 当初他已经成为了巅峰宗师 但是迟迟不能突破为大宗师 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发现蛮洲之境 可能存在一句传说中的汗拔 要知道 汗拔那可是举世罕见的一宝 据传他虽也是极鹰的僵尸之体 但是天生携带的极阳之气 一旦出世 必定是人间大汉 赤地千里 极鹰极阳相处一体 没有丝毫排斥 此为阴阳相生之道 因此 他对于他们这些修行师道的人来说 简直是梦寐以求的圣物 芒山相信 只要得到了此物 自己加以研究 就一定可以助自己突破之大宗师 但是后来他耗费心机 找遍了整个蛮洲 还是一无所获 这时 他的寿源即将耗尽了 芒山当然不甘心 就如此死去 于此 他想到了宗门中 一门极其诡异的秘书 太阴炼行朔 这功法 就算是驱师山内 也很少会有人选择修炼 这功法可以让人舍去血肉之躯 转化为僵尸之体 不仅实力大增 坚不可摧 还能大大延长人寿命 芒山索性赌一把 修炼这秘书 将自己埋进地下 没想到 最后他居然修炼成功了 而且因祸得福 不仅延长了寿命 还成功踏过了那道门槛 成就大宗师之境 汉拔 天生地养 还暗和阴阳之道 只要我炼化了他 不仅可以修为大增 说不定还能重新转化为人类 芒山眼里带着火热 为了这一天 他已经等了太久太久了 说干就干 立刻将阵法力量启动到最大 也不管体内的真气消耗了 他现在只想 现在快点将汉拔收服 以免夜长梦多 好 阵法当中的汉拔 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虽然他没有灵智 但是仍本能地挣扎起来 区区孽畜 还敢放肆 若你能蜕变成功 本座就算是大宗师 也奈何不了你 但是就凭现在 还是安心被本座练化吧 伴随着汉拔的拼命挣扎 天上的太阳 好似更加炎热 烤得大地纷纷军裂开了 第28章 螳螂得意 黄雀亏鱼 渐渐地 汉拔挣扎越来越弱 正化的肉身也逐渐瓦减 最后被熔练成一颗青色的圆珠 哈哈 成了 成了 我练成了 芒山兴奋非常 但就在这时 他忽然神色一变 表情格外严肃 阁下竟然看了半天了 还请现身吧 半赏 周围还是一片寂静 芒山心里奇怪 懒懒自语道 难道真是我太兴奋了 感觉出错了 原来自从刚刚从地下走出来 他就感觉到 暗中有一股视线盯着自己 刚才那一声大喝 不过是为了炸一炸 看看有没有藏在附近 哈哈 没想到过了这么久 我的胆子反而变小了 芒山自嘲道 要知道 他为了此次行动的必然成功 他早就在外面布下了天罗帝王 为了隐秘 和不被外人发现 其中 光是天阶遮蔽阵法 就有两座 更别说其他阵法了 别看里面动静很大 但是外面其实只是一片虚无 嗨 真是越老胆子越小了 简直是自己吓唬自己 就在芒山松了口气的时候 阿弥陀佛 施主 你在找我呀 一个穿着灰色僧袍的小和尚 缓缓从旁边走了出来 什么 居然真的有人 芒山眼睛瞪大 被吓了一大跳 马上盯着他 立声质问道 你是谁 你是怎么进来的 凌晨随意说道 怎么来到 当然是走进来的呀 你在地上画的那几个圈 有什么用啊 简直和你本人一样 又丑又没用 芒山眼里充满忌惮 他本能的感觉 这个小和尚不简单 身上有股自己看不透的气息 但转念一想 这么个小和尚 能有多大年纪 能有多大修为 想必他是身上有什么宝物 否则干嘛不直接打过来 心里这么想的 顿时底气足了起来 小和尚 我不管你是怎么来的 现在还是老老实实地闭嘴吧 说完 立刻就动起了手 他虽然 看不透这个小和尚 但是汉拔就在眼前 自己绝对是不会放弃的 大师魔手 直接施展出 自己自己最得意的武技 向凌晨攻了过去 但见凌晨一动不动 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样 好好好 我这一招 居然把他吓傻了 他果然 是在虚张声势 受死吧 起得下辈子 不要到处乱跑 但是下一瞬间 碰 当 这招毫无保留地 轰击在凌晨的肉身之上 发出如同金属碰撞般的声响 芒山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重重砸在地上 就这 就这 就这啊 凌晨也没想到 芒山这一击 连他的半根汗毛也伤不到 是他太弱了 还是我太强了 他这个大宗师 该不会是假冒的吧 不过想来也是 我的大日精神 已经快要练到第四层了 虽然他是僵尸之体 比一般的大宗师体魄 还要强上几分 但是和我相比 那还是差太远了 凌晨只是略意思索 就明白了原因 摔倒在地上的芒山 双腿一蹬 整个人如同离弦之剑 嗖地飞了出去 该死 这小和尚一定是为大宗师 我不是他的对手 逃 芒山经过刚才交手 马上就明白 自己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自己唯一能做的 就只有逃跑 只不过 汗拔金破就在眼前 想要放弃 实在是不舍 芒山想把其一起带走 在我面前 还想玩这些小花招 凌晨须止清点几下 芒山只感觉自己的 像是被人扔了一座大山 重重砸在自己的背上 整个人摔了个狗啃泥 入目只看见一双粗布僧鞋 抬头一看 凌晨拿着那颗汗拔金破 站在他的面前 这东西还不错吗 凌晨看着芒山 露出一个和善的微笑 看在你弄出了 这个玩意的份上 我可以给你一个选择 什么选择 你可以自己 选择一个合适的死法 怎么样我是不是很仁慈 其实刚刚凌晨 就在想自己要用什么武技来杀他 毕竟自己会的武技实在是太多了 芒山闻言大怒 小和尚 你胆敢耍我 本作可告诉你 我可是屈尸山的长老 你若是杀了我 屈尸山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还敢威胁我 如果屈尸山的人不来找我麻烦 也就算了 如果他们自己来找死 那我想 你们应该很快就能在地下相见了 凌晨笑容和煦 屈指一谈 碰 芒山整个人 不对 是整个尸体 直接炸成了碎片 他早就是僵尸之体 算不得人了 凌晨懒得想了 直接一招 解决算了 就在清理完战场 凌晨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忽然感觉 从体内传来一股本能的悸动 是大日精神 凌晨心头一动 看向自己手中的汗拔精魄 明白了是这个东西 吸引大日精神 对啊 我怎么忘记了 汗拔精魄包含激阳之力 这正暗和大日精神奥义 说完 直接盘膝坐下 一口将汗拔精魄吞入腹中 一瞬间 凌晨感觉自己 好像吞下了一颗小太阳 腹中无比滚烫和炽热 这股热量 虽然恐怖 但是对于凌晨来说 倒是刚刚好 像是泡了热水澡一样 如果汗拔精魄 是被盲山或者其他人拿走 就算他们是大宗师 最后一定是被烧成灰烬 绝不会有其他可能 凌晨直接运转内功功法 开始炼化 这股热量如同电流 迅速传遍了全身上下 周围的温度 也开始急速上升 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大熔炉中 如同神兵利器 不断进行淬炼 去除杂志 眉心的佛祖舍力 也散发出温和的佛力 笼罩于身 渐渐地 周围的岩石 都已经开始融化 变成了岩浆 缓缓流淌 片刻后 凌晨睁开双眸 目光如电 太好了 终于突破大日今生第四层了 大日今生第四层 一到分水岭 达到此境界后 若是前三层 还是人间武学 那突破第四层后 便可谓是神仙手段了 凌晨想了半天 也只能用八个字 形容他的无敌 诸法不沾 地血重生 第29章 呼风唤雨 一朝顿武 啊 事情解决了 可以回家了 凌晨伸了身懒腰 活动一下筋骨 对了 今天还没有签到呢 凌晨身形一转 整个人已经来到了 刚刚汉拔所在的墓室当中 现在赶回大光明寺 肯定是来不及了 不过 这地方看样子不简单 也不知道能不能签到 丁 检测到此地道运身后 请问宿主是否需要签到 好吗 真是说曹操 曹操就到 凌晨轻笑一声 签到 丁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地阶秘术呼风唤雨 地阶秘术 呼风唤雨 凌晨心头一惊 兴奋说道 居然是传说中的地阶秘术 而且还是呼风唤雨 这可真是仙人手段了 这下满洲的旱灾 倒是有救了 凌晨看了看这诡异的墓室 忽然说道 满洲旱灾全因此而起 我又因此获得 这呼风唤雨之术 冥冥中自有天意 真可谓是一阴一国 咦 这是 就在凌晨准备离开的时候 忽然在汉拔的棺材中 发现一个东西 将其拿了起来 发现像是一块残缺的玉佩 用力一捏 居然毫发无损 随手一挥 将这诡异的墓室毁掉 凌晨离开这里 准备找个合适的地方 施展着降雨之术 以解满洲灾情 大江城 须悲带着明觉火速赶路 终于回到了城中 前辈你们回来了 明觉大师 你还活着 见到明觉平安回来 这些逃难而来的万剑山弟子 立刻围了上去 其中一男子 神情激动说道 明觉大师 此次万剑山遭遇大劫 全靠大师你一路拼杀 甚至不惜舍弃性命 去引开敌人 不然我们这些人 绝无生还希望 在下李光 万剑山大弟子 明觉大师 请受我们一拜 若是用得上我们 一生令下 就是上刀山 下活海也在所不惜 说完 他带着所有弟子 全都向着明觉 跪倒在地 诸位这是什么意思 快快起来 明觉常年生活在山上 平时都是 他给佛祖磕头 这还是 第一次有这么多人 给他磕头 心里十分不适应 急忙说道 大家都是正道之人 又何必如此呢 快起来吧 连忙运转怒目金刚精 一股浑厚的真气 欲将众人都扶起来 李光心中震撼 在这股真气下 他居然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低下去的头 被强行抬了起来 须碑在旁 也是被这真气一惊 他也没想到 短短时日 明觉的金刚意境 领悟更深了 随即淡淡说道 明觉 收下吧 你救了他们的性命 这本是你应得的 文言 明觉也就没有强行阻止他们了 咚咚咚 在他们磕了几个头后 明觉赶紧给他们搀扶起来 李光师兄 你们以后打算去了 万剑山被那些魔刀妖人毁了 我打算去找我的外公 他是神剑山庄的庄主 哦 莫不是江湖人称五行剑的叶老爷子吗 须碑见多识广 自然是知道神剑山庄的 那是江湖上有名的势力 专以锻造兵器文明 正是 前辈 明觉大师 现在满洲已经乱成一片 为了安全 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 李光带着众弟子向着他们告别 就匆匆离开了大江城 见到他们离开了之后 须碑也急忙带着明觉离开了 明觉在空中飞驰 低头一看 只见大地军裂 植物枯死 入目所见 唯有累累白骨 不由得悲从心来 痛从心来 突然说道 师叔 弟子先不回寺了 明觉为何 师叔 救人一命 胜到七级浮屠 我没法眼睁睁看着百姓受苦 我愿意留下救助灾民 明觉 不要胡闹了 你杀了九宫真人 就走了万剑山弟子 现在血魔教和黑莲教的那些人都在找你 赶快和我回大光明寺才安全 明觉双手合十 低声说道 师叔 当初佛祖割肉未应 设身似虎 弟子不敢自离佛祖 而今百姓有难 若是为了自身性命 视而不见 弟子做不到 说完 明觉从空中落下 须悲刚想再劝 但见明觉身上散发出屡屡金光 好似万丈生霞 背后浮现出一尊金刚虚影 威严庄重 明觉只感觉自己 好像有什么被打通了 浑身真气膨胀 实力强大了何止百倍 这是 一招顿悟 须悲内心充满了震撼 传闻上古时候 有佛门圣子 可一招顿悟 立地天人 他本以为 这只是一个传说故事罢了 没想到这种事情 真的出现在他的眼前 金光淡淡散去 明觉那一身的宗师威压 提醒须悲 刚刚不是幻觉 好好好 一招顿悟 立地宗师 此子可谓我大光明寺佛子 须悲一颤 激动不已 有明觉在大光明寺 定当兴盛 明觉刚刚反应了过来 不过他也没在意 师叔 弟子去了 等一下 师叔陪你一起去 须悲立刻追了上来 开玩笑 现在在须悲的心里 明觉已经是 大光明寺未来的希望 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怎么可能放他 离开眼皮底下 唯有自己亲自跟随 才最放心 说完 二人就立刻出发了 与此同时 一道惊人的消息 迅速扩散了出去 在江湖乃至朝堂上 引起轩然大波 黑莲教 血魔教 敢施派等魔道宗门 结成同盟 号称魔教 正式宣布起兵反警 镇南城 乃至大半的满洲 都已经沦陷 朝廷驻扎在 满洲的三十万大军 全军覆没 镇南大将军 石开战死 这一条条消息 瞬间传遍个 整个九州 同一时间 在即将进入 满洲的边境 一辆马车休整在这里 正式要去 镇灾的大皇子等人 启禀殿下 满洲就在不远处了 我们何时出发 悬甲为大统领 陈玄请示问道 出发 出发去送死吗 你自己看 路郎勃然大怒 一把将手里的密信 扔给了陈玄 陈玄接过信 看了一会 大吃一惊 这怎么可能 石开大将军居然死了 身为军中人士 他可是知道 石开具体实力的 可谓是大宗师之下 无敌手 不然景帝也不会放心 让他驻守满洲了 魔教 那些魔道妖人 真是不怕死吗 敢和朝廷作对 路郎面色难看 该死的魔教 真是怀我好事 殿下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当然是掉头回京城啊 我可不想去 满洲送死 那震灾之事 先是大汉 再是魔道入侵 恐怕那些刁民 早就死光了 不用管了 传我命令 立刻掉头回京 遵命 第三十章 骑风换雨 怨力今生 该死的 也不知道那个多玛 究竟去哪里了 自从上次多玛 去往大光明寺之后 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路郎派出好几位探子 也找不到他的下落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至于是不是被人杀了 这个路郎完全没有想过 他可不相信 大光明寺 有谁有这个能力 杀得了多玛 罢了 等他回来 定要他好看 临河城 此城原本已靠近驱河而闻名 城中的百姓都靠其生活 但是逢此大汉 整个驱河 已经全部干涸了 裸露在外的河床 也晒得开脸 凌晨仔细挑选一番后 最后选中了这个地方 走进城 大街上 无数人随意地躺在地上 还有一些人一动也不动 也不知是死是活 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腐败的味道 好 那就从这里开始吧 凌晨随手一挥 一座土石垒城的高台 凭空出现 矗立在空地上 脚步一点 凌晨飞到高台之上 凤 击 凌晨站在高台之上 高声喊道 同时拼命施展呼风换雨术 顿时 一股股微风夹杂 些许凉意 从远处席卷而来 同时 天空中的云朵 也开始滚滚翻涌 起风了 真的起风了 哈哈 老天爷 你真的开眼了吗 原本还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人们 纷纷站了起来 云 聚 随着凌晨的一声令下 天空中开始出现 大片大片的乌云 轰隆 轰隆 随着乌云不断聚拢 雷电在其中闪烁 震耳欲聋的雷声 惊动了整个满洲 打雷啦 打雷啦 你们看 是那位圣僧 是圣僧在给我们旗雨 这个男人往高台上一指 他们也注意到了高台上的凌晨 雨来 凌晨果断全力施展呼风唤雨之术 因为他不仅仅是 要在这座城市下一场雨 而是要让整个满洲下一场雨 也就是因为凌晨是天人静 换作是一般人 根本不可能做到 随着凌晨一声令下 乌云中的雨滴越来越重 渐渐地 先是一缕缕细细的牛毛细雨 紧接着 一滴滴痘大的雨滴从天而降 再然后就变成了一场倾盆暴雨 哈哈 下雨啦 真的下雨啦 无数百姓先是一愣 紧接着全部欢呼起来 这一场大雨遍及整个满洲 将原本汉拔遗留下的暑气 一扫而空 是说 你看下了好大一场暴雨啊 明爵和续杯二人站在雨幕中 明爵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这一场暴雨 不知道可以拯救多少百姓 感谢圣僧 救了我们性命 感谢圣僧 不知道是谁带头 顿时城中所有人都朝着凌晨跪下了 凌晨点了点头 就准备离开了 毕竟这里的事情已经做完了 咦 这是 就在凌晨准备离开的时候 忽然感受到一缕缕能量 不断朝着自己涌来 这难道就是怨力 想来我呼风唤雨 救助了一周百姓 所以他们感谢于我 所以才有如此怨力 凌晨只是略意思索 就明白了这些 可是 这些怨力有什么用吗 怨力一向神秘 稀有 凌晨现在也不明白 这怨力到底有何作用 但是忽然 这些怨力纷纷融入他的身体 消失不见 凌晨目光一挑 心中大喜 没想到 这怨力居然可以加快大日精神法修行 我吸收了汗拔精魄 大日精神修行到了第四层 再加上这些怨力 说不定可以突破到第五层 凌晨也不再分心 专心吸收这些怨力 修炼大日精神 片刻后 猛地睁开双眸 眼中闪烁出金光 浑身上下流露出一股莫名的气质 神圣高洁 衬托他宛若神明 大日精神 成功突破第五层了 劫火不能轻怨力 窥燃独四汗灵光 没想到 只是外出走了一趟 就有如此收获 看样子 以后倒是可以多出来溜达溜达了 凌晨心中欢喜 随即就离开了这里 虽然他离开了 但是有关他的传言 还是迅速流传了出去 天降甘霖 不是老天爷开眼 而是事 等于一位圣僧施法 求来了这场雨 这条流言 以灵和城为中心 飞快地扩散出去 许多人都选择了相信 千恩万谢 要为这位不知名的圣僧丽 一座庙宇 当然 更多则是不相信的 满洲边城 一家客栈内 荒庙 那些兔头和尚 最喜欢喜欢编故事了 吹法罗了 这话也就能骗骗那些 无知的老百姓 你们要知道 这满洲有多么大 那场大雨 可是下边了整个满洲 你别说是宗师了 就是大宗师 来了我也没有这个手段 一群江湖人士 闲聚于此 那假如出手的是 大宗师之上的天人呢 什么 那老子宁愿相信这场大雨 是老天爷开了眼 大发慈悲 一大汉站起身来说道 你们可要知道 当今世上大宗师之名 大家还略有耳闻 可是那传说中的天人之境 已经数千年没有出现过了 要不是流传下的古籍上面有记载 说不定大家都认为 这只是前人编造出来的 一旁角落里 明觉和须碑在默默坐在这里 明觉忽然问道 是说 你说这场大雨 真的是有人骑来的吗 这个嘛 应该是的吧 须碑犹豫片刻 不自信说道 他们二人一路上刚好路过灵河城 在听说那个传闻之后 就去详细打听一下 自然是见到了那座土石高台 须碑在那上面 隐隐约约感受到 一股浩大恢宏的佛门气息 虽然那位不知名的前辈高人 早已经离开了 但时隔数日 气息丝毫不减 可想而知 他的修为是多么的深厚 实力是多么强大 只是须碑想破了头 也想不到 如今九周之内 究竟有哪位佛门前辈 有如此修为 最后只能感叹 天下果真高手如云 不禁想到 此人如果是他们 大光明师的前辈就好了 第三十一章 明觉佛子 后山禁地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你们可曾听说 那大汉见众人一脸疑惑 大笑一声 卖弄地说道 那我就告诉你们吧 佛门圣事 万佛会就要开始了 众人闻言惊呼 万佛会要开了 不对啊 时间不是还没有到吗 这就不清楚 现在应该是提前了 那感情好啊 咱们还能去看看热闹 听说这场大会 好多高手都要去看看呢 一旁的明觉二人 闻言也是一正 随即丢下银子 迅速赶回寺内 阿弥陀佛 几位师弟 万佛会的请帖都看过了吧 近室内 大光明寺的高层 都已经到齐了 一封由黄金打造的书信 白金镶嵌的文字 摆放其中 方丈师兄 明明万佛会时机尚未到来 为何突然提前了呢 几位长老不解问道 此事我也不不知 只不过当今四大佛门中的 莲花干耶寺 大范寺都已经同意 我们及时反对 也无可奈何 哼 肯定是莲花寺的那些人 又在搞什么阴谋诡计 虚难愤愤说道 是啊 方丈师兄 以他们的奸诈手段 我们不可不防啊 其余几位长老也提醒道 虚此成因片刻 到时候我自然会亲自前去 只是现在 我大光明寺 还缺了一位佛子 诸位认为 谁来担任比较好 虚被闻言谋光一闪 站起身来 方丈师兄 诸位师弟 我推荐一人 明觉 他已经真正领悟了 怒目金刚的意境 如今已经突破到宗师之境了 紧接着 虚被就把明觉在 满洲发生的事情 都详细说了一遍 众人闻言心中大喜 这次有明觉在 这次万佛会大光明寺 绝不会像上次一样惨败了 虚此也是面露笑容 既然如此 明觉正式成为大光明寺 新一任佛子 就让他代表我们大光明寺 去参加万佛会吧 是 方丈 凌晨拿着扫帚 在菩提院慢慢扫地 想不到满洲一趟 收获居然这么大 大日今生 如今练到第四层 如来神掌 除了最后一识 其余我都可以任意施展了 如今 我的积累够了 到时 可以考虑考虑 要凝聚什么样子的法身了 凌晨心里默默想到 如果是其余人 自然不需要如此纠结 练得什么功法 就凝聚什么法身就可以了 但是问题是 凌晨会得功法和武技实在是太多了 可以凝聚法身的种类也太多了 他本想凝聚浮屠镇魔法身 但是想了一下 浮屠镇魔经最多不过修成天人 觉得其上限还是太低了 算了 如果到时候没有更合适的 那就凝聚浮屠镇魔法身吧 凌晨倒也没有很在意 毕竟天人竟对他而言 不过是个过渡版了 凌晨师兄 凌晨师兄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远处传来 正是从满洲赶回来的明觉 凌晨师兄 我从满洲回来了 我来帮师兄扫 说完 抢过了扫帚 一边扫地 一边开始叙叙叨叨 说起满洲的经历 凌晨看着他 也是点点头 以凌晨的眼力 一眼就看出 明觉已经突破到了宗师镜 而且已经完全领悟了 怒目金刚的意境 只要底蕴足够 日后突破到大宗师镜 只不过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心有慈悲闽视间 形若无畏就苍生 师兄 你在说什么 明觉动作很快 三下五除二 迅速将地面都扫完了 没什么 不过随口说说罢了 明觉也想起了自己来的目的 紧接说道 师兄 方丈让我做了什么佛子 还说要带我去后山的禁地 师兄 你要不要一起去 后山禁地 凌晨略一思索 也是想起来了 大光明寺传承千年 自然不会 只有如此抵御 传闻后山禁地 曾经是大光明寺祖师 神光罗汉闭关所在 他在其中留下了 诸多神功秘法 而往后历代高僧 都会进入其中学习修行 同时也会将自己的绝学和感悟留下 以待后世有缘人 我不过是 一个小小的杂役僧 我也能进去吗 凌晨忽然问道 他可是知道 如果没有达到宗师禁 是不允许进入后山禁地的 当然 明觉从容说道 方丈说我是佛子 有特权 可以随意带一个人进去 凌晨也没想到 佛子居然还有这个权利 也不知是不是须辞 为了明觉特意安排的 凌晨轻笑一声 好好好 既然是佛子大人亲自来请 我也不能不给面子 说完 就准备出发了 咦 奇怪 明觉刚准备出发 看见凌晨离开的背影忽然一正 他感觉 凌晨和当日那位暗中 指点自己的前辈身形有些相似 难不成师兄和那位前辈有关系 心里有些疑惑 还愣着干什么 我们走吧 好的 师兄 二人很快就离开了菩提院 沿着后 山小路一路前行 没一会就来到了一处 山林茂盛的所在 而须辞方丈和须碑长老 早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们了 见过方丈 长老 好了 不用多脸 随我来吧 须辞方丈走在前面 二人紧随其后 没一会就来到一处地方 此地竖着大大小小高矮不一的石塔 此地正是安葬原济僧人的石塔林 明觉忽然来到一座石塔面前 轻轻跪下 磕了三个头 凌晨一看 那正是埋着虚云舍粒子的石塔 也是走上前 微微躬身 以示尊敬 片刻后 几人穿过石塔林 终于来到了一处山洞门口 凌晨眸光一鸣 他在这里感觉到了一座极强的阵法 以如今大光明寺的实力 是不可能布置出来的 而且 此阵法和阵魔塔的阵魔大阵 颇有相通之处 布置手法也是相同 看样子 这也应该是大光明寺祖师遗留下来的了 阿弥陀佛 徐辞双手合十 念了生佛号 将手上的九环禅杖 轻轻向前一探 就如同将木棍插入水池一样 顿时泛起些许涟漪 凌晨感觉到这阵法之力 已经暂时消失了 第32章 佛子就是明觉 徐辞继续领着几人走了进去 同时说道 这里被祖师布下了重重阵法 唯有我手上的传承之宝 可以打开阵法 你们小心不要乱跑 以免被阵法误伤了 是 方丈 随着他们走得越发深入 渐渐地在山洞通道上 发现好多壁画和文字 这些都是历代前辈的武学和感悟 你们如果找到适合自己的 可以认真看看 徐辞对他们说道 大幅虎拳 降龙天长 问节三指 凌晨文言 只是粗略扫了一眼壁画 就没再继续看了 无他 壁画上的武学太低级了 和自己会的武学 完全没什么可比性 实在没有什么好看的 明觉也是 看了一会 就放弃了 一路继续向山洞深处出发 终于来到了一处巨大的石厅 最前方是一块巨大的石壁 上面刻着数幅奇怪的图形 壁画中的人形奇奇怪怪 手舞足蹈 急不着调 直面望去 顿时一股浩瀚宏大的佛意 扑面而来 忽然目光一闪 四周金光大起 分离在左右 正前方虚空中诞生一朵璀璨的金莲 一个胖胖的大和尚端坐其中 他满面笑容 眼睛眯成月牙 开口一吐 佛音缠缠 屡屡经文便飞跃而出 好似已经来到了极乐世界 凌晨冷哼一声 眼前的场景喷的一声 宛如玻璃怦然破碎 放眼望去 自己还在刚刚的石厅中 这周围哪有什么罗汉 金莲 刚刚自己差点陷入幻觉当中了 痴儿 还不醒来 徐慈大喝一声 这声音洪亮非常 正是佛门正统狮子吼 更夹杂着射敌仅有之效 明觉被这大和尚一惊 立刻醒了过来 凌晨也装作刚刚惊醒的样子 见到他们二人无恙 须辞这才开口解释道 这些壁画 是由我大光明四初代祖师所留 初代祖师修为通天盖地 虽然时隔日久 但留下的壁画中 仍然蕴含他老人家的佛意 若是潜心体会 自然进步匪浅 但你们修为尚浅 一旦不注意 就会沉迷其中 无法自拔 切记克制 几百年前就有一位前辈 沉迷于中 最后因走火入魔而圆寂 是 方丈 凌晨表面上说是 实则轻轻一笑 他刚刚也在壁画中 感受到了初代祖师的佛意 虽然的确说得上不错 但也仅仅只能说是不错了 和自己相比 那还是差远了 丁 检测到此地道运身后 请问是否要迁道 不错 这里既然是初代祖师的闭关之地 迁道的东西 应该是不差的吧 迁道 叮 迁道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地阶极品功法 六道轮回往生金 地阶极品功法 凌晨文言 心头狂喜 这已经是他目前 迁道得来最高等级的功法了 要知道 圣阶功法 就足以让人修炼到天人静 那在旗帜上的地阶功法 岂不是能让人修炼到陆地神仙 更何况 这功法 还是最极品级别的地阶功法 凌晨装作看不懂初代祖师的壁画 慢慢退回到了通道之中 四周无人时 凌晨便仔细查看起了这本地阶功法 半赏后 当看完了这本功法的介绍 凌晨心神震惊 久久不能平静 六道轮回经 此乃天寿 不由人传 相传古时 有一国名为尼婆 国名多贪多杀 多欺多诈 以杀为乐 其内牲畜暴力 直被奸诈 从而造下无边罪孽 忽的一天 一颗陨石从九霄天外垂直而下 正中尼婆国中 顿时天崩地裂 地洞山摇 血肉横飞 尸横遍野 除有一人不在国内 而幸免于难 当他回来时 刚好见此场景 心神大震 不由地懊恼不已 他认为 尼婆国中是触怒了上天 才受到了如此惩罚 流泪不止 惶惶不安 跪地不起 忽然一个抬头 只见原本的尼婆国 早已化为虚无 不过地面均裂的痕迹 树木倒塌之体 血肉横飞的模样 这些种种 会成了一个个清晰的文字 天克地会 那人看入了魔 连忙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 这便是 六道轮回网生经的由来了 但在那之后 那个人的身影 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了 凌晨不由地清吸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心情 根据自己的观察来看 此功法来历神秘 绝对不止表面上的 递阶功法那么简单 自己原本 还在以后犹豫 以后究竟要修炼什么法身 但是这功法来得及时 自己似乎不用再犹豫了 凌晨嘴角微微上扬 虽然他现在就很想转修功法 但是 毕竟自己还在别人的阵法内 还是小心谨慎一点比较好 与此同时 在山洞深处 明爵一个人盘腿坐在祖师壁画上 须悲望着他 忽然问道 师兄 你说明爵能够获得祖师的传承吗 不好说 不过明爵这孩子 已经是这几百年来 最优秀的弟子了 就在此时 祖师壁画忽然散发出微弱的金光 须此眼神一亮 激动不已 壁画亮了 这说明明爵有一定机会 可以得到祖师的传承 此刻凌晨已经回到了这里 刚好看见这一幕 见此 凌晨淡淡一笑 罢了 此物既然与你有缘 那我就帮你一手吧 言壁 屈指一弹 一股辉红的佛力 落入壁画之中 顿时祖师壁画金光大圣 连带着禁地中所有的壁画 全部都闪烁了起来 一时间 争相辉映 闪耀地让人睁不开眼睛 须悲急忙用手掌半挡住金光 眯着眼激动问道 师兄 这是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天生佛子吗 原来那个天生佛子 就在我们身边 只是我们一直没发现 如此震撼的景象 立刻引起了二人的疯狂猜测 不仅联想到 当初大光明寺上空佛祖显盛之事 当初他们找遍了整个大光明寺的附近 也没有找到任何蹊跷之处 没想到 那位佛子 就在自己身边 第33章 祖师清寿 六道轮回 过了片刻 山洞中的金光 缓缓退去 祖师所遗留的壁画 已经全部消失 石壁一片光滑 空空白白 唯有一个小和尚 盘腿端坐在壁画前 他全身上下散发金光 宛若黄金铸造而成 忽然 一声莫名的轻叹 凭空传来 一位甘瘦的老头虚影 慢慢浮现在明觉身边 他双臂过膝 耳垂之间 一副淡然模样 您 您是 祖师爷 是您老人家吗 虚慈身体一颤 激动得泪流不止 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大光明寺的历代祖师画像 都供奉在千佛殿中 其中最上方供奉的 就是初代祖师 虚慈身为大光明寺的方丈 自然是见过的 所以才会一眼认出来 初代祖师点了点头 淡淡说道 如今是何年月 骑兵祖师 如今是大景皇朝 太康42年 距离您老人家离开 已经过了3642年了 小僧就是现任主治方丈 虚慈 这位是我师弟 虚辈 初代祖师 看了虚慈和虚辈一眼 虚慈二人 感觉自己全身上下 都已经被看了个透彻 只听见他淡淡说道 千年岁月已过 大光明寺也衰落了吗 哎 成坏祝空 莫不如此啊 听见祖师这话 虚慈和虚悲 把头埋得更低了 脸色羞得通红 只觉得无颜面见祖师 虚悲这时急忙说道 祖师 你身边的那孩子 是天生佛子 请祖师指点他一二 咦 天生佛子 闻言 祖师侧头看了看明觉 不禁眉头一皱 在他的眼中 这孩子天资还可以 但也就是还可以的水平 哪有什么天生佛子啊 于是冷冷说道 出家人不打妄语 就在祖师颇为失望的时候 突然眸光一闪 不远处的一个年轻和尚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只是简简单单地站在那里 但是祖师看了一眼 就再也无法离开视线了 他身上的佛性实在太浓厚了 光明万丈 映照诸空 闪得让人睁不开眼 简直就是先佛转世 祖师内心震撼不已 喃喃自语道 若老僧之佛性 再仔细一看 那人身上的灰色僧袍 心中不禁怒道 这些不争气的子孙 如何将明珠丢弃 以木匣为宝 凌晨感觉到自己被人注视着 眉头一挑 知道自己被人看出来了 只是对着那老僧虚影 摆了摆手 竖起一根手指 放在嘴边 祖师虚影点了点头 示意自己明白了 拿摩弥陀佛 祖师念诵一句佛号 面带微笑 便缓缓消散了 这时候明觉也醒了过来 兴奋地说道 掌门方丈 须悲诗书 我好像得到了祖师的传承了 好好好 这说明祖师爷认可了你的天赋 二人立刻兴奋地看着明觉 越看越满意 他们知道 大光明寺的未来 就在这个少年身上了 此刻 凌晨也忽然发现自己脑海中 也多了一些功法和武技 不由地轻笑一声 看样子 祖师爷也没有后此薄笔 给我这个杂役弟子 也复制了一份 不过 这样我倒是欠了 大光明寺一份因果了 这老和尚倒真是狡猾 凌晨内心吐槽一番 不过倒也是欣然接受 毕竟大光明寺 现在和自己的半个家差不多 而且还是 自己的千道宝地 自然不会看他被毁掉 此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凌晨面前 正是须辞方丈 凌晨 在这禁地之中 你可有什么感悟 凌晨当然不能把自己 也得到祖师传承的事说出来 于是略微躬身达道 启禀方丈 弟子天资奴顿 悟性不足 这实壁上的武学感悟 都是以往高僧大德所留 实在太过深奥 弟子难以领悟 这样啊 虚慈叹了口气 略微有些失望 本还以为 明晨也能得到祖师的指点 但是想来以祖师眼光 没看上明晨 虚慈心里也明白 祖师的眼光何其之高 一位普通的杂役僧 又怎么会被看上呢 而且 明觉已经得到了 祖师的认可和传承 何必再多起贪心呢 虚慈脸上表情迅速变化 玄机拍了拍凌晨肩膀安慰道 莫要灰心 万事皆有缘法 若无缘不可抢求 等下你可持我手令 去藏经阁二楼 认取一门功法和武技 凌晨听后 露出欣喜的表情说道 多谢 掌门方丈 片刻之后 几人从禁地走了出来 须此给了凌晨一个令牌 让他自己去藏经阁 他们二人带着明觉 迅速离开了 凌晨拿了令牌之后 还是去了一趟藏经阁 选了两本比较大众功法武技 虽然以他的修为 完全没什么必要 但是若是被有心人察觉 还是挺麻烦的 一路无话 回到了自己的桃花灵中 凌晨有些迫不及待 从系统中取出 六道轮回网生经 轻轻放在眉心 开始沿袭起来 密集化为荧光 钻入自己的脑海之中 六道轮回网生经的奥义 在自己眼前缓缓流显 不多时 凌晨忽然睁开双眸 大笑一声 妙啊 妙啊 这功法果然不同凡响 蕴含六道轮回之力 若能练到极致 可不死不灭 超脱轮回 执掌轮回 此功法修炼难度颇高 成为天人 也只是刚刚到达 修炼此功法的标准而已 而且最为奇特的是 修炼六道轮回网生经 可以凝聚出 六种不同的法身 一般而言 一个人在天人境 能勉强凝聚出一个法身 就已经是不得了 更何况说是两个法身了 但是 凌晨现在 可以同时凝聚六个法身 分别是 天人 阿修罗 人间 恶鬼 畜生和地狱 这六道法身各具特色 而且 如果全部凝聚而出 能流转轮回 只强上百倍 对此 凌晨虽然已经早已 提前有了心理准备 但还是被此功法的 强大震撼到了 于是 便盘膝端坐 迫不及待 仔细修行起来 第34章 众人震惊 景帝暴怒 正当凌晨安心修炼 六道轮回网生经的时候 外界天空中 突然出现无数诡异变化 一幕幕其异的场景 在天空中争相辉映 互相变换 一些穷凶嫉恶之人 忽然变成牲畜 被人宰杀 或是心怀善意之人 升上天界 自由自在 一片祥和 又或是在无边地狱之中 设下无数小地狱 无数人在刀山火海 石墨油锅中 受尽煎熬 此番重重 变化无穷 如此宏大的景象 立刻引起了无数人的注意 极北的一片黑山中 一个个浑身湿气的人影 从地下蹦了出来 各个面露恐惧 西方一座大雪山上 金碧辉煌的寺庙中 正在修行的大和尚 看着天上天界 露出神网之色 市井茶楼中 一说书人仰望天空 陷入深思 南方满洲之地 当初的血魔教 副教主冯林和无影 正在商论什么 他们也感受到天空的变化 立刻飞了出来 看着天空中诡异的模样 无影眼神流露出一丝忌惮 这是 六道轮回 是谁有这么大的能力 弄出这种景象 冯林面色难看 有些恐惧说道 该不会和那奇雨的家伙有关系吧 自从当日 满洲莫名其妙 下了一场大雨后 他和无影 也去灵河城查探了一番 只是在那高台之上 感受到一些莫名的气息 其他就没有任何发现了 不可能 无影大手一挥 要让满洲下这么大的雨 绝非人力可为 冯老弟你出身太浅了 所以才看不真切 容易被这些外相所迷惑 老哥说得对 老弟受教了 冯林知道无影来历神秘 知道的要比自己详细得多 既然他都这么说了 那奇雨之事 绝对是虚妄 无影老哥 这天空中诗 依我看 定是佛门那些秃驴稿的鬼 佛门 没错 说不定他们是得到了 什么了不得的秘宝 无影语气肯定般说道 紧接着又说道 好了 现在整个满洲 已经落在我们手上了 攻城掠地的事情先缓缓 我听说那些兔驴聚在一起 要搞什么万佛会 冯林想了想说道 的确如此 就在两个月后了 文言 无影哈哈大笑 喜笑颜开 好好好 平日里 怕他们都跑了 现在等他们聚在一起 刚好把他们都一网打尽 冯林神色一动 在旁提醒道 无影老哥 这些和尚还是有些本事的 我怕到时候 只有我们二人 而他们人多势众 我们恐怕要吃亏啊 无妨 无影毫不在意 就要说道 不妨告诉你吧 我来自海外大派五行山 什么 冯林也是大吃一惊 他知道 无影来历神秘 但是没想到 他居然是来自海外的大势力 要知道 海外的每一个势力 都是庞然大物 超然物外 可比他们这些小宗门 强得多了 顿时变了脸色 恭敬道 原来大人是五行山的高徒啊 怪不得少年有为 有龙凤之姿 无影听了此话 也是神色得意 傲然道 等一下我先回去 将我师父请过来 到时候把那些和尚一锅端了 取得了这件衣宝 献给他老人家 说不定他老人家一高兴 就收你 做个记名弟子 冯林文言大喜 立刻单膝跪地 没想到 大人居然如此为我着想 若大人不嫌弃 冯某愿意拜为义父 好了 结拜的事就先免了 我先赶回宗门 这里你先按兵不动即可 记得 仔细监视那些和尚 说完 无影立刻腾空而起 向着东方就飞去了 大景黄都 景帝陆敬元 难得再次召开朝会 你们这帮饭桶 要你们有什么用 碰 精美的茶碗 被狠狠地摔在地上 陆敬元神色铁青 大口喘着粗气 蛮州三十万兵马 外加一位巅峰武道宗师 居然全军覆没了 让一群魔道妖人 跳梁小丑 占据了蛮州 寡人养你们 是干什么吃的 下方 闻五百官都静若寒蝉 全都不敢出声 很明显 景帝正在气头上 他们可不敢自找没趣 陆敬元目光冰冷 看着大皇子陆郎 问道 陆郎 朕派你去镇灾 结果事情却变成了这样 你有什么解释 启禀父皇 陆郎急忙跪下解释道 元血魔教副教主冯林 成功突破到了大宗师 外加还有一位 不知姓名的大宗师 二人联手 袭击了镇南城 石开将军不慎陨 金锐三十万大军沦陷 请说尔陈无能 此话一出 顿时在朝廷引起一片哗然 他们只是知道满洲沦陷 却不知道 居然是两位大宗师同时出手 要知道 任意一位大宗师 在江湖宗门中 都能担任顶梁支柱 有没有大宗师 就是顶级势力 和一流势力的差距 目前就算是皇室 也不能如此豪气 听闻此言 景帝面色一变 语气也缓和了下来 既然有两位大宗师出手 那满洲之事 你也尽力了 先起来吧 多谢父皇 陆郎站起身来 同时说道 启禀父皇 儿臣还有一件事 要汇报 虽然魔教中 有两位大宗师 但按道理来说 也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 占领整个满洲 所以儿臣怀疑 在朝中有魔教的艰险 什么 陆敬元用力一拍 啪 整个龙岸 被镇成了碎片 陛下息怒啊 陛下息怒啊 闻五百官见景帝 是真的发了火 全都慌忙跪下 景帝目光冰冷 丁卓陆郎问道 是谁在勾结魔教 户部侍郎旁扬 镇南军先锋科东 陆郎陆陆续续 爆出了一串名字 其中有些是真的勾结魔教 但更多的 则是三皇子陆恒的党女 他知道 陆敬元最恨别人背叛他 所以必然勃然大怒 他也可以趁此机会 削弱三皇子的势力 当然 陆郎倒是想直接扳倒陆恒 只不过他尾巴很是干净 没有直接的证据 是无用的 来人啊 将这些人全都拖出去 凌迟处死 陛下饶命啊 陛下 冤枉啊 饶命啊 不一会儿 外面就传来一声声凄惨的叫声 听得大殿中的众人都浑身胆寒 陆敬元看着陆郎 语气柔和 王儿 多亏了有你 不然朕还被这些奸人蒙在鼓里 父皇 这些事儿臣应该做的 陆郎说完 同时眼神瞟了一眼旁边的陆恒 第35章 无望之灾 上门找茬 陆恒知道这是陆郎在挑衅自己 也明白 若是自己不做些什么 手下的人可能会放弃对自己的支持 于是上前一步 恭敬请命 父皇 而陈愿意领兵南下 为国出征 收复蛮洲 哈哈 我儿有此心 震身得安慰啊 景帝略感欣慰 不过立刻画风一转 两位大宗师执掌蛮洲 就算你带再多的兵马去讨伐 也不过是平白送死罢了 蛮洲的事 你们不用再提了 是 文武百官齐声答道 他们明白 景帝这是打算放弃蛮洲了 不过这也是情理之中 一来那里山高地远 没什么价值 二来 如今魔教两位大宗师坐镇其中 硬要讨伐 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事情解决 就在百官以为景帝准备退朝 好安心享乐的时候 景帝忽然问道 左丞相 听说万佛会要提前开始了 启禀陛下 四大佛门中的莲花干耶寺 大范寺宣布提前开启万佛会 水月庵和大光明寺也没有反对 时间就在两个月后 地点选在中州的凤法山 景帝倾笑一声 身上的肥肉都抖动起来 好 既然如此 赵公公 你就和兰儿 兰儿走一趟吧 记得不要丢了皇家威严 遵旨 一道细言细语的声音传来 赵公公 众人心中也是一惊 据说这位赵公公 是伺候过三代皇帝的老人了 一身修为高深莫测 虽是太监 但是地位却是和一般王侯等同 往日中 一直暗中守护在景帝身边 没想到 这次景帝居然将他派出去了 而且 最近天上出现的奇怪的场景 怎么看都和佛门有关系 看来陛下 对这次万佛会 很是重视啊 青州 大光明寺 静室内 方长师兄 这次万佛会 还是不要让明爵参与了吧 明爵虽然是天生佛子 但毕竟年幼 何况莲花干耶寺居心叵测 我担心他们知道明爵身份之后 会对他不利 是啊 方长师兄 大不了这次万佛会 我们大光明寺隐远一下算了 反正也输了那么多次了 也不差这一次 只要明爵成长起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几位长老议论纷纷 各自发表几件 自从三日前 天空中出现那些异象后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 了不得的佛门一宝出世了 那这一宝 最有可能落在谁的手上呢 四大佛门马上就受到了怀疑 现在四大佛门 每天都被无数双眼睛盯着 其中 大光明寺最近也来了不少心怀不轨之人 施主 山门已闭 你不能硬闯啊 滚开 碰 山脚处 看守山门的弟子被推倒在地 一大群人向着大光明寺而来 最前面领头的两人 分别是一位青年公子 还有一位白发老者 阿弥陀佛 如此大的动静 立刻惊动了进士忠议会的众人 他们瞬间赶到了现场 武僧怨怨手续难脾气暴躁 立刻踏出一步 纷纷问道 几位砸我山门 伤我弟子 是何用意 白发老人向前一步 挥手制止众人 开口介绍道 在下要尸骨 白石 这位乃是护国公的小公子周延 话音刚落 须此眉头一皱 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麻烦 要尸骨字如其名 骨中弟子多半以炼药为生 虽不善于战斗 但是各个医术高超 许多势力都受过他们的恩惠 所以 这么多年来 可谓是积攒了无数人脉 而护国公背靠朝廷 而且据说他老来得子 对自己的儿子自然十分宠爱 白石见虚慈脸色难看 也是哈哈一笑 虚慈方丈 我等拜访宝刹 意欲何为 你们也应该知道 何不行得方便呢 虚慈双手合十 淡淡答道 几位施主 若是为了所谓的佛门一保而来 那便请回了 大光明寺没有那种东西 周延神情巨傲 冷哼一声 方丈 有没有东西 可不是你说了算 你让我们进去查看查看不就行了 此话一出 大光明寺众人都怒视着他 这简直是 不把大光明寺放在眼里 方丈万万不可呀 万万不可呀 虚慈眉头紧锁 心中十分纠结 白石倾笑一声 方丈大师 就算大光明寺 身为四大佛门 但是不可能同时得罪药尸骨 和护国公吧 唉 虚慈叹了一口气 背影落迹 好似老了几十岁 缓缓说道 大光明寺 不是给你们撒野的地方 一声怒喝传来 打断了虚慈的话 众人寻声一看 一个年轻和尚 火速飞了过来 明觉 你怎么来了 掌门 我已经将祖师的传承都领悟了 特意赶了过来 好 甚好 小和尚 你敢打断我的话 周延见眉一条 面色不悦 明觉双手合十 不卑不亢说道 大光明寺 没有诸位施主要找的东西 诸位请回吧 虚慈 这是你们大光明寺的意思吗 周延面色阴沉如水 虚慈看着虚悲等人 互相点了点头 义正言辞说道 佛子的意思 就代表我们的意思 就代表大光明寺的意思 周延目光冰冷 准备招呼人动手 一旁的白石忽然拦住了他 指了指周围 刺激而动的众多武僧 公子 这里毕竟是别人地盘 他们人多势众 打起来对我们不利 周延虽然狂妄 但是也不傻 马上也冷静下来 虚慈方丈 我父亲可是对你很是钦佩 改日定亲自来走一趟 阿弥陀佛 如果护国公亲自前来 大光明寺定将扫踏相迎 周延冷哼一声 转头就走了 白石也露出悠悠神色 看着明爵 希望几位大师日后不要后悔 我们在两个月后的万福会上再见 说完也转身离开了 其余人见领头的都走了 也没了底气 各自散去了 见人都走完了 明爵想到白石望自己的眼神 忽然躬身说道 方丈 几位师叔 我是不是太冲动了 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须慈摸摸了明爵的脑袋 和爱说道 不 明爵你做得很好 老纳今天差点就败坏了 大光明寺的千年声望 多亏了你啊 其余几位长老 也是看着他点了点头 明晨师兄 你说我是不是太冲动了 虽然方丈他们都认可了我 但为什么我内心有些不安呢 事情结束后 明爵马上就跑到明晨这里来了 第36章 何为佛子 宗师榜单 凌晨虽然没有去山门口 但是早已经知道了一切 心里略微有些小尴尬 毕竟这飞来的无望之灾 根源还在自己这里 本来想着直接出手的 没想到最后倒是不需要了 于是 凌晨笑道 你维护了大光明寺的威严 又怎么能说是坏事呢 至于你说内心不安 这反而是件好事 好事 是啊 你有这样的不安心情 这说明 你在担心大光明寺的其他人 你不仅仅是 为了自己而考虑 所谓佛子 并不仅仅是一个职位 而是一种责任 可能你自己都没有发觉 但当你有了这颗心 那你已经是位合格的佛子了 一种责任 明爵似乎领悟了 什么小声呢喃 不一会 明爵眼神一亮 我明白了 多谢师兄 凌晨只是点点头 心中吐槽道 只是为了点鸡汤而已 要是我把前世感恩大师 演讲的水瓶拿出来 那还不让你哭死啊 明爵看着凌晨 越看越觉得神秘 师兄好像什么都懂 什么都在意料之中 没有什么能难倒师兄 难道师兄和那位前辈有关系 明爵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难道师兄 是那位前辈的弟子吗 对 一定是这样 师兄不和人说 一定是有他的原因 就像前辈不让我说出去那样 明爵感觉自己 看破了凌师兄的秘密 急忙起身 师兄我先告辞了 然后就急匆匆地离开了 凌晨看着明爵奇奇怪怪的 摇了摇头 也不再管他 心念一动 忽然自己身后浮现一缕缕红光 还夹杂着浓郁的血腥之气 渐渐地 一个身形在慢慢形成 片刻后 一个高有二十丈口声獠牙 长有四臂的人形怪物 出现凌晨身后 这正是凌晨修炼 而成的六道法身之一的修罗法身 阿修罗在传说中是堕落的天人 最是暴力好怒 骁勇好战 所以 凌晨才会优先选择凝聚修罗法身 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 虽然这具修罗法身 刚刚凝聚就有了二十丈之高 比起大光明四祖式的八丈法身 要高得多了 但这还不是他的极限 按照六道轮回网生经的记载 这修罗法身极限 应该高有百丈 三头六臂才对 不过 凌晨现在毫不在意 毕竟自己转修时间还短 这修罗法身 也不过就这两天练成的 练不到极限是应该的 若是随便练练就到极限了 那自己反而怀疑 其他是否真的有那么强大了 两个月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 万众瞩目的万佛会 终于要召开了 大光明四中 虚慈留下几位长老守护寺庙 亲自带领部分优秀弟子 前往中州准备去参加万佛会 方丈师兄 这次万佛会恐怕是危机重重啊 在路上 须悲小声说道 风雨欲来啊 到时候 如果真出了什么事情 你立刻带着明觉先走 我来帮你们争取时间 虚慈陈英说道 其实他们二人 本不想让明觉参加万佛会的 但当明觉知道后 强烈反对 表示自己是大光明四的佛子 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 虚慈等人既感觉到欣慰 又很是担心 最后还是决定 尊重明觉的选择 带上他一起来 因为害怕此行危机重重 所以虚慈他们 特意只选取了几位优秀的弟子而已 就是以防全军覆没 大光明四传承断绝 一路无话 很快一行人就来到了中州 也是本次举行万佛会的所在的地点 凤法山 此刻虽然万佛会还没有开始 但是已经有了不少 江湖客来到这里 甚至于 有不少聪明的商贩 在山道两旁 摆起了摊子 高声叫卖 瞧一瞧看一看嘞 上好的神兵利器 中州浮光寺大师 亲自开光过的法器熬 只卖有缘人 最新的情报 全都是最新的 叫卖生此起彼伏 明觉他们这些弟子 平时久居山寺 哪里见过这么热闹的场景 马上就被吸引了目光 久久一不开眼睛 虚此见此也是轻笑 好吧 你们自己先去逛一逛吧 不过切记不要惹事 不可护卫 不要跑太远了 等一下我们在前方的那个茶楼里集合 是 方丈 几个弟子应声答道 马上笑嘻嘻地跑开了 虚此见他们如此 到底是孩子心性 轻笑着摇了摇头 来到茶楼外 发现一大群人 早已经围在这里 议论纷纷 走近一看 他们都望着墙上悬挂的一张告示 全新出炉的宗师榜 哇 没想到天下间居然有如此多的高手 是啊 要是没有这宗师榜 我还真不知道 宗师榜 虚此也是心中疑惑 走进去看了一回才知道 原来这宗师榜 乃是不知何人所编 上面记载了九州之地 最为顶级的百位宗师高手 宗师榜第五名 把刀门获齐 修为 宗师巅峰 宗师榜第四名 大光明四虚此 修为 宗师巅峰 宗师榜第一名 护国公州郑青 修为 半部大宗师 虚此二人等人 原本对这所谓的宗师榜单 并不感兴趣 只是认为 不知是何方 萧小引人注目 胡编乱造的玩意 须知 天下高手和气之多 谁又有能力 将他们一一排名呢 但是仔细一看 发现上面描述格外详细 对各家各派 支支甚强 不由地赞叹一声 方丈师兄 你看你也上榜了 须悲指着宗师榜 有些兴奋 能在天下间 这么多的宗师高手中 位于前列 足以说明 虚此的实力了 大光明似的方丈 看到的东西 要比须悲远很多 师兄 为何叹气呢 须此缓缓说道 江湖之人刀尖填血 最在乎的不过两样 名与利 现在有了这宗师榜 恐怕接下来 又会有什么先天榜 后天榜 到时候 江湖之中 人人争前恐后 互相攀比 恐怕又是不得安生了 须悲这才反应过来 那这安排榜单的人 真是不怀好心啊 第37章 霸刀获奇 各方道场 张老三 你看你那歪头歪脑的样子 也配排在我正妻的前面 我呸 排你前面咋了 老子纵横江湖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 在哪里玩尼巴呢 找死东西 吃老子一拳 明觉带着那些弟子 闲逛回来 刚刚来到茶楼 准备和方丈他们会合 就看见了这一幕 你们快过来 众弟子听见须悲的呼唤 急忙靠了过去 是说 这二人这是怎么了 唉 争名夺利尔 须悲仔细给他们 讲了讲武道榜单之事 明觉听完 也是心中一惊 猛地说道 不好了 方丈 我刚刚在那边看到一个 背着大刀的汉子 现在他好像 向我们这边来了 话音刚落 一股强悍的气息扑面而来 直接将围观群众 包括正在争斗的二人 都震飞了出去 形成一道通行大道 明觉眉头一皱 跳往过去 只见一位五大三粗 背着大刀的光头男子 迎面走来 他站在那里没有说话 但是他那一身霸道的刀器 就足以说明他的身份了 他是霸刀门的霍旗 宗师榜上排位第五 马上 一旁的围观群众 有人认出了他的身份 惊呼了起来 你们看那位 肯定就是大光明寺的方丈 虚慈了 怪不得 虚慈在榜单上排名第四 比霍旗高一位 霸刀门的人最是霸刀 所以这是来挑战了吧 围观之人议论纷纷 消息迅速传了出去 宗师榜前五的高手 要大战一场 马上就吸引了无数江湖客 纷纷汇聚在这茶楼附近 师兄 这可如何是好啊 对面来者不善啊 虚慈也没有办法说道 既来之则安之吧 说完起身走出茶楼 来到外面 向着霍旗言道 所谓排名不过只是虚妄 若是施主想要 那就拿去吧 老僧识不想和 他话还没有说完 霍旗已经将大刀握在手上 竖起一盏 一道锐利的刀器直批而下 虚慈轻轻侧身 完美避开 轰隆 整个二层茶楼 从中间被批成了两半 轰然倒下 而等住手 忽然 一道人影落在二人中间 隔开了他们 那人剃了光头 披着白色袈裟 容貌清秀 正是水悦安的新任住持 应悦和尚 今日 是我佛门圣士 不得妄动干戈 霍旗 在别的地方 你想怎么打 我们不会管你 但是今天在这里 不行 与此同时 又有好几位佛门和尚 也站了出来 霍旗虽然霸道 但是也不鲁莽之徒 心中明白 若是被这么多高手围攻 恐怕也是不好走 冷哼一声 将刀收了回去 离开了这里 多谢 诸位佛门同道前来相助 虚慈对他们一一道谢 虚慈方丈不必如此 同为佛门中人 相互扶持本是应该 应悦和尚淡淡回道 其余几位高僧 也点头说是 虚慈方丈 万福大会在山顶举行 请随我来 说完 应悦和尚领着虚慈 向山上走去 在路上 应悦和尚忽然问道 不知方丈大师 对密法咒印有何看法 虚慈闻言 心中一惊 大概猜到了应悦的心思 猜测应悦应该是知道 上任水月安掌门 是死于密法咒印了 于是说到 莲花甘烟寺的独门手段 杀人于无形 十分歹毒 应悦和尚点了点头 我寺上任掌门 就是死于此数 虚慈方丈不可不防啊 多谢大师告知此事 应悦和尚见虚慈反应不大 心里猜测 大光明寺 可能早已知道此事了 不由的暗自心想 大光明寺 果然还是传承悠久 抵运身后 可惜我水月安 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玄机说到 方丈大师 莲花寺和大范寺结为同盟 已经不是秘密了 莲花甘烟寺野心勃勃 所图极大 你我两家单打独斗 绝不可能是他们对手 不如结下联盟如何 须此文言也是露出笑容 老那也正有此打算 没想到和大师 想到一块去了 正好 正好 二人慢慢向着山顶走去 同时商量着结盟的一些细节 凤法山 此山的面积很大 奇妙的是 山风好似被一把剑削过一样 十分平整 佛门也是看中了这地方宽敞 足以容纳众多的江湖舞者 而且地形十分合适 所以 选择才在这里举行万佛大会 大光明寺众人随着人群来到山顶 这上方早已经修建好了 观战用的各种建筑 中心则是一座巨大的演舞场 等下用于接下来的论舞比赛 凤法山上 现已经汇聚了无数江湖侠客 到处都是一幅热闹场景 而莲花甘烟寺和大范寺的人 早就已经到了 占据了最中心东道主的位置 虚慈和应悦等人身为四大佛门 自然也是 这场大会的重要人物 便选择了靠前的位置 谢老哥 没想到你也来了 哈哈 李老弟 你不是也从燕州那么远的地方 赶过来了吗 哈哈 坐坐坐 渐渐地随着时间流逝 越来越多的舞者赶了过来 一声尖细的声音响起 大皇子 三皇子驾到 两辆滑贵的马车停了下来 大皇子路郎和三皇子路横下了车 也被人请上了高台落座 你们看 是大皇子和三皇子 这两位皇子居然一起来了 这可真是少见啊 是啊 没想到 皇室对这万佛会这么重视 见到皇室来人 须此等人也是神色一宁 当然让他们震惊和警觉的 不是大皇子或是三皇子 而是他们身边那个不起眼的老太监 虽然他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是两位皇子对其理竟有加 而且他的一举一动浑然天成 绝对是了不起的舞蹈高手 记住 等下最好不要和皇室之人起冲突 映月和尚对着弟子吩咐道 其余但凡有点见识的高手 也是小生对着弟子们叮嘱着 没过一会 又来了两伙人 其中一伙人领头之人身有八尺 一张国字脸 不怒自威 正是护国公周郑青 他身后那位自然是周延了 而旁边那伙人 巨是一身白衣 领头之人须发皆白 正是当初要尸骨的白石 这两伙人相聊甚是融洽 很快就被人请上了高台 只是他们在看见大光明寺众人的时候 明显冷笑一声 虚子等人也是无奈摇头 方丈 他们和贵寺有过节 映月和尚见此情景问道 于是 虚子就将当日的事情 详细说了一遍 映月和尚听了也是叹了口气 看着明觉 他也不知道 若是自己遇见这种事 会选择怎么做 但是 如果有这么一个维护自己宗门的人 自己一定会很欣慰 第38章 一眼杀敌破塔而出 与此同时 东海海面上 两个身影在急速赶来 那老者开口问道 乖徒儿 你说的佛门一宝 可是真的 师父 弟子怎么敢欺骗你老人家 弟子说的句句属实 此事人尽皆知 随便找个人问问就知道了 这二人 正是从海外五行山赶来的无影师徒 无影心中冷笑 这老东西果然还是谨慎啊 果然是人越老 胆子越小 不过这佛门秘宝却是真的 我就不相信你不心动 随即恭敬地说道 师父 弟子已经派了一个人 先去打探情报了 那些和尚正在聚在一起开大会 这次 把他们一网打尽 省得我们一个个去找了 大光明寺 虽然明觉 他们去参加万佛会 带走了部分弟子 但是寺内剩下的弟子 仍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该巡逻的巡逻 该念经的念经 此时 一个弟子悄悄咪咪地来到镇摩塔赴 静 自从上次 凌晨灰直补阵之后 镇摩大阵就已经什么完善了 因此 大光明寺就没有派人 再对镇摩塔进行看守 所以 这名弟子 也是很容易就靠近了镇摩塔 哼 无影那家伙 想让我去当炮灰 我怎么可能那么傻 此人眼底留出一丝讥讽 他正是易容过的冯灵 只要我就出血魔圣子 从他身上拷问出血 和天魔宫的完全版 这天下我何处去不得 原来冯灵原本信心满满 自信一定可以突破到大宗师 但是等到最后的关键时候 他才明白 当初杨教主传他的血和天魔宫 根本就不是完整版 所以现在冯灵根本就不是大宗师 只能勉强称为 半步大宗师罢了 无影自然是看出了他的情况 所以才扬言 可以让冯灵败入五行山 对此 冯灵也是呵呵一笑 这话大饼的手段 我可是太熟了 想让我血魔教主 给你五行山当牛做马 还是下辈子吧 说完 从怀中取出一根暗红色的尖钉 上面流露出一股诡异 疯狂的气息 脸上浮现一丝不舍神色 一咬牙 立刻将尖钉刺向阵法 哼 这是我在某处秘境得来的破阵钉 专门用来破除各种阵法 不过可惜这宝贝 只能用这最后一次了 不过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如果能得到完整的血和天魔功 这都值得 我就不相信 就区区的阵魔大阵 能挡住我的宝贝 此刻那没诡异的尖钉 已经完全融入阵法了 冯灵知道 破除阵法需要一些时间 而越是高级的阵法 需要的时间就越多 所以他才会成大光明示的人 去参加万佛会 偷偷潜入进来 就是为了自己的计划 不会被人打断 眼看阵魔塔的阵魔大阵 逐渐地虚幻起来 冯灵心中大喜 喃喃自语道 快了 快了 嗯 不错 的确是快了 一道复合声 突然在冯灵耳边响起 好似平地中一声惊雷 立刻吓了他一大跳 谁 是谁 马上警觉地查看左右 同时他心中震撼不已 要知道 他为了预防意外情况 特意在这附近 布置下了阵法 而且 虽然自己不是真正大宗师 但也不是一般的宗师 可以相比的 但是现在 却有人可以在自己 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来到自己的身边 这岂不是 说他如果偷袭自己 自己毫无察觉 冯灵不由地冒出一身冷汗 你是在找我吗 下一刻 一个穿着灰色僧袍的小和尚 就出现在他眼前 来人自然就是凌晨了 当有冯灵悄悄潜入大光明示的时候 凌晨就已经感觉到了 只不过想看看他想干什么 所以才没有制止他 冯灵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望着面前的青年和尚 试探性问道 小和尚 刚刚是你在说话 不然嘞 除了我 还会有谁 冯灵看着凌晨忽然哈哈大笑 小家伙 你以为你骗到了我 你能有多大年纪 我看你毛都没长齐吧 快把你师父叫出来 不然让你好看 凌晨也是一阵无语 为什么都没人相信自己说的话呢 冯灵见他不说实话 神色大怒 好 看我把你这个徒弟杀了 看你处出来 严毙 立刻运转血和天魔宫 滔滔血气喷涌而出 将整个阵魔塔附近 全部笼罩住了 哈哈 这是本教主的泄河 任何人在其中 都会被化成浓血 我看你如何逃脱 凌晨见此清静也是叹息一声 你练习这门魔宫 吸了不少舞者精血吧 哈哈 怎么样 是不是知道怕了 冯灵得意大笑 等我把你化成一滩浓血 看你那师父陷不陷身 受死吧 滚滚血气化作长河 冲向凌晨就去了 然而 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冯灵瞪大了眼睛 简直是不敢相信 那浓郁的血气 当靠近凌晨三丈的时候 直接凭空消失了 不是被抵挡住了 而是完完全全地消失了 这怎么可能 冯灵大惊失色 他现在就是再唇也明白了 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和尚 是一位隐藏的高手 大宗师 他一定是大宗师 传说中 只有大宗师 才有恢复青春 烦恼回同的能力 冯灵内心被恐惧填满 要是早知道 大光明寺中隐藏着一位大宗师 就算是打死他 他也不敢来了 圣僧 请饶命啊 冯灵嘴上说着求饶 立刻施展逃脱秘法 血合顿 想要直接逃走 现在才想着求饶 晚了 凌晨一动不动 只是看了冯灵一眼 目光化为金刚神力 一击挥出 冯灵飞在空中 拼命想要躲开 但是却毫无办法 这一击正中他的后心 砰的一声 整个人爆炸开来 碎成漫天的血雾 连一点渣都没有了 然而 就在此时 整个镇魔塔突然颤动起来 镇压宝塔的镇魔大阵 轰然破碎 砰 镇魔塔的大门 被轰成了碎片 一道黑影 宛若一道流光 迅速从塔里飞了出来 我终于自由了 我终于出来了 咦 咋得 怎么就只有你一个人 凌晨本以为 这镇魔塔少说的 有数千年的历史了 按道理来说 应该关押了不少魔头才对 结果 等了半天 也就跑出来一个人 颇为失望 属实是没意思 那黑影听见凌晨说话 先是一愣 但随即大笑起来 小和尚 你可还记得我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凌晨看了看他 忽然一拍脑门响起来了 你就是哪什么 血魔圣子 你还没死呢 血魔圣子露出猙獰的笑容 我们还真是有缘 我是没死 接下来死的就是你了 放心 你不会一个人 孤独上路的 第39章 血魔圣子 一掌灭杀 小和尚 你是不是很好奇 镇魔塔中那么多的人 都去哪里了 为什么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血魔圣子眼里 流露出一丝疯狂 他们都已经被我吸收了 也多亏了他们的无私奉献 终于助我打破了极限 说完 血魔圣子双手一挥 浑身的滚滚魔气 如婉如狼烟 直冲上云霄 这下子 立刻惊动了 留守大光明寺的诸位长老 不好 镇魔塔出事了 赶快都随我来 通知众弟子 远离镇魔塔 留守的虚苦 虚难 虚念等人立刻就赶到了 镇魔塔异常 迅速赶了过来 一来就看见了 半空中的恐怖的人影 不好 这是血魔圣子 他怎么会逃出的 虚苦等人看见那黑色的人影 心中大惊 血魔圣子 当初是他们的师父 上任方丈亲自几百 关押在镇魔塔中的 但是没过多久 师父就伤中原计了 血魔圣子杀人无数 喜怒无常 他又被关押了这么久时间 现在逃了出来 肯定要血洗大光明寺 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仇恨 师父早已原计 方丈师兄又不在寺内 现在有谁可以阻止他呢 虚苦面色难看 眼里流露出一丝绝望 一黄眼 忽然看见了 凌晨 立刻大声喊道 明尘 你赶快离开这里 带着剩下的所有弟子下山 去中州找掌门方丈 告诉他这里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顶着 几位长老互相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眼里透出绝绝之色 他们今天就算是牺牲性命 也要阻拦住血魔圣子 小和尚 原来你叫明尘啊 哈哈 你们今天谁也别想走 都给我留下吧 血魔圣子狂笑一声 同时施展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笼罩住大光明寺上上下下 包括他们这些长老在内 所有弟子 这是全都感觉到 一股沉重的压力 全身像是陷入淤泥一样 动弹不得 这是 这股力量 绝对不是宗师可以拥有的 你是 你是大宗师 虚苦面色惨白 瞳孔一缩 他心里明白 血魔圣子 已经突破了大宗师的话 就算是掌门师兄 也不是他的对手了 哈哈 我能突破大宗师 这还是要多亏你们大光明寺啊 这镇魔塔千百年来 不知道关押了多少舞者 他们有强有弱 有生有死 不过现在他们的无用身躯 已经被我吞噬 我是多么仁慈啊 在那暗无天日的监狱中 帮他们完成解脱 收了一点点利息 不过分吧 闻言 虚苦等人只有苦笑 没想到 我们把他关入镇魔塔 反而是成全了塔 这下 我们真成了大光明寺的千古罪人了 好了 我该怎么报答你们大光明寺的恩情呢 不妨就从你开始吧 血魔圣子看着他们痛苦的表情 心情大好 行了 你差不多得了 一道声音悠悠传来 同时 一道人影缓缓走近 正是凌晨 只见他不紧不慢 一步踏出 环绕在他身边的威压 层层破碎 只是朝向虚苦等人望了一眼 目光一挑 那股控制他们的力量 也轰然破碎 虚苦等人感到浑身一松 动了动恢复自由的身体 看着凌晨不可思议道 明晨 你 想了半天不知道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血魔圣子目光一宁 开始认真看着这个 原本不起眼的小和尚 你究竟是谁 大光明上司 何时有你这么厉害的高手 刚刚凌晨十分轻松 就破开了他的控制 显然不是一般的高手 不过随即一想 自己身为大宗师 怎么可能会输给一个小和尚 马上语气一变 装神弄鬼 给我死来 明晨 快跑 虚苦立刻就要冲上来 准备用生命来抵挡这次攻击 心中思绪万千 我老了死不足惜 明晨还很年轻 一定要活下去 不能让我死在这里 但见凌晨表情无悲无喜 伸出手指 轻轻一弹 一缕金色的力量缠绕于上 顿时化作一道强悍的指力 击射而出 瞬间就贯穿了血魔圣子的身体 同时这指力贯穿了身后的千米大山 哄 一声巨响 那千米大山的山头 瞬间被炸成了碎片 虚苦一个急刹车 停下准备向前的身体 看着这难以置信的一幕 有些发了 其余几位长老 也是看得目瞪口呆 这还是 他们所熟知的那个杂役僧明觉吗 那么大的山头 杂役眨眼就没了呢 就在这时 血魔圣子的尸体 忽然又蠕动起来 没一会儿 就恢复了原样 凌晨见状 准备再补上一击 血魔圣子面色惨白 急忙叫道 快住手 你不能杀我 你要是杀了我 我父亲为我报仇 定将你们大光明寺 一为平地 你也跑不了 什么 杨天琪 他还活着 听见此话 虚苦也大吃一惊 血魔圣子 看见虚苦等人的表情 得意大笑 没错 我爹他当然还活着 你以为 为什么当年那个老和尚 只是把我关进镇魔塔 你们要是敢动我 一根手指头 大光明寺上下鸡犬不留 虚苦等人也脸色难看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只能选择先将血魔圣子 关押起来 等日后再说 于是 向着凌晨说道 明晨 轰隆隆 哎呀 天空中 漠然出现一只金色的手掌 旋即一掌 就将血魔圣子拍倒在地 再一看 地上只有一滩 看不出形状的模糊血肉罢了 这一掌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虚苦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血魔圣子 就已经被打死了 虚苦等人心中震撼无比 明晨他们都认识 只是一个小小的杂役僧罢了 但是现在居然一掌 就将大宗施敬的血魔圣子 当场打死 他们简直怀疑是自己看花了眼 简直是想做梦一样 虚苦一时 眼神十分复杂 明晨 他突然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明晨 若是像以前一样喊失职 难免有些不合适 于此 顿了顿嗓子 恭敬地说道 前辈 趁现在还有时间 您赶快离开这里吧 血魔圣子死在大光明寺里 我们脱不了干系 到时候他老爹 杨天祺肯定要来找麻烦 前辈 你现在赶快离开吧 闻言 凌晨只是淡淡一笑 虚苦失书 我好歹也是大光明寺的弟子 怎么会临阵脱逃呢 何况 血魔圣子是我杀的 我一走 岂不是让你们背锅了吗 第四十章 古怪玉佩 去往中州 明觉问道 他那老爹 大概是什么使礼 虚苦想了一下 前辈 杨天祺在当年 就已经是位资深大宗师了 我们还以为他早就死了 如果没死 过了这么久 以他的天赋 实在不可想象了 凌晨想了一下 自信说道 那就不用慌张了 虚苦继续恭敬说道 前辈 是说 你还是叫我明晨吧 叫前辈什么的 我有那么老吗 是 明晨 虚苦语气 仍是恭恭敬敬 敢问明晨您是大宗师吗 凌晨想了一下 点了点头 算是吧 反正一般大宗师 不会是我的对手 虚苦闻言 立刻洗上眉梢 嘴角控制不住地上扬 心中忍不住地想到 他好了 他好了 没想到我大光明四时隔一百年 终于又有一位大宗师了 而且还是 如此年轻的大宗师 大光明四日后必将兴盛 凌晨自然是不知道 虚苦心里在想什么 忽然眸光一闪 好似发现了什么 他来到血魔圣子的身体旁边 用手隔空一吸 一个奇怪的东西 便落在他的手上 一挥手 将其上面的血污清理干净 再一看 原来是一块残缺的玉佩 咦 居然又是这种玉佩 凌晨仔细一看 就发现 这块残缺的玉佩 和当初 自己在汗拔棺材中得到的是同一类型 只是没想到 居然在这里又找到一块 玄机拿在手上 稍微一捏 嗯 凌晨有些惊讶 小小的玉佩 居然没有被捏碎 而且也没有出现裂痕之类的 要知道 虽然凌晨只是稍微一捏 没用太多的力量 但是自己的大日精神 已经到达第五层了 而且因为 修炼了金刚印 拥有金刚之力 气力远胜常人 现在就算是不动用灵气 不用任何武器 单凭借肉身的力量 凌晨也能将一尊 同级的天人 撕成碎片 但是现在居然无法在这小小玉佩上 留下痕迹 果然有些古怪 也不知道这家伙是从哪里弄到的 早知道就不那么快把他弄死了 应该留他一口气 拷问拷问他 不过算了 这玉佩 目前也没什么大用 还是先收起来吧 凌晨喃喃自语 就准备将东西收起来 这时 一旁看了半天的虚苦 忽然摸了摸头呢喃道 怎么这个东西 看着有点眼熟呢 文言 凌晨眼眸一亮 望着虚苦问道 师叔 难道说你见过这个东西 前辈 那个玉佩 请问能否让我一关 拿去 心念一动 玉佩化作流光 轻轻落在虚苦手上 凌晨可不相信 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虚苦他有什么本事 能搞什么小花招 虚苦拿着玉佩 仔细摸了摸 然后看了又看 突然 灵光一闪 一拍脑袋 大声说道 玉玺 玉玺 凌晨听了有些不解 虚苦恭恭敬敬地 将玉佩还给了凌晨 然后说道 我就说 这玉佩为何如此眼熟呢 他和大井玉玺的材质 简直是一模一样 见凌晨一脸疑惑的神情 虚苦认真解释了起来 大概几十年 一次我和叙次师兄奉旨入宫 面见景帝 在当时我有幸看见 景帝的龙岸上 就摆放着大井玉玺 而他的材质 和这玉佩 简直是一模一样 所以 刚刚我才看着有些眼熟 原来是这样 凌晨听他这么一说 也是明白了 大井玉玺 难道说 这是从宫里流传出来的东西吗 可是皇宫里的东西 又怎么会在 满洲汉拔的棺材里出现呢 凌晨心里一头雾水 虚苦继续说道 其实当时方丈师兄 在我前面 他离的景帝更近一些 说不定看得更清楚一些 知道更多细节 前辈 可以去找方丈师兄问问看 凌晨点了点头 多谢师叔告知这些 虚苦连忙摇了摇头 明晨 如果没有你 不光我们这些老和尚 今天难逃血魔圣子的毒手 就连整个大光明寺 可能都要毁于一旦 一旦大光明寺被毁 我们又怎么和历代祖师交代 这些小事 又何足挂齿呢 明晨前辈 你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吩咐 此时 几位长老都已经 镇魔塔里面走出来 镇魔塔内的所有魔道妖人 都已经被吸干了精血 一个活着的都没有 现在镇魔塔 已经空空如也了 几位长老叹了口气 对着凌晨跪谢 哎 想不到我们差点就铸成了 不可弥补的大错 多谢前辈出手相助 好了 既然这里事情已经解决 那我就先走了 凌晨打断他们的对话 准备离开 他可没有那么多闲功夫 在这里浪费 明晨前辈 你是要去找方丈师兄吗 虚苦连忙解释道 万佛大会的举行地点 在中州奉法山 明晨你久居山寺 中州地域辽阔 前辈孤身前往 未必能找到地方 就让老僧赔前辈走一趟吧 凌晨想了想 自己一个人乱走 还真未必能找到具体的位置 旋即点了点头 那就劳累了 说完就和虚苦飞身而起 离开了大光明寺 与此同时 大景皇城中 一个偏僻的角落 这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洞口 洞口据是由厚达树上的悬铁 打造而成 将洞门死死封住 上面还刻画着 猙獰的四龙图案 虎头龙身 正是传说中的弊案 这个地方就是赫赫有名 令无数人闻风丧胆的天牢 此时 在天牢地下最深处的一层 黑暗中 一个人影忽然睁开了眼睛 眉头一皱 南南道 我那不成气的儿子死了 就在他站起身来 准备移开这里的时候 幽暗的地牢中 又有一道声音悠悠地传来 何须冲动 不过死了一个儿子罢了 听到此话 人影也是停住了脚步 语气冰冷 他是我杨天琪的儿子 就算是再不争气 也轮不到别人教训他 那声音接着说道 快了 等到时机成熟 有的是时间 现在何必急于一时 到时候你想做什么 我都不管 莫要为了小仇 坏了大事 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 人影思索一番 最终还是回到了原本的位置 黑暗的地牢中 又恢复了以往的寂静和幽碎 第41章 万佛大会 论武先行 随着时间的流逝 凤法山山顶 已经来了越来越多的舞者 议论声 下注声 杂谈声 此起彼伏 好一番热闹的景象 此时中央广场之上 突然响起一道红亮的断合声 响彻四方 顿时让现场各种嘈杂的声音 安静下来 只见擂台上 不知何时多了一个老和尚 他身穿黄色僧袍 披着赤红色袈裟 头戴行似机关的僧帽 身上装饰格外华丽 多蚁精 银 琥珀 玛瑙 水晶等佛门珍宝点缀 诸位武林同道 不惜万里来参加此次万佛圣会 老僧深感荣幸 说完 双手合时 向着众多高台上的人 给行了一个礼 没想到居然是他 他居然还活着 一些年纪较大 见多识广的舞者 立刻认出了这老和尚的身份 下方响起一阵议论之声 眼里不由地露出一丝忌惮 这老和尚名叫摩科陀 看上去平平无奇 但其实是莲花干耶四三大法王之一 据说他一出生 变天有二日 颇有异象 恰巧一位尚未法王路过此地 抚摸其顶 大喜过望 言称 岂有法王之姿 亲自将其带回了莲花干耶四 收其为徒 然摩科陀果然不负众望 年纪轻轻就成就宗师 同时 他也立下一个宏愿 要将莲花干耶四的佛法 传遍整个贺州 随即他凭借一己之力 覆灭了贺州 其他诸多大大小小的门派和势力 从那之后 莲花干耶四独霸贺州 摩科陀也凶名远扬 只见擂台上 摩科陀大声说道 万佛大会 向来是我佛门一脉的顶级盛会 自数千年前 佛门传遍九州 宗派道统无数 至此佛门兴旺 然在此其中 一些外道邪说 也逐渐混于其中 败坏佛法 诽谤真言 故此万佛大会应运而胜 说完 摩科陀扫是其他佛门同道一眼 虽然面带微笑 但是眼神的巨傲和轻视 却是丝毫不掩饰 此次我莲花干耶四为了佛门清静 特意主持着万佛大会 特邀天下武林同道 以作见证 今日必要让黑白分明 是轻拙分晓 高台上观战的众人 心中皆是一惊 这莲花寺好大的野心啊 他们这是想要统一整个佛门啊 看似这是一场普通的辩论大会 但若是最后莲花寺的人 占据了佛法解释权 那说你是正法 你便是正 说你是违法 你便是违法 其他佛门 那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 话音刚落 大范寺的注持严谋 就站了出来 连声附和 听摩科陀大师一言 圣读千卷经书 佛经辩论越变越明 这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啊 我大范寺无条件支持 至于 大光明寺和水月安的意见 摩科陀问也没问 见此情况 其余人也看出来了 现在四大佛门分成了两派 两位皇子则是十分高兴 毕竟江湖势力争夺越是厉害 对他们皇室的威胁也就越低 须此暗纳住激动的音乐和尚 轻轻摇了摇头 现在莲花干耶寺野心昭然若揭 大范寺以其马首是瞻 我们就算反对 也无济于事 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摩科陀接着说道 在场的各位皆是舞者 我佛门也勤修舞道 所以还是先行比武 再来论法 大手一挥 从袖子中飞出三个木盒 落在旁边的高台上 他将木盒缓缓打开 即是论武 自然需要一些彩头 这三个盒子 是我莲花干耶寺特意准备的 用来赠送给表现优异的弟子 这第一个盒子里面 是一颗三文雪莲丹 乃是疗伤圣药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就能保住性命 这第二个盒子 是一本地阶中品的武学 秘法大手印 可破空伤敌 无坚不摧 来到第三个盒子前面 摩科陀顿了一下 将盒子打开 只见里面放着一杆金刚杵 金刚杵通体黄金之色 首尾两端有着凸起 呈莲花包之状 杵身上明刻密密麻麻的佛纹 皆是想妖除魔的法咒 金刚杵放在盒子中 却有一股震妖除魔的气势 足以见得 这是一把不多剑的法器 这第三个盒子里面 放的是破法金刚杵 虽是递接上品武器 但经过密法供养 威力不输一般的天洁武器 来是昔日问法寺的 镇寺之宝 昔年流落我莲花寺手中 今日就赠送给有缘之人 话音刚落 下方众多观众 马上就议论起来 什么 我没看错吧 天呐 这三件 可是了不得的宝贝啊 莲花寺这么阔气的吗 这种宝贝随便往外送 我想去当和尚了 就连高台上的两位皇子 也是有些震惊 当然这几件东西 以他们的地位 自然是不缺 但是也不会轻易拿出来送人 毕竟他们也不是大傻子 一旁的明觉 也是被莲花寺的豪气震撼到了 喃喃自语道 这三件东西 若是流落江湖 不知道多少人会来争抢 恐怕又要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了 哼 这都不是自己的东西 他们当然不心疼啊 听见这话 映月和尚冷冷说道 不是自己的 见明觉一脸疑惑 映月对他解释道 那三文雪莲丹 是曾经贺州一一到世家的独门配方 但是现在却出现在他们手里 那根破法金刚柱 曾经是贺州问法寺的镇寺之宝 哼 现在问法寺都被他们灭了 这东西不在他们手上 还能在哪 至于那本地阶五技 不过是一本不值钱的复制本罢了 至于里面有没有什么手脚 能不能练成 那就不清楚了 更何况莲花寺的五技 你如果不会密法骤印 是发挥不了真正的威力的 文言 明觉瞳孔一缩 大吃一惊 他怎么也想不到 只是简简单单的三样奖品 背后居然有这样的闷道 虚慈也是叹息一声 可惜问法寺了 同为佛门一脉 居然会毁在同道手中 是因为问法寺的人 不愿意臣服莲花寺吗 明觉忽然问道 他一下子就想到了 以莲花甘耶寺人的霸道的性格 他们连远在青州的大光明示都容不下 又怎么会放过 近在咫尺的问法寺呢 说的没错 映月和尚神色愤愤说道 他在路上 已经和虚慈详细聊了一会 也是知道了 虚慈方丈 也不知道摩科陀先举行比武 有什么意图 我们要多加小心啊 的确如此 就在上面几人暗中议论的时候 忽然一位游方僧人迅速跳上了擂台 这是一个面容沧桑的粗糙大汉 他直勾勾地望着盒子中的破法金刚处 眼圈莫名红了起来 流露出无限悲伤情绪 忽然脸色一变 指着莲花甘耶寺的人破口大骂 你们这些土匪强盗 灭我宗门 抢我宝物 算什么佛门弟子 也佩戴在佛祖座下 玄机 将手中的月牙铲重重一砸 今天我就 替佛祖他老人家 清理门户 你们这些恶贼 谁先来送死 第四十二章 比武开始 滴滴血 在这粗广和尚的大声怒骂下 围观的群众也大概明白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虽然 不敢得罪莲花甘耶寺 但仍是小声地讨论着 莲花寺的人看起来和蔼可亲的 没想到背后居然这么恶毒 你是怎么看出来 他们和蔼可亲的 老子第一眼就觉得他们不是好人 嘖嘖嘖 这还是顶级佛门呢 怎么感觉和土匪窝没什么区别啊 呵呵 果然还是和尚最虚伪 虽然他们刻意压低了声音 但是在场之人 都是无止耳目灵敏 远比常人 自然听得清清楚楚 高台上的虚词 音乐等人虽然知道 他们是在讥讽莲花寺 但身为佛门弟子 还是老脸一红 哈哈 法痴 没想到那时候让你跑了 现在你居然自己跑回来了 是迫不及带来临死了吗 一名莲花似的和尚哈哈大笑 不紧不慢地走到擂台上 他面带笑容 嘴角上扬 仿佛没有听见那些讥讽声音一样 法通 你这叛徒给我死了 法痴大吼一声 操起手中的月牙铲 向着他重重砸了过去 法通身形一闪 侧身避过攻击 出声冷笑 师兄你 还是只会使这些蛮力啊 真是半点掌镜也没有 面色陡然一变 立刻从宽大的僧袍里 掏出一把长刀 脚步轻点 抢身杀了上去 那把刀又细又长 配合他那诡异而又刁钻的刀法 立刻就将对面逼得 只能勉强防守 当当当 一阵金铁交击之声响起 这下不妙了 那个大和尚危险了 不错 以老夫来看 这大和尚最多在撑的三四十招 就挡不住了 下面观战群众中 一些经验丰富的舞者 马上就看出了端倪 上方明爵则是摇了摇头 明爵师兄 难道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吗 旁边一位水月庵的弟子 忽然问道 他虽然很讨厌莲花寺的人 但是他也看得出来 现在那个法通优势极大 明爵被这一问 先是一惊 便淡淡说道 法持虽然看似落入下风 但你看他步伐稳重 呼吸平缓 显然 他也知道自己招式远不如对面精巧 所以一开始就打算打消耗战 而那个法通招式精妙 刀法层出不穷 看似刀刀致命 但却被法持抵挡住了 所以他的修为 这样的刀法他又能施展几次呢 等法通体力不济 或者心中着急的时候 原来如此 多谢师兄指点 那弟子听了恍然大悟 连忙败谢 应悦和尚在一旁听见这话 也是点点头 虽慈大师 看来你们大光明寺 可是出了个好苗子 听见有人夸赞明爵 虽慈也是喜上眉梢 哈哈 明爵只不过是胡乱说道 小儿之言罢了 此时 下方擂台上 已经到了激烈时刻 法通挥刀横斩 看似是要将法持拦腰斩断 但猛的刀锋一变 长刀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 劈向法持 忽然对面大和尚将月牙铲一提 碰 当 铲头就将长刀抵住 顷刻间火花四剑 该死的东西 法通脸色冰冷 到了现在 他也明白了法持的想法 自己已经施展了浑身解数 也没有办法突破他的防御 法持的月牙铲 挥舞如风 就连一滴水都泼不进去 忽然 法通灵光一闪 冷笑一声 手上招式立刻一变 从原本诡异凶狠的露术 转变为光明正大的刀法 他所施展的 正是昔日问法寺中 人人皆会的入门刀法 果不其然 法持突然看见这刀法 不由地想起当年的岁月 只是他一分心 手上的动作 立刻就慢了三分 法通阴谋得逞 拂袖一挥 突然法持大叫一声 招式大乱 法通立刻抓紧机会 抢上前去 猛的一刀 刺穿了法持的身体 顿时 烟红的鲜血四剑 将擂台逐渐染上了颜色 一股浓浓的血腥味 飘散在广场 杀人了 死人了 下方的观众 忽然惊叫起来 引起一片哗然 当然也不怪 他们会大呼小叫 而是因为 这是万佛会举办以来 第一次出现有人 死在了擂台之上 毕竟佛门举办万佛会的目的 都是交流佛法 以武会友 若是人人都下死守 那就不是和平论武了 而是血海深仇了 高台上 虚词和应悦等佛门中人 各个面色难看 说不出话来 事情太过突然 何况他们 也没有想到 居然有人会在擂台上下死守 一时不慎 出现这种事情 而不远处的皇室众人 都是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些 毕竟 若是天下的势力 全部都万众一心 互相联合 那他们皇家的 反而睡不安稳了 现在他们突然闹起矛盾 互相争斗 他们皇家倒是乐见于此 应悦和尚面带怒气 一跃而下 来到擂台上大声质问道 是谁让你在擂台上杀人的 难道连花干耶丝的人 连慈悲为怀的道理都不知道吗 法通先是一惊 但是看见摩科陀就在旁边 小僧也是为了自保而已 这才迫不得已 失手过重 我佛慈悲 法师师兄已经脱离苦海 聚往极乐 这是书大的功德 小僧何罪之有 应悦和尚刚想说些什么 摩科陀大手一挥 就将法通送到了擂台之外 什么时候 我连花干耶丝的弟子 需要被外人质问了 应悦和尚看见摩科陀出手了 心里明白 这件事肯定不是法灵时决定的 背后必有莲花四受益 不然凭他一个小小的先天武者 怎么可能有如此胆子 敢破坏万福会的规矩 心中无奈 又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当然还有一些人 很不明白 为何法师会突然落入下风 招式大便 被人杀死了 明爵也是眉头一皱 低声喃喃道 莫非是传说中的幽影真 第43章 明爵上场 凌晨到来 明爵仔细回忆 刚刚那个法通出手的细节 他好像先是一挥袖子 那个大和尚突然惨叫一声 然后才倒在地上的 忽然想起 以前明晨师兄和自己说过 有一种暗器施展起来 无声无息 无影无踪 名为幽魂真 心里明白 刚刚他一定是暗中施展了幽魂阵 此刻 凌晨带着虚苦 二人准备去往万福大会 前辈 您等等我 虚苦咬着牙飞在空中 他实在是追不上凌晨法速度 不是他太慢了 而是凌晨速度实在太快 忽然 凌晨停下转身一把 就将虚苦提了起来 师叔你也太慢了 我带你飞 现在给我指路就行 是 前辈 凤法山大概在这个方向 虚苦指着前方某个位置 so 凌晨提起了虚苦 化为一道流星 瞬间就飞了出去 转眼就消失在天际 凤法山顶 此刻 大藩四已经派出门下弟子 向着水月庵发起了挑战 映月和尚的小弟子 自愿请命出战 一时间 擂台之上 刀光剑影四处横飞 两道人影飞来飞去 让人看不真切 不好 映月和尚 看出自己的弟子身形一顿 即将要落败 暗道不妙 立刻飞身准备去营救 但是这时 莲花四的魔科陀 马上就来到他的面前拦住了他 而大藩四的助持炎魔 也顺势拦住了虚辞 怎么 映月大师 这是想要插手比武 是破坏万佛大会的规矩吗 啊 突然 擂台上一声惨叫传来 寻声望去 水月庵的弟子 已经被一箭刺穿胸口 瘫倒在地上 圆通 映月和尚勃然大怒 一闪声 就来到了擂台上 发现自己的弟子 已经没了气息 愤怒之下 立刻就打出一掌 魔科陀跳到那弟子身前 宽大的僧袍一挥 便挡住了这道掌力 便淡淡说道 映月大师 若是想要以大欺小 就看能不能过老僧这关了 此时 原本在旁边看热闹的三皇子陆衡 也开口讥笑 哼 切磋论武 刀剑无眼 自有伤亡 乃是正常之事 映月大师 你水月庵弟子死在擂台上 也只能怪他实力不济 既不如人罢了 而且你们出家人 岂不知生老病死乃是天意 难道大师还看不透吗 天空中 虚苦指着前方的平顶山 兴奋说道 到了 到了 前面那座平顶山 就是凤法山了 凌晨自然也看见了 山顶那乌泱泱的人群 与此心念一动 二人请客间 就落在了凤法山顶正中心 只是刚刚落地 就恰好看见了此目 虚苦失殿 明晨 你们怎么来了 虚此和虚悲 看见这莫名出现的二人 一口同声问道 毕竟按道理来说 虚苦应该再和其他几位师弟 驻守在大光明寺中 防止意外情况发生 虚此眉头一皱 心中咯噔一声 按道 不好 该不会是大光明寺出事了吧 摩科陀和严摩 看着这凭空出现的两人 也是一脸疑惑 他们居然也看不出来 这两个人是怎么出现的 好似瞬间从土里长出来的一样 于是暗中互相传音道 这个老和尚 应该是大光明寺 戒律怨怨守虚苦 那个小和尚 可能是他徒弟 管他呢 先派个人试探试探他 到时候就知道了 严摩点了点头 用眼神示意 刚刚那名弟子 那弟子于是踏出一步 向着虚此说道 无名罗家 虽然我们同属于四大佛门 但是以我来看水月庵 不过是浪得虚名罢了 现在我倒是想知道 你们大光明寺 是不是一样名不复实 恐有虚名 说完他身形一转 指着凌晨 呵呵一笑 若是想要证明 不妨就让这个弟子和我一战 到时候自然就知道 闻言 凌晨也是一愣 你当当是说要挑战我 当然 怎么你不敢吗 不吃 旁边的虚苦 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笑了起来 他是第一次见 有人这么想找死的 只能用手捂着嘴 不想笑得太大声 以免自己太丢脸 好 你想战 我来陪你打 声音落下 一道人影也落在擂台上 他看上去 年纪不大 一身纯白色僧袍 笑容和蔼 除了明爵 还能是谁呢 明晨师兄 虚苦失说 你们也来了 明爵笑容满面 两只眼睛宛入月牙 向着二人问好 接着一转身 脸色严肃 望着大饭似的人郑重说道 既然你们想要领教 大光明寺的武功 我来奉陪 我是大光明寺的佛子 你们谁先来战 严魔和摩科陀 互相点了点头 便离开了擂台 示意罗家出战 于是 虚子和虚悲 也带着凌晨离开了擂台 向着观战的高台上走去 虚苦轻叹口气 心中有些遗憾 自己看不到 那人寻死的模样了 几人回到观战的高台上 虚子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他发现 虚苦对明爵 似乎有些过于讨好了 刚刚上楼的时候 先是让明尘走在中间 自己留后 上楼之后 又是端茶 又是送水的 仿佛明尘才是戒律院院守 虚苦才是那个杂义僧 这不是倒反天罡了吗 于是 虚子来到虚苦身边 低声询问道 师弟 莫不是寺内出了什么事 怎么你突然赶过来了 没事 不对 有事 虚苦下意识想说没事 但忽然想到 有关镇魔塔和雪魔圣子的事情 还是应该汇报给方丈的 镇魔塔的事情 等一下再说 有关玉佩的事情 我也有问题 要问方丈 现在还是先看擂台上的比赛吧 凌晨没有开口 但有一道声音 落在虚苦的耳中 虚苦先是一愣 旋即点了点头 小声对虚子说道 师兄啊 是有一些小事情 不是很严重 等一下我再下和你说 现在还是佛子的比武更重要 这是关我似的尊严 说完也是闭口 看向擂台 须此满头问号 万分疑惑 第44章 金刚之力 所向披靡 此时 明觉代替凌晨出战 已经来到擂台上 准备出手 当然 除了佛门势力外 其他的一些势力 也是很关心这场比武 观战台上 周延指着明觉 对着自己父亲说道 爹 就是他 当初就是 他在大光明寺门口拦住我们的 旁边要尸骨的白石 也是冷哼一声 护国公大人 这小和尚 据说就是大光明寺的佛子 不过老夫倒是没有看出来 他有什么过人之处 想来不过是矮子里拔将军 硬凑的吧 周正清文言 只是笑了一声 他的武学境界 毕竟比白石高尚许多 自然看出的东西也更多 以我看到是未必 咱们还是安心来看热闹吧 擂台上 罗家先发制人 立刻提着长剑抢弓过来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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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转眼之间 罗家已经朝着明觉 连续刺出四五剑 而且 一剑更比一剑快 到最后 只能看见一道道虚幻残疑 好快的剑 比刚刚还快 围观的舞者惊呼不已 刚刚罗家对战水渊安的弟子的时候 很明显 还没有使出全力 但是现在面对明觉这个大光明寺的佛子 他虽然嘴上各种轻视 但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一上来 就使出了自己擅长的绝学 下方围观之人 情绪马上就被调动了起来 也是好奇 大光明寺的这位佛子 要怎么躲过这招 只见 明觉出乎意料地闭上了眼睛 身体放松 周身一道淡淡的金色 真气散出 罗家顿势勃然大怒 这样的举动 简直是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 剑花一抖 请客间又多出三四道就 剑气残硬 眼见这些剑气 就要落在明觉身上时 突然 他动了 明觉只是伸出两根手指 手指上金色真气缠绕 耳朵微动 凭从风势 用金色手指 凭空在身前的虚空中点了几下 那些残硬剑气 请客间就消失殆尽 旋即 手腕一抖 手指用力一夹 真 一声清脆的剑鸣 那把快若疾风的长剑 就被明觉轻松夹住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罗家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他不相信自己苦练十余年的剑法 这么容易就被人破解 他拼命拔剑 想要把剑抽出来 但是他一向注重速度 在力量方面本就弱势 面对明觉的金刚之力 又怎么拔得出来呢 明觉轻笑一声 你既然这么想要 那就还给你吧 夹着长剑的手指突然发力 嗡 真 长剑受不了如此巨大的力量 瞬间被镇成了碎片 暴射而出 就在罗家心中震撼 还没有回过神的时候 明觉突然一步踏出 举起他那沙包大的拳头 一拳重重落在罗家的脑袋上 碰 他的脑袋宛如熟透的西瓜 爆炸开来 散落的到处都是 从刚刚罗家出招 再到明觉一拳打爆他的脑袋 看似十分漫长 实则就在寝壳之间 以至于围观的群众 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的天啊 这就是大光明寺的佛子吗 出手干净利落 一拳打死 真是有宗室风范 想不到大光明寺 居然还有如此人物 关键是 他好年轻啊 围观的群众 无不发出惊叹 观战的虚词等人 也是满意的点点头 心想 不愧是得到祖师爷认可的弟子 而在另一边的阎魔等人 面色就不是很好看了 摩科托沉声道 下一局 魔奴由你出战 去把那个和尚的脑袋摘下来 遵命 师父 魔奴取出自己的武器 一把黑色战斧 慢慢走到擂台上 望着明爵冷声说道 你是大光明寺的佛子 倒是有资格来做我的对手 明爵也是冷笑一声 就拼命 魔奴摇了摇头 那个罗家 不过是一个废物罢了 你不会以为赢了他 就能胜我吧 废话真多啊 你打不打 明爵最是讨厌这种自以为是 废话连天的人了 魔奴见到自己被人轻视 当即大怒 顿时举起战斧 上面一股浓烈的血腥之气 上面听见无数亡魂的哀嚎声 明爵眉头一皱 也不知道那魔奴 为了修炼这武功 杀了多少人 真是半点也看不出 佛门弟子的影子 观战台上 灵晨看着那已经被染成 血色的战斧 倒是一乐 那东西和自己的修罗法身 倒是有些相通之处 都是以杀修行 只不过 灵晨的修罗法身 可是连天人都会眼馋的东西 并不知道 比他那破斧子强上多少 擂台上 明爵见此也是 拿出了真本事 周身金色佛光闪耀 背后隐隐出现一道虚影 看着血战斧 怒目圆瞪 心中更是愤怒 朝着魔奴一拳狠狠轰响 碰 魔奴挥舞着战斧 和明爵的拳头撞在一起 伴随着巨大的响声 一股猛烈的气流 冲击四方 周围围观的群众 硬是连人带椅子 被推后了数掌 擂台上 魔奴感受那股金刚之力 忍不住节节回退 踩出一个个深坑 来化解这股力量 但是在见明爵 他整个人纹丝不动 这不可能 你的力量 为什么会比我大这么多 魔奴震惊得看着这一幕 心中翻江倒海 实在难以接受 哼 说那么多大话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 就这点水平 还是受死吧 明爵立刻抢身向前 挥动拳头 向着魔奴砸去 魔奴急忙举起战斧 勉强抵挡 一拳 两拳 三拳 突然砰的一声 魔奴手中的战斧 断成无数碎片 散落在地 明爵冷笑道 没了这破斧头 我看你 怎么在挡我的拳头 够了 住手 高台上 一声爆喝声传来 但是 明爵里都不理 一拳就将魔奴的脑袋 打出碎片 又一具尸体倒下了 魔科托一个闪身 来到擂台边 望着明爵冰冷说道 我让你住手 你是没听见吗 哼哼 他自己又没有投降 我为什么要住手啊 要是他暗中偷袭我怎么办 刀剑无言 小僧也是为了自保罢了 明爵语气不屑回道 这时 须此 须悲也站在明爵身前 望着他淡淡说道 魔科托大师 若是想要以大欺小 就看能不能过老僧这关了 这是刚刚魔科托的原话 现在原原本本地还给他了 第四十五章 佛子只需杀人就好了 方丈要考虑的就多了 好好好 你们大光明寺好得很啊 魔科托语气冰冷 愤愤说道 怎么难道只允许你们莲花寺杀人 我们就杀不得 音乐和尚立刻出言讥讽 神情颇为幸灾乐祸 毕竟刚刚这罗家肆无忌惮地 杀了自己的弟子 现在明爵一拳把他打死了 倒是给自己和水月安出了一口恶气了 更何况 现在大光明寺和水月安互为盟友 当然要互相扶持 同进同退 哼 魔科托冷哼一声 毕竟只死了两个弟子而已 他还不放在心上 现在表态更多的 是为了维护莲花寺的面子 于是 一挥手继续派人上去挑战 他就不相信 那个明爵能把自己手下的弟子 全部杀完 高台上 凌晨望着明爵心中满意 也是轻轻点点头 颇有一种小徒弟终于长大的感觉 擂台之上 明爵周身金光大圣 宛若降魔金刚 虽然还没有出手 但单凭一身的气势 就让对面的弟子胆战心惊 忽然那弟子一咬牙 森袖一挥 一道细如牛毛的暗器 暴尸而出 小心 徐子等人立刻出声提醒 哈哈 莲花寺的人 就只会暗中偷袭吗 明爵大笑一声 周身真气暴动背后的金刚虚影 终于完全显现了出来 那幽魂针 直接被这股气势 震成碎末 哈 明爵怒火中烧 沙包大的拳头 携带金刚之怒狠狠落下 挡无可挡 不 碰 又一个莲花干耶丝弟子的脑袋 爆炸开来 明爵这股强大的气势 外加那背后的金刚虚影 瞬间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这是什么 好像是传说中的降魔金刚啊 难道真是佛祖显灵了吗 就连高台上的皇室众人都面色一变 护国公周正卿 看着金刚虚影 也是面色凝重 原本还是兴致缺缺的赵公公 也立刻翻身而起 死死盯着明爵 眼神阴厉 片刻后 他好似松了一口气 奸细的声音响起 只不过是一道武学虚影罢了 倒是吓了杂架一跳 周正卿这时也反应了过来 自嘲笑道 我就说呢 这怎么可能是传说中的天人法香 只是有些形似罢了 距离真正的天人法香 相差十万八千里 父亲 什么是天人法香啊 周延忽然问道 一旁的陆郎和陆恒 也是疑惑地望着周正卿 虽然他们身为皇子 但是也没有听说过什么天人法香 二位殿下 你们只要知道 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招惹和得罪的存在 不过现在倒是不用太担心 这样的存在 恐怕有近千年没有出现过了 赵公公尖声细语达道 同时望着明觉 目光中透出一股莫名音了 这小和尚年纪不大 但是却有如此修为 想来他必定有所机缘 难道是那件传说中的一宝 周正卿眸光一闪 对两位皇子说道 等下万福大会结束 周某就把他请到府中做客 我相信大光明寺是不会拒绝的 赵公公听了他的话 护国公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来时陛下特意曾吩咐过老奴 不可丢了皇室威严 想他大光明寺 不过是一个江湖势力 怎么胆敢拒绝皇室相邀 有公公这句话 周某倒是放心了 周正卿哈哈大笑 于此 擂台之上 不过片刻时间 地上已经多了数据尸体 莲花甘耶寺 已经连续派出多名弟子上台挑战 但是没有一个人 能在明爵手上走过十招 全都被明爵的一双拳头 击毙在场上 大光明寺明爵 敢问莲花寺和大范寺 谁来赐教 明爵还觉得杀得不过瘾 继续挑衅他们 可以说 自从明爵领悟到 怒目金刚意境之后 的确称得上同镜无敌 怒目金刚精 不愧是大光明寺前辈 费尽千辛万苦 才偶然得到的功法 这门功法 在大光明寺 包罗万象的收藏当中 也足以名列顶尖 只不过它太难了 怒目金刚的意境 又岂是那么好领悟的 须知 自此 功法进入大光明寺以来 千百年来 唯有明爵一人领悟 明爵感受着 体内汹涌澎湃的力量 真气暴响 声势惊人 哎 多亏了当初那位神秘前辈 不然我也不知道 何时才能领悟这金刚意境 明晨师兄那么神灭 他应该知道前辈的综结 等万福会结束 我要找个时间 好好问问师兄 此刻 观战台上 须此心中 升起一道莫名情绪 一方面 他看见明爵大杀四方 一人便打得 其他两次抬不起头 心中很是欣慰和骄傲 二来 他担心明爵现在锋芒泰路 摩哥托他们 肯定是火冒三丈 恨不得将明爵除之而后快 心中思绪万分 暗下决心 等下就算是拼上性命 也一定护住明爵 一旁的虚悲和虚苦 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想法 其中 虚苦更是焦急 起身走来走去 心里愣是想不到好的办法 凌晨看他动来动去 谎言得很 于是心念一动 把他按回原位 淡淡传音道 无需担忧 到时我会出手 此话一出 虚苦立刻像是 吃了一颗定心丸 马上就放下心来 毕竟凌晨的实力 他可是亲眼见过的 什么血魔圣子 还不是被一巴掌拍死了吗 脸上的表情也放开了 身子也不乱动了 乐呵呵地坐回椅子上 同时笑着对虚辞说 师兄无忧 等下明爵自然无事 虚辞一脸疑惑地望着他 心想 自己的师弟 是不是太激动了 一时脑子出了问题 就在他们思绪万分的时候 擂台上 明爵又是轻松一拳 打死了一位弟子 到现在 莲花丹耶寺和大范寺 已经没有弟子 再赶上去挑战了 据是心中胆寒 低着头躲在后面 明爵越是得意 摩克陀的脸色 也就越是阴沉 扭头一看 见到自己身后的弟子 都已经躲到了后面 神色十分不悦 怒骂道 都是一群废物 连一个小和尚都打不过 第四十六章 眼红的二人 海外中来人 虚辞方丈 你当时培养出了一个好弟子啊 摩克陀阴阳怪气 讥讽道 哈哈 那是当然 我大光明寺的弟子型的端坐的正 各个街是好男 可不是什么善耍暗器 乱用阴招的小人可比的 虚辞好似没有听出他的阴阳怪气 坦坦荡荡承认 摩克陀冷笑一声 眼里流露出一抹杀意 这就此时 一道声音传来 我看未必 虚辞方丈 倒是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高台上 大皇子路郎一跃而下 来到摩克陀的身旁 虚辞见路郎和莲花寺的人搅在一起 眉头一皱 突然想到了那个多玛 感觉事情更加不妙 于是问道 大皇子殿下 这是何意 路郎手持折扇 仿佛一片片公子 不仅不慢说道 莲花寺的诸位大师举行万佛会 而虚辞大师 你这个小弟子 却在擂台上大开杀戒 胡乱杀人 哪里有一点 佛家弟子的样子 那敢问大皇子 他们杀了我弟子呢 映月和尚见识不妙 也站在了虚辞身边 这不一样 贵似弟子之死 乃是无心之失 算不得罪过 此话一出 别说是映月等人了 就是下方围观的观众 都觉得路郎有些无耻 把黑的说成白的 只是他们忌惮路郎大皇子的身份 只能默默把话憋在肚子里 路郎表情风轻云淡 他对于其余人的评论 倒是无所谓 现在出言相助 就是为了赚取莲花甘耶寺的好感 毕竟他本来就是 和莲花寺有着秘密合作 何况现在还可以报当日大光明寺 将自己驱逐下山的仇 一剑双雕 又何乐而不为呢 大皇子殿下所言差也 明觉望着路郎 面无表情说道 殿下说我胡乱杀人 其实只看见了表象 所谓杀身为护业 斩业非斩人 小僧杀了他们 反而是拯救他们 斩断他们的恶业 免其受苦 超度他们 实乃是救苦救难的大功德啊 说完 双手和时念了几句网声咒 路郎被明觉一呛 说不出话来 索性闭上嘴 小和尚 你居然敢对大皇子不敬 怎么 你是想要谋反吗 周正清不知何时 也已经来到了擂台边上 阿弥陀佛 护国公说的哪里话 大光明寺身为武林正道 怎会谋反 须辞连忙解释 他可不想大光明寺 被扣上一顶谋反的大帽子 呵呵 你和我说没用 等进入天牢 小和尚自己给陛下解释吧 周正清嘴角微微上扬 神色傲然道 心中暗自想到 这小和尚背后的那道虚影 倒是厉害 也不知道和天人法身 是否有着关系 总之先把他抓回去 到时候进了天牢 有的办法让他开口 不行 那和尚你们不能被带走 突然 摩科陀出乎意料地开口了 大师这是何意 路郎有些不解 这小和尚 杀了我莲花寺门下 那么多的弟子 怎么能让他就这么轻易离开 他必须要被我带回莲花寺寿行 周正清自然是不会眼睁睁地 让明觉被其他人带走 大踏一步 历声喝道 此人冒犯国法 自当交由我朝廷处理 你这老和尚插什么嘴 同时 一股强大的威压席卷全场 笼罩在整个凤法山 半步大宗师 旁边的围观群众 早就躲到远远的了 都害怕自己被不小心波及 甚至有些胆小谨慎的舞者 趁着混乱 他们虽然看过宗师榜 早就知道周正清是半步大宗师 但只有当自己亲自面对时 才知道宗师和大宗师的差距 居然如此之大 就算周正清现在仅仅只是半步大宗师 但是虚此还是感受到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而此时 听见有人念了一声佛号 马上又有一股力量席卷而来 和周正清分庭抗礼 正是莲花甘耶寺的摩科陀 他也是一位半步大宗师 虚此见此不禁有些死心了 眼里流露出一丝绝望 现在场上有两位半步大宗师 别看他们好似在互相对抗 但虚此保证 只要自己这方乱动 那迎接的必然是毁灭性的打击 同时还有炎魔 白石等几位大宗师 现在也是围住四方 防止有人逃走 当然最恐怖的还是那位 一直没有动身的老太监 虚此从他身上感觉到的威胁 甚至要在那两位半步大宗师之上 难道真是天要往我大光明寺吗 实在是愧对猎位祖师啊 好不容易看到了大光明寺崛起的希望 现在就要断送了吗 虚此内心悔恨 准备放手一搏 准备叮嘱师弟几句 但猛的一回头 只看见虚苦神色悠闲 单手托着茶壶 蔓隐细品 轻轻晃动脑袋 时不时发出赞叹之声 虚苦发现虚此正注视着自己 有些兴奋地举起手中的紫砂茶壶 师兄 这个茶还真不错 以后我们大光明寺买些来种 真想不到 师弟他居然疯了 虚此更加绝望了 他没想到一起同门学一百年的师弟 居然会落得如此下场 虚苦见虚辞 表情变化十分不减 他当然是毫不担心了 当日血魔圣子 已经成为了大宗师 最后还不是被明臣前辈 一掌拍死了吗 现在就这两个 连大宗师都不是的家伙 自然是毫无畏惧了 摩格陀大师 你与护国公争斗 毫无益处 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完全可以互相合作 陆朗这时出言调解二人 摩格陀想了一下 也觉得的确如此 随即二人就收起了威压 但就在此刻 忽然从远处 有一朵巨大白云 向着凤法山急速飞了过来 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有些舞者感觉大事不妙 想要趁机下山逃走 但是往下一看 整个凤法山 已经被一股黑烟团团包围了起来 很明显 这是想让任何人都无法逃走 有些舞者不信邪 硬是闯入黑烟 但还没有走几步 就化为了一滩浓血 第47章 镇压全场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立刻惊动了在场所有人 观战台上 虚苦看着天边急迟而来的白云 又见山下的黑烟 心中有些不安 他虽然知道 凌晨修为高深莫测 绝对不是一般人 但凌晨毕竟还是太年轻了 看见凌晨稚嫩的面旁 虚苦多少还是有些心慌的 连忙走到凌晨身边小声寝室 前辈 这可如何是好啊 有什么要求您请吩咐吧 凌晨想了一下 淡淡道 师叔还是先把这些弟子都保护起来吧 别到时候打起来 误伤了他们 虚苦见前辈如此自信 也是放下心了 明觉速速来我身后 大声呼唤明觉 同时也将大光明寺 和水渊安的弟子都招呼上 他们汇聚在观战台下 虚苦和虚悲等人 小心翼翼地看护着他们 此刻 凌晨盘息而坐 老神在在 定 检测到此地道运身后 请问宿主是否需要迁到 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这地方没办法迁到呢 凌晨心中默念 系统我要迁到 定 恭喜宿主迁到成功 获得神通掌中佛国 掌中佛国 凌晨心中一喜 这可是佛门之中 赫赫有名的大神通啊 佛经有云 藏须迷于戒子 戒子那须迷 而掌中佛国 就是以此佛里诞生而出的大神通 炼至最深处 莫要说是桌山拿月 就是一方大世界 也可济困于手掌之中 前世 凌晨便听说过 齐天大圣一个金斗 就有十万八千里 但是却没有办法 跳出佛祖的手掌心 想来 这就是掌心佛国的妙处 于是 凌晨迫不及待地 这些原本只是来观战的舞者 经过一阵慌乱之后 现在立刻高声大喊 跪地求饶起来 不知是何方高人驾到 晚辈是冲销城主之子 求前辈网开一面 前辈 俺们只是路过来看热闹的 请打开阵法 放俺们出去吧 当阵法笼罩住整个凤法山时 这些看热闹的舞者 马上感觉到大势不好 毕竟他们这些人中 大部分都是江湖散客 而混江湖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眼力见 那些看不明白局势的家伙 根本就活不到现在 见到这种情况 还不准备跑得远远的 那是真的不想活了 只是他们 还是跑得太慢了 被这阵法困住 只能跪地求饶了 结结结 伴随着 一声刺耳的凝笑声 那白云终于是飞到了 凤法山山顶 白云散去 一个面容阴沉的中年男子 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二人身上 气息幽深似海 虽不言语 但仅仅是显露出的气势 就压的人说不出话来 原本还极其嚣张的 周正清和摩科陀 也是面色一变 极其凝重 师父 据弟子看 四大佛门的突驴 大部分都在这里了 要不要直接动手 四大佛门的人一听 身体颤抖 按道不好 这是冲着他们来的 其他围观舞者 倒是松了一口气 老者文言点了点头 好 不过不着急 先把这些碍事的家伙 都清理掉 是 师父 无影宁笑一声 随手一掌赫然落下 碰 碰 无数舞者请客间爆炸开来 炸成一团团血肉 就在他准备继续向着 皇室众人出手的时候 忽然一道人影 出现在他们面前 手拿浮沉 身穿紫袍 正是一直没有动身的赵公公 一挥浮沉 暂时逼退了无影 然后看着那老者笑道 想来您就是海外仙山 五行山中的大长老爸 哦 你认识我 咱家没什么长处 就是记性好一些 一定山河胡定秋的大名 咱家在百年前 还是听说过的 胡定秋轻笑一声 不过是过去的虚名罢了 怎么你是想套近乎 想让老夫放过你们 赵公公摇了摇头 指着陆郎他们说道 这位是大景皇朝的大皇子 那位则是三皇子 我只是希望胡长老下手之前 还是先考虑清楚 你是在威胁老夫 咱家不敢 文言 胡定秋眉头一皱 思索起来 师父 管他什么皇子 就算杀了他们又如何 难道他们还敢到我们 五行山前放肆吗 你闭嘴 你懂什么 胡定秋怒声呵斥 最后说道 既然如此 你们就先退到一边吧 多谢 胡长老 赵公公旋即带着众人 退得远远的 这时候 摩科陀也站了出来 双手合十恭敬问道 无量受佛 敢问胡施主困住我等 有何指教 老僧乃是莲花甘耶寺的摩科陀 我四方丈 曾经还和五行山主 谈论过五道 也不知道 他老人家进来看安好 师父 这怎么办 无影停下手 也是有些无语 怎么这些人各个都有背景啊 胡定秋面色也有些不好看 他来到九州之地 除了为了寻找 那件佛门秘宝外 还需要传播五行山的名声 设立一个根据地 这是灵形时 山主特意吩咐过的 本想着直接上来大开杀戒 镇压四大佛门 必定微明远播 但是现在来看 却是行不通了 胡定秋用眼神示意一番无影 无影心中明白 摩科陀大师 听闻你们四大佛门 偶然得到一件了不得的一宝 如今拿出来一关 一宝 摩科陀十分不解 但是马上就想到了 当时在天空中看到的景象 又联想到 最近江湖上盛传的流言 心中顿时明白了 其实他也十分好奇 有没有所谓的秘宝 如果有又落在谁的手中 本来想在万佛会中 调查这件事的 但是没想到 这传言 居然连海外的势力 都能吸引到 于是乎 开口说道 此事老僧确实有所耳闻 但是也不知道 此物落在何人手中 摩科陀大师 这还不简单吗 我来仔细拷问拷问他们 不就行了吗 随手抓住一个光头和尚 无影露出猙獰的笑容 一丝残忍的气息流露了出来 别杀我 别杀我 我知道一宝在哪 一宝在大光明寺里 第四十八章 绝不屈服 凌晨出手 那和尚被踢在空中 吓得惊慌大叫 手脚胡乱扑通 好似落入绝望深渊中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一宝 在在 大光明寺里 须此一听 顿觉不妙 连忙站出来解释 前辈不要听他胡说 此人是大范寺的弟子 和我们大光明寺有仇 这是在污蔑我们大光明寺 和尚见无影眼神闪烁 立刻言之早早喊道 大人 我不敢撒谎啊 如果没有一宝 他们大光明寺弟子 怎么变得那么厉害 而且有传言 佛祖曾经在他们大光明寺险上 除了一宝还能是什么 这肯定是真的啊 闻言 无影将手上的和尚一丢 望着须此说道 老和尚 既然听见了 就快点将一宝拿出来 不然 你全四弟子的性命 可就保不住了 须此也是一脸苦涩 他哪里有什么秘宝啊 如果真有早就拿出来了 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前辈 大光明寺 真的没有什么一宝啊 结结结 老和尚 你是不见棺材不流泪是吧 宁笑一声 大手向着须此一拍 一道汹涌的真气 朝着他抱湿而去 须此周身的佛光陡然破碎 整个人倒退五步 栽倒在地上 喷出一口鲜血 师兄 掌门 一时间 须碑和众弟子围了上去 连忙将须此扶了起来 周围的人看见这一幕 据是大吃一惊 他们也没有想到 须此好歹是天下四大佛门之一 大光明寺的方丈 没想到 居然连此人一招都接不住 大光明寺要晚了呀 看来四大佛门要少一个了 哼 这样弱小的势力 就是要被强者所铲除 大皇子路郎 看见须此倒下 心里格外舒畅 当日他们大光明寺 居然敢拒绝自己的招揽 而且还驱逐自己下山 让自己丢了面子 更何况自己的左膀右臂 多玛法师自从说 要去大光明寺后 就再也不见了 种种原因下 路郎内心早就记恨上了大光明寺 迟早要对他下手 现在看见大光明寺就要完蛋了 自然是高兴得很 我没事 你们不用担心 须此服下须碑递过来的丹药 被众人搀扶起来 他轻叹一声 心中明白 今日大光明寺凶多吉少了 转头看去 却发现须苦跪在明尘身前 叙叙叨叨的 前辈 您快醒醒啊 前辈您再不醒来 大光明寺就要被灭门了 前辈 若是平时 须此肯定找个时间 不惜精力给虚苦治疗一下疯病 但是现在大光明寺都要没了 疯了就疯了吧 说不定师弟在风中原寂 反而没有那么痛苦 无影向前一步 得以说道 老和尚 你看看 你门下弟子多么懂事啊 你若是不愿意交出医保 那我只好一个一个 把他们都宰了 这可怨不得我 全怪你这个方丈太自私了 你想拿我们威胁方丈 绝不可能 明觉义正言辞地站了出来 同时剩下的弟子 也跟着一起站了出来 他们心里明白 其实就不可能有什么医保 对于虚词来说 大光明寺的传承 绝对要比什么密宝重要得多 如果有 方丈绝对早就交出去了 无影先是一愣 但马上面路不屑 就凭你们这些小秃驴 又能做些什么呢 明觉等人面色严肃 个个誓死如归 大光明寺 绝不屈服 大光明寺 绝不屈服 摩哥陀在一旁看着摇头讥笑 士气倒是不错 不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又有什么用吗 但马上轻叹一声 即便是自己不想承认 也明白那个明觉要比他莲花四门下的弟子 要优秀许多 但越是优秀 现在就越是不能让他成长起来 无量受佛 本想着万佛会结束 就趁机杀了那个明觉的 现在看来 倒是省得老僧动手了 你还在磨叽什么 还不快动手 胡定秋刚刚被赵公公威胁了一番 心情本就不悦 现在见着群小小的突驴也敢造刺 火气顿时就上来了 当即竖起手刀 朝着他们一批 赫然出现一道金色刀器 明觉感觉到 自己像是在案板上的鱼 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 只能任人宰割 我就是瞇了一小会 怎么你们就弄成这样 随着这道声音响起 那刀器直接烟消云散 明觉睁开眼眸 映入眼帘的是一道灰色的身影 明辰师兄 明觉大惊失色 急忙上前去拉凌晨 明辰师兄 你快退后 这里太危险了 明觉推测出 凌晨和那位神秘的前辈 是有关系的 但是现在不是在寺内 神秘前辈身处万里之外 又怎么可能来救他呢 退下 杂役院院守明慧 连忙招呼着凌晨 明慧知道 凌晨每次做完杂役 都会去刻苦练功的 但是 现在他们面对 可是一位大宗师 他一个小小的杂役僧 这时候又有什么用呢 胡定秋面色一变 在他的感觉中 自己的刀器 已经莫名其妙消失了 他不由得仔细打量那个 穿着灰色僧袍的小和尚 但是无论他怎么看 这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和尚 体内半点真气也没有 也毫无修炼的痕迹 小兔驴 你是迫不及待来找死了吗 无影大笑 他还是第一次 见到有人这么着急送死的 阿弥陀佛 非也 非也 几位施主 不是渴望想要一宝吗 小僧这是特意取来给各位看看的 此话一出 瞬间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都聚集在凌晨身上 他们也很好奇 能够连天地都会发生的一宝 究竟什么 小和尚 快把一宝交出来 若是老子高兴了 说不定可以饶你一命 无影有些兴奋搓手 同时暗中运转功法 体内真气张弓待发 只要一拿到一宝 就立刻逃离这里 既然如此 那就请施主看好了 凌晨心念一动 伴随着浓郁的杀气 一尊高达百丈的六臂修罗 慢慢浮现在他的身后 第49章 贪欲蒙人眼 五指化山峰 无影看着那高耸入云的六臂修罗巨像 整个人愣住了 当然不仅仅是他 而是在场的所有人 见到这一幕都愣住了 施主 不知这一宝你觉得如何啊 无影一惊 立刻回过神来 小兔驴 你敢戏弄老子 弄些这鬼东西吓唬我 你以为老子是吓大的的吗 给我死来 无影大吼一声 也不知是为了威慑凌晨 还是给自己壮胆 哎 施主你这香了啊 凌晨轻叹一声 只是屈指一弹 蹦 无影整个人在空中爆炸开来 好似过年时燃放的烟火一样 碎得干干净净 化作漫天的血雨散在地上 既绚烂又美丽 死记 凤法山上 突然陷入死一般的宁静 现在就算是一根针落在地上的声音 也会显得刺耳 虚此整个人看呆住了 怀疑自己是不是什么时候中了幻术 陷入幻觉了 要么就是吃了一顿彩色的蘑菇 不然怎么能见到如此诡异的场面 一股风吹过 一股血腥之气 钻入了他的鼻子 虚此身体一颤 马上清醒过来 目光复杂地望着那道不起眼的灰色人影 别人不知道 他们大光明寺的情况 他身为方丈 还不知道吗 明尘只是大光明寺 最最普通的杂役僧而已 连师父都没有 而且寺内也压根就没有什么异宝 这就说明 这餐厅的修罗具象 都是凌晨自己弄出来的 虚此又忽然想起 那个当初在后山山洞中 救回自己的神秘人 当时自己意识恍惚间 仿佛看见了一双粗不僧邪 当时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现在来看 那位前辈居然就是明尘 还有镇摩塔 藏金阁 虚此这时才发现 明尘已经为大光明寺 做了这么多事 一时陷入深思中 明觉望着凌晨的背影 也是心神一震 他早就猜测到自己师兄 和那位神秘的前辈有关系 但是没想到 居然神秘前辈就是本人 想到这里 不由得心生愧疚 与此同时 皇室中的赵公公 周正清 莲花寺的摩克陀等人 都目不转睛地 盯着那六臂修罗 这是天人法身 居然真的是传说中的天人法身 几人仰着头 身体颤颤巍巍 面上表情又哭又笑 有些不对劲 突然周正清开口说道 这法身的体型 实在是太大了 根据皇室古籍记载 一般的法身 都在三丈至十丈之间 就算是天资及其优秀者 最高也不超过二十丈 千年前 前朝大前太祖的法身 也不过勉强十三丈 但是 你们看这个法身 差不多已经有百丈了 你们觉得这很正常吗 听周正清这么一说 几人瞬间冷静了下来 仔细一想 好像的确如此 护国公 那你的意思呢 以我之看 这小子肯定是借助了一宝的力量 暂时获得了这股力量 不然为什么刚刚他不出手啊 肯定是这股力量是有极限的 所以要等在关键时候动用 不然就凭他一个半大的小屁孩子 能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修炼到如此境界吗 周正清一边说着 一边觉得这小和尚更加可疑了 更加坚信了自己的推测 不错 的确有道理 我看是八九不离十了 几人点头称是 悄悄聚在一起 也不知在议论着什么 而一旁的胡定秋 死死注视着凌晨 冷冷问道 你究竟是谁 以他的大宗师的耳力 自然是听见了刚刚那些人的议论 虽然心里觉得很荒唐 但是想了想 好像也没有更合理的解释了 我妈 只不过是大光明寺 一名杂役僧罢了 杂役僧 胡定秋心头火热 思绪万分 一个小小的杂役僧 得到了一宝 就有如此力量 那要落在我的手里 不仅天人渴望 倒是整个九州 海外之地定为我独尊 好似饥饿的野狼 看见新鲜稚嫩的肉一样 眼神火热 死死盯着凌晨 丝毫不掩饰自己眼中的欲望和贪婪 凌晨自然知道他们心中的想法 轻轻摇了摇头 叹道 世间之人 中世难以避免贪 称 吃三毒啊 胡定秋 你若是接住我这一招 这一宝送你如何 好 老夫就接你这招 胡定秋大笑一声 立刻运转全身的真气 气息暴涨 从原本一个不起眼的老头子 变成一个中年人 同时瞬间朝着正东 正南 正西 正北 和自己脚下 各自丢出一个正盘 双手掐绝 手指变化 五道颜色各异的光柱 从阵盘上冒出冲上云霄 直通天际 胡定秋赶接凌晨一招 自然是万分自信的 毕竟他已经可不是自己 孽徒那样的出入大宗师境 大宗师专修体内武器 武器圆满 和顶上三花相互结合 再打通天地之桥 就可以突破天人 而胡定秋 身为五行山大长老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他早已经修炼到了 武器大圆满 可以说是距离天人境 就差几步了 但这几步 却是天地之格 不过就算如此 他自信在大宗师境内 自己绝无对手 更别说 他布置的阵法 乃是五行山主特制的 五行回转大阵 可化五行结界 笼罩一方天地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阵法控制者 在阵法内 可以调动一部分的 天地之力 控制天地之力 可是天人的专属能力 但是借助此阵法 可以让大宗师 也勉强做到 而胡定秋修炼的 正式五行功法 和这阵法互相结合 更是相得益彰 虽然还没有办法 和真正的天人相比 但他自信 拿捏一个小和尚 那不是手到擒来吗 五行阵法 笼罩了整个凤法山 使整个山都开始摇晃起来 凌晨赞叹一声 五行阵法倒是不错 看来明明之中自有天意 我刚刚领悟这招 也和五行有关 请评见一二 话音刚落 整个人周身 散发出万众佛光 气势和威压倾袭而出 凤法山承受不住 这股力量开始崩塌 凌晨伸出左手轻轻一咬 好似从红尘世界 咬起一条落水 大光明寺的众人 水渊安众人 以及运气好 躲在一旁苟延残喘的江湖舞者 都落在凌晨手中 再伸出右手 翻掌一扑 在胡定秋等人眼中 这手掌原势极小 但随着距离变近 却是越来越大 不 你不能杀我吗 我是大皇子 未来的九五之尊 你好大的胆子 皇室绝不会放过你的 胡定秋 赵公公等人 立刻大吼一声 燃烧生命 也要拼命挣扎 强大的气势下 凤法山彻底被震碎了 不过他们挣扎 好似皮肤汗大树 毫无作用 这五指凭空一遍 化作金 木 水 火 土五座连山 将他们重重压住 全都震死在这五指山下 将事情完美解决 凌晨随即手捧众人 身披金光 脚踩白云 一路向着南方而去 第五十章 回归寺内 众人拜见 凌晨的速度极快 虽然两地相距万里之遥 但不过片刻之后 就回到了大光明寺 随手就将众人放在山门口 一个闪身 就回到了桃花林中 众人感觉眼眸一睁一闭 醒来就发现 已经来到大光明寺的山门了 虚辞和众多弟子 还是一头雾水 当当在万福会上发生的一切 好似做梦一般 方丈师兄 我早就说过了 没什么好担心的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虚辞虽然也没想到 最后的动静那么大 但他内心中一直深信 明尘前辈无所不能 一定可以解决的 话音刚落 虚辞等人先是一愣 马上将目光盯着他 虚辞忽然想起来 自己失地 那有些疯疯癫癫的行为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家伙 肯定是早就知道了 于是在众人的追问下 虚辞立刻就把自己知道的 都说了出来 师兄啊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我也不是刻意隐瞒你们 是明尘前辈吩咐我的 方丈师兄 方丈师兄 你们怎么回来得这么快 这次有明尘前辈在 我们大光明寺 一定是扬眉吐气了吧 留守寺内的诸位长老 发现参加万佛会的人都回来了 立刻出来迎接 只是见方丈和诸多弟子 脸色怪异 不由得心想 难道这次我寺 又成了垫底了吗 于是小声劝慰道 掌门师兄 大不了下次万佛会我们 不会再有下一次万佛会了 虚辞表情莫名 淡淡说道 毕竟现在整个凤法山 都已经被轰成了碎片 其他两大佛门精英弟子几乎全灭 若是没有意外 应该再也没有下一次万佛会了 后山 桃花灵中 凌晨盘息而坐 心面一动 五个颜色各异的阵盘 就出现在眼前 在和胡定秋一战时 他就发现 这阵盘还不错 是用许多珍贵稀有材料炼制而成 只是凌晨早已经熟练掌握了 玄震全解 阵法水平 可比当时一流阵法宗师 所以 阵盘上明刻的五行回转大阵 自然是入不了自己的眼 于是 打算将这阵盘重新炼制一番 到时候 自己就算用不上 布置在大光明寺倒也不错 说干就干 立刻动手 咦 这是 凌晨忽然发现在这阵盘中 好像藏了点东西 当即单手一挥 一张残破的地图 落在自己手心 仔细一看 这地图颜色发黄 质感粗糙 十分陈旧 已经存在有不少年头了 摸了摸 指尖传来一阵冰冷 也不知是用什么材质制成的 地图上似有一片迷雾 让人看不真切 连我的神念也看不穿 果然有古怪 凌晨试了各种办法 想要破开迷雾 烟熏 火烧 水泡 忽然一拍脑袋 我咋这么笨呢 将地图放在手上 运转功法 一股精纯浓郁的灵气 灌入地图中 果然 地图上的迷雾逐渐消散 露出隐藏的信息来 片刻后 凌晨浏览完了地图上的信息 心念起伏 原来如此 这地不仅仅是一张地图 而且记载了一则 有关千年前的隐秘 九州大陆千年前 倒是有诸多天人 只是不知 后来有一天 他们突然就失踪了 后人猜测 这些前辈 已经修炼到五道极致 所以破碎虚空超脱而去了 但是根据地图上记载 是某天忽然出现了 一股奇异的气息 这股气息既飘渺又遥远 唯有天人才有所感应 有五道前辈推测 这可能和传说的 陆地神仙有所关系 一时间 众人震惊 不久后 五道天人选择了某天集体离开 去探索和追寻那道气息 留下了这张地图 绘画出大致的地点 并且留下信息 用以告知后人 只是没想到 后来沧海桑田 这个秘密 也逐渐消失在了岁月的长河中 在凌晨阅读完上面的信息之后 地图逐渐化作飞灰 被风吹散 看来这个世界的秘密 比我想的还多啊 这一下子可不会无聊了 凌晨轻笑一声 忽然眸光一闪 望着远处 喃喃自语道 终于还是找来了吗 虚子他们会来寻找自己 早就在自己的意料之中了 所以也不敢到意外 后山小路上 虚子等人 小心翼翼地 向着桃花林走来 他们已经询问过明觉了 了解到平时凌晨没事 就待在桃花林中 一行人来到树林前 停下脚步 一时间你望望我 我望望你 像是犯了错的孩子 始终是不敢踏出那一步 你们都进来吧 这时 一道声音穿过磕磕桃树 在他们耳边响起 虚子等人 先是恭恭敬敬地行礼 随即才进入桃花林中 一进入这里 马上一股浓郁灵气 扑面而来 几人立刻深吸了口气 顿时觉得耳目一腥 神清气爽 腰不酸了 腿也不痛了 就连因为常年修炼外公 在身体中留下的暗伤 都有所好转 几人抬眼望去 周围街是一片片粉色烟红 清香四溢 你们看这事 居然是地阶灵草 圣湖蝶蓝 这是传说中的银月玄花 不是说早就绝迹了吗 徐碑身为药师院院守 一眼就认出了 这些全部都是异常珍贵 和稀有的奇花异草 现在居然就像是野花野草一样 随意地生长在路边 闻言 虚子他们也是一惊 看了看周围 振战不已 连忙抬起脚 生怕一不小心就踩到了 到时候 就算是家产浩光 也赔不起 几人见到如此场景 好似不再凡事 已经来到了极乐世界 虚子连忙低贺一声 尊者所在 不可造次 尊者亦或是罗汉 皆是佛门中 对于天人境的尊称 意味拥有大神通 大智慧的人 如数千年前的 大光明四创四祖师 就被尊称为神光罗汉 当然也可尊称为神光尊者 这声低贺惊醒了众人 几人收敛了行为 继续向着密林深处走去 没一会儿 一棵粗壮的桃树直冲云霄 接天蔽日 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 在树下 他们终于见到了凌晨 第51章 众人拜见 几人见到了桃树下 盘膝而坐的凌晨 我等拜见尊者 他们虽有满肚子的疑问 但话来到嘴边 却还是吐不出来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 凌晨见状开口说道 他怕要是自己不开口 这些人肯定要在这里 站上一整天 得到凌晨的允许 于是 虚慈踏出一步 双手合十 恭敬行礼问道 请问尊者 几年前阵魔塔出 附近出现的尸体是 是我杀的 当时恰好路过 便顺手解决了 原来如此 多谢尊者出手 有了虚慈带头 其余人也鼓起了勇气 询问了起来 对于他们的各种疑问 凌晨也是一一回答 同时 凌晨还抽空 顺手指点了一下 他们的武道 毕竟身为罗汉尊者 指点这些小辈 倒是轻轻松松 更何况 凌晨有着佛祖设立加持 在佛门武学的见解上 更是鞭辟入理 出神入化 绝非常人可比 虚慈等人 只觉得是佛音入耳 听的是醍醐灌顶 毛色顿开 虚慈身体颤抖 神色激动 恭敬说道 多谢尊者替晚辈解惑 有了尊者的指点 晚辈自信在两年内 可以闭关突破大宗师了 大宗师 其余几人文言 也是兴奋不已 别看现在凌晨杀大宗师 比杀鸡还简单 但是在江湖上 因为大宗师的含金量 还是很高的 足以称霸一方 想要突破大宗师 又何须等几年这么麻烦 凌晨淡淡说着 同时取出一个玉瓶 扔给了虚慈 这有一颗五神丹 现在你把它吞下吧 足以助你突破大宗师 五神丹 虚慈小心接住玉瓶 双手都在发抖 五神丹蕴养体内五脏五神 辅助突破大宗师的神药 要知道 这种丹药在九州之地 早就已经绝迹许久 就算是几千年前 那也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多谢尊者 不必客气 凌晨毫不在意说道 毕竟这玩意 它在系统空间还有一堆呢 扔在那里 毕竟大光明寺有了一个大宗师 那也不用试试都麻烦自己了 虚慈小心翼翼地打开玉瓶 取出丹药一口服下 开始尝试突破大宗师 凌晨眸光一闪 一道佛光融入虚慈体内 煞时间 虚慈浑身气息暴涨 一股强大的威压 不受控制地倾泻而出 虚慈眼眸一亮 心中狂喜道 我成功突破了 恭喜师兄 恭喜师兄 其余人也是心情激动 连忙贺喜 时隔近百年大光明寺中 又有了一位属于自己的大宗师了 虚慈神色激动 朝着凌晨跪下 他心里明白 今日若不是有尊者相助 自己在有生之年 是绝对不可能突破大宗师的 好了 起来吧 凌晨只是心念一动 虚慈整个人不受控制 站了起来 顿时大惊 心中感慨道 尊者实力真是深不可测 这时忽然想起了 虚苦师弟交代自己的证实 虚慈小心问道 请问尊者想要知道大井玉玺之事 在来之前 虚苦就已经将玉佩和玉玺的事情告诉他了 为此 虚慈特意去查了查某些隐蔽资料 同时还抽空向着水月安的应悦和尚 以及诸多其他高僧打听了一番 的确如此 想必你也知道了 有何见解 凌晨取出玉佩淡淡问道 虚慈看了玉佩一眼 点了点头 尊者 老僧保证 这玉佩的确和大井玉玺才智相同 至于玉佩的来历 老僧不清楚 但是有关大井玉玺的来历 倒是听说一些 哦 请说 是 根据大井皇室自己的说法 当初是天外落下一颗陨石 大井太祖在其中发现了一颗奇异的石头 最后请能人巧匠将其制成了大井玉玺 但是根据老僧调查的消息来看 这都是编造出来的传言罢了 那真实情况呢 如果前辈在古籍上的记载没有出错的话 其实大井玉玺就是当年的大前玉玺 只是被他们换了个名字而已 有意思 凌晨也是倾笑一声 这其中可有什么秘密 这个老僧就不知道 只是坊间一直有一个传言 据说玉玺和传说中的九州国运有关系 国运 凌晨文言皱了皱眉头 是的 据说大前玉玺乃是国运之宝 得此玉玺便可得天下 片刻后 须慈将自己所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了凌晨 凌晨点了点头 好了 既然无事的话 你们可以离开了 打扰尊者清修 多谢恕罪 众人随即起身离开 离开之前 须慈特意取出一身崭新的华贵僧袍 放在凌晨身前 他现在可不敢让一位尊者 再穿着杂衣僧的灰色僧袍了 不过 凌晨倒是不在意这些 脑海中仍在思索玉佩的事情 凌晨想了半天 最后无奈摇摇头 罢了 罢了 看样子 以后还是要亲自去皇宫走一趟 与此同时 大光明寺的山门口已经挤满了人 各种声音此起彼伏 各位高桑 我想拜师 让我当的扫地僧就行了 各位大师 我小时候就被人说与佛有缘 请您收我入寺吧 大师 你别听他的 俺老张才是真的有缘人 你看我的头多远啊 老张 你咋把头发剃光了呀 嗨 如果能被罗汉尊者看中收到门下 别说是剃光头发了 就是把全身的毛都剃了 也没事啊 老啊 你是我的好兄弟 我要出家了 家里的三个老婆 六个小妾 以后全拜托你照顾了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 被凌晨在凤法山上 随手救下来的江湖舞者 须此等人回寺之后 就让他们各自离开了 但是他们在山顶 亲眼目睹了传说中的罗汉尊者 那如此强大的身姿 已经深深映入了他们的脑海中 这咋舍得离开呢 于是 纷纷留在大光明寺的山门口 跪求败入寺内 就算是做一名火头僧 扫地僧 那也是心甘情愿啊 第52章 传遍天下 大雄宝殿内 水月安的住持应悦和尚 还有其他诸多佛寺的住持 皆是走来走去 焦急万分 毕竟他们身为佛门之人 亲眼看见了一位罗汉尊者 内心怎么能不激动呢 更何况 这位罗汉尊者还大展神威 救了他们的性命 但这里毕竟是出自大光明寺 他们只是外人 只能在这里等待了 哎 要是这位罗汉尊者 出自我水月安就好了 映月和尚不由地叹气 心里念叨 大光明寺真是机缘深厚 气韵惊人 原本四大佛门中 以大范寺实力最弱 但是他们加入了莲花干耶寺 相当于成为了附庸 那最弱的 就轮到大光明寺了 但是没想到 现在大光明寺 居然诞生了一位罗汉尊者 一下子就逆转了局势 映月和尚 对于大光明寺 只有深深的羡慕了 现在山门口 想要拜师的声音 求见尊者的声音 就算他在这里也能听见 片刻后 虚慈等人回到了大雄宝殿 映月等人立刻迎了上来 急切问道 虚慈大师 请问尊者是否愿意相见 虚慈双手合十 轻声说道 尊者事物繁忙 已经闭门谢客了 映月等人虽然早已猜到 一位罗汉尊者 岂是你想见就见呢 但一股失望的情绪 涌上心头 就在几人满怀沮丧之时 大佛四柱池 忽然看着虚慈 震撼道 虚慈大师 突破大宗师了 闻言 几人一惊 顿时把目光看向虚慈 刚刚几人心情极切没有注意 这时候才发现 虚慈身上 散发一股淡淡的威压 这显然是刚刚突破大宗师 目前还不能很好地 控制自己的气息 虚慈双手合十惭愧说道 也不能打此境界 几人听了此话 心情震撼 刚刚虚慈离开的时候 不过是宗师巅峰 但是不过只是 离开了一盏茶的时间 怎么回来的时候 就突破成大宗师了吗 难道说 罗汉尊者 真的就有如此强大 众主持心中心神激荡 难以平静 阿弥陀佛 今日既然诸位掌门主持都在这里 以老那来看 不妨我们推举大光明寺 为天下福门之手如何 善哉 善哉 福云大师说得对 老僧也同意 众多佛寺的住持 一致表示赞同 毕竟现在四大佛门中 大范寺名存实亡 莲花寺又太过霸道 水月安实力不济 唯有大光明寺最为合适 更何况 大光明寺可是有罗汉尊者坐镇 担任天下福门之手 那也是实至名归 虚慈文言本想拒绝 但是架不住众人的推崇 也是勉强接受了这个称号 好好好 我等小四之人 今日有缘能来到这天下福门之手 真是三生有幸啊 也不知虚慈大师 要何时召开大会 以招告天下 虚慈想了一下 由于说到 召开大会事关重要 老僧要先请示尊者 才能决定 随着时间缓缓流逝 凤法山上万佛会的消息 好似一道飓风 传遍了整个九州 谁也没有想到 最后万佛会 居然会演变成这个样子 先是大光明寺佛子大发神威 在擂台上 打得两大佛门不敢迎战 再是 海外五行山奔袭万里 突然挟持了了四大佛门 最后 大光明寺中 居然现身了一位罗汉尊者 一掌灭杀了所有敌人 大光明寺 还是大光明寺 一时间 天下所有武者的目光 全部都汇聚在 青州大光明寺的身上 越州 神剑山庄 炽热的火炉旁 一位身材硬朗的老爷子 停下动作 望着手上的情报 突然大喊 来人 将放在祠堂的韩兴剑取出来 爹 你不是说 韩兴剑是传家之宝 不可轻动吗 老者没说什么 只是将手中的情报递给了他 传说中的罗汉尊者 中年男人不可置信地喊道 不管事情是真是假 我身为神剑山庄庄主 都要去走一趟 更何况大光明寺的高僧 曾经救了我的外孙 叫上官 何其我拜访大光明寺 东周 要尸骨 来人啊 将白石所有职位统统撤除 再将他家人弟子关起来 严加看管 赶快再准备一份厚重的礼物 算了 还是我亲自来准备吧 一把将什么千年灵芝 千年人参统统装入香中 小心放好 贺州 大朗诺山 莲花甘叶寺 现在整个寺庙 已经看不到一个人影 好似都凭空消失了一样 大殿内 一声声怒吼声不断传出 半晌后 终于安静了下来 阴暗的大殿深处 诡异的神像下 邪义的魔气汹涌澎湃 一道冰冷的声音咆哮道 大光明寺 你们敢杀我弟子 坏我大戒 陆静远你还在等什么 一定要你大光明寺上下鸡犬不留 大景黄都 整个皇城都已经被染成了白色 凡是城中之人 全部都被要求披麻戴笑 所有店铺关门三天 不时有官差四处检查巡逻 若是逮到不听话的 直接关入天楼 皇宫内 景帝陆静远 第一时间接到了密探传来的消息 望着手上的这份密报 随即捏了捏鼻子 轻叹了口气 周围服侍的太监 宫女顿时下的浑身冒冷汗 他们作为景帝的贴身奴仆 明白这是景帝想杀人的习惯 无声无息间 手上的密报碎成了粉末 奇怪的是 陆静远的脸上却没有任何的悲伤 只有说不出的瓶颈 片刻后 他开口了 狼儿死了 横儿也死了 是被大光明寺的罗汉尊者杀死的 朕虽然不喜欢这两个自作聪明的儿子 但是也不能让他们死在外人手上 陛下说笑了 这些正事 小女子又怎么懂得 陆静远无悲无喜淡淡道 朕知道你来自海外 也知道你是横儿的人 一直陪在景帝身旁的清纯少女 先是一阵 玄机面色一变 大大方方说道 没想到 万人唾骂的景帝居然隐藏得这么深 也不知陛下是何时看出来的 第一次见面 想不到小女子的天魔舞在陛下面前 居然毫无用处 也不知陛下有何吩咐 陆静远取出一封早已经写好的密信 递给了那女人 对她说道 把这个给你背后的人 她会明白的 清纯少女接过信 一闪身便消失不见了 片刻后 陆静远敲了敲桌子 不知从何处冒出一个人来 把这个送入天牢最深处 景帝从怀中取出一个金箱子丢给了她 也不知里面放着什么 人影接下金箱 旋即消失 陆静远看了看天空 淡淡道 正儿轰义 不可无人服侍 既然你们心思玲珑 体贴入微 那就下去伺候这儿吧 陛下饶命啊 陛下饶命啊 不一会儿 皇宫就再次陷入了寂静之中 第五十三章 明星渐性 千年菩提星 大光明四后山 桃花灵 凌晨盘息坐在树下 慢慢睁开了眼睛 轻轻叹息道 唉 想不到成为天人之后 修炼速度 居然如此之慢 根据六道轮回网圣经记载 天人静共分为五重 但是 自从凌晨当日突破至天人静后 到目前为止 也仅仅到了天人三重罢了 当然 以凌晨这个修炼速度 绝对是不慢的 甚至可以 说得上是极快 但是和凌晨自己以往的修炼速度相比 实在是太慢了 看样子 以后要想个办法了 就在凌晨思索的时候 一道人影 慢慢走进了桃花灵 正是虚慈方丈 启禀尊者 托尊者的红福 大光明寺 被众多同道推举为天下佛门之首 只是按照记载 现在需要选定良辰吉日 以昭告天下 经老僧师兄弟几人讨论 暂时将时间定在下个月十五日 不知尊者有何意见 就按照你们说的办法 是 尊者 还有什么事吗 凌晨见虚慈面带犹豫 似乎还有什么事情没说 尽管说吧 是 虚慈面色恭敬 小青说道 尊者 明爵佛子 自从回到大光明寺后 就一直心神不宁的 几天前就进入了后山的思过洞 到现在也没有出来 思过洞 凌晨文言也是一愣 听名字就知道 这事是专门让那些犯下错误 深破戒律的僧人 自行己身 自私己过的地方 但是明爵为何会进去呢 方丈 难道明爵他犯了戒了 据老僧所知并没有 那他为什么进去 罢了 罢了 我亲自走一趟吧 凌晨淡淡说道 玄疾站了起来 多谢尊者 老僧乃得尊者引路 虚慈神色兴奋 毕竟明爵 可是他们看着成长起来的后辈 对他寄予厚望 现在自然是不愿见他 深陷心结之中 虚慈带着凌晨 很快就离开了桃花林 穿过石塔林 继续走着 没一会儿 就来到了一处绝壁之下 这片山壁光滑如镜 唯有最上层的云雾中 有一个山洞若隐若现 不用说 那自然就是撕过洞了 山壁下 早就有诸多长老在此等候了 见到凌晨之后 巨师面带喜色 恭敬行礼 拜见尊者 不用多礼 尊者 明爵那孩子 就在上面的撕过洞中 嗯 凌晨点了点头 一个闪声 瞬间就来到了山洞中 师兄 你怎么来了 明爵心神不宁 望着前方发呆 忽然一道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眼前 吓了他一大跳 但是明爵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轻轻低下头 神色恭敬说道 明爵 明爵拜见尊者 凌晨看了看明教 见他神情羞愧 行指怪异 似有心结在身 难道明爵是怪我隐瞒身份 不应该啊 就算知道我隐瞒身份了 按照他的性格 也不会生气才对啊 于是十分奇怪问道 师弟 莫不是怪师兄隐藏身份 不是 明爵急忙摇了摇头 尊者做事自有用意 只是 尊者忍辱负重 这些年来 不是扫地 就是砍柴 道士弟子望自尊大 自称佛子 无大无小 惹尊者孝尔 闻言凌晨心神一正 啊 就这 不由地摇了摇头 原本凌晨还以为 明爵是破了什么戒律 亦或是犯了什么大错呢 现在才知道 这家伙是心中惭愧 抢了自己的佛子之位啊 师弟 你无需愧疚 这佛子之位本就是你的 我早已不在意了 啊 于是 凌晨随意地坐在了明爵身边 淡淡说道 很久以前 坦山禅师和一位僧人一起出游 遇见一条充满泥泞的道路 此时恰好有一位美貌的女人 烦恼无法过去 坦山禅师二话没说 就将其背了过去 但那位僧人 却是很是吃惊 因为根据戒律 出家人是 不能接近女色的 走了几里路 僧人终于忍不住了 怒斥道 你怎么能去 背一个陌生的女人呢 坦山禅师呵呵笑道 我早已将她放下了 你还背着吗 话音落下 明爵低声喃喃自语道 我还背着 下一刻 似乎领悟了什么 忽然眼眸一亮 整个身体散发出淡淡佛光 浑身上下 都变得通透了许多 整个人站起身来 朝着凌晨 恭恭敬敬地 行了个大礼 多谢尊者解惑 弟子感激不尽 起来吧 凌晨将明爵扶了起来 随后说道 不用那么生粉 还是如同以往即可 是 尊 明晨师兄 明爵说完憨憨笑了起来 凌晨望着着她 也是点了点头 心中想到 经过这次 明爵倒算是因祸得福了 明心渐性 自此突破大宗师再无瓶颈 剩下的 就是需要时间的积累了 凌晨忽然想起 发现自己还没有 在这思过洞迁道过呢 于是心中默念 系统我要迁道 叮 恭喜宿主迁道成功 获得千年菩提心 千年菩提心 凌晨也是吃了一惊 没想到 居然是这种奇物 据说菩提心 拥有使人明心见性 降低走火入魔的功能 相传如来佛祖 便是在菩提树下误导成佛的 那这千年菩提心 岂不是比普通的菩提心 更加珍贵千倍 凌晨也是心情大好 觉得自己 没有白来一趟 将千年菩提心 放在系统空间之中 便随手招呼明觉 准备离开 同时笑着说道 身为大光明寺的佛子 可不能躲在山洞中啊 到时候下个月的通道大会 还需要你这个佛子 出面主持呢 明觉被凌晨一斗 马上面红耳赤 旋即点了点头 师兄提醒的对 我身为大光明寺的佛子 理应承担责任 行众人不行之事 善哉 善哉 见明觉开悟 凌晨带着他就离开了思过洞 此时 在下方等待的几人 也有点着急 见到二人出现 立刻围了上来 诸位师叔 师伯 明觉让你们担心了 明觉惭愧说道 不碍事 不碍事 须此等人看明觉 虽然还是一副邋遢的样子 但是精神饱满 双眸有神 特别是浑身的气势 焕然一新 浑身通透 心中皆是震撼不已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明星见性 众人心中皆是好奇 尊者只是进去了一小会 究竟是说了什么 能让佛子直接明星见性 第54章 圣会召开 中州 五指山下 不知何时 这里已经建起一座客栈 一位说书人 正在口若玄河说道 话说那海外仙山所来之人 实力通天 带领门下十二位弟子 就要把四大佛门一网打尽 就在这时 那大光明寺内 突然走出一位罗汉尊者 您猜怎么着 那罗汉尊者 只是大手一挥 就将那些海外人全部抓住 但尊者毕竟是出家之人 慈悲为怀 所以帆长一扑 将手上五指化为山峰 将他们轻轻压在山下 以示成见 至此 这里就再也没有凤法山了 现在只有一座五指山 自从万佛会结束之后 海外舞者袭击四大佛门 大光明寺 出现一位罗汉尊者的事情 不进而走 转眼就传遍了九州 众多时刻都听说 书人讲的故事 是跌宕起伏 听得津津有味 更有甚者 高兴的豪气打赏 许多江湖舞者 看着客栈外的五指大山 双眼流露出无限神望 颇为憧憬地说道 哎 传说中 罗汉尊者神龙剑手不见尾 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到 想要见罗汉尊者 这你们就问对了 说书人轻笑一声 迈起了关子 快说 也不少你这点钱 一江湖客 随手就丢出一定银子 多谢大侠 说书人将银子连忙收了起来 神色郑重说道 几位大侠 现在大光明寺 已经被奉为天下佛门之首 在本月十五日 天下武林同道 以告示天下 据说在这次大会上 罗汉尊者也会现身 几位大侠现在赶过去 说不定就能一睹 罗汉尊者的尊容 这些江湖舞者一听 立刻站了起来 有这消息你 怎么不早说啊 快 现在我们赶过去 应该还来得见 客栈大堂的偏僻处 木桌前坐着三个人 分别是年轻男人 五妹女子 外加一个胖大和尚 听见众人说话 大和尚冷哼一声 呵呵 天下佛门之首 真是好大的名头啊 老僧我游走江湖数十年 也没听说过 有谁敢称佛门之首 无色大师 又何必生气呢 这些家伙 不过是井底之蛙 见一片 而未倾天 又怎么会知道 大师的佛法精妙 禅机深奥呢 年轻男人手持折扇 笑眯眯说道 以切身来看 这大光明寺 不过一破落小妙 就这还妄想 当这天下佛门之首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 何况这所谓的 罗汉尊者 在这没见识的家伙中 以讹传讹 又能有几分真假 妩媚女子面色不屑 随意点评道 你们是谁 真是好大的胆子 一名准备离开的江湖舞者 忽然听见 有人在背后议论 大光明寺和那位罗汉尊者 顿时心中一喜 暗道 老子正愁 怎么进大光明寺呢 这几个人在这胡言乱语 诽谤尊者 我把他们抓过去 交给大光明寺的人 说不定就能进入大光明寺 若是有幸见到尊者 以后吹牛都有面子了 想到这里 当场指着他们三人 扬声说道 胆敢诽谤尊者 你们好大的胆子 都跟我走一趟 但见三人毫无反应 你们是不是聋了 立刻勃然大怒 马上伸出手 想把他们置住 忽然 他只觉得自己手上 怎么空荡荡的 再一看 自己的胳膊 不知何时掉在了地上 哎呀 我的手 他只喊了一声 默然发不出声音了 恍惚间 好像看到了十分熟悉的东西 这是 这是我的身体 随即意识陷入了永远的黑暗 扑通 扑通 一阵风吹过 江湖客被切成碎块的身体 轰然倒在地上 全身肉块大小相似 和骨块 脏气皮毛混在一起 一时间 整个客栈所有人 掌柜 厨子 说书人 食客 也倒在地板上 混成一堆分不清的血肉 小小的客栈内 血腥冲天 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见此 大和尚神色不悦 冷哼一声 年轻男子也皱了皱眉 用扇子扇了扇风 紫宁 你要杀了他们 直接取了他们性命就是 何必弄得如此血腥呢 哼 切身乐意 你管我 切身倒是好奇 你这天机山的大弟子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恐怕不单单是来看热闹的吧 莫非是为了那所谓的罗汉 男子文言面无表情 一言不发 男子名为赵吉 出身于海外天机山 而他的师父 就是当代天机山山主 他们这一脉 擅长战心补挂 推演天机 江湖中无数人好奇的武道榜单 就是他们编排的 原本赵吉在山中修行 忽然收到了山主的命令 让他前往九州之地 为了探查大光明寺 具体说是为了探查 那神秘的罗汉尊者 毕竟根据天机山的推测 这时候的大光明寺 应该早就因为种种祸事 被灭门了才对 但是现在不仅没事 反而发展得越来越好了 甚至还当上了天下佛门之手 在天机山的推测中 这个位置 原本应该是 落在了莲花甘耶寺的手上 现在全乱了套 最新江湖传言 大光明寺诞生了一名罗汉尊者 这下天机山彻底坐不住了 所以才会特意派出 召集来一探究竟 阿弥陀佛 无色大和尚念了一声佛号 但他说道 两位走吧 我们一起去会会这个大光明寺 时间逐渐流逝 终于快要到了大光明寺 召开大会的这天 此时 大光明寺的山脚下 已经围满了来看热闹的江湖舞者 车水马龙 堵的是水泄不通 毕竟 可是有机会见到传说中 数千年没有出现过的罗汉尊者 就算是赶他们走 也没人会走的 而 一些心思聪慧之人 已经在山道两旁摆起了地摊来 各种叫卖 人越聚越多 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小市场 终于 这天 十五号到了 动 神剑山庄庄主 赠礼地阶上品宝剑 寒兴剑一把 药师谷谷主 赠礼千年人参三珠 千年灵芝三朵 雄师宝宝主 赠礼金链玄铁三千斤 第五十五章 玄天惯来人 此刻大光明寺 四门洒水清扫完毕 如今山门大开 恭迎天下来客 人来人往 乌泱泱的江湖同道 卧意不绝 门口几位唱里的僧人 从早上到现在都没有停下来过 五湖四海 各式各样的珍奇异宝 让人大开眼见 眼红不已 谢师傅 你也来了 大光明寺的邀请 如何能不来 倒是马师傅你 精神越来越好了吗 哈哈 请请请 几位宗主 宝主里面请坐 里面请坐 我等拜见虚苦大师 虚苦大师正站在在门口 专门负责迎接到访的舞者 他身为戒律院院守 虽对寺内弟子举止威严 但对外却是和蔼可亲 所以 由他来做这迎客僧 那是再好不过了 忽然 只听见有人大声欢迎道 云州 玄天冠 清须真人道 玄天冠 赠礼灵丹百客 周围人听见 也是内心震撼 他们没想到 鼎鼎有名的玄天冠 居然也来了 而且一来就是送上了厚重的赠礼 须知玄天冠的灵丹 在江湖上可是赫赫有名 有价无事的宝贝 就连他们自己门下的弟子 也不是随意可以得到 道士现在只是上门观礼 居然就一次性送上了百客 足见玄天冠对于大光明寺的重视了 嗖的一声 只见一道身影迅速闪过 一位身披大红色袈裟的老和尚 立刻现身在此 正是大光明寺的住持方丈 须此 相比于佛门分裂 只卖无数 四大佛门互相争锋 而道门一脉 就没有那么复杂了 如今玄天冠为天下道门共主 地位比起大光明寺 要高尚许多 故此 须此一听见外面的动静 就立刻亲自出面迎接 清须真人 身穿青色道袍 头戴松木簪 鹤发童年 精神抖擞 身后还跟着一些年纪不大的弟子 想来应该是特意带来开拓眼界的 清须真人 身为玄天冠的掌门 辈分极高 和须此他们的师父 是一个辈分 于是 须此双手合十 十分恭敬 恭身行礼道 真人前辈 远道而来 必死真是深感荣幸 哈哈 看样子 不幸的家伙 倒是说了个好徒弟啊 大师现在也是大宗师了 不用如此客气 晚辈才疏学浅 怎敢在真人面前卖弄 清须真人摸了摸胡子 方丈何须过千呢 凤法山上 大光明四利退海外来客的事 老道也是略有耳闻 须此共认不会 但也只是笑了笑 清须真人面带微笑 玄机小声问道 敢问虚慈方丈 外界盛传大光明四 诞生了一位罗汉尊者 不知是否属实啊 虚慈方丈只是恭身道 真人前辈 请您稍等片刻 等今日大会结束 到时自然知晓 好好好 清须真人大笑三声 带着弟子 跟着虚慈进入寺内 与此同时 后山桃花林中 凌晨盘息而坐 浑身散发淡淡金光 流露出一股祥和安定的气息 片刻后 凌晨睁开了眼睛 心中一喜 低声嘻喃 太好了 终于突破天人境第四重了 距离传说中的陆地神仙 又进了一步 凌晨感觉浑身舒坦 自从将千年菩提心服下之后 现在内外通透 悟性大增 意念慢慢落入眉心 那颗佛祖舍力 仍在这里 虽然以肉眼来看 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以凌晨的感应来看 他已经又略微小了一圈 虽然 自己一直在尝试炼化他 但效率还是太低了 不过即便是这样 也是让自己受益匪浅了 心念一动 一个不到仪仗的虚影 出现在自己身后 这虚影全身发黑 四肢极其干瘦 浑身的骨头都清晰可见 面容极丑 歪鼻斜眼 但是那一张嘴巴 却是大的惊人 下巴甚至垂在地上 这正是凌晨凝聚的第二法身 恶鬼法身 只是可惜 时间还是太短 目前只能先凝聚个雏形来 等以后 有时间再慢慢壮大 凌晨想到自己 已经答应虚词方丈 今日大会会亲自出面一趟 不过现在 既然还有时间 索性就取出那五个阵盘来 趁着现在空荡时间 那就将这玩意改造一番 广场上 大光明寺准备的位置 已经被赶来的宾客坐满了 就连他们也没有想到 这次居然会来这么多人 以至于现在有一大份人 站在后面 不过别说是站着了 就算让他们跪下 他们也不愿意离开 毕竟 这可是世间少有 能见到罗汉尊者的时候 在给众人奉上了茶水和点心后 大会终于是开始了 此时诸多佛寺的住持方丈 依次陆续走上广场 这些里面有许多人 自从上次来到大光明寺后 便一直没有离开 一直在这里等待大会的召开 想再见尊者一面 此刻 广场上 所有佛寺的住持都各自站好 当然大饭寺和莲花干耶寺没来 当然他们来不来 也无人在意 只见各大住持都从怀中 取出一粒金沙 丢在正中心的熔炉之中 同时送面金咒 片刻后 一个造型精美的金波 就炼制出来了 须此将它取出 端放在高台之上 诸位僧人全都跪下行李 同时奉上各自寺院中的佛经 已视为尊敬和臣服 这一刻起 金波变成了天下佛门之首的信物 礼成之后 众僧接双手何时赞道 善哉 善哉 此时 须此心中倒是有些着急 他之前已经求见过尊者了 尊者也答应 会在大会上讲经说法 但如今已经礼成了 尊者却是还没有现身 当然 须此自然不敢去打扰尊者清修 现在只能选择拖延一会时间了 于是无奈挥了挥手 将明觉佛子换了上来 在众人的目光中 一个白衣白袍的小和尚 缓缓来到高台之上 这小和尚是谁啊 难道他就是尊者 你有没有搞错啊 他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是尊者呢 俺刚刚向大光明寺的人打听过了 这位只是大光明寺的佛子 明觉端坐在广场之中 摊开经卷 开始讲经说法 周围围观的人都傻了眼 心中都有些失望 毕竟他们大老远跑过来 都是为了能够面见传说中的罗汉尊者 但是现在 却要在这里听一个小和尚念经 只不过 这些话 他们也只敢在心中念叨 可不敢表现出来 不然激怒了大光明寺 那就没有好果子吃了 坐在一旁的清虚真人 也是面露疑惑 难道真的根本就没有尊者吗 也是毕竟 自从大前太祖之后 便再也没有听说过其他天人了 这一下可麻烦了 若是没有天人境的高手 唉 毁了我玄天观的千年基业 那倒还好 若是祸及至天下苍生 那可真是罪过了 就在明觉将一卷经书讲完之后 忽然远处传来一道怒斥之声 哪来的黄头小儿 安敢在这诽谤佛法 难道不怕夜暴吗 三道人影迅速从远处飞了过来 第56章 无色变法 这一声怒斥从四面八方传来 响彻在广场众人的耳边 众群众甚至一时间分不清 这声音具体是从何而来 那摩阿弥陀佛 几位施主不知所来何事 贫僧有失远迎 还望恕罪 须此目光远眺 轻轻一步踏出 瞬间再来到了广场前 拦截住了三人 须此方丈 在下名为赵吉 来自海外天机山 这二位分别是无色大师 紫宁道友 和在下一样 都是来自海外之地 我等三人得知 大光明寺召开大会 特意前来拜访 赵吉向须此行了个礼 轻笑一声 告知了几人的来意 他们三人居然是来自海外 话音落下 其余围观舞者 纷纷发出赞叹声 真是没想到 大光明寺这么有面子 连海外势力 都专门派人拜访 是啊 是啊 真不愧是天下佛门之首 海外之人棘手 出现在九州之地 但是一出现 必定是惹出腥风血雨 所以 在一般江湖舞者心中 海外之人 那都是神秘 高冷 强大的代名词 现在 见到有海外的势力 不远万里 专门来到大光明寺拜访 心中说是不羡慕 那是不可能的 须此文言先是一愣 但马上反应过来 也是心中一喜 笑道 几位即是远道而来的贵客 还请随我上座 说完 伸出手做了请的姿势 召集回以微笑 点头致谢 但子宁面色冷淡 压根没将面前 这个老和尚放在眼里 眼皮也不抬 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 但是这时 无色大和尚 却突然跳上了广场中心 指着明觉 大声喝道 小和尚 你懂什么佛法 也敢在这胡乱讲经 岂不是 惹得天下僧人吃笑吗 阁下莫不是来捣乱的吗 即便大师来自海外 也不可随意 欺如我门下子弟 几位长老立刻挡在明觉身前 将无色大和尚包围起来 神色严肃 同时运转真气 暗中戒备 只要他露出一丝不轨的举动 立刻同时出手 就将其拿下 无色拍了拍圆滚滚的肚子 哈哈大笑 俺只是个流浪僧人罢了 听闻大光明寺 是什么天下佛门之手 今日特意来看看 但刚刚过来 就听见这黄口小儿 在这讲经 实话实说 讲的俺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那请问无色施主 你有何意 俺要和你们论法 若是你们在场所有人中 有一人能变得过俺 让俺心服口服 那俺这颗脑袋 你们尽请拿去 若是变不过 这天下佛门之手称号 就归俺了 而且从今往后 你们这些和尚 也不可再开谈讲经 无色和尚大声说道 鼓足了真气 声音传遍了全场 同时取出一把戒刀 轻轻一扔 就插进地上的青石 整个刀身都陷了进去 大宗师 须此眉头一皱 就刚刚这无色大和尚随意一下 便已经感觉到 他的实力绝对不在自己之下 大师远道而来 你们不得无礼 都退下吧 是 方丈师兄 几位长老和明爵 都准备退下 让他们开始论法 这位大哥 小弟想问问这个 什么是论法 周围的舞者中 有不知道的 开始好奇起来 这你都不知道 听我给你说说 这佛门分支极多 理念各不相同 大家谁都说服不了谁 于是后来 就有了变法会 一问一答 相互问答 互相论法 已变高下 哈哈 那大光明寺那么多人 对他一个名不经传的胖和尚 岂不是赢定了 未必哦 据说上古时 有名圣僧在十八天内 一亿人变对面三千人 输了叫割头 但最后这三千人 竟无一人能将圣僧搏斗 我看这大胖和尚 竟然有底气 那也不是省油的凳 此时 王场中心 摆着两张仆团 虚慈和无色 各自盘系端坐于上 虚慈眉头紧锁 他心里自然明白 面前的无色大和尚 是想要效仿上古圣僧 力压大光明寺 所以 即便自己身为大光明寺方丈 本应压阵 但现在还是选择率先出战 毕竟一鼓作气 萨尔衰 萨尔节 若是得胜 便不用再比 论法开始 由无色率先发问 无色大和尚收起了笑意 好似便一个人 面色严肃庄重 双手何时问道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坐如是观 请问此即何解 就在围观众人议论纷纷时候 变法终于是开始了 此时 赵吉看见了端坐一旁的清虚真人 连忙走过去 恭敬行礼道 天机山赵吉拜见清虚真人 免了 怎么 你们天机山的好奇心 还是那么重啊 没听说过好奇心害死猫吗 也不怕那天知道了什么不该知道的 看见了什么不该看见的 到时候 可是谁都抱不住 你们了 赵吉只是呵呵一笑 颇为自得说道 这些就不劳 真人挂心了 如今九州之地 还没有我们天机山惹不起的人 清虚真人见他这个样子 随即摇了摇头 也不再理会他 赵吉却忽然问道 不知真人所来何事 莫不是为了江湖上广为传说的罗汉尊者 老到想来自然能来 和你这小辈有什么关系 哼 真人应该明白 自从大前太祖之后 这世间绝对不会再出现天人境了 倘若是有问题无法解决 不如告诉我 让晚辈汇报给师尊 也不知真人意下如何 免了 老到可不想 到时候 你们天机山被灭门了 把我玄天罐牵连上了 清虚真人摆了白手 十分随意 哼 那真人就好自为之吧 赵吉冷哼一声 慢慢走开了这里 不多时 在广场上 须慈方丈满头大汗 面色发白 面对对面无色和尚的问题 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须慈身为大光明寺的方丈 佛法见识自然是不弱的 但是现在很明显 无色和尚对于佛法的理解 远远在棋之上 于是 只能叹了口气 无奈说道 阿弥陀佛 是老那说了 须慈眼眸黯淡无光 站起身来 第57章 凌晨论佛 随着时间流逝 无色大和尚面前的变手 换了又换 大光明寺的众多弟子和长老 都低下头 面色惨白 各个宛如双打的茄子 毫无精神 其实若是比武输了 不过是身体受伤 倒也好治 但若是论法输了 轻则精神不振 状态为民 重则佛心破碎 心生魔障 再难精进了 所以变法 虽不似论武那样 真刀真枪 锋芒毕落 但是在这唇枪舌剑中 也一样暗藏胸肌 片刻后 看着场上诸多有名的大师 被一一搏倒 这大和尚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怎么如此厉害 真是人不可冒相啊 我看照这么下去 他说不定还真能完成 古之圣僧的壮举 这海外随便来一个和尚 都比我们九州顶级佛门厉害吗 下辈子我也想投胎在海外 广场中 诸物之中 何物无相 诸物之中 不起无相 诸物之中 何物为大 诸位之中 法性为大 无色大和尚回答完毕后 郑重看着面前的老僧说道 俺还有最后一问 若是大师答得出 俺便认输 大和尚请问 不知大师可知 何为佛 这一声发问 宛若红中大吕 猛然轰击他的心神 住持老僧陡然心惊 竟不知该如何回答 心神起伏 嘴里不断嘟囔着 什么是佛 什么是佛 突然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气势微米 摔倒在地上 师父 师父 门下众弟子连忙围上来 将老僧抬了下来 须被给他检查一番后 淡淡说道 没事 只是气急攻心 休息一会就好 围观众人中 忽然有人大叫一声 我知道这大和尚是谁了 这道声音 立刻就将众人的目光吸引过去 那人是一个须发揭白的老者 看上去有一百来岁了 见所有人都看着自己 老者缓缓说道 这个大和尚 就是当初月舟白相寺的无色蝉尸 随即 老者向众人说起 无色蝉尸的由来 相传无色蝉起母怀孕的时候 梦见一头白相 钻进自己的肚子 无色出生之时 有一股氢气 在屋顶聚而不散 屋内香气扑鼻 这样的一项 很快就将附近的白相寺住持 吸引而来 于是 便收其为徒 赐其法名无色 无色极其聪慧 三岁熟读经书 五岁能被各家典籍 而且在武道方面的天赋 也是极强 年纪轻轻 就成就宗师之位 白相寺住持对于记忆厚望 认为他便是罗汉转世 但是不知道哪天开始 无色蝉尸像是疯了一样 一遇见人就问他 什么是佛 什么是佛 惹得大家极其厌烦 后来的某一天 无色蝉尸就突然消失不见了 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死了 刚刚老夫一听见他问的那个问题 忽然就想起来了 真是没想到 他居然还活着 而且还是 如此执着啊 广场上 唉 是老僧叔了 大佛寺的住持叹了口气 选择了认输 他已经是在场中最后一位 有资格和无色辩论的大师了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 也只能选择认输 无色大和尚见状 十分失望地摇了摇头 这么多人中 包含了天南海北的众多高僧 但是只有虚次方丈 还能勉强和他辩论半天 其余人连一刻钟都坚持不下去 不由地轻叹了口气 和为佛这个问题 无色自己也想不到答案 也不知困扰了他多少年 为此 他走遍了整个九州 游遍了海外 但是一直没有人能给他想要的答案 无色本来还以为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但是很明显 这要让他失望了 也不管在场众僧面色铁青 亦或是惨白 无色大和尚平复了一下心神 取出一本佛经 开始给众人说法 他的声音不大 但是却清晰地响在每一个人的耳边 射例子 色即是空 不一会儿 在场众人听的是如痴如醉 神色迷离 无色继续讲着佛经 背后缓缓浮现出一头白色巨像的身姿 六颗洁白而又粗壮的象牙 显示他的不凡 隐笔长鸣 低沉吼声更添佛法庄严 现在就连虚词等人也不得不承认 无色禅师是一位佛法高深的前辈 这时 忽然一阵微风拂过 众人的目光都向着远处空中望去 无色禅师也停止了讲经 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忽然转过身来 旋即不可控制地张大了嘴巴 眼眸流出无与伦比的震撼 他发誓 自己可能永远也无法再忘记这一天了 天空中 浮光万丈 映照八方 虚空中朵朵金莲展开 八百金身罗汉端坐其中 低眉吟唱 屡屡佛音红大和雅 清澈深满 一轮浩瀚大日悬挂于空 凌晨面带微笑 盘膝端坐其中 心念未动 无色手中的佛金 已经飞到了凌晨手上 缓缓睁开了眼眸 望着下方 翘首以盼的云云众生 凌晨轻轻翻开了佛金第一眼 如是我闻 昔日 嘴唇清土 缠缠佛音字口中缓缓流出 六牙白像文音来到凌晨法座之下 一条祥瑞金龙出现 盘绕于他的左臂之上 天空陡然灿烂 映射出缕缕金光 各色香花从空中纷纷落下 地面生机渐起 彩霞万丈 朵朵金莲也争勇而出 这一说法就说了一天一夜 一日 凌晨和尚佛金 挥手间将种种异象驱散 脚踩着虚空中的阶梯 一步一步缓缓来到广场之上 众人望着凌晨 眼中皆是充满了感谢 崇拜和激动 我等拜见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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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请起 凌晨单掌虚托 就将众人全部扶起 无色大和尚立刻来到凌晨法面前 双手合十 神态恭敬地问道 请问罗汉尊者 什么是佛 凌晨闻言 反问道 你是佛吗 当然不是 那我是佛吗 也不是 不对 我是 凌晨面露微笑 指着无色说道 你是佛 我也是佛 在场之人 人人皆是佛 无色听了大惊 十分不解追问 尊者 您这是何意 凌晨哈哈一笑 佛是觉悟之人 人是未醒之佛 如此说 你我 众生又怎不是佛呢 无色闻言目瞪口呆 恍如一个晴天霹雳 跌倒在地 低声嘻喃 凌晨又是一笑 一挥手 无数桃花花瓣 从后山的桃花林中飞来 满天飞舞 香气弥漫 从空中纷纷落下 平均落在每个人的手中 近日寻春不见春 盲邪踏遍笼头云 归来少年桃花秀 春在枝头已十分 无色 你还不醒悟吗 第58章 无色归一 海外情报 凌晨一字一句 声若红中 不断扣机无色的内心 他猛然移着 玄机 眼睛射出一道锐利的光芒 仰天大声喊道 我误了 我误了 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立刻面向凌晨 双膝 双手和头 一起重重着地 泪水横流 有悲鸣抽搐之声 但是脸上却挂着 难以掩饰的欢喜 又悲又喜 情不自禁 耿叶说道 罗汉尊者在上 弟子无色心有所谜 以至于惶惶不可终日 沉沦苦海 今日信听尊者释法 当头伴鹤 实乃三声有幸 还望尊者大开方便之门 收留弟子 弟子怨辅身尊者左右 说完 痛哭流涕 凌晨看着他 缓缓说道 佛法广大 只度有缘之人 你且先起来吧 话音落下 无色便被一股无形之力 浮了起来 众人在一眨眼 尊者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众僧恭敬送道 恭送尊者 此时一旁的清虚真人 一个闪身就瞬息之间 来到了虚慈面前 这他颇为急切地问道 虚慈方丈 敢问刚刚的人便是尊者吗 虚慈被眼前人吓了一跳 恶弥陀佛 真人 除了尊者之外 又有何人说法 能有如此异象呢 清虚真人拍了拍头 恍然道 的确如此 倒是老到急糊涂了 就刚刚尊者说法时的天地异象 莫说是现在 恐怕放在上古之时 都是极为罕见 清虚心中狂喜 若是尊者修为如此高深莫测 那我玄天惯倒是有救了 请问虚慈方丈 能否引见老道面见尊者 老道有重要知识相求 此事关乎重大 关系万万千千的黎明百姓 虚慈神色一惊 但见清虚真人 表情真切 不似说谎 好吧 等大会结束 我带真人去拜见尊者 只是尊者是否乐意相见 老僧却不敢保证了 清虚真人鞠躬至谢 无量天尊 老道多谢方丈 大发慈悲 此时 后山桃花林中 凌晨盘息而坐 面前正是无色大和尚 刚刚他回来之时 顺带将无色也带过来了 无色睁开眼睛 连忙抬起头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好似 已经来到了世外桃源 猛吸一口灵气 沁香扑鼻 舒服得整个肥瘦的身躯 都颤动了一下 无色 一声呼唤 随风而来 无色和尚一震 马上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这才发现了不远处的尊者 内心一惊 漠然发力 手掌中一直小心呵护的花瓣 一不小心被捏成了碎末 尊者 弟子惭愧 无碍 元起元灭 花开花现 手中的花半岁了 但心中的花却是开了 凌晨淡淡说道 我且问你 你来自海外何处 他将无色带过来 可不仅仅是为了开导无色 更重要的是从无色这里 得到一些有关海外势力的情报 海外势力极少踏足九州 而九州之人 也很难找不到他们的所在 以至于在九州中 有关海外的信息非常少 现在刚好有一个 从海外回来的知情人 如果不问问 岂不是太可惜了 凌晨自己也明白 自己杀了五行山大长老 已经和他们结下死仇 自己日后早晚要去海外一趟 现在知己知彼 多了解些情报 到时候 自然心中有数 无色听见尊者发问 立刻就将自己知道的一股脑说了出来 尊者 海外大大小小岛屿众多 兴罗齐步 而其中实力最强的势力有六家 分别是天机山 罗刹山 五行山 海星岛 血沙岛 和最神秘的龟虚岛 被人合称为三山三岛 其中天机山弟子不多 但是各个精通于推演天机之术 所以 很少有人得罪他们 五行山是这些势力中 弟子最多的 他们以阵为道 最是善于布置阵法 海外大阵 多半都是出自他们之手 罗刹山功法最为奇特 倘若是女子修炼后 便会越来越美 最后美似天仙 但若是男子 效果就截然相反 必定会越来越丑 最后丑如恶鬼 但是不论男女 只要修行了此功法 定会脾气火爆 凶残世杀 甚至有传言到 他们酷爱食人血肉 尊者和弟子一起来的那一男一女 其中男子名为赵吉 来自天机山 女子名为子宁 便是来自罗刹山 听到无色的回答 凌晨也是点了点头 怪不得刚刚他 感觉那一男一女 有些奇特 不似常人呢 三岛中的海星岛 面积最为庞大 一岛之中 有数百万人居住在上 海星岛主名为蓝天祥 他们蓝家以商业为本 贸易走遍珠海 是最为有钱的势力 尊者 弟子去往海外之后 便是一直居住在海星岛上 血沙岛据说面积最小 上面原本是一群海盗 逃犯 磨到妖人的集合地 但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 一股强大势力占据了那里 自此 他们专门以谋杀为生 号称只要给钱 谁都能杀 所以 血沙岛的人在海外名气很差 基本都是人人喊打 至于最后的龟虚岛 无色说到这里 面色一变 忽然愣了一下 然后缓缓说道 尊者 这龟虚岛 弟子也是什么也不知道 因为这座岛从来没有人上去过 也从未在世人眼中出现 甚至他是否存在 都是个问候 紧接着 无色又将海外的大小事情 皆是汇报了一遍 片刻后 凌晨也是大概明白了 海外的大致情况 一挥手 让无色停下 对着他说道 无色 我现在 给你一个任务 你若是完成了 倒是可以选择留在大光明寺 无色一听 心头狂喜 马上跪了下来 尊者请吩咐 莫说是一个 就算是一百个 一千个 弟子也是在所不辞 凌晨笑了笑 伸出手指指向南方 满洲之地被磨到妖人占领 他们首领冯林 擅闯大光明寺 已经被我杀了 但是那他的徒子徒孙 还在为祸一方 为了还满洲百姓一个安宁 你就去将那些人都清理了吧 无色一听 顿时大喜过望 他本来还以为 尊者会派 给他吉南的任务呢 没想到 居然仅仅是除魔而已 立刻拍了拍胸脯 保证道 尊者请放心 弟子一定 还满洲百姓 一个朗朗晴天 切借 不可乱杀无辜 你去吧 第59章 清虚拜见 妖魔之说 大光明寺的广场上 随着凌晨的离开 这次大会 也正式宣告结束了 啊 这是罗汉尊者 馈赠的花瓣 等我回去 就把祖宗牌位移开 把他供上去 呵呵 你真是笑死我了 看我这瓣 这可比你那更红 更娇艳 谁说的 给我看看 一对对江湖客 小心将花瓣收好 十分欢喜地 向着虚词等人告辞 方丈大师 我等告辞了 诸位大师 以后若不嫌弃 请到我要师谷中做客 要么一定扫他相迎 须此也是笑道 要谷主 赠礼厚重 我大光明寺还未回报 怎好再去打扰呢 要谷主露出灿烂笑容 露出玉瓶中 装着的桃花 兴奋说道 和尊者赠予的 这片花瓣相比 我的那些药材 简直是一文不值 有此礼物 我还要多谢诸位大师 在众人都相继离开后 药师院手续被摸了摸头 婉希道 哎 早知道 我也向尊者多请求些桃花 现在就把药师谷 都给他搬空了 惹得众僧一阵欢笑 在大光明寺不远处 赵吉和紫宁也混在人群中 悄悄地离开了大光明寺 赵吉他望着远处高山上的寺庙 神色复杂 他现在明白 大光明寺中 真的有一位罗汉尊者 这说明 天机山对于大光明寺的推测 已经全部出错了 这样的事情 在天机山几乎没有发生过 他身为天机山的得意弟子 如今神色恍惚 说不出话来 心神颇受打击 深深吸一口气 还是强行打起精神来 准备立刻返回天机山 将今天这里发生的一切 都汇报给师门 但在这时候 紫宁忽然叫住了他 立声问道 赵吉难道你就不好奇 为什么这个和尚能突破天人吗 赵吉被这疑问 也是疑论 是啊 根据天机山的情报和推演来看 现在无论是九州之地 还是海外的岛 都绝对不可能 有人能突破天人 即便是自己那神秘莫测的师尊 也仅仅是半步天人而已 想要踏出那一步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现在在这小寺庙中 却突然冒出了一位天人 简直是不可思议 听着紫宁的话 赵吉也是陷入了深思 但他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神色大变 指着他怒斥道 紫宁 你想死可别带上我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那可是一尊传说中的天人 若是冒犯了尊者 只需一根手指 就能按死我们 紫宁拨了拨秀法 会心一笑 那和尚身为天人 我们自然不可能对他下手 但是这破庙里这么多和尚 我就不相信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即便他是尊者 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护着他们 疯子 疯子 你个疯女人 你离我远点 想死别连累了我 话没说完 召集脚尖一点 瞬间就到百丈之外 赶忙溜得远远的 生怕自己被莫名牵连到 紫宁望着赵姬狼狈逃走 眼里流露出不屑 真是胆小的家伙 岂不闻富贵险中求 自己迅速也离开这里 准备隐藏起来 静待时机 后山 大会结束后 虚慈方丈便带领着 清虚真人来到这里 启禀尊者 虚慈拜见 你们都进来吧 阵法缓缓打开 二人走进桃花灵 迅速来到了凌晨的面前 玄天观 清虚道人拜见尊者 真人得高望重 不用多礼 请坐吧 凌晨也回了一礼 事宜二人坐下 清虚真人坐下后 望着凌晨 神色真切 连忙说道 尊者 老到此次前来 是有一件大事 想要求尊者帮忙 哦 何事 真人但说无妨 清虚真人话风一转 忽然问道 不知尊者可知妖 魔为何物 老僧倒是听说过一些 妖魔由来已久 好似是魔器感染所致 怎么 真人说的是 和妖魔有关 的确如此 清虚真人 郑重点了点头 认真解释起来 原本上古之时 世间本无妖魔 但就在几千年前 一股魔器出现在九州各地 武者若是被魔器污染 变成了魔 飞禽走兽被魔器污染 变成了妖 一旦成为了妖魔 便会逐渐失去神志 凶性大发 嗜血残暴 一时之间 人族为妖魔实物 妖魔为人族死敌 双方明争暗斗 长达数百年 终于在千年之前 大前太祖率领天下无数豪杰 横扫四海 席卷八荒 耗施百年 终于将九州妖魔扫荡一空 同时将那些难以杀死 和处理的妖魔驱逐 封印在九州四级之地 并且设立了四座封印大镇 一座看护 他们分位于极北燕州 极西贺州 极南蛮州 极东云州 凌晨听他这么说 心里也是大概明白了 于是问道 真人出身于云州玄天观 莫不是此事和封印大镇有关 尊者明察 的确如此 我玄天观的开山祖师 便是曾经跟随大前太祖 清扫妖魔的豪杰之一 后来将妖魔封印之后 祖师自愿请英 来到云州建立玄天观 就是为了看护大镇 镇压妖魔 但是时至今日 老道感觉到封印大镇 越发薄弱 而当初大前太祖 留下来的镇魔法器 非天人不可动用 所以 老道特意前来请求尊者出山 凌晨略意思索 也是点点头 此事关乎天下苍生 而想要 除魔本是我佛门职责所在 于情于理 我都不能袖手旁观 那在下 就陪真人走一趟吧 清虚真人一听大喜 马上向凌晨躬身行礼 老道替天下苍生 多谢尊者的大慈大悲 凌晨站起身来 择日不如壮日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同时从怀中 取出一个圆圆的沐鱼 递给了一旁的虚词 尊者这是什么 虚词双手接过沐鱼 十分疑惑 我已经将五行山的五行 回转大镇 加以升级改造 把他们布置在大光明四四方了 这个沐鱼 便是阵法的开关 若我不在 你们遇见解决不了的麻烦 敲击沐鱼开启阵法 便无事了 多谢尊者 受此法宝 虚词神色狂喜 连忙将这个不起眼的沐鱼 小心收吼 内心十分激动 当初胡定秋的五行大镇的效果和威力 他可是亲眼监视过的 当时若没有尊者 胡定秋根本不需出手 单凭这门阵法 就能将凤法山上的所有人 玩弄于鼓掌之间 清虚真人听见五行回转大镇 也是面露羡慕之色 这是五行山的招牌阵法 他自然也是有所耳闻 二人离开后 许此痛哭流涕 尊者如此厚待大光明四 比天上的太阳还要温暖 尊者的恩情 我没有怎么还得玩 第六十章 飞蛾扑火 陆玉江神 凌晨和清虚真人 离开了大光明四 二人一路向着东北方向而去 没过多久 一个中年汉子 来到了远处群山中的一个山洞中 仙子 仙子 我看到一道流光 从寺庙中飞走拉拉 不多时 一位面容娇艳 细长白腿的美女走了出来 你没有骗我吧 中年大汉强行将目光移开 咽了口口水 不可能的 自从得到仙子的吩咐 我带着小弟们 日夜盯着大光明四 片刻不敢松懈 子宁见他一副色明星翘的样子 知道他也不敢骗自己 干得漂亮 我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奖励 多谢仙子 大汉暗自窃喜 十分猥琐 忽然一道清风拂过 他的笑声嘎然而止 硕大的脑袋砸到地上 亲手送你安息 这个奖励还不错吧 望向远处高山上的寺庙 紫宁冷艳的脸上露出一抹得意 等我得到了那个和尚突破天人的秘密 到时罗刹山之主便非我不可 我那个傻妹妹啊 还要去想着做什么大景皇后 真是没志气 等到使我突破了天人 这九州女帝我也做的 美眸中流露出一丝强烈的憧憬 旋即离开了山洞 凌晨二人飞在空中 他好似感应到了什么 嘴角微微上扬 清虚一片头刚好看见了 心中好奇 敢问尊者看见了什么吗 无事 只是看见一只飞蛾被光明诱惑 奋不顾身扑了过去 却不知 那是足以把他烧成灰的炽热烛火罢了 这大白天哪来的飞蛾啊 清虚听着有些迷惑 想不明白 尊者这番话包含深意 老道愚笨 没什么大事 我们还是快些赶到云州吧 半空中 二人加快了速度 清虚真人身形稳健 婉转清零 婉若仙河腾飞 配合他那仙气飘飘的外形 还真似世间仙人 凌晨见了也是点点头 玄天观的身法 果然有些独到之处 居然可以跟上我速度 两人一路无话 很快就来到了云州地界 云州面积极广 内有群山平原 外靠大海 资源十分丰富 可谓鱼米之乡 而玄天观 就位于云州东部的奇云山上 就在二人准备继续赶路时候 忽然在听见 下方传来的一阵阵打斗声 寻声看去 一条长长的大江横贯于此 江上飘着一艘大船 此刻 船上数十个汉子 正在围攻两名女子 荡 荡 荡 刀剑之声碰撞之声 此起彼伏 打斗格外激烈 但是很明显 那女子已经处于下风 唉 江湖中人纷争不断 这是非安怨 谁又说得清呢 就在二人感慨之时 那被围攻的年轻女子 突然拿出一把湛蓝色的长剑 顶刻间散发一股剑波 就将围攻的几人 击退到树杖开外 但是围攻之人实在太多了 其余人马上又围了上来 忽然 清虚真人瞬间来到船板上 挡在那女子身前 姑娘 你这件事从何而来 哪来的老头 你是何人敢挡在我们面前 清虚真人冷哼一声 心面一动 一股巨大的重力 落在他们身上 压得他们跪在地上 又一招手 宝剑就落在他的手上 姑娘你是谁 这把剑你是从哪得到的 凌晨剑状也跟着一起落下来 真人 莫非是认得此剑的主人 尊者 其实此剑正是我那最小徒弟的配剑 原本我带领一群弟子 特意去拜访尊者 但是途经此地 我那小徒弟家住附近 他私家心切 于是 我便放他回家探亲 但是 没想到这把剑 现在却是出现在这里 那个女子先是一愣 但马上反应了过来 老先生 您就是姐姐常说的清虚真人吗 我是承雪的妹妹 承一 你既是承雪的妹妹 那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 承一眼含热泪 哇的一声痛哭起来 哽咽道 都是他们害死了姐姐 几天前 姐姐刚刚回到家 便听说我们这里有江神作祟 姐姐自告奋勇 要为大家除去江神 临行之前 特意将配剑交给了我 让我用一防身 但是姐姐 却是一去不回了 定是这些恶人 害死了姐姐 江神 凌晨文言也是一愣 他来到九州这么久 可没有听说过 有什么神仙 看向清虚真人 发现他也是一脸疑惑 清虚真人又问道 那你又是怎么会来到这条船上 承一继续说 自从姐姐失踪之后 我便拿着宝剑 四处寻找他的下落 来到这附近 听说他们要献祭少女 祭祀江神 我猜他们和姐姐 失踪有关系 所以才会偷偷前上船 可惜被他们发现了 凌晨也看见了他身后的那女子 穿着极不合身的华柜丝绸 虽然面容较好 但双手却是粗糙得很 显然应该是位农家女子 在结合船头上 洒了一地贡品 这诚意的话 倒是颇为可信 你们几个完了 敢打扰我们 献祭江神大人的仪式 你们就等死吧 江神大人无所不能 你们区区凡人 简直是在找死 那些人跪倒在地 但是嘴里却是骂个不停 就在这时候 轰咚咚 轰咚咚 原本还是一片平静的江面 突然间狂风大作 波涛四起 连带着大船 都开始要摇晃起来 是江神大人来了 江神大人听到了我们的呼唤 我们有救了 在这群人的大声欢笑中 一道庞大粗壮的黑色身影 从江中冒了出来 居然是一条体型 极其庞大的巨蟒 身躯粗壮 黑油油的鳞片 闪烁着寒光 灯笼大的瞳孔 盯着船上的所有人 张着血盆大口 烟红的蛇性子 呲呲作响 江神大人 江神大人来救我们了 你们这些小贼死定了 凌晨看着极其怪异的巨蟒 感受到他身上 散发屡屡魔气 真人 如果没看错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妖吧 这还是凌晨第一次见到妖魔 不错 如果老道没有猜错多话 这就是一条猛妖 被这些无知于名 奉称为江神 大胆 你居然敢对江神大人不见 领头那汉子张红了眼 十分愤怒 死死瞪着清虚道人 忽然猛妖猛的一口 持下十几个人 江神大人 为什么啊 大汉满脸惊恐 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哼 果然畜生就是畜生 就算是成了妖 也还是没什么脑子 妖猛再次张开大嘴 扑向大船 硕大的身躯 立刻将大船撞成了蹊碎 一股脑把人全部吞入肚子 清虚和凌晨 带着成雪和那女子 飞到半空中 避开了这一击 聂畜 受死 清虚真人 手持战篮宝剑 赫然一挥 一道灵力刚猛的剑气 暴射而去 真人且慢 关键时刻 凌晨拂袖一挥 一道灵气一撞 使清虚真人的剑气歪了几分 剑气一偏 原本斩向妖猛头部的剑气 漠然落在她的尾巴上 扑通一声 巨大的蛇尾被整齐切断 落在水中 第61章 诡异魔精 恶鬼法身 心红的鲜血染红了浆面 巨猛吃痛 立刻嘶吼起来 猛地钻入水中 消失不见 清虚真人望向凌晨不解地问道 敢问尊者这是何意 凌晨笑了笑解释道 真人心急了 你的小弟子 乃是除妖时候失踪的 我想这猛妖修为尚浅 即使是捉住了令弟子 也未必伤得到她 何况此地突然出现一条猛妖 这本就是奇怪之事 我想 不如我们跟着这条猛妖 去她洞窟 一探究竟 清虚真人 听了也是心中一惊 恍然大悟 多谢尊者提醒 老道差点坏了大事 倒是老道我着急了 凌晨先是心念一动 将二女安稳送到江边 随即和清虚一起潜入水中 顺着那股浓郁的血腥气味 追了上去 在这汹涌的大江中 二人行进了大约一刻钟左右 终于看见了 前方江底处露出一个大窟窿 里面散发出丝丝摩气 凌晨二人对望点了点头 立刻栖身向前 游了进去 进去之后 行了段时间 发现里面几乎没什么水 是一个干枯的洞窟 地面上虽然还有巨蟒行动过的痕迹 但是她的血迹 却是完全消失了 凌晨也是有些惊讶 毕竟清虚真人的那一件 虽然是被自己推开了 但也是结结实实地 斩断了巨蟒的尾巴 没想到那么大的创伤 在这么短短时间内就愈合了 这妖魔之力 果然有些意思 二人越向里面走 面色越是难看 整个洞窟里 臭气熏天 地面上洒满各种各样的白骨 既有牲畜 也有人类 当他们来到了洞穴的尽头 终于是看见了那头妖蟒 清虚真人忽然眼眸一亮 看向山洞中的角落 那里躺着一个浑身发紫的少女 是老道 我那不成气的弟子 好 妖蟒怒吼一声 他也发现了这两个不速之客 他的虽然没有什么智慧 但是还是认出来 这二人就是斩断自己尾巴的凶手 煞时间凶性大发 向着二人就扑了过来 阿弥陀佛 凌晨身形不动 面色不改 只是默念了一声佛号 这四个字化作无形重锤 砸到他的脑袋上 砰的一声巨响 巨蟒的头颅直接爆炸开来 血肉横飞 见得四处都是 清虚在一旁看着 也是目瞪口呆 他完全没想到 尊者只是说了句话 就让这蟒妖死无全是 须知 这妖蟒虽然实力不强 清虚真人 自诩自己 也可以轻易将它铲除 但是绝对是做不到 尊者这般得心应手 清虚真人摇了摇头 将这些杂念暂时收了起来 立刻来到自己弟子身前 承雪 你怎么会弄成这样 清虚真人看见他的样子 大吃一惊 承雪原本雪白的皮肤 现在变得漆黑又粗糙 两只大大的眼睛 发出红色光芒 浑身上下一股魔气 不断涌现出来 师父 弟子无能 虽然没有被猛妖吃掉 但是 却被妖魔之气感染 就要变成妖魔了 实在是愧对师父平日的教导 清虚真人仔细一看 发现承雪右手手掌被人钉穿了 里面嵌着一块血红色的晶体 仔细一看 立刻露出骇然神色 居然是妖魔精 世间上居然还有这种东西 凌晨这时也是什么好奇 真人 妖魔精是何物 清虚真人 按捺住了悲伤的心情 缓缓说道 尊者不知 妖魔精是强大的妖魔 在死亡之后凝聚而成的特殊晶体 其中包含了极其庞大的魔气和怨恨 对于妖魔来说 这是不可多得的修炼资源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妖魔精则极度危险 普通人若是和妖魔精接触太久 被里面的妖魔气息污染 轻则性情大变 变成疯子 重则就会感染成新的妖魔 若是变成了妖魔 便再也没有办法再变回来了 清虚真人眼含热泪 一字一句说道 师父 请您杀了弟子吧 弟子不想变成妖魔去祸害世间 也不想去伤害我的朋友 清虚真人神色忧伤 双眼通红 艰难地点了点头 他明白自己的弟子 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或许现在 让他安息 才是最好的选择 真人 且慢 凌晨赶忙拦住了清虚真人 因为就在这时候 他看着那枚诡异的妖魔精 忽然心中 默然生出一股渴望的感觉 这如同当日在满洲奇雨 获得愿力 大日今生所传来的感觉一样 莫非是 凌晨眸光一闪 好像想起了什么 真人 先不着急 这妖魔精 可否借我一关 尊者要看 尽请拿去 只是多加小心 清虚真人运转真气 取出妖魔精 隔空递了过来 凌晨点头致谢 一挥手 妖魔精便漂浮在自己眼前 顿时自己体内的那古本 能渴望越发强烈了 凌晨嘴角微微上扬 暗自笑道 果然如此 立刻放开束缚 妖魔精中的妖魔之力 马上向着自己的身体中汇聚 而目的地 正是凌晨的第二法身 恶鬼法身 恶鬼法身 源自六道轮回中的恶鬼道 此道众生多受饥饿恐怖 苦不堪言 因此 凌晨凝聚而成的恶鬼法身 反而拥有了吞噬天地的恐怖能力 他现在只感觉自己浑身说不出来舒畅 像是品尝世间少有的真修佳肴一样 恶鬼法身 也开始急速成长起来 原本不到仪仗的法身 现在飞速膨胀了起来 凌晨嫌弃这样 实在太慢了 直接将妖魔精握在手中 同时开始念诵起经文来 阿 妈 纳 巴 咪 奥 发出一阵阵刺目金光 宛若惊阳护身 尊者 您这是 清虚真人望着这团金光 猛的一个大胆的想法 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尊者难道这是想要进化 妖魔精中的魔器吗 这有可能吗 清虚真人不禁回忆起来 自从出现妖魔之后 人族便一直想要将它们彻底消灭 但是消灭它们的肉体容易 想要消灭魔念 却是极难 更别说是强大妖魔怨恨 集合体的妖魔精了 不多时 金光逐渐散去 清虚真人 看见了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情况 尊者手中的妖魔精 居然完全消失了 一片虚无 空空如也 第62章 水则成主 清虚真人看得是目瞪口呆 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急忙伸手一探 只摇起一捧空气 真的什么也没有了 双目死死盯着凌晨 心中震撼不已 莫非尊者真的是佛祖转世 不然如何能做到 如此不可能之事 古往今来 不知多少精彩绝艳之人 都无法彻底消灭妖魔 但是现在却是被尊者净化的一干二净 凌晨自然不知道 清虚心中想的是什么 他也不关心 现在自己的恶鬼法身 已经增长到了武藏有余 但他的肚子还在咕咕作响 明显还不到极限 看着地上躺着的成雪 轻声说道 真人 不妨让我试试救治令图 多谢尊者 尊者请便 清虚真人 见到了凌晨刚刚度化妖魔精的手段 原本绝望的心 再次燃起了希望 凌晨也不客气 来到成雪身前坐下 默默运转恶鬼法身的吞噬之力 同时手放金光 念念有词 成雪意识已经迷迷糊糊 却在恍惚间 好像看见了一尊金色的佛陀 出现在自己眼前 耳旁不断想起祥和的佛音 那颗狂暴躁动的心 也慢慢安静了下来 清虚真人 眼神陡然一亮 他发现自己徒弟身上的魔气 在迅速消散 身体也开始逐渐恢复正常了 不多时 凌晨停下了动作 成雪此刻也清醒了过来 一眼就看见一个醒目的光头 眼神疑惑 又见到了一旁十分激动的清虚真人 师父 您怎么在这 我不是已经死了吗 您跟我一起来地府吗 啊 好疼 清虚真人毫不客气 直接在他头上敲了一下 疼吗 疼就说明还活着 还不起来 谢谢尊者 是他老人家救了你 成雪文言 这才后知后觉 那个年轻的和尚 就是传说中的尊者 立刻跪谢凌晨 行了在其手里 多谢尊者前辈 救了我幸免 阿弥陀佛 出家人慈悲为怀 请起来吧 凌晨随意地让他起身 自己环顾一圈洞窟 感到十分的失望 这里只有成雪手中 那一块妖魔精 至于那条妖蟒 凌晨有些后悔 下手太重了 原本他的魔气就不重 被自己一顿抱锤 尸体轰成了碎渣 现在那点魔气 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 清虚真人忽然问道 徒弟 你告诉我 究竟是谁在暗算你 这妖魔精是怎么回事 老到去找他算账去 师父 是这附近的水 则成城主 黄霄 黄霄 这怎么可能 哦 真人为何如此惊讶 尊者有所不知啊 清虚真人缓缓说道 据说这个黄霄 为官清廉 处事公正 宽容爱民 颇受百姓爱戴 师父 尊者前辈 你们不要被黄霄的表面 给骗了 承雪面色焦急 赶紧解释 当初我也是认为 黄霄是个好人 所以才放松了警惕 在调查江神的时候 我偶然间发现 这条蟒腰 居然是黄霄暗中饲养的 最后我发现 黄霄根本就不是人类了 他已经变成了一只妖魔 他饲养妖蟒 就是为了培养出 更多的妖魔精 供他修行 更多的妖魔精 凌晨文言 眼眸刷的一下就亮了 是的 尊者前辈 原本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只是看黄霄 似乎对他很重视 所以暗中偷走了一块 没想到被他发现了 最后 被他扔在这洞窟里 要把我喂给那条妖魔 哼 清虚道人冷哼一声 这黄霄身为人族 投靠妖魔 罪不容诸 真是该千刀万剐 走 徒儿 我们去找他算账去 此事算我一个 凌晨忽然开口 尊者 此事是小徒之事 劳烦尊者实在是 哼 真人说这话 那可就见外了 且不说 我们身为出家人 理应降妖除魔 就说这黄霄本是人类 居然暗中投靠妖魔 残害自己同胞 身为人族 岂能坐视不管 凌晨一番话 说的是大意凛然 清虚真人听了也是 十分触动 尊者大恩大德 老道莫齿难忘 等此件事了 回到玄天观 定当郑重答谢 说完 他也不莫及 抽出长剑 一剑朝天 瞬间在洞窟顶部 破开了一个大洞 刺目阳光 马上照射进来 三人迅速离开了这里 向着不远处的水泽城而去 水泽城中 此刻正在举行祭祀的庆典 祈求来年能够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而城主府中的密室中 黄霄正在专心练功 密室中磨气蒸腾 宛如磨枯 妖翼的晶体握紧手中 小臂上青筋球起 面色沉醉 片刻后 血红色的眼睛 漠然亮起 脸上兴奋之色难以掩饰 仰天狂笑 太好了 只要再多为妖莽吃些人 加速妖魔精成形 到时候我突破大宗师 必定是十拿九碗 真不愧是传说中的妖魔之力 区区凡人又怎么比 启禀城主 我们收到情报 户部尚书裴之和镇东大将军里通 就快到水泽城了 外面传来一男人的汇报声 这两个家伙 没事到我这里 来干什么 也罢 想必是巡查之类的 知道了 你现在去准备吧 我马上就来 但就在这时候 突然间一声巨大的喊声 传遍了整个水泽城 黄霄老狗贼 给老道滚出来 这声音惊天动地 打断了祭祀庆典 立刻吸引了全城百姓的目光 不应该啊 我们城主可是出了名的清官 怎么会惹上这种恶徒 百姓议论纷纷 都躲在一旁看热闹 黄霄眉头一皱 立刻离开密室 来到了城主大厅 清须真人见无人回应 抽出宝剑 赫然一盏 一道洁白的荧光 从天而降 猛然落在城主府中 轰隆一声 整个城主府 被这剑气 净直劈成了两半 显露出大厅中的人影 黄霄被这突如其来的剑气 吓了一跳 定睛一看 城主府有前三个人 一和尚一老道 以及一个少女 看到女子熟悉的模样 黄霄瞳孔猛然一缩 暗道 不好 该死的女人 怎么妖猫没有把她吃了 这下子倒是麻烦了 黄霄 你勾结妖魔 残害人族 现在就受死吧 道长请住手 黄城主来到我们城中三年时间 开垦荒地 清廉执法 又怎么会勾结妖魔呢 是啊 黄城主是个好人啊 水泽城外不远处 一辆华贵的马车 向着水泽城慢慢行驶 裴尚书 你放心吧 水泽城城主黄霄 清廉爱名 受人敬仰 在他的治理下 水泽城人人相亲相爱 一片欣欣向荣 可以说是蒸蒸日上 定不会使裴尚书失望的 裴之神色阴郁 轻叹口气说道 希望如此吧 他这次是奉了锦帝之命 巡查云州各城 但是在自己的明察暗访下 整个云州的励志 可谓是一塌糊涂 简直可以说是 无人不贪 无人不悟 要是全拉出去杀了 可能会有冤枉的 但隔一个杀一个 肯定有漏网的 第六十三章 妖魔现身 此刻忽然听见城中 传来一声巨响 李通和裴之二人面色一变 立刻冲出了马车 飞到了城中 刚一进城 就看见了城主府 被人劈成两半的样子 裴之冷冷问道 李大将军 这就是你说的 人人安居乐业 一片欣欣向荣 震东大将军李通 面色尴尬 自己刚刚保证过一切安好 怎么现在就遇见这种情况 二位大人 请为下官做主啊 黄霄马上一个闪身 来到了李通他们身边 一把鼻涕一把泪 言辞恳切 二位大人 这三人来到城主府外 一剑把城主府劈成这样 若不是下官运气好 现在已经命丧黄泉了 李通一听 眉头一皱 顿时颇为不爽 黄霄身为水泽城城主 好歹也算是自己的手下 现在居然被人欺负上门来了 他身为镇东大将军 不能不管 李大将军别来无恙啊 清虚真人看了过来 玄天冠身为云州的顶级势力 清虚道人又是玄天冠掌门 平日里和李通 这位镇东大将军 自然少不了打交道 李通见到这老道 也是面露难色 拱手行礼 原来是清虚真人啊 失敬失敬了 不过也不知 我这小小的水泽城城主 是怎么得罪您老人家了 清虚真人冷笑一声 你这手下勾结妖魔 残害人族 修炼妖魔禁术 可真是豪大的胆子啊 李通和裴志文言也是大吃一惊 他们二人身为大景皇朝的高层 自然是听过一些 有关妖魔的传说 不过 妖魔已经消失数百年了 他们自然是不会轻易相信 李通心中思绪翻腾 默默思索 玄天冠势力庞大 在云州说话 甚至比我这大将军还管用 若是我今天再服软 日后传了出去 我威望必然大简 云州恐怕真的成了 玄天冠的一言堂了 更何况 锦帝陛下本就厌恶这些江湖势力 现在若不打压 张显我大景皇威 更待何时 于是 李通和裴之互相对视了一眼 二人点了点头 裴尚书面色严肃 缓缓开口 清虚关注 无论怎么说 黄霄始终是我们大景的官员 别说他是人族 就算他真是妖魔 也轮不到江湖势力 来处置 话音未落 啪 啪 两声清脆的响声 他们二人直接被扇飞了出去 一头栽倒地上 躲在他们身后的黄霄 大吃一惊 这速度太快了 他连李通二人 是如何被打飞的都看不清 心中惊恐万分 大手一抓 抓住几个看热闹的百姓 你们都住手 你们身为出家人 绝不会看着这几个人 被你们连累而死吧 若是我死了 妖魔气息爆发 到时候不只是他们 这全城的百姓 都要给我陪葬 你们快点让开 你敢 裴之捂着肿成馒头的脸 爬了起来 黄霄 你身为大景官员 不仅不思报国爱民 反而残害人族 逆天行事 你该当何罪 哈哈 裴尚书你老糊涂了 你大景的人法 可管不了妖魔的我 尊者 清绪真人 也是面色难看 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凌晨面色平静 只是踏出一步 什么话 也懒得说 轻轻抬眼看了黄霄一眼 刹那间 一股金刚之力 从眸光中射出 黄霄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有人敢突然出手 感受到这铺天盖地的力量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挡不住 也顾不得手中的人质了 立刻释放全身的魔气 衣服被浑身的尖刺撕裂 露出了那灰褐色的皮肤 身体增长至一丈 长笑一声 两只巨大的魔爪交叉在胸 想要抵挡住这次攻击 但是 只听 碰 一声巨响 黄霄双臂直接炸裂成碎渣 胸膛凹陷惊大快 整个人寝刻间倒飞出去 重重砸在地下 形成一个深深的大坑 黄霄躺在坑底 只有痛苦的身影 出气多进气少 显然已经离死不远了 这一招 已经是刻意留了他一命了 没想到 黄霄还是差点直接被打死了 凌晨也有点意外 这妖魔没有他想象中的 皮后耐打呀 至于为什么要留黄霄一命 这原因十分简单 凌晨很好奇 黄霄究竟是从哪里 弄来修炼妖魔之力的方法 而且 那妖魔精也不是他一个 宗师镜的人可以弄到手的 凭他一个小小的城主 绝对没有这个本事 这背后肯定还有渊源 凌晨一步迈出 已经来到了黄霄的身前 随手一指 一点灵光将他唤醒 立刻向他问道 说 你从哪里得来的 妖魔修炼之法 和这些妖魔精 若是说出来 倒是让你死得痛快点 不然 小僧虽然是个出家人 但是也略懂一些 拷问刑讯之法 黄霄看着凌晨脸上 十分和善的表情 连忙把自己知道都说出来 那是 是一个披着红色袍子的神秘人 我看不清他的脸 在两年前的时候 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密室里 把东西送给了我 而当时的我年过四旬 潜力有限 我没能抵挡住诱惑 一下子就沉迷其中了 以至于 后来我越陷越深 打起了人工培养妖魔的主意 红色袍子的神秘人 凌晨继续问道 那他还什么其他特征吗 他有 黄霄想了一下 忽然眼眸一亮 继而说道 他的胸口上 挂着一块很奇怪的玉佩 那是我见过最好看 最特殊的 我印象很深 玉佩 凌晨心中疏然一惊 用灵气在手中凝聚出 汗拔玉佩的样子 是这个样子的吗 对 就是这种 黄霄看着玉佩颇为激动 凌晨又陆续问了 片刻后 一挥手将他送往了西方极乐世界 这时 一股魔气冲天起 在水泽城上空 形成一团十分恐怖的魔云 笼罩整个城池 完蛋了 这都要怪你 这下好了 全城的百姓都死定了 李通仰天长孝 他自然不是关心 这些普通人的死活 但是这些事情 被警帝知道了 他身为镇东大将军 一定是会严惩的 第六十四章 抵达玄天观 救命啊 我不想死啊 妈妈 妈妈你在哪里啊 突发这种意向 整个水泽城的百姓 全部都乱成了一团 各自拼命逃跑 李通也趁此机会 向着城外逃去 凌晨直接一步迈出 来到半空中 盘歇而坐 手捏狮子印 淡淡说道 诸位莫慌 只是轻轻一声 却是传遍了整个城池 落在每个人的耳边 一时间 所有人都停止了慌乱 安静了下来 漆黑的魔云 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吸引 纷纷朝着凌晨飞了过去 将它包裹起来 不好 清虚真人见此大吃一惊 尊者这是要效仿佛祖 射身似虎 要把魔气全部都洗走了 尊者身为天人 这种程度的魔气 应该是无法伤害到尊者的吧 裴之忽然说道 若是平时自然是不会 但是尊者为了保护全城的百姓 自愿将魔气全部都吸入体内 会发生什么 我也不知道 半空中的凌晨 看着这些被吸引而来的魔气 喜笑颜开 立刻全力催动恶鬼法身 血盆大口 将这些魔气迅速吞下 凌晨浑身散发璀璨金光 面色祥和 坐在黑云之中 绿绿光芒刺破了黑云 将光明带到了城中 看 是尊者 是尊者救了我们 全城百姓都向着凌晨跪下 潜心为他祈祷 片刻之后 所有的魔气全部都消失殆尽 凌晨也回到地面 马上所有的百姓都围了过来 我们之前怀疑尊者 但尊者居然还愿意舍身救我们 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尊者 他们取出无数财物 纷纷跪在地上 感谢凌晨的大恩 凌晨一挥手 将他们都扶了起来 说道 这些俗物与我无用 还望你们日后多行善事 莫要行恶 此时 裴之也是面带感激 想不到尊者神通广大 却是有一副菩萨心肠 此时 清须真人将一人扔在地上 正是刚刚逃走的李通 尊者 此二人要如何处理 和尚 你是哪家寺庙的 你不能杀我啊 若是你杀了我 朝廷追究下来 你可承担不起 李通躺在地上 破口大骂道 你给我住口 裴之向前走了一步 弓身拱手行李道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应该就是那位传说中的 大光明寺尊者 不错 我的确出自大光明寺 什么 李通一听 心中惊骇恐惧 大光明寺 在奉法山万佛会上的所作所为 早已经传遍了整个九州 身为大景皇朝的高层 他们知道的 要比一般人更加详细 他可知道 这位罗汉尊者 不仅没有一般佛门的迂府 而且说得上胆大妄为 就连大景皇子说杀就杀了 更何况自己这个小虾米 完了 完了 这尊者不好好待在庙里 咋到云州来了 李通躺在地上 面露绝望 心中极其后悔 早知道打死他 也不来这水泽城了 这时 清须真人走了出来 躬身说道 尊者 这李通平日里横行霸道 纵容手下肆意忘形 以至于云中民不聊生 请让老道出手吧 凌晨点了点头 清须竖起剑指 锋芒的剑气 化成一道白线 一剑就将李通的头颅斩了下来 裴之知道自己 站在朝廷这边 今日也是在劫难逃 于是摸了摸随身配剑 准备拔剑自吻 且慢 凌晨心念一动 将他手中之剑震碎在地 此刻 凌晨手中拿着一本密册一样的东西 正是从裴之身上得到的巡查记录 仔细翻了一下 里面寄满了有关云州贪官污吏的罪行和证据 凌晨叹了口气 说道 裴尚书难道看不出 大景皇朝早已经日落西山 裴之叹了口气 他身为户部尚书 怎么可能看不出这些呢 身为臣子 理当为国尽忠 是为国 还是为了景爹 这 裴之一时语色 说不出话来 罢了 想你也算是个做实事的人 大景朝廷里 你这样的人可不多了 今日便饶你一命 你自己回去想清楚吧 凌晨最后决定 还是放他一马 清虚真人 忽然大声说道 你记住 朝廷震动大将军的头 是我清虚老道砍下来的 景爹那思想要报仇 就来骑云山玄天惯 老道我在里面等着你们 真人何必如此 凌晨明白清虚 这是和朝廷划分界线 站在了大光明寺这边 清虚真人笑着说道 尊者 老道还没感谢 您提有徒儿报仇之事呢 何况尊者曾经首认皇子 老道我杀个将军 又算到了什么呢 二人相视 哈哈一笑 离开水泽城之后 一路飞驰 几人没一会儿 就来到了一处高山前 此山高耸入云 云雾缭绕 飘飘渺 不愧齐云之称 山上植被绵密 绿意如画 不时冒出白鹿 灵兔 仙鹤等真奇瑞兽 尊者 这便是齐云山了 凌晨见了也是点点头 好一副仙家景象 请 清虚真人在前领路 几人没一会 就来到玄天关门口 定 检测到此地道运深后 请问是否需要迁到 凌晨也是已经 毕竟一路从云州走来 这还是系统第一次发出提示呢 不过想想也是 若是在这里都不能迁到的话 那凌晨可要怀疑 是不是系统出问题了 系统 我要迁到 定 迁到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琉璃金丹试刻 琉璃金丹 凌晨心中一喜 查看其系统介绍 琉璃金丹 圣接丹药 乃是天人敬强者 用诸多奇花异草炼制而成 天人敬服下 可省十年苦修 好好好 凌晨心中窃喜 自己原本就在苦恼 自己的修为提升太慢 现在迁到了这琉璃金丹 来得太巧了 凌晨将迁到来的琉璃金丹 放进系统空间中 看见里面堆放着 自己平时迁到来的 各种奇花异草 忽然间冒出一个想法 为什么自己不去 学习一下炼丹术呢 若是自己学会了炼丹术 不仅可以将这些草药废物利用 而且炼制出来的丹药 还可以助自己 快速提升修为 简直是一举多得 而在九州之中 说起炼丹术 没有比玄天罐 更高明的地方了 这里随便流传出去的 一粒丹药 在江湖上都能卖出天价 甚至于有传闻 玄丹一想 黄金万两 这种传言 虽说多少有些夸张 但是也足以说明 玄天罐的丹药 在江湖上抢手的程度 现在自己来了玄天罐 倒是可以来学习一手 第六十五章 天人五重 封印大阵 师兄 你回来 一道身影 迅速地从山上飞了下来 落到了清虚真人的身边 来人身穿青色道袍 手持浮沉 面容端正 是一副中年人的模样 尊者 这位便是老道的师弟了 道号清兮 师殿 这位便是大光明寺的 罗汉尊者 法号明臣 清兮道人一听 也大吃一惊 他虽然身处道观 但是自然是听说过 江湖上罗汉尊者的传说 但是现在一看 鼎鼎有名的尊者 居然是个年轻人 甚至还是名字辈分 顿时颇为惊讶 但随即转念一想 传闻舞者突破天仁后 便会受援大增 更能返老还童 想必尊者定是如此 玄疾 立刻躬身行礼 玄天罐清兮道人 拜见尊者前辈 清兮道人不用多礼 尊者 请敬 清兮真人便带着凌晨 进入了玄天罐中 他本想 现在就带着尊者 去往封印妖魔之地 但是清兮道人 一把拦住了他 师兄 你真是糊涂了 尊者自大光明寺远道而来 等今月休息一晚 明月再去加固阵法 也不迟啊 又何必争着一时呢 清兮真人想了想 觉得也是这个道理 于是 便亲自带着尊者 来到一间精致的别院 屋前有潺潺溪水 清澈见底 水声叮咚作响 一侧种满了各色花草 群芳争艳 惹蝶风飞舞 尊者 这间院子可还满意 不错 二人进入院子 坐在匆匆竹林之下 这时 清兮真人忽然从怀中 取出一本厚厚的书籍来 递给了凌晨 尊者 这是我玄天罐的传承之法 还望尊者不要外传 凌晨一听 也是一证 真人 请拿回去吧 清兮真人面色严肃 郑重说道 尊者请收下吧 您不远万里 助我玄天罐在先 又救我弟子在后 老道实在不知道如何报答 尊者虽是佛门舞者 但自古佛道相通 我玄天罐传承之法 或可让尊者触类旁通 有所感悟也说不定呢 凌晨倾笑一声 这玄天罐传承之法 我不能要 倒是久闻玄天罐炼丹之术 海外闻名 只是不知可否让小僧观摩一二 清兮真人文言一愣 马上让人取来两个大箱子 尊者 这是玄天罐所有丹药 您尽管拿走 只是尊者要学这炼丹之术 只是这炼丹之术 极为繁琐 先是要熟读百草经书 学得便食草药之性 再是学习控火之术 以达到随心所欲 经过数百次的实验磨炼 才能掌握这炼丹之术 尊者虽然贵为天人 但是炼丹之术 极为复杂 老到想短时间内 尊者可能无法学会 原来是这样啊 凌晨点了点头 心中明白了 无事 等封印大阵势了 我只需要借贵宝地居住一段时间 到时候 无论学不学会 都不怪你 可是尊者 好了 无需多言 这些东西 你拿回去吧 清虚很是无奈 心中明白 尊者身为天人 这些丹药自然无用了 便把他们都收走了 但是还是 将功法留了下来 尊者远道而来 请多休息 这本书 就留给尊者无聊姐妹用吧 说完 还不等凌晨回答 一个闪身 就离开了 夜半 凌晨一个人盘膝坐在床上 意念微动 一瓶玉白色的丹药 就出现在自己手中 正是白日迁道 来到琉璃金丹 随手取出一颗丹药 顿时一股浓郁的药香 充满了屋子 飘散出去 连山中的真气异兽 都被吸引了过来 凌晨一挥手 封住了丹药的气息 这些异兽才缓缓离开 将丹药吞入腹中 寝刻间转化为一股强烈的灵气 迅速溶于血肉之中 咦 不是说这一颗琉璃金丹 就算是天人 也要消耗个十天半个月 才能将其中的灵气全部吸收吗 为何我一下子就消化了 凌晨思索一番 肯定是因为我 修炼过大日今生的原因 我现在身躯绝对远远超过一般天人静 消耗能力 自然也是远远超过它们 想明白了这个 凌晨索性一把将剩下的琉璃金丹 全部吞入腹中 闭目盘膝 全力运转功法 吸收其中的灵气 山中某个偏僻的角落 两个黑影在这悄悄会面 人已经来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放心吧 我们做事万无一失 你明天就等着看好戏吧 哼 最好是这样 一日 大清早 凌晨睁开眼睛 露出灿烂笑容 经过一晚上的修行 他终于是突破到天人五重了 距离传说中的陆地仙人 也就一步之遥 果然还是得嗑药啊 自己苦修还是太慢了 现在 凌晨感觉神清气爽 心情极好 尊者 不知您昨夜休息的可好 这时 清虚真人师兄弟 已经来到别院外面 睡得很好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旋即 凌晨就跟着他们二人出发了 一路上 左转右转 他们便来到了 玄天观的练武广场上 此时虽然时候上早 但广场上 已经站满练武的弟子 尊者请随我来 清虚真人一招手 便将凌晨带到了一处 偏僻的大殿中 大殿正中心 摆放着一尊巨大的异兽神像 龙手蛇尾正是四灵之一玄武 尊者请看 这便是当初 大殿太祖设下的封印大阵了 凌晨顺着清虚真人的手指看去 果然在玄武神像之下 发现了阵法的痕迹 仔细看了一会 凌晨发现这阵法 比那五行山的五行大阵 不知道高明了多少倍 只能说 不愧是大殿太祖布置下的阵法 果然颇有不凡之处 只不过在熟练掌握 玄阵权解的凌晨面前 这阵法倒是不够看了 凌晨又盯着阵法看了一会 咦 忽然他发现这阵法 好似有些奇怪 怎么了尊者 莫不是阵法出了问题 一旁的清晰道人忽然问道 凌晨嘴角微微上扬 清笑说道 这倒不是 我只是没想到这阵法 经历了千年时光 居然还在运行 也不知当初布置下 他的人士何等强大 清晰道人文言笑道 大殿太祖真是深不可测啊 这时候 清虚真人 也已经将阵魔法器请了出来 尊者 请看 这便是当初大殿太祖留下的阵魔法器 清耀功 那是一把极为古朴的粗木长弓 上面光秃秃的 没有任何装饰 虽然此物极不起眼 但是凌晨却在上面 感受到了一股浓烈的煞气 这弓曾经绝对是百战之兵 请尊者手持此宝 加固阵法 清虚真人 郑重地将金耀功 递到了凌晨的手中 凌晨拿起金耀功 走到神像面前 正催动手上的法器 突然间 封印大阵光芒大盛 从中间诞生出一个诡异的漩涡 刹那间 生出一股不可抗拒的犀利 瞬间就将凌晨拉了下去 再一看 一切恢复了平静 好似刚刚都是幻觉罢了 第66章 送上门的自助 尊者 尊者 清虚真人赫然一惊 他怎么也想不到 突然会发生这种事情 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 忽然感觉到 身后传来一股强烈的杀气 情急之下 心随意动 马上向后面施展出一事两意见诀 同时施展凌鹤身法 喷的一声 阴阳二气袭来 大殿中的玄武神像 便被击成了粉碎 清虚真人避开攻击后 回头看去 见到了那个 在自己背后偷袭的家伙 怒目而视 双目中充满了不可思议 清兮失殿 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吧 你说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清兮道人面色猙獰 哈哈大笑 师兄 你也别怪我 我这都是为了玄天罐啊 师兄你太老了 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大事之争即将到来 我们玄天罐身为 天下道门共主 若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恐怕也未必 能够在这大事之争站稳脚步 到时这千年基业毁于一旦 你担得起这个责任 清虚真人没有想到 他居然是为了这个 才会背叛的 立刻立声呵斥道 你难道忘了祖师的誓言了吗 祖师言 玄天罐看护 封印阵法为第一要务 所谓名誉威望 不过是浮云罢了 哈哈 师兄你就是这样 太古把了 现在只有我才能带领 玄天罐更进一步 清虚真人眉头紧皱 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失地 野心居然会这么大 所以说是 你在阵法上动了手脚 不对 就凭你还没有那个本事 清虚真人果然会眼如剧 是我动的手 大殿黑暗中 忽然传来一声得意的笑 一个披着大红色法袍的人 出现在清虚真人的面前 清虚真人促起眉头 指着他喝道 你就是送给黄霄妖魔精的家伙 你究竟是什么人 先下手为强 立刻施展出玄天罐的两仪剑法 两道剑气漠然射出 一道灵力刚猛 无间不摧 一道轻声细语 诡异多变 清虚真人果然是暴脾气 红袍人轻笑一声 瞬间融于影子 原地消失 如同鬼魅一般 清虚看见了大吃一惊 脱口而出 影遁秘法 你是海外血杀倒的人 哈哈 猜对了 可惜没讲 红袍人避开了清虚的攻击 在一旁显出身形来 清虚真人没有理他 继续质问清虚道人 你勾结血杀倒这群臭虫 不知下此等想陷阱 妄图坑害一名天人 岂不知得罪了天人 你给玄天罐 是惹了多大的祸事吗 哈哈 清虚兴奋大笑 师兄 你要知道这封印大阵里面 可是关押着连大前太祖 都难以解决的妖魔 现在就凭他一个天人 掉进去又能做些什么呢 好比是把鲜肉丢进狼群里 师兄 你觉得会有什么后果 清虚真人眉头紧锁 该死啊 因为他也知道 清虚那家伙 说的都是真的 心中不由得万分愧疚 若不是自己特意去邀请尊者 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真 一下拔出自己随身携带的配件 今日 我就要为玄天罐清理门户 凌晨被吸入了封印大阵 一路向着地下深处坠落 里面像是一个漆黑的地窟 没有半点光明 好香 好香啊 我闻到了年轻血肉的味道 好久好久没有闻到了 随着凌晨的到来 洞窟中突然暴动起来 无数妖魔开始大声咆哮 一时间鬼哭狼嚎 像是落入了地狱中一样 这些就是当初 大前太祖封印著的妖魔呀 果然不是外界 黄霄那种货色可比的 意念神识 稍微扫视一番 凌晨就在这里 发现了 不下树骨强大的气息 有些远比武行山的大长老 还要强 血肉 血肉 周围响起乱七八糟的声音 这是被发现了呀 仔细一看 前后左右魔影重重 已经将凌晨团团包围住了 年轻人 你好香啊 一苍白男子望着凌晨 眼中流露出了莫名的渴望 嘴中的口水都流了出来 凌晨看着他们也是呵呵一笑 你们知道 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火候 凌晨大喝一声 身后浮现一个丑陋的虚影 正是恶鬼法身 心随意动 恶鬼法身那宽大的嘴巴 凭空一吸 就有树道魔影 被气吞入了嘴中 咔嚓 咔嚓 发出急促的咀嚼声 魔影转化为精纯的灵气 被法身迅速吸收 啊 啊 那些弱小的妖魔 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立刻四散而逃 凌晨也是露出满意的笑 其实一开始 他便看出来了阵法 被人动了手脚 会生成犀利 将人卷入魔窟当中 不过也是正因为这样 凌晨才会刻意不拆穿他 自愿来到这里 毕竟 天下还有什么地方的魔器 能比这几个魔窟还要充足呢 这自己送上门来的自助 哪有不吃的道理 随着恶鬼法身 在魔窟中的肆意吞噬 他的体型也开始急速膨胀起来 二十丈 不一会儿 就快要增长到 和修罗法身差不多的体型了 那磅礴的魔器 被恶鬼法身吞噬 转化为浓郁的灵气 开始反馈到凌晨的体内 凌晨索性盘息而坐 准备借助这浓郁的真气 直接凝聚出下一个法身 地狱法身 地狱法身来源于六道之中的地狱道 此道众生皆是有苦无乐 最为痛苦 受尽世间一切痛苦刑罚 故此 六道轮回往生经中的地狱法身 反而是最为恐怖 凌晨运转功法调动灵气 在心中幻想出地狱中的重重酷刑 片刻之后 他眼眸一亮 身后慢慢浮现出 一道小小的人形虚影 身影浑身笼罩着黑色 也看不清面容 或者说 他根本没有面容 妖魔 你才是妖魔 无数妖魔被禁术吞噬 剩下的东躲西藏 四处逃窜 苍白男子在魔窟中 被恶鬼法身追着跑 不断发出惨叫 当初他纵横江湖数百年 从来都是他吃人 哪有现在被人追着咬 凌晨见到周围 逐渐空荡的魔窟 心中忽然想到 我今日是不是还没有签到 叮 检测到此地道运身后 请问宿主是否需要签到 我要签到 叮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红莲夜火 红莲夜火 是传说中的灭世之火 红色的火焰 出现在凌晨的丹田中 心面一动 一朵深红色的火焰莲花 飘浮在手中 第67章 红莲夜火 凌晨看着手中颇为妖艳的异火 心中十分满意 传说中的红莲夜火 据说可以焚化天地万物 现在倒是可以试试 轻轻一吹 火随风动 顷刻间卷起层层火浪 将整个魔窟都烧得通红 你到底是谁 苍白男子 和最后几个强大的妖魔 守在一起 艰难地抵挡 红莲夜火的侵蚀 我吗 我只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杂役僧把了 红莲夜火倾斜而出 苍白男子身躯 和眼中的绝望 都在这夜火中 被化为灰烬 此刻整个魔窟中 终于是被清理一空了 连半点魔气也没有了 倒是该离开这里了 这时大殿内 剑气四射 真气横飞 整个大殿内 被真气波及 巨石裂痕 已经开始摇摇欲坠 清须真人目光凶利 手持宝剑以一敌二 丝毫不落下风 眉头一条 长剑静直向着清晰刺去 身法极快 一眨眼瞬息而至 清晰道人神色大变 立刻挥动手中的浮沉 一道阴阳太极图 宛若山岳 抵挡在自己的身前 但这一剑 直刺毫无花哨的技巧 却宛若天降银河 党无可挡 轰然撞向了太极图 砰一声 太极图连一瞬间都没有撑住 陡然破碎 寒光游过 再一看 原本清晰道人站着的位置 只有半截胳膊 不远处 红袍人一手提着 面色惨白的清晰道人 原来刚刚关键时候 红袍人出手用影盾秘法 将他移走了 不然现在地上的 可不仅仅是半截胳膊了 真人不愧是玄天观的掌门人 果然是厉害 还请住手 我名赵义 有话要说 红袍人赵义立刻说道 清晰真人 我们和这大光明寺的和尚 可谓是无冤无仇 你猜 是谁让我们出手来杀他 清晰文言面色不改 他其实心中早就有了一个猜测 请爹 真人果然聪明 真人你也明白 这天下大事即将要来了 现在 找一个合适的盟友 不是很好吗 清晰真人摸了摸胡须 冷笑道 呵呵 老道可不会找一个见力妄议 见不得光的家伙做盟友 何况老道早已和尊者结盟 以尊者的秉性 岂不比你们这些老鼠 强上百倍 赵义也是哈哈大笑 眸光阴冷 面露不屑 真人 你不以为那和尚还能活着出来吧 且不说这下面 是大前太祖都头疼的妖魔 就是这个封印大阵 也不是他一个小和尚可以破开的 继续说道 我不知他是如何修炼到天人境的 但是现在 他要成为天下大师到来之前 第一个死去的天人 这可算是名垂历史了 清晰真人望着封印大阵 也颇为绝望 但 就在这时候 突然大殿的地面 不断传来了震动 轰隆隆 轰隆隆 地洞山摇 原本就是饱受摧残的大殿 直接轰然倒塌 三人仔细一听 发现震动的源头 就在封印大阵附近 碰 碰 一声剧烈的响声 深红的火焰 从地窟中喷射了出来 形成了一条冲天的火柱 宛若火山爆发 火焰穿声之间 一朵朵红莲若隐若现 炽热的温度 逼得清虚三人迅速避开 垮他的大殿 被深红色火苗吞噬 化为灰烬 碎裂的金属神像 融为铁水 还没有流淌 瞬息蒸发了 一片虚无 啊 没想到这大阵 还真是挺牢固的嘛 花音落下 一道人影 从地窟中飞了出来 落在三人的面前 正是凌晨 清虚真人一见 两条白眉翘了起来 立刻放声大笑 哈哈 尊者老道就知道 你没事 另一旁的赵义二人 瞳孔一缩 满脸震撼 心中充满了恐惧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有人掉进魔窟 还能活着出来 大前太祖耗尽心血的封印 也被强行打碎了 赵义反应迅速 见情况不妙 立刻使出了血沙倒的影盾之术 马上盾入影子中 凌晨冷笑一声 既然来了 又为何要走呢 手掌对着空空的地面 轻轻一抓 无形灵气凝聚 一捏一提 居然直接将赵义 从影子中捞了起来 意念一动 赵义挂在胸口的玉佩 就落在凌晨的手上 略微把玩一下 检查不是验品 对他问道 这个玉佩 是你从哪得到的 赵义浑身骨头 被捏得咯吱作响 面容猙獰咬着牙 是紧递给我的 具体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 只是听说和什么气韵 龙脉有关 凌晨感应道 他没有说谎 一朵升红的火焰 落在他的身上 身处尘势 夜障缠身 疑火静体 安心去吧 啊 啊 啊 赵义被夜火焚烧 不断发出痛苦的嘶吼声 不过他也没有痛苦太久 便消失得干干净净的 清虚真人 见到着奇异的火焰 面色大变 这是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一火 传闻上古时分 天地间会诞生种种 不同寻常之物 这一火 便是这天地的宠儿之一 据说任何舞者得到 都有改天换地的能力 老道还以为 这只是一种传说 没想到今日却是见识到了 躲在旁边的清晰道人 想要逃跑 但是被凌晨危压一阵 便瘫倒在地上 师兄饶命啊 师兄 师弟我也是侮辱歧途 这也是为了我们玄天观好啊 师兄 我愿戴罪立功 清虚真人请求道 尊者 此人毕竟是我玄天观的弟子 不知可否交给老道处理 可 多谢尊者 清晰道人立刻大喜过望 多谢师兄 多谢师兄饶我性 刷 一道荧光闪过 清晰脑袋掉在地上 脸上还维持着那兴奋的表情 多谢尊者 让我清理门户 凌晨也是毫不意外 别看清虚是个和蔼的小老头 这杀性倒是一点也比自己差 尊者 这个阵法 还有那些个妖魔 你们以后再也不用看护阵法了 地下的妖魔 我已经把他们全部送走了 尊者 请您将他们送到何处 西方极乐世界 都死了 清虚真人也走到地窟旁边看了看 发现下面果然空空如也了 扶着胡子 喜笑颜开 急忙行礼 多谢尊者劫此为难 同时将吊在地上的精药宫捡了起来 递给了凌晨 尊者 既然妖魔已经没了 阵法也没了 那这阵魔法器自然也没用了 尊者你也知道 这法器需要天人镜才能使用 就算留在玄天观 现在也只是个摆设 现在就赠予尊者吧 第六十八章 初学炼丹 心怀不轨 凌晨接过金耀宫 这武器当初大前太祖南征北战 随即又被放在玄天观供奉千年 的确说得上不是反品 但是对于现在 自己来说还是太一般了 勉强够用罢了 清虚真人又看了看 已经空空如也的地窟 眼里充满了敬畏 对着凌晨恭敬地说道 尊者 我先让人先带您去休息吧 等老道先将观中的这些琐事处理完毕 等过几日便亲自传授炼丹术 凌晨轻轻点了点头 跟随着承雪走出大殿 回到了自己的别院中 尊者前辈 这个是师父 让我教给您的 承雪从怀中取出一本古籍递了过来 凌晨接过古籍 发现此书极为厚重 要比前世的中华大字典 还要厚上几分 封皮上用松香末写着百草大全 四个端端正正的大字 回去之后 替我多谢真人 辞别了承雪 凌晨仔细翻阅起来 百草大全传说乃是上古药圣所传 详细记载了九州中 多数草药的药性和特质 每种草药还配备着精美的插图 以便让人迅速分辨和认识 就这样 凌晨便在玄天罐暂时住了下来 第三天 凌晨起来的大早 手中捧着百草大全 漫步在玄天罐的灵草园中 叮 检测到此地道运生后 请问宿主是否需要迁道 心中默默念道 迁道 叮 恭喜宿主迁道成功 获得天赋丹药精通 刹那间 一股庞大 渊薄 深奥的知识 瞬间灌输入凌晨的脑海之中 无数炼丹之法 炼丹之术 灵草知识等等 全部都被凌晨牢牢记在心里 凌晨随意地 看向灵草园中 一株不起眼的灵草 素含草 地阶中品灵草 拥有让人洗净一髓之奇效 若是配合地心灵乳 熬制为灵欲 效果更佳 刹时间 这株药草的所有信息 便浮现在自己的脑海之中 凌晨也是暗自心惊 我这就成了炼丹大师了 也不对 现在 虽然我记住了炼丹的理论知识 但是却没有具体实操过 还是得多实践 才能熟练掌握 就在凌晨准备离开的时候 忽然一个可爱的少女跑了过来 正是清虚真人的小弟子 承雪 尊者前辈 原来你在这里啊 师父派我来寻你 今日便开始学习炼丹术了 请随我来 好 凌晨跟着承雪行走在玄天罐中 没一会儿 二人便来到了炼丹大殿 还没有走进大殿 便有一股淡淡的药香飘了出来 入目探去 殿内来了约四十多名弟子 据是神态庄重 盘膝而坐 面前各自摆放着 一尊小巧的丹炉 清虚真人 坐在最中心的高台上 身旁是一尊古朴的丹炉 半人高腰比其余人的大上不小 尊者 请坐到老道旁边 清虚真人身旁 特意摆放了一块蒲团 还有一尊小鼎 见凌晨落座 人都来齐了 清虚便开始了仔细讲解炼丹术 他先是从炼丹术的理论讲起 再是说一些比较常见药草的特性 显然是为了特殊照顾凌晨这个新手 清虚不愧是炼丹近百年的丹道大家 虽是很平常的知识 但是也被他讲的是妙趣横生 讲了约一个时辰后 清虚便开始了真正的炼丹教学 先是将一些灵草 或是烘干 或是浸泡 率先进行特殊处理 双手一推 蒸气爆发引动了丹炉下的地火 借助地火能够极大地减少自己蒸气的消耗 最后再将不同剂量的药草 按照特定的顺序 一一置入丹炉之中 清虚真人一边操作 一边讲解 讲解得极其详细 手上也动作行云流水 极具美感 片刻后 有淡淡的药香从丹炉中传了出来 就是现在 清虚真人迅速将炉盖打开 浓郁的药香散发出来 丹炉剩放着五颗圆滚的丹药 四颗上品 一颗中品 师父 这次您炼制的清新丹品质 好像比平时好得多啊 承雪望着那些丹药 惊叫起来 清虚也点点头 满意地摸着胡子 这次丹药的质量 的确是比往日强上不少 凌晨在一旁看着 也是暗自赞叹 这清新丹倒不是多么高级的丹药 但是他这三份材料 便炼制出五颗丹药 不仅没有一颗废丹 而且品质都算是不错 果然 不愧是炼丹大师 清虚真人在演示完毕后 门手一活 必须要自己去亲自尝试的 凌晨也开始自己的第一次 开始炼丹 但自己毕竟是为天人 瞬间便将所有的药材 都处理完毕 同时催动灵气 引起地火 当然 凌晨并没有用自己的红莲夜火 毕竟现在自己的掌控力不足 红莲夜火威力实在太大 一不小心 连丹炉都会直接融化 凌晨按照顺序 小心地将药材放入丹炉中 开始控制火力 炼制丹药 其余弟子 也都开始了自己的尝试 一时间大殿内 热浪腾飞 没过多久 一股股焦糊的味道 从他们的炉子中飘散了出来 不 我的药材啊 此时 大光明寺 紫宁在暗中观察了多日之后 终于是完全确定了 那位罗汉尊者 早已经离开了这里 紫宁心中窃喜 如此机会 真是天自我眼 你们罗刹山的人 都是这么磨叽的吗 是谁 紫宁神色一变 立刻质问道 一个恶挪的人影 慢慢从黑影中现身 一身血红色长袍 也掩盖不了他傲然的身姿 眉眼迷人 只是奸细的下巴 破坏了这份美感 显得十分刻薄 血沙岛的人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怎么这里 是你们罗刹岛的地盘吗 你能来 我不能来 随便你吧 别碍事就行 紫宁冷哼一声 立刻就准备潜入大光明寺 红袍女子 也马上就追了上去 第69章 丹药出炉 废丹 二人准备以极快的速度 潜入大光明寺 虽然山路上有许多巡逻的武僧 但是 二人既是大宗师 在各自的门派中 也算的是不弱的高手 避开这些武僧 简直是轻而易举 几乎瞬息 便到了大光明寺的之外 这是 这是五行山的五行大阵 紫宁眉头微微皱起 五行山的人真是废物 连自己的看门大阵 都让人拿走了 一时间也感觉到了棘手 若是强行闯入大阵 那自然是不能 但是想要无声无息 不惊动大光明寺的人 却是很难了 哼 罗刹山的人 果然都是没脑子的家伙 红袍人语气讥讽 从身上取出一根暗红色的尖钉 还是看我的破阵钉吧 紫宁心中生起一股无名怒火 但是现在想要进去 只能依赖他的破阵钉 所以咬了咬牙 克制了心中的怒火 红袍女人来到阵法前 刚刚施展破阵钉 突然 整个大光明寺的天地灵气 开始暴动起来 不好 被发现了 二人一见情况不好 居然没有撤退 反而想要强行冲进阵法 钻入阵法当中 忽然真气暴动 形成一条猙獰的恐怖火龙 向着二人就扑了过来 红袍女子来不及躲闪 当场被吞入腹中 怎么可能 紫宁面色惊变 她身为海外之人 自然是见识过五行大阵的 甚至强行击破过五行大阵 所以 她才会看似鲁莽地闯了进来 但是现在 她的肠子都毁清了 只能四处逃窜 这五行阵法 怎么不一样了 怎么这破阵威力大了这么多 不 就算紫宁想尽了办法 也改变不了自己 如同飞蛾般的命运 最后 也只能是在满怀怨恨中 被火龙吞进肚子 化为了一团灰迹 散发出焦糊的味道 糊了 糊了 尊者 一鼻子灵敏的弟子 马上发现凌晨的丹炉中 飘出一股发焦的气味 立刻开口提醒 凌晨也是一惊 定惊一看 果然是自己的火力 亦是太旺了 秦虚真人见此劝慰道 尊者 第一次炼丹 难免会出现一些意外 尊者无需挂在心上 这边还有材料 不如再炼一份便是 凌晨这时 忽然灵光一闪 接住那些材料 笑着说道 多谢真人了 秦虚真人 笑着将药材送了过去 但是马上神色大变 看见了令目瞪口呆的操作 凌晨直接将正在炼制丹药的炉顶打开 把那些材料 全部都一股脑倒了进去 尊者 秦虚刚想出声提示 但是马上转念一想 肯定是尊者 第一次将丹药烧糊了 心中难以接受 不过是几分药材 也算不得珍贵 让尊者高兴一下 也是没事 秦虚便没有再说什么了 此时 下面又传来了屡屡药香 师父 我的丹药也炼好了 成学喜笑颜开 揭开炉顶 里面有中品丹药一颗 下品丹药两颗 好好好 秦虚真人也是笑道 不错 不错 和前几次相比 进步很大 心中十分满意 毕竟是自己的徒弟 真不愧是成师姐 果然厉害 师姐真是炼丹天才 师姐 我要做你的小店 不多时 大殿内 所有人清新丹 都已经出炉了 但唯有成学 炼制出了一颗中品的清新丹 其余人最好也不过 炼制出下品丹药 当然绝大部分 什么都没有炼出来 只有一炉的废渣 现在也只有凌晨的丹炉 还在燃烧了 你们说 尊者这清新丹 能炼出来吗 当然可以 尊者可是天人啊 对啊 尊者神通广大 实力超群 那可不一定 就算是天人 也未必会炼丹啊 而且 实力是否厉害 和炼丹水平有什么关系啊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丹炉中的药材 已经完全融化 融为一体 凌晨默然睁开眼睛 七 丹炉的盖子 便被掀了起来 其余人立刻围了过来 一股极其难闻的烧焦虎味 喷了出来 顿时呛得他们睁不开眼睛 见此 清虚真人早有所料 开口劝慰道 尊者不用焦虑 练丹讲究技巧 多来几次 便熟练了 承雪看着丹炉里 那那几颗黑不溜秋的丸子 有些失望 在他的心目中 尊者者应该是无所不能 没有是可以难倒尊者 凌晨见他们这副样子 轻笑了一声 真人 不妨再看看我这清新丹 心念一动 一颗药丸就飞到了他的手上 清虚真人 看着手中黑曲曲的药丸 也是叹了口气 想不到 尊者对于这炉丹药 这么执着吗 清虚真人 刚准备找一个角度 夸一夸着丹药 但忽然眸光一明 面色马上就变得严肃了起来 突然 清虚疼得一下站起身来 哈哈大笑 其余弟子都觉得莫名其妙 让人摸不着头脑 尊者 你这清新丹炼得太好了 老道实在是自愧不如 啊 你们说灌主是不是糊涂了 不然为什么说胡话 几名弟子 嘀着声一轮纷纷 你们这些小兔崽子 都给我看好了 清虚瞪着他们喝道 同时将手中的丹药 用力一捏 那漆黑外壳纷纷落下 露出里面雪白的丹药来 顿时 一股极其浓郁的药箱 充斥着整座大殿 小兔崽子们 你们都看清楚了 这是极品清新丹 同时一挥手 把丹炉中的丹药 也都取了出来 捏碎外壳 发现居然全是极品清新丹 清虚真人满脸震惊 不可思议地说道 这 这 尊者 弟子愚昧 请您赐教 凌晨淡淡笑道 也没有什么 不过是将数份药材的药粒 全部提取出来 再进行融合 这样不仅可以节省时间 还能提升丹药的品质 只是我第一次练丹手法 还不熟练 唉 浪费了不少药粒 只能练出这么几颗来 清虚见凌晨 一脸惭愧的表情 目瞪口呆 心中吐槽不断 这种的练丹术 他别说是尝试一番 就连想都没想过 这相当于是在一炉之中 同时练制数十份丹药 要将成百上千的药材 瞬间同时处理 或闻火 或无火 或是阴阳火 一个人神念就算再强 又怎么能操作的了呢 更何况 最后还要将所有的药力 完全相容 不能出一次差错 清虚真人心中 忽然诞生一个 极其荒谬的想法 尊者 他该不会是上古丹圣的转世吧 第七十章 一伙练天丹 清虚真人 连忙止住自己的胡思乱想 深吸空气 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 用手摸了摸额头 差点就走火入魔了 尊者您的炼丹天赋 实乃当世第一 若是专修丹道 恐怕就算是上古丹圣 也未必比得上您 凌晨淡淡一笑 真人客气了 炼丹之道 对我而来不过小道 当然 凌晨并没有说谎 毕竟自己学习炼丹 只是为了炼制出 可以助自己快速修行的丹药而已 若是为了钻研炼 反而轻视了修行 这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清虚听见凌晨这么说 十分惋惜 叹了一口气 从身上取出一块玉牌 递给凌晨 尊者 这是玄天灌藏书阁的通行证 有了它 您就可以随意进入藏书阁了 里面说不定 有对尊者有帮助的东西 凌晨接下玉牌到了生县 便离开了 随着凌晨的离开 今日的炼丹教学便也结束了 一旁的成雪 看着自己师父 十分晚上的神情 便上前安慰道 师父 你别伤心 尊者志向远大 并不在意担导 但是您门下弟子中 谭朗二师兄 他讲过他们是炼丹天才呢 若是跟在师父后面专心苦学 以后未必追不上尊者 清虚真人文言一顿 只是站起身来 妄想窗外 缓缓轻笑道 你还太小了 眼睛还窄 见尊者如同井底之蛙 抬头望远 若是以后 侥幸能到为师这个境界 你再见他 便如一粒 浮游仰望青天 玄天灌 见灌至今已有千年 因为开山祖师 与当初的大前太祖关系极好 以至于在大前皇朝鼎盛一时 甚至曾被册封为天下第一道门 如今 虽然大前皇朝早已不在 但是玄天灌依旧不可小觑 凌晨拿着令牌 一路向着玄天灌的藏书阁而来 虽然玄天灌不如大光明寺历史悠久 但是因为曾经大前的关系 以至于他的底蕴 其实不比大光明寺差多少 凭借着令牌 凌晨顺利地进入藏书阁 若木皆是浩如烟海的书籍 摆放层次有志 于是 凌晨便开始迅速阅读起来 汲取知识 咦 这是 几日后 凌晨看着手中的书籍 发出一声惊呼 这一书倒是有意思啊 这本古籍上 记载了一个上古传闻 说是九州之中 曾有一处地名为凌州 曾是先人讲道之处 相传有无数天才地宝 美不胜收 宛如人间仙境 只是凌州具体在哪里 书上倒是没说 凌晨心中猛然想到 这凌州 不就是地图上记载出现 独特气息的地方吗 自己才在那张特殊地图上了解到 上古时曾经出现过众多天人 只是某天 他们感应到一股奇异的气息 这股气息既飘渺又遥远 于是纷纷去探索 以至于再也没有回来 而在地图上记载的那个地方 便是凌州 凌晨没想到 自己居然能在这里看到 有关凌州的记载 于是便在藏书阁中 立刻翻找起来 但是并没有找到其他的信息 罢了 等以后有时间 还是去问问清虚真人吧 又过了几日 炼丹大殿内 一口仪仗余的丹炉 摆放在大殿中心 这丹炉造型独特 三蛇胶骨为足 张嘴土性为皆 共咸丹炉 正是玄天观的正派之宝 试炼三金炉 此刻 清虚真人和自己门下的几位弟子 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凌晨 因为就在 刚刚凌晨宣布 要开始炼制 一炉天接丹药 要知道 天接丹药与之相对应的 便是大宗师之境 虽说大宗师少见 但是天接丹药 则是比大宗师更加少见 清虚真人心中早已认定 当时之中 已经无人可炼制天接丹药了 至少他曾经也是尝试过 但最后全部都是失败了 现在一听 凌晨想要炼制天接丹药 也是大吃一惊 这几日凌晨炼丹术的 进步速度快的惊人 清虚真人在那日过后 便没有再给凌晨讲课了 而是专心在听凌晨讲课 他越听越是觉得奇妙 虽是简单的一言半语 但总是能够 让自己有所领悟 清虚自己在心中 早已经将凌晨 当作了丹圣转世 于是 当得知凌晨要炼制天接丹药时 虽然心中也是有所担忧 但立刻取出了 正观之宝赤炼三金炉 以及自己积攒多年的药材 真人 尽情放心 既然如此看得重在下 那在下自然不会让真人失望 凌晨见清虚神色慌张 额头全是汗水 感觉比自己这个炼丹之人 还要紧张 连忙出言安慰道 同时盘歇而作 心念一动 举出早已经从系统空间中 拿出来的各色药草 毕竟自己要炼自然要炼最好的 不然岂不是对不起自己的丹道精通天赋 此时 一旁围观的几人中 一名女子悄悄在承雪耳边低声问道 小师妹 尊者的炼丹天赋如何呀 这才学了几天啊 就要炼制天接丹药 这不是没学会走 就要学跑吗 虽然她是尊者 但是也不能如此狂妄 此人正是承雪的三师姐 金宇 清虚真人带着门下几位得意弟子 去往大光明寺参加大会 但是因为封印大阵的原因 清虚和凌晨一路飞驰率先回到玄天观 他们这些弟子也就慢了一步 今天才刚刚赶回来 一回来 便被清虚叫来观摩凌晨炼丹了 所以他们并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事情 承雪文言得意一笑 放心吧 尊者可是很厉害的 当时他 都安静 莫要打扰 这时 清虚真人见凌晨已经有了动作 立刻低声喝道 同时瞪大眼睛 死死盯着凌晨的一举一动 及时已到 凌晨大喝一声 心念一动 一股深红色的火焰喷涌而出 瞬间就将一丈余的丹炉完全吞噬 大殿内的温度陡然升高 一股股热浪 让承雪等弟子不自觉退后了一步 第71章 神足通 没错 这股深红色的火焰正是凌晨的红莲夜火 在这几日 凌晨一直没有松懈对于一火的掌控 现在 自己对于一火的掌控力 早已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如必驱使 心念合一 深红色的一火 顿时将三金炉烧得通红 当然 凌晨自然暗中控制着火力 不然早就将丹炉融化了 金宇摇了摇头 心中嘀咕道 好厉害的火焰 但是这么高的温度 药材一丢进去 岂不是都废了 见温度已经差不多了 凌晨一挥手 所有的药材 全部都腾空而起 如同下饺子一样 纷纷落入丹炉中 什么 就这么把所有药材全部丢进去 岂不是胡闹吗 金宇眉头皱得更紧了 接着 凌晨便闭上双眸 盘膝而坐 运用自己的神念 将炉中的药材一一处理 或是化为药液 或是碾成鸡粉 就这么时间缓缓过去 凌晨丝毫不着急 因为一般一位炼丹师 想要炼制一炉丹药 最起码也要好几天 据说上古时候 有人想要炼制一炉天接丹药 足足耗时九九八十一天 以凌晨自己的估计 这炉丹药 倒是用不了这么久 不知真人 可否知道 一个名叫灵州的地方 什么 清虚真人 正在专心 看着尊者炼丹 这一问 立刻让他一正 旋即 清虚才反应过来 这是尊者在和他说话 立刻心中一惊 要知道 炼丹最忌讳的 就是分心 一旦分心 稍不留神 就会将药材毁掉 所以 炼丹一般都在 极其安静的地方进行 但是现在尊者 却是主动向着 自己问话 清虚一时间 也不知该如何好回答 开口说话 害怕打扰尊者 让其分心 不说话 岂不是显得不尊敬尊者 就在他感到左右为难时 你说吧 是 尊者 于是 清虚真人想了一下 开口答道 尊者 有关灵州老道 只是略知一点 据说 灵州曾是仙人讲经的道场 凌晨听着清虚回答 发现他知道的和自己差不多 真人 你可知灵州所在何处 嗯 不知 那可有人去过灵州 有 是谁 清虚想了一想 郑仲答道 据说大景皇朝的开国太祖 就曾经误入过灵州 传闻他就是在那里 得到了仙人传承 所以才能在最后一桶江山 大景太祖 凌晨小声嘻喃 不过老道觉得这个大景太祖 是有些古怪 他死得有点太早了 一般大宗师而言 瘦有五百余岁 但是大景太祖 不过活了一百来岁 就突然驾崩了 关于他驾崩的原因 也一直是个谜团 皇室的说法 是因病暴毙 但这显然不可信 凌晨听了也是点点头 看样子 以后有机会 必须要去大景皇城走一趟了 而在一旁的金语 见尊者和自己师父 有一擦没一擦的聊得火热 心头一阵无语 他现在只想离开 在他看来 凌晨对恋丹毫无尊重 最后只会是失败 一天的时间稍纵即逝 一日 定 检测到此地道运身后 请问是否需要迁道 迁道 定 恭喜宿主迁道成功 获得神通神足通 神足通 凌晨顿时心中一惊 马上打起了精神 要知道 神足通可是传说中的 佛门六神通之一 在传说中 可是赫赫有名 习得之后 可自由无碍 上通六天 下入皇权 一切动作皆无障碍 所谓钻天入地 腾云驾雾亦不过等闲 虽然不知道这系统 迁道来的神足通 会被系统打多少折扣 但再怎么说 这也是一门神通 放在自己面前 哪有不学之理 凌晨按捺住自己心中的狂喜 平复自己的心情 一边心境平和 稳住炼丹炉 一边开始学习神足通 日子一天天过去 凌晨已经逐渐领悟了 神足通的奥妙之处 渐渐有了无数感悟 赤炼三金炉 仍被红莲夜火包裹 正在慢慢温养那些精华之物 看样子 应该就快要完成了 但是这时 大殿之外 忽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灌主 大光明寺有人求见 清虚也是一愣 大光明寺 怎么会有人来呢 见凌晨点了点头 便说道 请大师进来吧 伴随歌之一声 殿门被人轻轻推开 一个守着白袍的青年僧人 慢慢走了进来 凌晨一看 正是自己的师弟 明觉 明觉一眼见到凌晨 也是面露喜色 但马上反应过来 向着一旁的清虚真人 躬身行礼 大光明寺佛子 明觉见过清虚真人 见过诸位师兄师姐 哈哈 明觉小友无须客解 师弟 你怎么会来到这里 莫不是出了什么事 闻言 明觉神色一变 马上取出一封信 递给了凌晨 凌晨接过信 仔细一看 目光微变 冷哼一声 这血沙倒倒是胆大 不仅把主意打到我身上 还去袭击大光明寺 清虚听见凌晨这么说 也马上明白了过来 尊者息怒 血沙倒 不过是一些 见不得光的老鼠罢了 现在这如天接丹药 只差最后两步 就要完成了 到时候 老道亲自和尊者走一遭 明觉也是点了点头 师兄 真人说的有道理 这次有师兄的阵法在 那些人根本进不去大光明寺 已经全部烧成灰了 大光明寺并无一点损失 现在最重要的 师兄的丹药啊 凌晨淡淡笑道 主委无须相劝 他们设计袭击我在先 偷袭大光明寺在后 怎能轻易饶过他们 放心 我只是去逛一逛 清虚真人 见劝不动凌晨 也是叹了口气 将血沙倒的大概位置 告诉了凌晨 神色极度忧伤 也不知他是感受到了 血沙倒的末日将至 为他们落泪 还是可惜 这一如即将出世的天接丹药 是 明觉还想再劝 但只是一眨眼间 凌晨的身形 骤然消失在原地 再无踪迹 第七十二章 一跃万里 海域之地 随着凌晨的身形再次出现 距离七云山 已经有了万里之遥 凌晨心暗喜 这神族通果然厉害 虽然被系统打了折扣 没有神话传说中的那么强大 但是与之相比 自己之前 学会的种种轻功飞跃之术 那些简直如同粪土 神通之名名不虚传 凌晨再次施展神族通 向着东方迈去 身形再次消失不见 再次现身 身处碧蓝海面之上 一望无际 见不得半点人烟 菱形之时 清旭说过 血沙岛位于金沙海域 大概在东南方向 具体在何处他也不知道 毕竟他也很少踏足海域 凌晨索性继续向着东南前进 但是在航了几千里之后 他忽然停住 望着前方空框框的海域 眼神一鸣 虽然肉眼无法看见 但是凌晨感觉到 有一股无形的后障壁 矗立于此 将海域两边分为两件 凌晨走上前去 伸出手来 轻轻摸到了那诡异的障壁 凌晨这时候忽然明白了 为什么有许多人尝试出海 想要寻去找海外的势力 却一直没有找到 应该就是这层后障壁 阻挡了他们 凌晨大步一踏 轻松穿过了他 只能隔绝大宗师之下吗 倒是和某些阵法有些类似 心中暗自思量 忽然眉头一挑 好似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 一步迈出 已在千里之外 凌晨轻笑一声 因为他发现 穿过避障之后 空气中的灵气浓度 陡然上升了一截 而且越是往海域深处走 灵气越是充裕 怪不得 海域势力的舞者 要比九州强上一些 原来是这样 和这里相比 九州的灵气 的确算得上是平级之地了 只是九州地域庞大 习武人数众多 所以在高手的人数上 和海域并无巨大差距 但随着时间流逝 这种平衡早晚会打破的 凌晨摇了摇头 对于这种事情也不再多想 继续向着东南方向去了 一望无际的碧蓝海面上 一艘青色快艇 正朝着北方迅速前进 钟书 现在情况如何 问话之人 是一个长发披肩 鹅蛋圆脸的美丽女人 头上戴着镶嵌 各色珍宝的珊瑚发簪 一身湛蓝长袍 衬托其大大方方 一身衣着华贵 显然其来历非凡 但是现在他的眉宇之中 却是有难以掩饰的慌乱之色 一位光头老者 回头看了看远处 回报道 大小姐放心 我们这艘破浪舟 是目前海域中 最快的船舰之一 凭他们大船的速度 是不可能追得上来的 美丽女人 闻言也是松了口气 没想到 蓝武那个混蛋 居然会背叛我们 这次算我蓝炎星输了 老者摸了摸胡须 大小姐这次 也算是有惊无险 等我们回去之后 汇报家主 定要将这些叛徒 碎尸万段 没那么简单 蓝炎星忽然说道 既然蓝武背叛了我 那我大哥他们 绝对是知道 我会被有破浪舟 他们不可能不做防备 这附近可有什么海盗之类的 蓝炎星拿着海图 突然问道 老者一拍脑袋 猛然想起 有臭名昭著的鲨鱼海盗团 就在附近的鲨鱼岛上 蓝炎星神色极其难看 看来这鲨鱼海盗团 应该已经被我大哥他们收买了 这一下可麻烦了 他们一定在回海星岛的航线上 守株待拓 这可如何是后 蓝炎星眉头微醋 心中神念起伏 思绪不断 他身为海星岛蓝天祥的亲女儿 颇为受宠 更难得是他虽身为女儿家 不仅武道天赋极高 而且伤道天赋 也是丝毫不属于他的父亲 近些年来 将自己手下的伤队 经营得有声有色 当然 他这些所作所为 自然引起了他的大哥 蓝炎耀的不满 为了争夺家主之位 二人明争暗斗多年 但是现在 蓝炎星也是眉头紧皱 因为他也实在是想不到 什么好办法了 就在他心生绝望之时 忽然看见不远处的天空中 有一道人影迅速飞了过来 只是一眨眼 一个年纪不大的年轻和尚 凭空出现在他们的船头 蓝炎星和老者 立刻吓了一跳 来人自然就是在海域上漫步的凌晨了 只是他来得匆忙 没有带地图 一时找不到位置了 这时候 刚好在海面上看见有人 所以马上就过来问问路 敢问二人施主 金沙海域在什么方向 蓝炎星也是反应了过来 用手指着一个方向 多谢施主 瞬间凌晨便再次消失了 仿佛刚刚看见的只是幻觉罢了 蓝炎星突然站起身来 对着老者说道 钟书快 我们掉头去金沙海域 去追上那位前辈 什么 老者大吃一惊 大小剑 先不说金沙海域是血沙岛的地盘 现在大少爷他们就在金沙海域附近 我们掉头回去 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蓝炎星眼神坚定 一边转动船舵 一边说道 破浪舟虽然速度极快 但是对燃料消耗也大 我们已经没有多少燃料了 前有埋伏 后有追兵 现在我们只有追上那位前辈 才会有一线生计 老者文言也是叹息一声 他心里也明白 这是唯一的出路了 马上调转船舵 向着金沙海域的方向驶去 凌晨大步踏出 转瞬即止 已经来到了金沙海域 随意地落在一座大岛上 准备打听打听 血沙岛具体位置 他刚刚落下 马上就有一个人跑了过来 看他年纪不大 一身打扮像个芽人 这位大师 您是第一次来吗 这望沙岛上的一草一树 凌晨也是随意地丢出一块银子 我想知道血沙岛具体位置 小李子慌忙接住银子 兴奋说道 大师 你现在想去血沙岛 却来到不是时候 您看哪里 小李子用手一指 只见不远处 坐满了形形色色的人 这是 大师 这些人和你一样都是 想要加入血沙岛的 来了之后不想走 就住在这了 不过 也不知血沙岛怎么了 直接开启了护岛大阵 现在没有任何人能靠近 第73章 浅出人面 凌晨文言 只是面露微笑 马上腾空而起 呵呵 你们看这 又是一个不幸邪的 别劝他 我们等着看好线 凌晨飞到小岛上空 望向远处 忽然眸光一凝 哈哈 总算是找到你们了 轻笑一声 单手一挥 一把古朴的长弓 就出现在自己的手上 左手握紧金药弓 右手放在弓弦上 蹦 用力一拉 弓如满月 顿时周围的天地灵气 陡然暴动起来 疯狂向着凌晨手中的金药弓汇聚 功本无见 宁气为见 灵气疯狂暴动时 原本还是风平浪静的海面 突然狂风大作 掀起滔天巨浪 整个岛屿都开始颤动起来 宛如天崩地裂 岛上众人被一股 无形混乱之力死死压住 全都趴在地上爬不起来 哎呀呀 救命啊 老天爷发怒了 我是好人啊 蠢货 是那位前辈发怒了 凌晨手中的金药弓 散发出炽热的光芒 宛如一颗真正的太阳 一只完全由天地灵气形成的灵剑赫然于上 恐怖的杀气环绕其中 无数雷霆电弧交集闪烁跳跃 明灭不定 终 凌晨眯了眯眼 心念一动 瞬息将手一松灵剑直射而出 岛上的众人 此时见到了他们此生难以忘怀的一幕 一道冲天流光视如苍龙 撕裂的空气宛如狂风怒吼 直破苍穹 蹦 啪 一声清脆的响声 手中金药弓 因受不了凌晨如此距离 现在已经断成了数捷 毫无灵气 凌晨轻叹一声 看着他 自言自语道 若灭血沙 你为守宫 随即将金药弓小心收了起来 此刻 血沙岛 这里不仅开启了所有阵法 而且还派遣了大量人手 在四周巡逻 重重严密的保护下 就算是一只蚂蚁 也别想钻进去 血沙岛内和外人想象的 湿山血海完全不同 此地环境极好 葱葱郁郁的大树 处处鸟语花香 亭台楼阁零次之笔 显然 即便是最冷血的杀手 也是需要放松的时候 这时 在血沙岛最中心的 核心大殿内 血沙岛的所有高层 已经全部汇聚在此 秘密召开会议 只是大殿内 却是有两个椅子空了出来 一名带着铁面具的人 率先站了起来 冷冷开口 这次计划 我们又失败了 早就和你们说了 不要随意 去接警帝的任务 现在不仅任务失败 还得罪了一尊天人 你们说这怎么办 大长老 你不也是同意了吗 怎么现在见情况不对 就马上想着甩锅啊 一人冷哼一声 立刻回队 大长老还想说些什么 好了 你们都住嘴吧 坐在最中心的一个老人 忽然开口 原本还在气势汹汹的几人 立刻平息了下去 皆是不再说话了 大长老也是躬身问道 岛主 你有何吩咐 老人老神在在 片刻后才抬起眼皮 这事倒是简单 去见那个天人一面 和他聊聊也就行了 可是岛主 那位可是一名 老夫知道 老人接着说道 所以这次不是我一个人去 摘星子 玉罗刹和金噪 都会一起去 其余人文言也是一惊 要知道 摘星子是天机山山主 玉罗刹是罗刹山山主 而金噪则是五行山山主 他们联合起来 可以说是海域顶级势力 同时出动了 这也是数百年来读一份了 大长老虽然心中狂喜 但还是有些担心问道 岛主 那和尚毕竟是为天人 众山主未必能 哈哈 老人哈哈大笑 你要知道 即便同是天人之间 那也是天差地别 他一个小和尚 能够勉强突破天人 已经得到了不得了的机缘 走了大运了 想来只不过达到了天人一重 又能强到哪里去呢 三山三岛祖上 又不是没有出现过天人 海域之地 没有你们想到那么简单 就尽管放心吧 众长老听了岛主多话 马上齐齐站了起来 大声喝道 助岛主马到成功 手到擒来 好了 你们也不用拍马屁了 等下摘星子那几个老家伙就要来了 你们先准备一番 是 就在这时 忽然一人慌忙闯了进来 岛主 诸位长老 外面 外面出事了 这弟子神色慌张 气喘吁吁 眼神中流露出恐惧 出事了 大长老眉头一皱 带着几位长老迅速走了出来 想看看 是谁胆敢闯到这里来 刚刚走出大殿 忽然目光一宁 抬眼望向远处的天空 一到流光 宛如苍龙鞋带着狂风雷笑 以极快的速度 向着他们雪沙岛而来 雪沙岛主也是眉头紧皱 满脸不可思议 望着天边的流光 那股恐怖的气势 令他两股颤颤 想要立刻逃跑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雪沙岛上的所有人 都已经被这流光锁定住了 那巨大的威压 使任何人都无法动弹 不不不 我不能死在这里 生死时刻 无数人燃烧气血 想要挣脱出来 但是毫无作用 下一刻 流光转瞬极致 笼罩住整个雪沙岛 不 光芒落下的瞬间 岛上有无数咆哮声 嘶吼声同时响起 但最后 在这流光之下 一切所谓的抵抗力量 都化作了虚无 被泯灭于无形 灵剑落在雪沙岛上 顿时形成了一股 恐怖的无形灵气波动 像是一颗石子 丢进了池塘 溅起无数涟漪 即使侥幸不在岛上的人 也被这波动 震成了血污 以雪沙岛为中心 在金沙海域 迅速扩散了出去 金沙海域上 蓝炎星驾驶的破浪舟 即将要被蓝轩要的大船 从后追上 大小剑 你先走吧 我来断后 不用了 这里四面都是他的包围 走与不走 意义不大了 蓝炎星面色冷淡 掏出匕首 便准备以死向搏 蓝轩耀则哈哈大笑 这家主之位 从今以后就属于我了 嗡 这时 一道无形波动闪过 蓝轩耀 以及手下所有人 转眼就爆成了血污 染红了整片大海 第七十四章 后续风波 恐怖的灵气波动 以极快的速度波及出去 也在很快之后 就平息了下来 凌晨眼神微眯 见整个血沙岛 都已经消失了 默默念了一段网生经 随即闪身离开了这里 小岛上的众人 见风浪平息 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有些胆大之人 立刻向着血沙岛的飞去 打算去看热闹 说不定还能减点漏 但还没有在空中飞多远 便停下了脚步 因为原本血沙岛 已经完全消失了 好似这一片海域 一直就是这样 空空如也一般 乖乖 血沙岛被蒸发了 以后三山三岛得改名字了 那位大师究竟是何人 我混迹海域三十年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他该不会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无色大师吧 我看就是 海域佛修 只有无色大法师他 才有这个实力 一群散修议论纷纷 随着他们飞速离开 宛如无数石子洒入池塘 见起层层波纹 一条重磅消息 迅速地传遍了整个海域 海域霸主 三山三岛之一的血沙岛 被一部知名的和尚灭门了 海星岛 作为整个海域 目前已知最大的海岛 一岛中有数百万人口居住 可谓是岛上王国 坐落于此 这便是海星岛的主人 蓝家的祖地 此刻 建筑中的某处大厅 启禀家主 有紧急情报 一位身影迅速跑了进来 拿上来 坐在椅子上的中年男人 淡淡说道 他看上去大概四十余岁 一张国字脸 看上去不怒自威 手里不断盘着两颗硕大的铁胆 他便是当代蓝氏家族的组长 蓝天祥 这情报属实吗 蓝天祥盘着铁胆 看着手中的最新情报 眉头紧锁 特别是以伤到齐家的势力 他自然十分重视情报工作 早早地就建立了自己的情报部门 这么多年来 可谓是屡次立下功劳 但是现在 他也有一丝怀疑情报的准确性 毕竟这个消息 实在是太夸张了 启禀家主 这消息 我们进行了多次确认 绝对没有出错 蓝天祥也知道他们 不会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出错 默默站起身来 目光看向窗外 目光复杂 血沙倒 被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覆灭了 对他来说 不算是一个好消息 我回来了 话音落下 一道倩力身影 迅速走进了大厅 你怎么弄成这样 蓝天祥望着自己女儿一身狼狈 像是刚刚死里逃生一样 父亲 你先听我说 我见过那个覆灭血沙倒的人 他绝对不是无色大师 无色大师身为我们的客亲 我不会认错的 他是谁 蓝天祥闻言一惊 马上问道 蓝颜辛忽然话风一转 指着自己身上的伤 向着蓝天祥哭诉起来 片刻后 才断断续续地说完了这一切 你是说 出手之人 是个年纪不大的和尚 蓝天祥心中思绪起伏不断 眼神越发复杂 是的 父亲 我能保证那个和尚 看起来年纪不大 不过是不是前辈易容的 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想 我知道他是谁了 傅大人清 他是谁 你先别管那么多 拿着我的手令 去仓库选一批珍贵的宝物来 左老门要是问起 你就说是我吩咐的 算了 我现在亲自去选 你准备一下 我们去一趟九州大陆 金沙海域 某处平静的海面上 这里便是曾经的血沙岛 摘星子 你看 这是不是那个九州天人做的 哼 除了他 还能有谁 玉罗沙冷哼一声 脸上挂起一丝冷笑 金躁也是摸了摸头 看向海面 神色难看 这下麻烦了 显然这个九州天人 比我们 想得更加厉害 我们之前太低估他了 现在该如何是好 我们还要去大光明寺吗 此话一出 在场几人立刻陷入了安静 能修行到如此境界 他们也不是傻子 自然明白 现在那位九州天人 他们惹不起 哼 既然如此 大家都不说话了 那我们就各回个家吧 玉罗沙马上就准备离开 且慢 一直没有说话的摘星子 忽然叫住了他们 你们不用太担心 天人吗 我马上也是了 你们也一样 这话怎么说 金躁和玉罗沙刚准备离开 听见这话 马上止住了脚步 哈哈 你们没有感觉到吗 这天地之间的灵气 越发充裕了 听你这么说 好像的确是这样的 金躁眉头一挑 忽然喝道 莫不是说 灵气潮汐就要来了 的确如此 摘星子自信孝道 据老夫推测 此次灵气潮汐 大势之争 就要提前到来了 我们三人距离天人境 只差着最后一步 借此良机 必能突破 到时候 我们三人联手 他九州天人再厉害 又能如何呢 难道还能以一敌三 一个人对付我们三个人吗 其余二人一听 纷纷表示赞同 摘星子 不知距离这灵气潮汐 还要多久 很快了 就在一个月之后 云州 祁云山 玄天灌 炼丹大殿内 清旭真人 目光痴痴地望着 赤练三金炉 不停地叹气 这位大师 尊者已经离开 一刻钟了 想来短时间 是不会再回来了 我先带您去休息片刻吧 承雪看着 站在一旁的明觉说道 明觉想了一下 觉得也是 于是合掌败谢道 多谢施主 你们也一起退下吧 都去好好休息休息 此时 清旭真人也说话了 是 师父 金宇看着丹炉也是摇了摇头 心中吐槽道 连我师父 练不出天接丹药 你这个新学者 也敢做这样的大梦 真是浪费药材 浪费我的时间 就在几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 哄 一声巨响从地底传来 一股炽热的火焰 从地下通道喷涌了出来 火焰之高 直冲云霄 不好 尊者的天接丹药 第75章 火灭 丹城 清虚神色巨变 立刻双掌齐出 真气爆发 一道阴阳太极图 凭空浮现 他想要借此隔绝炉底的火焰 但是太极图刚刚靠近 便被红莲夜火燃为虚无 明觉见状不妙 也是大喝一声 身后立刻浮现出 怒目金刚的身影 心面一动 双臂立刻伸出 那巨大的金刚虚影 同时也将手臂伸向丹炉 师兄的心血 不能功亏一篑 但是金刚的手臂 刚刚摸到了丹炉 火焰宛如毒蛇 立刻缠绕了上来 而且现在地下灵气暴动 火是更加害人 赶快松手 不然地火会顺着真气烧过来的 清虚真人也是十分焦急 立刻想办法控制灵气暴动 明觉脸色被火光照得通红 额头汗水静止流淌 不行 这时 一股火焰卷为炽热火浪 飞速地扑向明觉 赶快快躲开 清虚想去相救 但是火焰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只能大声呼喊 爹 就在这危急时候 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原本还是狂暴凶 涌得烈焰 顷刻间就安静了下来 一道身影从他们身边经过 踏入大殿之内 顿时一阵微风扶来 暴动的灵气也平静了下来 炎热的火气瞬息消散 只有一片凉爽 深红色的夜火缓缓熄灭 同时有一股奇异的清香 从顶中徐徐飘出 火灭 丹城 哎 我只是离开了不过两刻钟的时间 你们怎么弄成这样 听见了这声音 众人现在才反应了过来 望向那人影 兴奋地说道 尊者 您回 回来了 嗯 只是去海域逛了一圈而已 尊者放心 清虚真人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闻到了炉中的清香 满面红光 神情异常高兴 精神抖擞说道 尊者放心 等过几日 老道陪同尊者再去一次海域 到时候 凌晨挥了挥手 淡淡说道 这倒是不用了 没那个必要 莫不是尊者不想去找雪沙倒的麻烦了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 这世间已经再也没有雪沙倒了 再也没有雪沙倒 众人听了 心中一惊 忽然一个荒唐的想法出现在他们心底 莫不是雪沙倒得罪了尊者 太过害怕 已经自行解散了 好了 先不说这些无聊的事了 来看看我这卢丹药练的如何 凌晨轻轻迈步 走到赤练三金卢旁边 随手一挥 炉盖飞开 那股独特的丹药清香 瞬息迸发出来 大殿四周的草丛 马上传来嘻嘻嘻嘻的声响 煞世间 无数白鹿 灵兔都从山上跑了下来 围在附近 一声声鹤立声 环绕大殿空中 山中散养的真奇异兽 现在也全被吸引了过来 凌晨心念一动 五颗雪白色的丹药 从炉中飞到手上 再挥了挥手 将要香味道 便被完全封住 他们找不到香气来源 只能一一不舍地散去 这 这真的炼制成功了 而且还是最极品的品质 清虚看着凌晨手中的丹药 面色激动 甚至流出泪来 虽然刚刚闻到了药香 心中已经确认了八九成 但是只有当自己 真正亲眼看见了 才能相信 这是真实 而不是一场幻梦 一旁金羽望着那些丹药 也是面色发白 他也没想到 尊者居然真的能够 把丹药炼出来 还是那么轻松的情况下 品质也是最高级 回忆起自己刚刚的所思所想 不优秀的面色通红 低下头说不出话来 此时 凌晨取出两颗丹药 一粒落到清虚真人手中 一粒落在明爵手中 近日以来 多废宝地 愿以此丹酬谢真人 不可 这实不得 清虚真人连忙摇了摇头 这丹药 是尊者费力炼制而出 老道怎可清药 真人何须推辞 没有这正贯之宝 我也不可能炼成丹药 清虚真人见状 便将丹药收下 师兄 这是你辛苦炼制出来的 为何要给我 明爵连忙将丹药还回来 刚刚要不是你拼命出手 误打误撞 迎走了伙势 这炉丹药弄不好也就废了 就凭此功 你可拿此丹药 眼看明爵不肯接受 凌晨轻轻一笑 但他说道 我早已是天人 现在除非是圣洁丹药 不然这些玩意对我没用 炼制这些 也是为了磨炼炼丹术而已 明爵勉强将丹药收下 那就多谢师兄了 凌晨将剩下的丹药 都收入玉瓶中 说完 带着明爵就离开了玄天观 准备回归大光明寺 明爵闭上眼睛 只觉得自己耳边呼呼风声不断 再次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来到了大光明寺脚下 师兄的轻功 已经如此高明了吗 这简直是近似神通了 明爵心中惊骇 满舟 一片屁荒山丛林中 快跑啊 师父 门主等着我啊 你们这些魔道妖人修走 一声爆喝 从他们身后传来 同时 一道霸道刀器迅速斩来 瞬间将其中三人 斩成两劫 一个身宽体胖的大和尚 缓缓落在地上 正是几日前 被凌晨派到 蛮州除魔的无色大和尚 自从他来到蛮州之后 便按照尊者的吩咐 要将蛮州的魔道势力 扫荡一空 当初血魔教突然崛起 横扫蛮蛮州大败大井之后 此地魔道大兴 虽然原血魔教副教主冯林 已经死在了大光明寺 但是蛮州的血魔教 却没有任何的影响 反而在不断壮大 同一时间 蛮州无数大大小小的魔宗 也逐渐兴起 更是有许多在外地的魔道势力 搬迁到了蛮州 但是 随着现在无色大和尚的到来 他们的日子 就没有那么好过了 他刚到蛮州 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摧毁了血魔教 除掉了不少魔道妖人 这几天来 宫山破宗降妖除魔无数 蛮州魔道之人 对其恨之入骨 可是又打不过他 只能四处逃窜了 这帮魔道小宅子 跑得还是真快啊 又让他们逃走了几个 无色手提借刀 沿着他们逃跑的痕迹 继续追了上去 越追越深 已经逐步进入重重荒山之中 此时正在被追赶的几人 各个神色慌张 只愿当初爹妈 为什么没有多伸两只脚 这些人 都是附近魔宗练古门中 逃出的门派高层 门主 你说的 祖师真得沉睡在这附近吗 一人神色恐惧 颤颤巍巍巍问道 领头那中年人 面色惨白 但是颇为自信说道 这是当然 据门中古籍记载 我们练古门的祖师爷 就在这片荒山中沉睡 要不然 为什么我们要搬来这里 祖师爷神功天下第一 有他老人家在 何须怕这胖和尚 第76章 古尊苏醒 快跑 那个胖和尚 就要追上来了 我们都继续 往丛林深处逃 他轻功再厉害 也别想抓住我们 一声令下 他们几人马上加快了速度 一溜烟就逃个没影了 无色大和尚紧追其后 但是渐渐皱起眉头 奇怪 为什么 从刚刚开始 我就感觉到一股浓郁的魔气 为何我心中总有种 大势不好的感觉 无色停下脚步 飞到半空中 远远眺望扫市群山 低声难难道 水柱木声 巨鹰碧阳 层层乱乱 三山交汇 这是上好的魔气汇聚之地 看样子 这里不是有大妖 就是藏有老魔 无色面色有些不好看 准备先离开这里 但是刚刚回头走了几步 突然想到 我要是就这么回去了 如果尊者问起来 我又该怎么回答呢 不行 不行 还不能回去 最起码要探查清楚 究竟是何方妖孽 也好做好准备 以免日后吃了大亏 于是 无色停下了脚步 继续向着丛林深处出发了 只不过这次 他放慢了脚步 谨慎了许多 门主 那个大和尚 好像没有追来 剩余的几人 逃到了一处山洞中 躲了起来 哼 那兔驴肯定是被祖师爷下跑了 不敢再追来了 领头那中年人 神色得意 可是门主 祖师爷究竟是在哪啊 中年男人被他一呛 站起来直接抽了他一巴掌 祖师爷他老人家 神通广大 想去哪就去了 我咋知道 年轻人被一巴掌倒飞了出去 突然撞倒了什么东西 艰难捂着头爬了起来 脑袋摇摇晃晃的 不自觉伸手一扶 马上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怎么这么多虫子 门主 你快来看 这为什么有好多虫子 虫子 中年男人闻言一惊 心中思索道 我们炼骨门最擅长的 就是炼制虫骨 莫非这里就是祖师爷的 本身就来到了那人附近 看见那些虫子 顿时心中狂喜 止不住地大笑 太好了 这就是我们炼骨门独有的 飞骨虫 祖师爷一定就在这里 快挖 都给我快挖 马上所有人都开始挖掘起来 不多时 终于挖出一块诡异石棺 砰 一道浓郁的魔器 从棺中暴射而出 魔器成烟 充斥着整座山洞 结结 我骨砖又回来了 炼骨门的几人 身体激动颤动 神色恭敬 连忙跪在地上高呼 恭迎老祖 恭迎老祖 古尊望着跪在地上的 几个修为地下的小喽啰 面色不悦 冷声问道 你们是何人 为何来打扰老祖清静 中年男人急忙跪倒在地 表明身份 祖师爷 我就是炼骨门的 第十六代掌门人 这位是门中大长老 这位是门中圣子 哦 是吗 看着这几个歪瓜裂枣 古尊语气清淡 似有怀疑 幽魂老的幽魂骨 情况如何 老祖 我们没听说过 古魔的万古窟呢 几人互相看了一眼 也是摇了摇头 老祖 也没听说过 石黄的驱师山呢 祖师 这个我听说过 现在应该在烟州 古尊轻轻叹了口气 哎 真是沧海桑田啊 又继续问道 那现在炼骨门情况如何 中年男子一听 立刻回答道 启禀老祖 炼骨门还在 不过就 就只剩我们几个了 古尊 放眼扫去 地上总共就不到八个人 其中最强的 不过是宗师初期 该死大前 下手居然如此狠毒 老祖定要和你不死不休 几人对视一眼 小心翼翼地说道 启禀老祖 大前皇朝在几百年前 就已经灭亡了 如今九州是大景皇朝的天下 在位的是 景帝陆靖元 什么 闻言 古尊眼神中 马上流露出不解 大前皇朝居然被灭了 这不可能啊 秦无声那家伙 把圣龙玉喜看得比命还重 怎么可能让大前皇朝被灭了 古尊心中充满疑惑 对着他们立声问道 你们把知道全部都告诉我 要是漏了一点 老祖救了你们的命 懂吗 是 是 不敢欺瞒老祖 老祖 我们知道的 就只有这些了 片刻后 几人将这千年来发生的大事 迅速都汇报了一遍 真是想不到啊 老祖我只是 沉睡了千年 就发生这么多有趣的事 结结结 古尊放声大笑 面容争鸣 大事之争就要来了 你们现在误打误撞 唤醒老祖我 也算有功 到底是我徒子徒孙 以后就跟着我吧 几人神情激动 脸上浮现出狂喜 立刻向前一步 跪倒在地 多谢老祖 愿为老祖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古尊点了点头 十分享受 但马上目光一挑 你们怎么都受伤了 还弄得这么狼狈 我 老祖 请帮我们报仇啊 框框几声 几人痛哭流涕 有些人甚至磕头如捣蒜 行了 行了 兜起来吧 古尊不耐烦地摆摆手 什么情况 仔细说说 是 老祖 几日前 满洲突然来了个大和尚 没一会儿 几人就将前因后果 仔细叙述了一遍 哈哈 老祖还以为是什么呢 不过是一个大和尚罢了 什么时候 一个大宗师 也敢杀我古尊的弟子 走 和老祖去见见 那个不知死活的突驴 此时 丛林之中 无色和尚 突然心中传来一丝悸动 抬头看去 怎么会有这么重的摩切 不好 我要赶快回去汇报给尊者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一股无形微压落在他的身上 整个人马 上空中落下 栽倒在地上 杰杰杰 小和尚 你想要跑到哪里去啊 一道身影 落在他的面前 抬头一看 是一位先锋倒鼓的老者 若不是身上不断冒出的魔气 和那些爬来爬去 争鸣恐怖的蛊虫 一定会被人当成活神仙 供奉起来 第77章 第一次会见天人 无色大和尚 看见面前凭空现身的人影 大吃一惊 连忙运转真气 想要看个真切 但是马上就发现 自己压根 看不出此人的境界 马上惊呼一声 你是天人 不可能 九州之内 居然还有一位天人 无色心中思绪万千 他虽然身处海域之地 作为海星岛兰家的客亲 但是平时地位崇高 所以自然知道许多秘密情报 在曾经 他听天机山的人说过 无论是九州大陆 亦或是海域之地 都绝对不会 有人能突破天人才对 但是现在不仅有一位尊者出现 又冒出一个古怪的老者 无色在心中痛骂 天机山的小崽子们 算命就没一次准过 等佛爷我以后回去 就砸了你们的摊子 结结结 胖秃驴 你刚刚很嚣张啊 欺负老祖的弟子 算什么本事 现在来和老祖比划比划 既然前辈 话还没有说完 无色心中忽然锦铃大阵 马上握紧手中的戒刀 浑身的真气瞬间凝聚 戒刀上立刻佛光绽放 但是刀势却是狠辣无比 一股煞气扑面而来 荡 荡 二者相碰 居然传来一声声金铁之声 强烈的冲击急速扩散 四周粗壮的大树 巨石拦腰折断 无色整个人倒飞出去 地面上散落了几只 独生半截的蛊虫尸体 金铁骨 你是传说中的古尊 姐姐姐 你这和尚居然听说过 老祖的名号 倒是不错 这样吧 我看你实力不错 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你只要转败老祖为师 加入我练古门 不仅可以保住性命 日后还跟着老祖我呀 吃香的喝辣的 这不是比你做秃头和尚 强上万倍 古尊声音徐徐而至 极具诱惑 宛如一道道魔鹰 缓缓钻入无色的耳朵之上 仿佛一抬眼 就看见了无数金银财宝 出现在眼前 更有无数身姿绝色倾城 妖媚至极的美人 在他耳边徐徐吹起 观自在菩萨 行 无色知道这是古尊的魔鹰 灌耳之术 可以让人心生磨念 走火入魔 心中不敢怠慢 马上再默默念诵心经 稳固心神 很快 躁动的心 马上就平静了下来 不错 不错 古尊此时也停下了手 他是越看着大和尚 越是满意 天赋不错 年纪也不大 便已经成就大宗师 道心坚固 战斗经验丰富 和他相比 自己手下那几个大猫小猫 那都是什么废物啊 简直是没眼看 于是 古尊继续说道 你能侥幸躲过第一招 还能躲过第二招吗 老祖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可要考虑好了 无色手持借刀 艰难地站了起来 我心向佛 视死如归 老摩 你休要多言 阿弥陀佛 无色 死如往生 你说得不错啊 一道声音凭空响起 无色一听 立刻心中狂喜 尊者 是您吗 何方小贼 敢在老祖面前 故弄玄虚 还不速速献身 古尊听见这声音 冷哼一声 瞬间大袖一挥 一朵血红之云 向着无色就扑过去了 大 大 一道身影 凭空出现在无色面前 金光闪烁不断 红云撞在上面 不断发出金铁之声 纷纷坠落在地上 一动不动 仔细一看 这哪里是什么红云啊 全是一只只新红色的 猙獰蛊虫 你究竟是何人 古尊面色戒备地 望着这个莫名 冒出来的小和尚 要知道 那些蛊虫看似毫不起眼 实则是他精心培养而成的 嗜血毒蛊 那猙獰的口气 就算是天街的神兵 都可以轻易咬碎 而且 古尊专门以剧毒的蛊虫 喂养他们 现在不仅锋利无比 而且还充满剧毒 但是此刻居然被一个 莫名其妙的小和尚 用肉身挡下来了 古尊不由得心中大害 眼睛死死地盯着凌晨 阿弥陀佛 我只是一名杂义僧罢了 老祖 别听他胡说 他就是那个大光明寺的尊者 炼古门几人 马上将最近发生的事 仔仔细细说了一遍 大光明寺尊者 古尊越听 面色越是难看 心中思索 想不到时至今日 这世上居然还有新的天人 该死的是我大意了 刚刚苏醒 我的实力还没有完全恢复 现在还是先撤为妙 想到这里 古尊也不犹豫 眼神一亮 整个人飞向凌晨扑了过来 尊者 小心 古尊的身影还没有靠近 突然在半空中 整个爆炸开来 哄 哄 强烈的爆炸冲击力 混杂着遮天蔽日的魔器 携带毁灭一切的威力 冲向凌晨 凌晨面色不便一动不动 好像被吓傻了一样 无色见状 急忙要上前挡住这股冲击 突然 凌晨这时动了 只见他轻轻抬起手掌 像是有一道无形护照 阻隔了一切 一切力量 在这小小的手掌前 瞬间泯灭 不多时 再一看 凌晨面前三尺处 出现一个挤杖深的大坑 周围草木都被横扫一空 赤裸裸的泥土暴露在外面 空气中充满了焦糊的味道 至于那几名弟子 马上跑了过来 看见凌晨毫发无损 脸上浮现出狂喜 恭喜尊者 处此妖人 尊长只是微微出手 就吓得他直接自爆了 这传说中的古尊 看来也不过如此 无色呀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记住不要小看任何一位天人 凌晨淡淡说道 同时竖起右手手指 只见食指和中指之间 不知什么时候 夹着一只奇异的蛊虫 他通体漆黑 但是却长着一张诡异的人脸 乍一看 和那古尊有点相似 尊者 这是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刚刚他应该是用了一种替身之法 现在已经暗中逃走了 那尊者 我们可要去追啊 凌晨摇了摇头 一股深红色的夜火出现 将手上的蛊虫烧成灰烬 不用了 他逃不掉的 你现在先回大光明寺吧 无色闻言一喜 尊者让他回大光明寺 这表示已经认可了自己 尊者 您不和弟子一起回去吗 凌晨呵呵一笑 整个人缓缓消散 变成几半桃花落在地上 记得速回 无色心脏狂跳 满脸震惊 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原来刚刚的尊者 根本就不是本人 仅仅只是一道神念分身而已 就是这一道分身 就逼得一位天人逃之夭夭 无色吞了吞口水 连忙平复一下心情 立刻向着大光明寺的方向出发了 第七十八章 海外来人 拦家拜见 大光明寺 后山 桃花灵 凌晨默然睁开了眼睛 一片桃花缓缓落在掌心 逐渐枯萎 唉 又出现了一位天人 看样子 这大势之争就快来了呀 现在突然有一位古代的天人苏醒 凌晨猜测 这绝对不是巧合 而是一个信号 是灵气潮汐即将爆发的信号 一片荒无人际的大山深处 扑通一声 一只树丈长的蟒蛇 突然从坠落在地上 巨大躯体慢慢干别起来 不过瞬息 就变成了一具干尸 该死的吐驴 大光明寺 这个令人恶心的寺庙 居然存在这个世上 古尊冷哼一声 一挥手 从巨蟒体内 钻出无数蛊虫 本尊沉睡了太久了 实力还没有完全恢复 现在看来 要除掉那和尚 必须要找人帮忙了 古尊心中思绪纷飞 片刻后哈哈大笑 向着某个方向一路飞去了 大光明寺 后山 凌晨看着自己手中的天接丹药 微微叹了口气 这些虽然是他花费了几天时间 炼制出的天接丹药 但是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 可谓是作用微弱 拿来当的糖豆吃倒是不错 至于说什么提升功力 有什么要效什么的 还是算了吧 看来 现在必须要炼制圣阶级别的丹药了 凌晨思索起来 现在自己的情况 只有琉璃金丹是最适合自己的 只不过 炼制琉璃金丹的材料 自己倒是不缺 但是最关键的是 现在缺少可以炼制圣阶丹药的丹药 丹药品质一旦到了圣阶 就不是普通凡器可以承受的了 就算是玄天罐的正罐之宝 赤炼三金卢也是不够资格 若是强行炼制 最后结果一定是卢毁丹药 凌晨摸了摸头 现在自己不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而是巧妇做饭没有铁锅 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迅速来到了桃花林外 拜见尊者 许此求见 进来吧 此刻 大光明寺 惠客殿 大殿内客位上端坐两个人影 寺内几位长老全部都汇聚在此 据是神情恭敬 不敢怠慢 这二位施主 一来到大光明寺出手 便极为阔绰 一口气就捐赠了近百万的香油钱 众长老自然不敢怠慢了 当然这二位的身份也是来历不凡 他们便是海域之地 海星岛兰家家主 蓝天祥和他女儿蓝颜兴 哈哈 诸位大师 不用多脸 蓝某虽然久居海外 但是也经常听得大光明寺的威名 正所谓降妖除魔 济世度人 真是功德无量啊 蓝某也深感佩服 蓝天祥率先站起身来 笑呵呵地说道 几位长老 闻言也是面色一喜 他们也知道这是凤城之语 但是从海星岛兰家家主的口中说出来 自然和常人是截然不同 须卑长老也是双手合十回礼道 多谢蓝侍主的美言了 主持师兄已经去往后山拜见尊者了 至于尊者是否愿意面见蓝侍主 那就要看缘分了 有缘自然能相见 自然如此 自然如此 蓝天祥连忙点了点头 随即安心坐下 耐心等待 而他一旁的那个少女 蓝颜兴则是眉眼低垂 显然是心事重重 他不禁回忆起 再来九州大陆的路上 自己和父亲的对话 父亲大人 那大光明寺 真的有你说得那么厉害吗 用得着如此重视吗 要知道 您拿了这么多东西 祖老们都要气疯了 而且 您还要亲自去一趟寺庙 蓝天祥闻言 只是轻轻一笑 淡淡说道 严心啊 你觉得 现在我们蓝家在海外情况如何 这还用说吗 我们蓝家 现在是海外一霸 富可敌国 在商业上 更是无人可比 除了天机山那些大势力外 其余人根本不用放在眼里 蓝严心不假思索说道 你错了 蓝天祥忽然立声说道 其实现在蓝家已经危在咫尺了 什么 蓝天祥自顾自说道 没有强大的实力 即便拥有再多的财富 也不过是为别人做嫁衣罢了 严心啊 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 唯有实力才是第一 即便我们只是 一位商人 蓝严心有些似懂非懂 父亲 那这和大光明寺有什么关系啊 蓝天祥神秘一笑 等你到了 自然就知道了 阿弥陀佛 二位施主 尊者已经同意 见你们了 请随老僧来 多谢大师 几人随即跟着须慈走了上去 没一会儿就来到了桃花灵外 都进来吧 蓝天祥带着蓝严心 慢慢走进桃花灵 十分小心 不敢有丝毫得罪 这是 蓝严心刚刚踏进这里 立刻心神大惊 他忽然感觉到这里的灵气浓度 远超外界 甚至比他们蓝家 一级闭关事中的灵气 还要浓郁 联想到父亲的态度 不由得将心中的轻视收了起来 没多时 几人终于来到了桃花灵中心 蓝家家主蓝天祥 拜见大光明四名臣尊者 不用多礼 都请坐吧 几人坐下 这时候蓝严心才趁机偷偷看了远处一眼 啊 居然是他 当日的那个小和尚 就是大光明四尊者 蓝严心心中惊骇 这时候才明白 为什么父亲 对自己说到了大光明四 一切就明白了 一个人便可以覆灭谢沙岛的高人 再怎么重视 也不为过 不知蓝施主不远万里 来我大光明四 有何贵干 蓝某虽处偏僻海外 但是对于九州之地也是颇为关注 对于尊者的威名 蓝某甚为钦佩 今日特来拜见 凌晨摇了摇头 但但说道 蓝施主 如果今日来只为了说这些客套话 那还是请回吧 蓝天祥听见这话 后被冷汗逐渐流了下来 知道自己的这些小心思 在尊者面前都是浮云 于是直接站出起身来 依然面色不改 微微恭声说道 尊者明见 我今日来 是特意邀请尊者 担当我蓝家的客亲 平日不会有任何要求 只是若是蓝家收到威胁 那就只能请尊者出手相助 说完立刻摸了摸手上的戒指 顿时地面上凭空出现三口大箱子 轻轻打开 马上一道金光硬事出 第一口大箱子里面装的 全部是金银财宝 第二口大箱子打开 里面皆是些瓶瓶罐罐 第三口大箱子打开 入木则都是一些金装书籍 启禀尊者 这些瓶中里装的是些地阶丹药 什么类型都有 而这书籍是一些武学功法 单方药方 镇法图路 佛门经文等等 这是蓝某特意献给尊者 也是献给大光明寺的礼物 当然 蓝某也知尊者不是凡人 自然看不上这些俗世之物 说完轻轻一挥手 手上出现三个十分精美的小盒子 尊者 这还有三件宝物是特意准备 专门进献给尊者的 第79章 大事将至 蓝天祥轻轻将三个小盒子 依次打开 和中装的分别是一本古籍 一尊小鼎 以及一具残缺骸骨 尊者请看 这本古籍名为 大梵天神力 乃是一本圣阶功法 乃是上古佛门所遗留 而这具骸骨 据说是上古一位佛门尊者 玄坛大师的遗骨 至于这小鼎名为 三交聚火鼎 乃是圣阶之法宝 不仅可以在炼制丹药时 提升三成概率 而且用以对敌 也足以焚天竹海 蓝天祥仔细向着凌晨 介绍起这三件宝物来 这次 他可谓是下足了血本了 这几件都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一本圣阶功法 足以造就一方顶级势力 疑似上古佛门尊者的遗骨 对于佛门舞者 也拥有莫大的吸引力 至于最后的圣阶炼丹顶纳 更是稀有中的稀有 炼丹顶本就难得 更何况是圣阶 一旁的蓝颜 心看自己父亲 拿出一件件宝物来 也是震撼地说不出来话 怪不得 我看那些祖佬的表情 一个个地 比死了爹妈还难看 父亲这是把他们的棺材 本都拿出来了呀 此时旁边的几位长老 也是看得眼睛都直了 但马上反应了过来 这实在是太失态了 个个闭眼默默念诵佛经 赶紧平复心神 凌晨也是点了点头 蓝家主准备这么多礼物 也是有心了 蓝天祥双手抱拳 弓声说道 尊者言重了 这些宝物本就出自于佛门 我们蓝家 只不过是代为保管罢了 今日佛门尊者在此 自当物归原主 须子等人在旁听着 也是十分受用 心中暗道 这蓝天祥 不愧是将海星商会行 变海外的男人 就他们而言 就没有见过这么会说的人 凌晨也是笑了笑 将这三个小木盒收了起来 既然蓝家主圣意全权 那我就收下了 多谢尊者 蓝天祥文言脸上 不自觉浮现出狂喜 心里马上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 尊者收了自己的礼物 日后海星岛蓝家 终于是稳了 蓝天祥神情激动 但是面色一转 忽然开口说道 尊者 据在下得到的消息 大事之争不日就要到来 可能就在这月底 还请尊者 和诸位大师做好准备 须此方丈几人文言 也是面有疑惑 不禁问道 不知蓝师主说的大事之争是 方丈大师有所不知 这世间灵气如同潮汐 起起落落自有定数 而根据估算 这一次的灵气暴涨程度 会远超遗忘 说不定会在现上谷之时的繁荣景象 也不知蓝家主 对此次大事之争 可有什么看法 这时灵晨忽然问道 蓝天祥走了两步 缓缓说道 尊者 我认为这灵气潮汐 既是一场机遇 也是一场霍乱 不错 你说的不错 灵晨望向海外方向 我在满洲 已经遇见了一位 从沉睡中苏醒的上谷天人 我想 这绝不会是意外 现在时间就快到了 这些老家伙 都会一个个醒来 海外那些人 估摸着 如今也在等着那一天吧 片刻后 灵晨和蓝天祥 想商讨了一下 有关灵气潮汐到来的细节 以及正式担任了 蓝家的特殊客亲 约定非有危难 不用出手 蓝天祥便起身告辞了 妇女二人 离开了大大光明寺 在回去的路上 蓝天祥一脸的轻松 父亲 我们就这样回去了吗 我担心 您不好 给那些祖老交代啊 蓝天祥双眼微眯 默默晒着阳光 嘴角止不住的上扬 惬意地说道 放心 我不需要任何解释 时间会证明我的选择 如今尊者收下了我们的礼物 这份情谊 足以保我蓝家 窥然不倒了 桃花灵内 方丈 几位师叔 不知尊者有何吩咐 凌晨将几日前炼制的天接丹药 随手丢了过去 灵气潮汐叫来了 这次我们大光明寺 也要做好准备 这是几颗天接丹药 诸位师叔 你们自己分配吧 而且现在将所有弟子都召集回来 以防意外发生 是 尊者 须慈连忙接住了丹药 弓声达道 几人立刻离开了这里 为这场灵气潮汐的到来 做好准备 见他们都离开了 凌晨一挥手 那尊三焦巨火顶 便落在自己面前 心念一动 一股深红色莲花状火焰 缓缓升起 各色各样的珍稀药材 迅速飞出 纷纷落进顶中 凌晨决定 现在就要炼制琉璃金丹 已被在灵气爆发时 占据先机 与此同时 九州吉北之地 燕州 寒风萧萧 万里冰封 方圆万里 皆是冰天雪地 毫无人烟 这个老僵尸 怎么挑了个 这么个该死的地方 古尊孤身飞在呼啸的寒风中 好像在寻找着什么 嘴里骂骂咧咧 自从他和凌晨交过一次手后 马上就离开了满洲 一路来到此地 作为上古天人 古尊自然是知道 灵气潮汐的事情 这也是当初 他选择自我沉睡的原因 等到日后 灵气潮汐到来时 迅速醒来 抢占先机 但是他醒来之后 马上就意识到 如果仅仅凭借自己一个人的话 未必能在这场大事之争中 得到大量好处 更何况 他还得罪了一位 实力不弱的佛门尊者 所以他马上就来找自己的老朋友 昔日的炼尸术老祖 尸皇 片刻后 古尊忽然眼神一亮 好似看到了什么 哈哈大笑 老僵尸 你藏得再好 也还是被我找到了吧 他立刻凝神俱气 大吼一声 老僵尸 该醒了 滚滚气浪迅速扩散出去 红隆崩 红隆崩 雪山上的积雪也被震动 不断狂涌下来 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雪崩 就在这时候 大地忽然开始震动 无数裂痕迅速扩大 屡屡阴气黑烟 从中冒了出来 一口巨大金色的黄金棺材 也飞了出来 哐荡 一声重重砸到地上 砸出一个大坑 咯吱一声 棺材盖子滑开一点 一道沙哑阴冷的声音 从中传出 是谁在打扰本黄休息 是我 老僵尸 你睡得可还好 哐荡一声 整个棺材盖子疼得打开 一个三四岁的小孩 从里面飞了出来 只是他轻面獠牙 模样却是猙獰恐怖 一开口老气横秋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老虫子 你不好好在满洲隐居 到这里 来打扰我休息干什么 古尊连忙笑了笑 说道 老僵尸 你难道没有感觉到吗 这灵气潮汐叫来了 狮黄闻言也是神色一变 连忙闭上眼睛 马上睁开了双眼 脸上浮现出欣喜 哼哼 老骨头 你不是一个热心的人 说说吧 你来唤醒我有什么目点 狮黄知道古尊的性格 自然不是傻子 马上疑惑了起来 古尊也是笑了笑 此时说来话长 我记得 你当初创立的去世山 现在应该还在 我们边走边说 第八十章 灵气爆发 陆地神仙 时间如水 总是在不经意间 在手指缝隙悄悄流走 一黄眼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这一天 大光明似厚山中 轰隆 轰隆 三焦聚火顶内 不断发出雷鸣般的声音 片刻后 夜火熄灭 这一切终于地安静了下来 顶盖缓缓打开 几颗宛如水晶琉璃的丹药 瞬息间飞了出来 像是有了灵性 想要四处逃跑 周围的空气都隐隐颤动起来 电 凌晨淡淡吐出一个字 暴动的空气 立刻平静了下来 将手一招 丹药稳稳落回手掌中 不错 不错 这是最后一批琉璃金丹了 幸好我炼药水平高 所炼出来的都是极品 不然可能还是要差一点 凌晨抹扎着这手中的琉璃金丹 感到庆幸不已 这些日子以来 他已经将自己系统空间中 所有的储备药草都用完了 依仗着这些丹药 凌晨现在已经达到了 天人静五重巅峰 距离传说中的陆地神仙之境 就只差半步之遥了 凌晨眺望远方 心中思索道 根据我的推测 灵气潮汐到来之日 便在今晚 灵气潮汐第一次爆发的时间点 是最为浓郁的 想到这里 凌晨嘴角上扬 露出淡淡的笑 借此时机 以及自己手中的极品琉璃金丹 凌晨已经有了足够的把握突破 现在万事俱备 一切静待时机了 当然也不仅仅是凌晨 此时无论是九州大陆 亦或是海域之地 早已陷入了一片诡异的安静中 大景皇朝宣布停朝三日 各大宗门 全部都紧闭山门 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 但就像是有经验的渔夫 能从平静的海面上 预测到暴风雨就要来了 那些有志之士 也从这不寻常的宁静中 感受到 恐怕有一场恐怖的纷争就要来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不会为任何人停留 夜幕逐渐降临 圆月高悬 好心点点 此刻大光明寺的广场上 全寺的所有弟子 长老 全部汇聚在此 在凌晨的提醒下 须此方丈 早早就让所有外出游历的弟子 全部赶回来 同时 现在已经将五行大阵 开启到了最大 就是为了等到灵气潮汐到来时 可以迅速聚集灵气 方丈师兄 明觉佛子还在闭关 我们要去将他请来吗 须此方丈正在犹豫时 忽然一道声音传来 不用了 我已经来了 一道白衣身影来到了广场上 正是明觉 此时他身上气息有些浮动 像是刚刚突破了一样 须此看了他一眼 十分欢喜说道 明觉 这是突破到宗师后期了 嗯 多亏了师兄赠送的丹药 也多谢诸位师叔的帮助了 哈哈 我们这只是借花献佛罢了 这多亏了尊者啊 原来 当初凌晨将那几颗随手炼制出的丹药 送给须此他们后 他们几人商量了一番 决定要将好钢用在刀刃上 把所有的丹药 全部都交给了明觉 毕竟他们年纪大了 明觉还是十分年轻 这才是大光明思的未来 明觉 来我的身边坐下 须此方丈招呼明觉坐在广场中间 众人也都安静端坐 默默等待灵气潮汐的到来 不知过了多久 就在有些弟子等得不耐烦时 灵气潮汐终于是来了 不知是什么地方 煞时间无数灵气疯狂涌入这个世界 此时 无论是九州大陆还是海域之地 所有舞者都感受到了明显的变化 哇 好充足的灵气啊 你们感受到了吗 我感受到了 现在一运功 感觉比往日快了三倍 你们还费什么话 还不赶紧抓住机会 努力修炼 错过这次机会 以后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随着虚辞方丈的一声大喝 广场上立刻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拼命运转功法 开始修行 随着灵气潮汐的到来 不仅仅是舞者 就连山林中的动植物都开始出现变化 偏僻的深山中 原本还是低矮的灌木 也在灵气的灌溉下急速成长 一眨眼就变成了苍天大树 森林中只是普通的野兽 也逐渐发生变化 体型迅速增长 而其中有些眼眸中 甚至闪现出智慧的光芒 后山 灵晨一把吞下所有的琉璃金丹 盘膝而坐 运转自己修行的六道轮回往生经 一边消化体内药力 一边疯狂吸收空气中的灵气 呼吸吞吐之间 鼻孔中喷出两股乳白色的气柱 经久不散 随着灵气不断在体内慢慢游走 灵晨体内的学窍 也一个个被打通 眉心十海中的佛祖社里 也慢慢发散出万丈佛光 滋润着自己的身体 突然 只听见他的身体中传来咔嚓 咔嚓几声清脆响声 磅礴的灵气已贯通四肢百骸 灵晨睁开双眸 猛然一亮 大光明四光场上 正在集体吸收灵气的几人 陡然一惊 一股无形威压 徘徊在他们的身上 就像是老鼠被毒蛇死死盯住一般 心神止不住地颤动 方丈师兄 莫不是有大敌来了 我们赶快迎战 几位长老强行克服住恐惧 虽然神色慌张 但还是马上站了起来 准备出门迎战 无须惊慌 是我 一道熟悉声音 传入他们的耳朵 打断了他们的交流 这个声音是 是尊者 刚刚那股威压 难道是尊者散发出的吗 几人一惊 这是不是说明 尊者他又进了一步 你们说尊者会不会已经修炼出来 传说中的法身 那可是祖师爷达到过的境界啊 很有希望 尊者可是万年难遇的天才 未必没有可能 只是没到尊者这么年轻 就要比肩祖师爷了吗 都肃静 不得妄议尊者 趁此天赐时机 还不速速修行 更待何时 徐辞立刻出言打断了他们 是 方丈师兄教训的是 众长老听见徐辞这么说 顿时都安静下来 安静前行修炼 第八十一章 灵气后续 一日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洒射到灵晨的身上 呼呼 灵晨猛然吐出一口浊气 平复了体内不断澎湃的灵气 感受体内那股无比强横的力量 灵晨满意地笑了笑 马上将心神缓缓沉入体内 在自己体内 丹田浮现出一颗雄魂真丹 在道门之中 可以被称为精丹 而在佛门中 则被称为舍利 这也是修炼陆地神仙之境 也是五圣境的标志 五圣境的舞者 若是出手 一朝一世 不仅携带着天地之威 更有着真丹之力的加持 威力远比寻常 足以开山裂地 焚山主海 不愧是被称为陆地神仙 而且最重要的是 凝聚出真丹之后 便可以在上面 铭刻出领域名文 一旦释放出 笼罩方圆千里 一念一动 存乎由心 凌晨长叹一口气 这五圣之境 果然要远比 天人竟要强上许多啊 凌晨暗自思索 现在的他 可以打之前三个自己 对于普通的天人 可以说是来多少杀多少 五圣和天人的差距 简直宛如天地之别 凌晨现在也不浪费时间 可以借助这个机会 开始稳固境界 此时 远在九州之外的海外 一座身处云雾中的高山上 突然一股强大的气息 突然爆发 传遍了整个小岛 赵吉感受到了这股气息 马上站了起来 面露惺喜 大声喊道 恭喜师尊 突破天人大观 顿时所有的弟子 也全部都欢呼起来 齐声恭贺 恭喜师尊 突破天人大观 恭喜师尊 突破天人大观 都起来吧 不要多脸 随着声音落下 一个胖胖的老人 脸上掩饰不住的喜色 缓缓走了出来 他便是当代天机山的山主 齐心子 赵吉马上跑了过来 恭喜师尊突破天人 不知师尊有何吩咐 齐心子摸着胡须笑呵呵地说道 你们安心修炼吧 不要外出 现在只是第一次灵气爆发而已 你该不会以为 这次灵气潮汐都结束了吧 这才是刚刚开始 什么 刚刚开始 赵吉心中一惊 要知道 仅仅是这一次灵气爆发 就让他轻易突破了瓶颈 提升了一个小境界 然而 这只是刚刚开始 这时 齐心子忽然掏出一块玉牌 灵气 二位道友可是成功突破了 玉牌中忽然传出两道声音 哼 既然你这个老家伙都能突破 我们又怎么不能突破呢 齐心子听见他们的嘲讽 也是毫不在意 既然精造道友和玉罗莎道友 都成功突破了 那就按照计划来行事吧 玉罗莎冷冷说道 齐心子 你这计划能成功吗 有几成把握 齐心子辅了辅胡须 十分得意说道 不高也就八九成吧 不过 你们可别忘了 天幕可不是凭空出现的 二人闻言也是沉默片刻 最后说道 行 既然你那么自信 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什么时候行动 就等你通知吧 那老朽就多谢二位的大力支持了 当然这事 对于我们全海域都是好事 等过几天 我亲自去海星岛一趟 去见见蓝天香 我想他会明白怎么做的 至于那个九州天人 先不用管他 我们到时候 一起找个时间将他解决 好 二人便挂断了通话 召集在一旁听的是云里雾里 不明白自己的师尊究竟在说什么 但是也不敢去问 摘星子看着远处一望无际的海面 突然问道 赵吉 你可知道 为何我们海域的灵气 一直胜过九州 是 因为天幕 赵吉想了想不确定达到 自从他去过九州之后 明显感觉九州灵气 远远低于海域 不错 那你可知道 天幕从何而来 啊 难道天幕不是自然生成的吗 赵吉十分惊讶 因为天幕的由来 在海域一直有一个相同的看法 那就是上古大便之后 自然生成的 现在听见自己 师尊这么说 显然不是如此 哼 天幕其实是九州之人弄出来的 什么 此时 大景皇城 幽暗的天牢之内 忽然 一阵巨响传来 哈哈 紧接着 一道狂放不羁的笑声 传遍了整个天牢 不错 不错 不枉费 我如此地看中你 终于是突破到天人境了 倒是没有让我失望 天牢中 一位身穿明皇蛟龙服的青年 缓缓踏步 来到了他的面前 杨天奇立刻激动败道 感念二皇子 这么多年来的辛苦栽培 自从当年 杨天奇身为大宗师 为了突破天人境 果然舍弃了自己 辛苦创立的血魔教 远遁山林之中 闭关练功 但是 无论他如何修炼 始终是不得要领 但是 在某天 他突然遇见这二皇子陆锋 本想直接出手杀了他 但是任谁也想不到 诺默无名的二皇子 居然也是位大宗师 一番交战 杨天奇马上就败下阵来 果断准备逃走 但是陆锋却是忽然开口 点出了他所修行的 血和天魔宫的漏洞 异于重殿 并且表示 这世界上 只有自己 才能助他突破天人 在那之后 杨天奇便一直暗中 跟随着二皇子陆锋 直到被警帝罢处 也一起跟随 来到了这深不见底的天牢 现在在此时 杨天奇终于是成功突破天人 我知道你现在想去大光明寺 但是你先不要着急 二皇子淡淡说道 只见他忽然取出一个小小的魔偶 这是天魔图偶 你将他炼化 便会暂时拥有一个天人法身 有了此物 你去解决那个大光明寺的天人 便是易如反掌了 杨天奇立刻接下天魔图偶 神色激动 要知道 有法身的天人和 没有法身的天人 那个是一个 天上一个地下 有了这个 杨天奇有了百分百的信心 足以踏平大光明寺 多谢二皇子赠宝 属下 定然不负二皇子的期望 第82章 二皇子登基 杨天奇虽然现在 就想立刻赶去大光明寺 将他上上下下杀个金光 以报杀子之仇 但是现在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炼化了魔偶最为重要 立刻小心收下了魔偶 返回到天牢深处 潜心炼化去了 陆风望着离开的杨天奇 忽然露出诡异的阴邪之色 但马上就消失不见 轻轻抬头 朝着西南方向眺望 那里便是大景皇宫的所在 走吧 也是时候该去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了 话音落下 一个闪身便离开了天楼 此刻 皇宫御花园中 春天到了 又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在亭台楼阁之间 金碧辉煌琉璃瓦之下 一片春意盎然 时不时便传来让人面红耳赤的声音 数十个太监 小心翼翼地守护在御花园周围 拉着明黄色的长布 不让任何人进去 在金丝玉帐之中 忽然原本兴致勃勃的陆景园 停下了动作 面色一变 语气冷淡喝道 所有人都给我出去 陛下 妾身不吗 床上的嫔妃语气慵懒 轻轻撒着娇 啪 景帝猛的一巴掌 狠狠抽在他们脸上 所有人都给我滚出去 他们这才才反应过来 景帝是动了真火 一个个马上抱着一群爬了起来 飞快地离开了御花园 那些太监被景帝怒斥一声 也是麻溜地跑走了 不多时 御花园中便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你来了呀 哈哈 而臣许久未来拜见父皇 也不知父皇近日来 身体可还好 伴随着这道声音 一个身影 缓缓来到陆景园的面前 那是一个英俊潇洒的年轻人 身穿五爪龙袍 看他面容在眉眼之间 和景帝极其相似 一切都很好 有劳皇而挂念了 呵呵 陆锋只是冷笑一声 而臣倒是觉得 父皇的龙体不太好 你这是什么意思 陆景园看着陆锋身上的龙袍 本就面色不好 现在又听见他这么说 更是眉头一皱 浑身的肥肉都颤动起来 没什么意思 父皇 你老了 现在是时候退位了 陆锋面色不变 直接大大方方地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更是从袖子中 取出一个盒子 打开之后 将里面只有八掌大的 大景玉玺取了出来 父皇 这可是你亲自派人交给我的 我才是你选定的继承人 不是吗 陆锋园虽然神色不悦 但也是点了点头 狼儿他心高气傲 处处得罪人 狼儿他功于心计 不通正体 无论他们哪个 当上这大景皇帝 最后的结果 一定是会将皇朝脚的乱七八糟 所以 其实一开始未来的景帝 就只有一个 那便是你 风儿 为此 朕将你罢黜关入天牢中 也是为了保护你 这些事情 我当然明白 陆锋冷笑着说道 所以 今天我就是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陆锋园突然之间面色一变 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不解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 这大景的龙翼 早晚都是你的 我早就将大景玉玺交给你了 现在 也已经没有人来跟你争夺了 陆锋表情默然 父皇你不懂 我已经等了太久了 不想再等了 而且你不明白吗 有些东西 只有真正落在自己手中 才会让人安心啊 有句话叫做 夜长梦多呀 父皇谁又知道 你以后会做出什么呢 所以 既然你不给 那我就自己来拿了 陆锋园眼中 流露出一丝欣慰的神情 他面前慢慢模糊 嘴巴一张一合 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 记住 不要太 相信 嘿 暗中的人 他们 话还没有说完 陆锋园瞳孔便失去了光芒 瘫倒在床上 他是自愿受死的 真是令人感动啊 一道声音 凭空浮现 陆锋一个人淡淡说道 这和你无关 去做你该去做的事情吧 那好吧 祝你高兴了 花音落下 陆锋的影子 居然慢慢游动起来 最后离开了这里 自此 御花园中 除了陆锋便再无一人了 陆锋抚摸着手中的大井玉玺 神情沉醉 这大井的龙椅 终于还是落在我的手上了 一日 一则震撼的消息传遍了天下 大井皇帝在御花园暴病身亡 二皇子陆锋继承皇位 改年号为永兴 大赦天下 与此同时 在大光明寺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这天凌晨睁开了眼睛 一股无形的气势 便笼罩在这片天地下 终于是成功了 凌晨颇为兴奋 耗时这么久 倒是终于稳固住了五胜之境 如今在九州大陆和海域之地 或许可以说得上是天下无敌 凌晨摇了摇头 现在有了时间 自然可以查看一番 那本圣皆功法 大泛天神力 虽然看上去名字平平无奇 不过威力倒是不错 以凌晨的眼光来看 虽然比不上自己的如来神掌 和大日今生 但是却是远远胜过 大光明寺中所记载的武学 现在闲得无聊 索性便学习一下 虽然这不是系统出品 不能直接入门 但是现在凌晨已经到达了五胜之境 眼光经验之丰富 当时可能没有几人能超过他 所以便慢慢翻阅起来 片刻之后 凌晨双臂之上 佛光万丈 有无数梵文闪烁不定 这 大泛天神力 便被自己轻松练到圆满境界了 这武学还算不错 倒是让我增长了半分力气 凌晨点了点头 便将秘笈收了起来 随即又取出 那句宛如黄金的骸骨 这传说中 是上古佛门尊者所遗留的骸骨 看上去倒是不同凡响 不过 凌晨也不知道 这东西具体有什么作用 有点可惜 这不是设例子 凌晨暗自抱怨道 不过马上就想到 要知道 佛门射利 只有五圣之境才能拥有 可不是俗世中 随便从尸体上烧出些什么东西 也能被称为射利子的 目前 凌晨所见到的真正的射利子 只有两颗 一是脑海中的佛祖射利 二是自己丹田出的五道真丹 第83章 隐藏海骨中的前辈 凌晨手捧着这尊天然海骨 仔细端向一回 忽然眼眸一亮 好像是发现了什么 对着海骨慢慢说道 不知是何方前辈隐居于此 剑没有反应 凌晨也是笑了 立刻伸出手来 手心中燃起深红色的火焰 凌晨当即便把海骨放在火焰上 慢慢炙口 嘴角上扬 缓缓露出一丝微笑 嘿嘿 我看你倒是能藏到什么时候 果然 不到片刻 一道虚幻的人影 迅速从海骨中钻了出来 他方口大耳 面色庄严 看其模样 倒是一个得到高僧 小法师 你何故如此绝情呢 呵呵 此海骨乃是至有所赠 前辈一言不吭躲藏在其中 小僧实在是不放心啊 更何况 前辈躲藏日酒 烤烤火刀也是暖和暖和身子 火热火热筋骨罢了 你这小辈 虚影话来到嘴边 最后还是选择了咽下去 忽然面色一变 缓缓说道 感谢小法师 也多亏了您那神圣的佛运 老僧我受其滋润 才能缓缓苏醒过来 凌晨笑了笑 摆了摆手 同为佛门弟子 无须客气 只是我不明白 不知大师你是何人 为何会隐藏在 玄坛尊者的遗骨上 莫非您就是 玄坛大师本人吗 阿弥陀佛 小法师 你说得不错 老僧便是玄坛 凌晨话刚刚出口 虚影便马上就印下了 虚影见凌晨面色 写满了不信任 叹了口气说道 小法师 既然不信 且看此招 虚影手掌中 忽然浮现一道万字印 手中的空间虚幻不定 变化莫测 掌中生灭汇聚 这是 这应该就是玄坛大师 无相大手印 凌晨也没想到 这虚影居然会这招 自从荡日蓝天降将 这尊天人海骨送来之后 凌晨便找了个时间 问了问虚辞 这玄坛是谁 话说这玄坛大师 真是个奇人 他出身极低 原本只是 一家寺庙的伙头僧 但是 他悟性极高 机缘巧合之下 学成一身本领 成就天人 而这无相大手印 便是他耗费一生心血创造 也是他毕生五道的凝聚 如何 小法师 这无相大手印 我想便足以说明我的身份了 凌晨见词也是呵呵一笑 倒是小僧怀疑大师了 赎罪赎罪 虚影也是摆了摆手 无碍 防人之心不可无骂 老纳也是可以理解的 凌晨忽然面色严肃 问出了一个 一直让自己很困扰的问题 敢问玄坛前辈 当初你们去往了灵州 究竟是 发生了什么 小法师 你居然知道灵州 虚影听了大吃一惊 这时候他才突然发现 自己居然看不穿 这小和尚的修为 刚刚光顾着 被其身上浓郁的佛韵吸引了 居然没有注意 虚影脸色 忽然闪过一丝异样的表情 但马上就恢复了原样 凌晨将这看在眼中 丝毫没有表现 继续问道 前辈为何不说 这样吧 不如前辈直接将灵州 具体位置告诉我也可以 到时候 小僧自己去一趟 那虚影忽然叹了口气 好吧 好吧 只要小法师答应我一个条件 老僧便如是回答 哦 大师但说无妨 虚影面色欢喜 缓缓说道 老僧我现在只是一缕残魂罢了 只是侥幸借助小法师的佛韵 才能苏醒 恢复一点神志 不过说到底 老僧也不过是半个死人了 要说有什么放不下的 唯有这门无相大受益 说到这里 虚影表情十分自傲 那大师的意思是 我希望小友 能够继承老僧的这门武学 也不至于让这门武学就此埋没 虚影的言辞十分懇切 甚至到了有些哀求的味道了 但是凌晨却是毫无反应 毕竟这天底下 哪有免费的午餐 若是一般人听说 有天人前辈愿意将武学赠送 恐怕做梦都要笑醒 但是 凌晨拥有佛门至高武学 如来神掌 大日精神等等 这所谓的无相大手印 虽然看上去不错 但是和自己的如来神掌相比 简直是云泥之别 而且 凌晨现在已经怀疑这虚影的身份 多半是假冒的 现在倒是想看看 他要玩什么花样 这顺便多询问一些 有关上古秘文 于是 凌晨立刻露出狂喜 但是又不想过于表现出来的样子 立刻捂着嘴低声问道 这是真的吗 前辈 虚影露出一丝倾笑 这是当然了 出家人不打妄语 那前辈 我现在要怎么做啊 这个简单 你只需要将海骨轻轻 放在自己的眉心就可以了 倒是老那待会 便会将毕生所学传授给你 记得不要抵抗 那我就多谢前辈了 凌晨脸上浮现出狂喜 迫不及待地将海骨拿了起来 轻轻放在自己的额头上 突然之间 海骨突然金光大胜 哈哈 小和尚你上当了吧 那股虚影 立刻钻入了凌晨的石海之中 面色争鸣 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哈哈 小和尚你知不知道 这世上可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 无相大手印 老那自然会教你 不过 你这身躯就作为报酬 让我消纳了 等我夺赦重生 你不是自然就会无相大手印了吗 哼 你这老和尚 亏我如此相信你 你居然在暗中搞鬼 你不是说出家人不打妄语吗 虚影得意大笑 仿佛已经胜券在握了 要怪就怪你既天真又贪心 更何况 我又不是出家人 虽然虚影一直在和凌晨说话 但是动作却是没有停下 一路飞驰 终于是要达到凌晨石海核心的位置了 这么年轻 就有如此深厚的修为 这天才的躯体 以后就归我了 就在这时候 他好像是被拉入了另一个空间 这是什么 不不不 一道遮天蔽日的金色巨掌 从万丈天空中猛地落下 请客间 一切都化为飞灰 第84章 诗黄野望 哎 该说你什么好呢 非要钻入我的石海 这不是找死吗 凌晨面色无奈 暗道他有些不自量力 自从当初那颗佛祖舍里 进入自己的石海之后 便占据了那里 他自己往上撞 又怪到了谁呢 这时 虚影被砸碎的些许记忆碎片 慢慢飘在凌晨石海当中 凌晨选择将他们慢慢练化 说不定可以得到一些上古的机密 片刻后 凌晨缓缓睁开了眼眸 原来如此 原来这虚影会无相大手印 果然和玄坛大师关系不一般 他乃是玄坛大师的清传弟子 只不过后来他背叛了自己的师父 被贪欲遮蔽了双眼 为了更上一层楼 选择成为了妖魔 最后大前太祖横扫天下妖魔 他也被斩杀当场 最后一缕残魂侥幸逃脱 躲藏在海谷之中沉睡起来 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海谷流传到了海星岛兰家的手上 然后被送到了凌晨的手上 凌晨轻叹一声 有些惋惜暗自私道 可惜了 凌晨本想还能从他的记忆中 多了解一些上古机密 现在来看却是不能了 不过在凌晨仔细搜寻了片刻后 终于双眸一亮 找到了 凌晨嘴角露出嘶嘶微笑 没想到啊 没想到传说中的凌周 居然就在这里 此时满洲境内 无色大和尚在得到凌晨的吩咐之后 便一刻也不耽搁 迅速向着青州大光明四赶去 只现在 他好像困在一处幽暗的地洞中迷路了 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原来当时无色在空中飞驰之时 忽然发现有些不对劲 他目光远眺 偶然间发现了一处极其凶险的地势 虽然急着赶路 但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无色决定 还是去一探究竟 搜寻了一回之后 终于在一条河流的床底 发现了一个洞窟 并且 里面不断渗透出丝丝魔气 无色在思索再三后 决定要进去探探 若其中都是弱小之魔 那便处之 若是厉害的家伙 那就赶快逃走 抱着这样的信念 无色大和尚 小心翼翼地进去洞窟 但是事情显然和他预想的不一样 这里洞窟之中空空如也 莫说是妖魔了 就算是一只野兽的影子 也看不到 无色和尚面色复杂 既是高兴 又是失望 莫不是 佛友的预测错了 在他的寻找下 终于是来到了洞窟的尽头 无色马上谨慎地检查一番 除了自己一个活物 也没有发现 这下麻烦了 佛友为此耽搁了十日 回去之后 被尊者怪罪 可如何是好 虽说尊者心胸宽大 未必会惩罚 只是我倒是有愧 无色这么想着 不禁打了个冷战 就在他立刻想着 离开洞窟时候 突然一声 哐当 像是有什么硬物掉在地上一样 无色马上竖起耳朵 立刻挥舞借刀 一道刀器破空而至 但是却什么也没看到 没人 无色神念 如同波纹慢慢扩散 没有发现任何人影 倒是佛爷 我自己吓自己了 无色唏嘘一声 顺着刚刚的声音 在黑暗中慢慢靠了过去 来到了一处空旷的通道 无色一眼望去 在地上发现了几块 有黑的类似金属的东西 小星拾了起来 瞳孔陡然睁大 不好了 全是这个东西 我要赶快回去 汇报给尊者 马上顺着原路迅速离开 九州大陆 极北之地 一片连绵不绝的黑山之中 地下深处 魔气冲天 一座大殿建立于此 虽然身处地下 但是装饰极度富丽堂皇 穹顶以璀璨明珠做日月星辰 殿内用金山银山 做山川大事 简直是比大景皇帝的金兰殿 还要豪华 此时 一股无形的威压 从殿后的大门透露出来 哈哈 成了 困扰老夫千年的瓶颈 终于是被打破了 哈哈 一声狂笑传来 恭喜老祖神功大成 天下无双 恭喜老祖神功大成 天下无双 屈尸山的众长老 弟子皆是发自内心的贺喜 行了 古尊一摆手 让所有人安静了下来 这些日子 这些家伙奉承声不断 吵得自己脑袋疼 老僵尸 你现在觉得 我的提议如何 那个叫明臣的小秃驴 可是没有那么简单啊 诗皇文言也是眉头一皱 这些日子 他也是了解了一下 那个佛门尊者的情报 虽然看上去的确不凡 但是诗皇还是十分有自信 老虫子 你就那么肯定 那小和尚 有那么厉害 古尊面色一变 十分严肃说道 老僵尸 你可不要太轻敌了 我敢保证 我们两个任何一个人 单打独斗 都未必能拿下那个小和尚 但是我们两个一起上 那他就必死无疑 诗皇听了这话 也是低头思索 他自然是了解古尊的 知道这个家伙 虽然在一众天人中 不算顶级 但也不是随便什么人 可以招惹的 老祖 请为我们报仇啊 这时 居尸山的掌门 忽然上前哭诉着 那佛门突离杀我长老 还夺走了我门中的宝物 哦 还有这种事 你说说看 是 于是 居尸山掌门 立刻将凌晨灭杀盲山长老 抢走汉拔的事 大势控诉了一番 在他的嘴中 凌晨仿佛是已经变成了 无恶不作的酒肉和尚 一言不合 直接灭人满门 撬掉头盖骨做酒碗 诗皇对自己弟子的性格 自然是门青 只是随意地听着 但是当听见他的嘴中 吐出汉拔两个字的时候 忽然眼神一亮 马上打断了他的话 你是说汉拔啊 那个和尚 将一具汉拔弄走了 他也不敢隐瞒 马上将当初 蛮州千年难遇之干旱 突发大雨等等说了一遍 公身说道 弟子也只是猜测而已 在那之前 弟子曾亲自去往蛮州 发现了那座 被人刻意毁掉的墓室 所以弟子猜测 那具汉拔十之八九 落在了那佛门尊者的手上 第85章 逆境出世 好 听完他的话 狮黄眼中射出射人的光芒 一丝贪婪浮现在眼底 心中十分激动 一般只是知道 汉拔身有吉阳吉阴之气 乃是不可多得的奇物 虽然极其少见 却对一般人没什么作用 但是现在狮黄 早就已转化为了僵尸之体 是僵尸中的皇者 所以才号为狮黄 所以 只有他自己才明白 一具汉拔 对于自己有多么大的作用 恐怕现在就算 有一粒金丹放在他面前 他也看不上 若是参透汉拔其中的奥秘 说不定能踏入 那个传说中的境界 狮黄猛地一拍桌子 这该死的贼徒 竟敢杀我弟子 到我师门珍宝 来人啊 传令下去 准备备战 所有人准备 随我进攻大光明寺 一举踏平大光明峰 是 随着他一声令下 驱尸山的所有弟子 立刻开始准备了 不一会儿 全部人都集合完毕 出发 狮黄伸出手掌 向上一拍 狮气马上凝聚成为一只大手 轰隆隆 一击之下 将头顶的层层阻碍 全部打穿 一缕缕阳光 顺着大坑照射了下来 狮黄也懒得管这些 马上腾飞而起 其余人连忙跟在后面 此时 在燕州南部一处偏僻的山谷内 原本此地平平无奇 连野兽也少得可怜 但是不知为何 突然冒出一道空间戏风 一股灵气不断从中冒了出来 而且这缝隙再不断地扩大 此地立刻变成了一处修炼圣地 此时 这山谷周围 已经汇聚了不少人 都在默默观察着一切 大光明寺中 钉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玉境菩提丹一颗 一颗乳白色 明刻菩提叶文的丹药 就出现在凌晨的系统空间之中 这丹药倒是不错 凌晨看了看系统的介绍 这丹药乃是圣洁高品级别 号称可解万毒 而且最重要的是 可以弥补精神本源的亏损 但是 我用不上啊 自己修炼大日精神 虽然现在只是达到了第五层 但是早就已经万毒不清了 精神十海 有佛祖设立庇佑 也根本不会受伤 所以这丹药对他来说没什么用 还是先留着吧 说不定以后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呢 就在凌晨准备继续安心修炼的时候 忽然睁开了双眼 心念一动 那些玉佩落在手中 只是现在和他们平时截然不同 一个个都散发着淡淡的荧光 这是互相感应 凌晨轻轻握住玉佩 细细感受了一番 在北方 玉佩中的隐隐悸动 源头正来自北方 凌晨收起玉佩站起身来 决定去北方走一趟 就在这时 忽然一个人影来到这里 尊者 尊者大事不好了 无色和尚回到了大光明寺 但是他不敢在寺内乱飞 一路小跑来到后山上 整个人气喘吁吁 肥胖的身体都在颤动 凌晨手指一弹 一点灵光落在无色体内 帮他平复了内息 马上恢复了过来 何事 怎么如此惊慌 无色连忙将在地窟中 捡到的东西拿了出来 交给了凌晨 面色郑重说道 尊者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个应该是传说蛟龙的灵片 蛟龙 是的 尊者传说中水灰五百年化为蛟 蛟千年化为龙 从灵片上来看 这条蛟龙恐怕已经两千余岁了 到时候 如果它化为龙 那就麻烦了 凌晨拿着灵片仔细端向一二 陈音道 这上面有好重的默契 是啊 尊者 弟子也是担心 这蛟龙一旦入魔 又化为龙 到时候 说不定会踏入那个传说中的境界 这天下 恐怕便再无宁日了 无色虽然平时大大咧咧的 但是现在这事 却是关系极大 涉及到天下苍生 不由的面色忧愁 不慌 等我推算一番 凌晨手持蛟龙鳞片 另一只手掐日月印 想要推演一番 佛门五印 虽然只是圣接上品的武学 但是现在凌晨早已突破五圣之境 再次施展起来 远比当初更加精妙 片刻后 凌晨睁开了眼眸 无色马上焦急问道 请问尊者如何 凌晨转过身去淡淡说道 也在北方 无色 你和我去一趟北方 遵命 尊者 二人一闪身 便离开了大光明寺 而在此时 漆黑的天牢深处 一双血红色的眼睛 陡然睁开 谁在推演我 这世上多管闲事的人 还真多啊 罢了 罢了 还不是时候 再等等吧 不多时 这里便重新陷入了黑暗中 凌晨二人急速飞驰 没一会 二人就已经飞到了燕州 尊者 那条蛟龙 就躲藏在这里吗 无色有些好奇 不是 他应该是 发现有人在寻找他的位置 估摸着是 躲进了遮蔽天机的阵法中 现在 我已经感觉不到他的气息了 这可如何是后 无色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 那条蛟龙 居然如此警觉 一有不对就藏起来了 无碍 万物自有缘法 不用着急 内尊者 我们现在这是要去何处 已经到了 凌晨感受到了 玉佩所提示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 放眼望去 这里附近已经站满了人 他们衣着服饰皆不相同 显然是来自九州各地 境界高低 也是参差不齐 修为高深的天人数位 罪弱者连仙天都没有达到 尊者 弟子刚刚看见了以前的一位熟人 现在去打探打探情况 去吧 没一会儿 无色便赶回来了 到凌晨身边小声汇报道 尊者 我打听到了 这座无名山谷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出现一道缝隙 便一直向外喷涌出灵气 经久不散 根据有经验的前辈推测 这缝隙 可能是一处秘境的入口 而且 有人估算了一番 这很有可能是上古佛门 大菩提禅院的秘境 哦 原来是这样 凌晨心中了然 怪不得自从凌晨二人来到这里后 便一直有人暗中注视着他们呢 原来是因为这个啊 尊者 这些人现在正在等秘境入口的封印减弱 推算大概还有半天时间 第八十六章 进入秘境 既然如此 我们也不用太着急 找个地方先等等嘛 是 尊者 凌晨带着无色 随意选择了一处无人占据的山头 盘膝而坐 静静等待 就在这时 忽然一个衣着华丽的男子 来到了凌晨二人面前 凌晨见他虽然身为天人 但是气势有些虚浮 心想这应该也是个刚刚从地下爬出来的 不知施主有何贵干 无色挡在前面 率先开口问道 哈哈 无奈雷鸣剑派宗主陈灵 陈灵剑面前 这个大和尚修为 已经到达了大宗师之境 他后面那个小和尚 修为却是看不透 但是见他穿着一身 普普通通的灰色僧袍 猜测应该就是个普通的跟班 所以也不在意 于是 对着无色说道 我光二位修为尚浅 独自进入这秘境之中 说不定到时候会有危险 不如跟着在下如何 多谢陈宗主好意 真是不知这代价是什么呢 无色开口问道 毕竟他可不相信 天上会免费掉馅饼 陈灵也是哈哈一笑 捋了捋胡须这个简单 只需二位将秘境中获得的东西 交给我就可以了 凌晨二人一听 好家伙这是白嫖来了 既然如此 那就多谢陈宗主好意了 这秘境虽然危险 但我大和尚倒是不怕 陈灵神色马上一变 阴狠狠说道 和尚你可考虑清楚了 就算是再珍贵的宝物 也没有性命重要 进入秘境之后 龙蛇混杂 说不定就会遇见什么危险呢 一不小心就会丢掉性命 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无色马上站了起来 陈宗主莫不是在威胁我吗 死如心生 身为出家人又有何惧 好好好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在秘境里面 嘴还有没有这么硬 陈灵吃了个闭门羹 大秀一幅 愤愤地走开了 他倒是没有急着出手 毕竟这里人多眼杂 而且如果出手动静太大 影响了秘境的入口 那反而得不偿失了 更何况 只要进入秘境中 便有的是机会 陈灵走开之后 没一会儿 又陆陆续续来了许多人 或是威逼 或是利诱 最后都被无色一一回绝了 尊者 这群人好烦啊 也就看中了我们的身份 知道这是佛门秘境 猜测僧人会在里面得到优势 个个想着来占便宜 无色看着周围各色各样的人 嘴里嘟囔得不停 凌晨这时缓缓睁开了眼 轻声说道 是和尚又如何 不是和尚又如何 若是有缘 自会得道 又岂会有僧俗之别 毕竟谁也不是一出生 便是和尚 尊者说的是 准备一下吧 这秘境就要开了 无色闻言 抬起头远远望去 看见缝隙中 还是一片混乱 此时 在凌晨二人的不远处 祖师爷 就是此人 那个灰色僧袍的小和尚 就是那个大光明似的尊者 诗皇也是皱起眉头 眼中满是怀疑 就这么个小和尚 就是尊者 你确定没有看错 祖师爷 绝对没有 所有弟子都能证明 老僵尸 他没看错 这个小和尚 就是那个佛门尊者 我和他交过手 你可别太轻点 古尊也在一旁提醒 呵呵 管他是不是 现在就看我把他拿下 就在这时 轰隆隆 轰隆隆 山谷中突然传来一声 雷鸣般的响声 原本戏缝消失不见 转化为一个淡蓝色的漩涡 一道七彩神光 浮现在整个山谷上空 秘境入口打开了 秘境入口打开了 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 瞬间无数舞者 拼命冲进漩涡 消失不见了 尊者 我们也进去吧 无色见其他人跑得飞快 他也有些着急 这个你小心收好 如果秘境中有危险 此物可保你无恙 凌晨取出一块不起眼的木牌 递给了无色 上面是凌晨 没事随手刻画的空间阵法 虽然没有杀伤力不大 但是逃命一流 多谢尊者 无色连忙收下 二人迅速进入漩涡 消失了踪迹 后方 古尊拉住了狮皇 连忙说道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你先别急 现在还是探索秘境最重要 那个家伙跑得和尚 跑不了妙 就算是在秘境中杀不了他 大不了出来之后 我们去大光明寺赌他 这不就行了 狮皇恶狠狠说道 行吧 先让他多活几天 二人也迅速带着众多弟子 进入秘境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凌晨进入了这所谓的秘境 但是和许多人想象中的不一样 这里虽然拥有极其浓郁的灵气 但是放眼望去 却极其荒凉 像是一片荒地 凌晨看了看左右 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这里 方圆千里 毫无人影 想来这个漩涡传送是随机传送 所有人现在应该都被分散了 取出那些玉佩 凌晨本想看看 能否直接指出方向 但是玉佩又恢复了以往的样子 毫无反应 凌晨也是无奈 便随意地选定一个方向 准备飞过去 刚刚起身 马上就察觉到 有一股无形的压力落在自己 这股压力对我作用不大 最多就是减缓我的速度 但是那些天人镜受到的影响 应该就很大了 想要随心所欲的飞行 那是不可能的 至于天人镜之下 在秘境中 已经没有了飞行的可能 凌晨心中暗自估算了一番 立刻大喝一声 全身马上散发出一道璀璨精光 身上原本就微乎其微的压制 立刻就荡然无存 呜呼 凌晨倾笑一声 犹如离弦之剑嗖的一声 窜了出去 该死的 这股压力无处不在 我现在都飞不了了 别抱怨了 先看看这附近 有没有什么值钱的玩意 这可是上古顶级大势力 大菩提禅院的秘境 就算是手指头掉出一点渣 都够我们受用无穷了 几人也不再说话 沿着小路向前探索着 没一会儿 就看见前方出现一座 翠绿色的小药田 看 是药田 太好了 这下子发财了 第87章 千道天雁通 就在二人极其兴奋时候 忽然一道流光 迅速地从他们的头顶 飞了过去 师兄 我刚刚好像看到了 有什么东西 从我头顶飞过去了 你看错了 这地方怎么可能有人能飞呢 好了 好了 别管那么多了 现在采摘这些灵药 才是最重要的 几人手脚麻利地 将一株株灵药装进口袋 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星系 就在无人注意的地方 忽然一道道诡异的黑影 慢慢靠近他们 立刻钻入他们的身体 在秘境各处街 是出现了这些诡异的黑影中 像是拥有灵质一般 无声无息间附身在那些 修为底下的舞者身上 此时 凌晨一路飞驰 虽然经过了一些小药田 但是那些种植地 都是一些低级灵药 自己自然是看不上 行了一段时间后 终于在前方看见了一处 还算完整的建筑 凌晨落在地上 慢慢走了过去 发现这里四面巨市高大的树木 地面上却是坑坑洼洼 一些建筑的痕迹 若隐若现 也不知这里曾经是城镇 凌晨走到那栋 还算完整的建筑面前 凌 检测到此地道运身后 请问宿主是否需要签到 哦 这里居然可以签到 不过想想也是 这里可是曾经上古 时代宗门遗迹 若是可以保存到今天 自然可以算得上道运身后 签到吧 凌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神通天眼通 天眼通 又是一门佛门六神通 凌晨也是没想到 自己的运气居然如此之好 现在居然又获得了一门神通 平复心情 暗纳住心中的狂喜 仔细体会一番 这天眼通的奥妙 片刻后 凌晨睁开了眼眸 神色震撼 想不到这天眼通 果然是厉害 不愧是佛门六神通之一 在凌晨刚刚体会中 发现这天眼通 并不是一门用于功法的神通 而是一门偏向辅助的神通 虽然没有传说中 能看见六道众生的 生死苦乐之相的神奇能力 但是也足以用于 看破虚妄 直指本质 现在世间的种种幻象 幻术在凌晨眼中 好好好 这天眼通来到 还真及时啊 有了此神通 在此秘境中 便更是如鱼得水了 凌晨收回本想 推开店门的手 转身离开 刚刚他已经用天眼通 扫射了一番建筑 这里面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 在离开这里之后 继续向北方走去 灵气愈加浓郁 凌晨猜测这秘境的核心 应该就在北方某处了 又行进一段时间后 忽然听见前方 传来交战之声 凌晨索性凑了过去 走近一看 一座十分宏伟的高大建筑 出现在眼中 便见有人大声喊道 方唐小子 你不要得意 别以为你败了 陈灵为师 我们就怕了你 这里是上古秘境 不是雷鸣剑派 就算是你们陈宗主 也不敢让我们去世山 一个面色粗犷的汉子 大声喝道 身后还跟着两个人 哼 你们三个人不认鬼不鬼的家伙 也敢和本公子作对 让你们长长见识 原来是两拨人 在这发生了冲突 凌晨本来不想多管闲事 但是目光一扫 咦 是水渊安的人 他们咋在这里 凌晨倒是认得他们 曾经在万佛会上见过 看他们现在一个个面色不振 身上拴着铁链 很明显是被人俘虏了 索性直接走了出来 在场凭空出现一个人 顿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是你 方唐一眼就认出了凌晨 双眼中马上流露出喜色 和尚 你居然还敢在我雷鸣剑派面前出现 你可知道 我师父已经下令了 任何人抓住你和那个胖和尚 都是大功一剑 没想到你 却是送上门来了 去尸山的几人 也是面色狂喜 快通知祖师 我们发现大光明四尊者了 马上悄悄地将信息传递出去 凌晨也是懒得理他们 望向那些僧人 你们水渊安的僧人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还被人逮住了 其中一中年僧人忽然大喊一声 尊者 小心啊 快闪开 此时 一道夹杂着雷鸣的剑光 瞬间刺向凌晨 速度不算快 但是声势害人 小和尚 你大难临头了 还有功夫关心其他人 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吧 方唐心中狂喜 脸上浮现争鸣笑容 但是马上面色一凝 好像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之事 当 剑光落在凌晨的身上 发出清脆一声就没影了 闪开什么 凌晨面色疑惑 轻轻踏出一步 扑通一声 方唐整个人莫名跪在地上 风一吹过 整个人马上碎成飞灰 四处飘散 荡然无存 凌晨一步一步 走向那些被俘获的僧人 来到他们身边 轻轻吹了口气 那手臂粗的玄铁铁链 莫然断成几节 吊在地上发出 咣当 咣当声 这些人这才回过神来 马上拜谢凌晨 多谢尊者救命大恩 凌晨便向这些僧人问道 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又怎么被他们抓住了 那位中年僧人站了出来达到 拜见尊者 小僧法号惠名 我们水月庵就位于中州 因此在昨日也是知道了 这里有一个遗迹出现 应悦师尊便带领了我们师兄弟几人 探索秘境 只是很不凑巧 我们近来没多久 便遇见了雷铭剑派的人 也不知道为何 我们被盯上了 交战一番 我们不是对手 就被抓住了 因为这里是上古佛门 大菩提禅院的秘境 随即凌晨便将一些事情 告诉了他们 原来是这样 他们一看到我们 就很兴奋 这时 惠名突然来到凌晨面前 面色庄重 拜了又拜 多谢尊者告知此事 我们师兄弟打扮一番 这就离开这里 我等修为底下 身份敏感 继续跟着尊者 也不过是累赘罢了 来世师尊 已经采集了一些灵药 这对我们来说 已经足够了 说完 几人对着凌晨拜了又拜 裹上衣袍 遮住面容后 迅速离开了 凌晨也没有阻止他们 毕竟以他们的修为 在这秘境之中 还是太危险了 那些驱师山的弟子 悄悄咪咪想着偷偷溜走 立刻被凌晨叫住 你们想去哪里啊 第88章 佛门秘境 驱师山几人听见这声音 简直如同阎王点名一样 立刻全身站立 倒在地上 咚咚咚 头颗在地上咚咚作响 像是鸣鸣鼓一样 配上他们哭天喊地的作作声 不知道还以为他们是痘鹅呢 大师啊 圣僧啊 饶命啊 我们什么也没做啊 阿弥陀佛 几位施主身上杀气太重 小僧送几位去个好地方 圣僧请说 我打算送几位施主 去往西方极乐世界 想无尽太平 岂不比此间受苦的好 哈哈 极乐世界 本皇今天就送你去极乐世界 一声怪力的奸笑响起 不远处一团黑气 和一朵红云急速飘来 太好了 是祖师爷来了 和尚 你就等着玩 话还没有说完 凌晨瞥了他们一眼 目光射出 那几人瞬息之间 被轰成了碎片 好大的胆子 看见本皇来了 居然还敢杀我弟子 黑气落地 一个矮矮小小的家伙 出现在凌晨面前 小童身材却是老气横秋 倒是颇为滑稽 老僧师 不要大业 这和尚不简单 古尊也落在建筑门口 他倒是担心 狮皇在地下躺了太久了 把脑子睡坏了 小和尚 汗拔尸体 是不是在你身上 快点将他交给我 说不定本皇高兴 还能饶你一面 古尊冷声说道 和尚 上次出手 老祖 我还没有恢复权力 这次 你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但是 凌晨对于他们的挑衅 好像没有听见似的 一双眼眸盯着那诡异的建筑 此时 诡异的建筑内 一团团诡异魔器 疯狂翻涌 无数魔影游荡其中 他们好像要打起来了 打得好 打得越凶越好 这些人族还是这么愚蠢 只配当我们的口粮 咦 等一下 那人怎么一直看着我们啊 难道我们被发现了吗 不可能 我们的伪装万无一失 他话还没有说完 凌晨突然动了 一朵莲花状的生红火焰 出现在手上 炽热的高温 让空气都扭曲了起来 一声冷横 红莲夜火席卷而出 笼罩住整个建筑 呲呲呲 就像是将热油倒进冷水中 立刻溅起无数热气 原本还算完整的建筑 立刻崩塌 显露出圆形来 红色的烈火中 一群魔影鬼哭狼嚎 四散奔逃 救命啊 他怎么会发现我们啊 这是一火 快跑 别跑了 我们一起上 把他淡掉 忽然一声令下 无数魔影向着凌晨的扑了过来 找死 凌晨手掐狮子印 突然怒吼一声 一声宛如红履大中的笑声 响彻四方 滚滚阴浪 立刻无差别 轰击周围的魔影 将他们证为积粪 此时站在一旁的狮黄二人 看见凌晨被漫天的魔影包围住 狮黄心中对于汉拔 还是念念不忘 立刻抓紧机会 向着凌晨杀去 原本还是三尺长的体型 立刻便大化成一个小巨人 尖锐的爪子 好像十只锋利的匕首 闪烁寒光 古尊也当机立断 大手一挥 无数长相恐怖的蛊虫 从他的身上飞了出来 这还没完 他又取出一只拇指大小 灿如黄金的蛊虫 立刻咬破手指 将鲜血滴了上去 我这宝贝金丝亡骨 沉眠已久 肚子还饿着呢 今天就让他饱餐一顿 哈哈 他们人族自相残杀 我们也快上 这时候 凌晨忽然停下了动作 收起了一伙 单单说道 你们本是人族 居然投靠妖魔 真是令人失望啊 哈哈 什么人族 什么妖魔 我要你死 这时候 眼看那些蛊虫和魔影 就要接近凌晨二十丈时 突然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这些都凭空消失了 凌晨整个人 散发出神圣的气息 周围百丈之内 凝聚出一个个金色佛文 佛光万丈 灰红浩大的佛音 在这里响彻 这是 这是传说中的领域 无数魔影尖叫起来 怎么可能 不是说 只有踏入那个境界 才会凝聚出领域的吗 魔影一时心神俱阵 甚至已经连逃跑都忘记了 古尊也是看得呆住了 他的所有蛊虫 已经全部碎成了积粪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领域 但是这东西 本能地让自己恐惧 立刻转头拔腿就跑 但是他已经落在了 凌晨的领域中 这方圆百丈 就是凌晨的天地 他又怎么逃得掉呢 阿弥陀佛 这就送你们去往西方 极乐世界 一念之下 领域中的所有人和魔影 全部被碾成了血污 刚刚还十分喧嚣 吵闹的地方 此时终于是安静下来 仔细听 只听见轻轻的诵经声罢了 片刻后 凌晨来到了那座建筑的门口 失去了妖魔的伪装 现在他已经露出了原本的样子 这是一座 已经十分残破的大殿 一推开门 马上映入眼帘的 便是大殿最中心的佛像 只是这尊佛像 已经残缺不堪 连头颅也不翼而飞了 这应该是尖小寺庙 如今殿中 已经有不少地方都坍塌了 最引人注目的 便是供桌上摆放的一个紫金钵鱼 凌晨静直来到了佛像面前 将它拿了起来 这地方居然会有个紫金钵 刚刚这大殿里面 藏了那么多的妖魔 这紫金钵居然没有被毁掉 凌晨知道 妖魔破坏的欲望极大 这样一件佛门法器放在这里 他们没道理不将它摧毁的 那这样的话 就只有一个原因了 那就是 他们做不到 凌晨拿起这紫金钵端向一二 也看不出 它是用什么材质做的 也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 索性便先收了起来 天眼通查看一番 发现这里 已经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了 于是便离开了这里 刚刚从大殿中走出来 忽然北方某处 一道光柱直冲天际 无论是身在秘境何处 抬起头来都能一眼看见 这时 所有人望见这光柱 都向着那个方向火速跑去 毕竟 这很有可能是隐藏在 秘境中的传承出世了 第89章 传承之地 凌晨望向远处的那道光柱 心中对于这秘境 是大菩提禅院的传闻 嗤之以鼻 毕竟从刚刚的情况来看 这地方 怎么都不像一个正经的佛门秘境 你见过哪家佛门秘境里面全是妖魔的 所以 凌晨倒也不是特别着急赶过去了 散发光柱的位置 是一处不算太大的湖心岛 周围被宽阔的湖水包围 唯有一条吊桥通往湖心岛 哈哈 没想到本宗主的运气这么好 刚刚走了几步 这传承就送上门来了 你说是不是啊 大师 陈灵站到吊桥前 哈哈大笑 一旁被他制住的音乐盒上 一言不发 只是低头诵经 陈灵笑容满面 这一路上 可谓是收获颇丰 运气十分不错 现在传承又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他都快认为自己是传说中的气韵之子了 他转过头来 对着音乐笑道 这还要多亏了大师的福泽呀 音乐只是双手合十 默默念叨 这都是施主的福报 与老僧无关 陈灵也不再啰嗦 一把抓住音乐 立刻飞速得跑过吊桥 来到了湖心岛上 瞬间取出一把宝剑 剑光一闪 咔嚓一声 吊桥瞬间断裂 掉进湖水中 和尚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刚刚看了这座湖心岛 只有这一座吊桥 而这个湖水看起来也不简单 现在我把吊桥砍断了 后面也就没人能过来了 毕竟现在在秘境中 绝大部分人是不能飞行的 而这湖面之宽 就算是可以飞行 也绝对没人能飞过来 无人能和自己争夺传承了 在陈灵的计划中 这传承已经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 音乐心中马上诞生出一个问题 现在外面的确是没人能过来了 那等一下你怎么回去呢 当然 音乐现在不敢多嘴 只是默默把这些话放在心里 没过一会儿 陆陆续续就有人火速地赶来湖心岛 他们看着湖边沉入水中的桥体 又看了看这极其宽阔的湖面 马上破口大骂 该死啊 是谁那么缺德 把桥都砍了 马德 老子就在这边等着 我看他等下咋回来 此时 凌晨也不紧不慢地来到了这里 尊者 尊者 无色大和尚也马上靠了过来 无色 这地方可能不是个好地方 你拿着我送给你的阵法 去找一下水渊的人 然后你们就离开这里 无色心中有些吃惊 但是想到了这是尊者的吩咐 马上应答了下来 那尊者 你要去哪呀 我自然去对面看看 你现在赶快离开吧 尊者 你一个人多加小心 无色也明白 如果这秘境真是一个陷阱的话 他留在这里 只会爱手爱脚 马上就按照凌晨的吩咐 迅速离开了 凌晨看见无色走远了 脚尖轻轻一点 马上腾空而起 你们看 有人想要飞过去 哼 这湖面近百里 在有压制的情况下 他就算真气在身后 也绝对飞不过去 要是能飞过去 还轮到他 我们早就飞走了 凌晨这一举动 马上就引来了其余人的注意 不过其中大部分 都是嘲讽不断 都怀着看戏的心情 另一小部分 则是暗中做好了准备 只要凌晨飞过去 他们也马上跟上 凌晨在空中 心念一动 只是一个闪身瞬息 就消失不见 他 居然真的飞过去了 这怎么可能 莫不是在水面上 不会受到秘境压制 他话还没有说完 马上就有几人 也跟着飞了出去 但是刚刚行了一半 顿时感到一股 如同山岳般的压力 砸在他们的身上 一个个在空中 摇摇晃晃 扑通 扑通 全部都掉落在水中 就在这时 原本就不算清澈的湖水 突然变成了黄褐色 如同陈年的油污 散发出腐朽的味道 这几人掉在水中 拼命挣扎 他们的身躯 立刻就被湖水腐蚀殆尽 不过一转眼的功夫 连骨头渣子也没有了 湖水又恢复到 刚刚平静的样子 这究竟是什么 这还是佛门善地吗 怎么有这么邪恶的东西 原本还打算飞过去的舞者 马上止住了脚步 甚至还往后退几步 心里庆幸不已 奇怪 那为什么刚刚那个人 可以初飞过去 刚刚那位好像是 大光明寺的尊者 难道是因为 他是和尚的原因 别开玩笑了 而一些经验丰富的人 在心中隐隐觉得 有些不对劲了 默默退到人群身后 凌晨一个闪身 就来到了狐心之斗 只不过他越是靠近 面色越是难看 隐隐感觉这里十分不对劲 这时 凌晨怀中的玉佩 忽然又亮了起来 他暂时也不管那么多了 既然来都来了 那就进去探他一探 在岛上走了一会 便看见最中心 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 整座建筑巨市金色 宛如黄金铸造而成 十分的气派和豪华 凌晨看见大殿之门敞开 已经有人进去了 想来应该就是那些率先赶来 铭刻着各种玄傲的佛文 密密麻麻 刚刚走进这里 耳边便传来一声声 诵经禅音 虽然声音神圣祥和 但是这念诵的经文极其怪异 像是悼念佛经一样 顺着声音 踩上黄金铺成的地板 没一会儿就来到了大殿最中心 抬头望去大殿灵台之上 端坐一位金身佛祖 两侧之位摆放着五百罗汉 三千阶地 四大金刚等等 端得是禅音妙妙 祥瑞缤纷 此时 灵台之前有两个人影 在不断磕头跪拜 满面笑容 神色十分沉醉 哐 哐 哐 就算额头血流不止 也毫无反应 只听灵台之上 立声高叫道 你既是我佛门弟子 见我如来 为何不败 凌晨运转天眼通 眼中灵光闪闪 马上大喝一声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在这里假扮如懒 装神弄鬼 还不给我死来 凌晨伸出手来 掌中浮现一个万字符号 一张金色剧掌 向着灵台就拍了过去 这正是灵晨领悟的 如来神掌第四诗 佛洞山河 碰 这一掌打出 气洞山河 威力巨大 整个灵台被轰成了碎片 大殿都被震动一下 第九十章 黄泉魔王 大殿震动 立刻惊醒了旁边磕头的两人 音乐和尚率先清醒了过来 侧目一瞥 便见到了这熟悉的身影 尊者 你怎么会在这里 小僧不是在西方极乐会上 听佛祖和众菩萨讲经吗 凌晨立刻打断他 淡淡说道 你看看前方这哪有什么佛祖 音乐和尚马上看了看左右 大殿失去了伪装 四周巨室有黑墙壁 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小孔 屡屡魔器从中向外喷 看得人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 尊者 这事 根本就没有什么传承 这也不是什么佛门秘境 你现在速速离开 随着凌晨喝道 音乐心中震惊 但是还是迅速逃走 好一个魔窟 真是让人恶心啊 凌晨掌心朝天 向上一举 周身佛光暴涨 力量骤然爆发 一道金色光芒冲天起 整个魔窟都被这股力量 轰成了碎片 你们看那是什么 围在湖边的众人一抬头 看见了湖心岛上 忽然生出通天光柱 直冲云霄 惊叹不已 好浓郁的佛性啊 莫不是秘境传承出世了 肯定啊 只有传说中大菩提禅院 才会有人拥有这股力量 当时这些 突离谁又能做到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 忽然人群中 有人发出大声惨叫 哎呀 救命啊 大哥 你为什么咬我啊 都是嫂子主动的 不关小弟的事啊 突然无数人 都像是得了失心疯一样 贱人就咬 就算是头被砍了下来 也是死死不放 事发突然 根本就无人来得及防备 一时之间 就死了近千人 不过幸运的是 这些发疯之人 实力最高 也就是宗师 很快就被制住了 这事 是妖魔附体之术 一人眉头紧锁 惊呼出声 这里不是佛门秘境吗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妖魔 与此同时 湖中心的魔窟之内 轰隆 轰隆 一只有黑的魔影 从碎石中爬了起来 飞到了半空中 周围的什么菩萨 罗汉也全部变成魔影 一起钻入他的体内 无数鬼影 也从死去尸体内钻了出来 那些诡异的湖水 也全部席卷而起 化成一道道水柱 飞到空中 这些乱七八糟的诡异之物 在空中迅速融合在一起 结结结 我又复活了 结结结 众人的目光 马上被这巨大的动静吸引 看见半空中 出现一个恐怖的魔影 这魔影看不清脸 或者说根本就没五官 脸上光秃秃一片 浑身散发着一股股浓浓的尸臭 隔着这么远 都熏得人捂着鼻子 滴答滴答 身上黄褐色的水 不断往下滴 宛若一个人形的烂泥怪 凌晨也是飞身避开 暗自庆幸自己 最近没有吃东西 不然看见他这样子 非得吐出来不可 你是何方妖魔 竟敢不辞陷阱 戏弄我等 没有了诡异湖水的阻拦 众人马上就飞了过来 将妖魔包围了起来 他们就算是再傻 也明白了 这根本就不是所谓的佛门秘境 只是一个陷阱罢了 现在这里人多势众 自然要讨个说法 妖魔听见这话也是一愣 这是什么情况 在自己的预想中 不是应该自己一现身 所有人都被吓得瑟瑟发抖 咚咚磕头求饶吗 怎么现在都杀过来了 大家出手 不知是谁大喝了一声 顿时十几人同时使出自己的最强一击 一时之间 天空之上 各色光芒闪烁不断 爆炸声此起彼伏 哈哈 你们是在给我挠痒痒吗 烟雾散去 突然一只湿漉漉的巨手 猛地伸了出来 一把抓住几人 用力一捏 顿时被捏成了肉酱 其余人面露恐惧 觉得事情不对劲 马上四散逃开 结结结 就是这样 就应该这样 妖魔哈哈大笑 这才是他想看见的场景 你们现在才想走 晚了 都给我留下来吧 一股无形的气场 突然笼罩在整个湖心岛 方圆千里 无数诡异鬼影 也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我想起来 一个留着山羊虚的老者 眼神一亮 忽然说道 他应该就是当初的黄泉魔王 他当初本是一名散修 却是自愿投身于妖魔 为了想要练成传说中的地狱黄泉 杀人无数 听说最后大菩提禅院的高僧超度了 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 哈哈 那个老兔驴算什么东西 也配杀我 现在我神功已经大成 一定要把全天下的秃驴都给杀光 那里就有佛门和尚 你先去杀他 一人连忙指着不远处的吴灵晨说道 黄泉魔王转过头来 冷笑不断 小和尚 你刚刚那那是什么掌法 居然可以打破我的魔窟 看在你刚刚没有动手的份上 只要你将这掌法让我看看 我就饶你一命如何 众人听见黄泉魔王这么说 眼神中也是露出不屑之色 这人就是大光明寺的尊者 听说他名气不小啊 没想到居然是个胆小如鼠之人 哼 实无英雄史数子成名罢了 要是放在我们那个时代 这样的小和尚要多少有多少 此时 凌晨慢慢向前走了一步 刚刚在黄泉魔王出手的时候 怀中的玉佩突然又亮了起来 凌晨本来还以为玉佩在她的身上 但是经过刚刚天眼通的一番查探和感应 什么也没有发现 将玉佩放在手中 对黄泉魔王喊道 你可在这秘境中看到过这个东西 黄泉魔王也是一愣 凌晨便知道了 他也是个不知道的 既然你想看我的掌法 那你可要看好了 我只出一掌 只要你能接下我这一掌 教你掌法又如何 黄泉魔王气得节节冷笑 你说什么胡话 你是不想活了吗 凌晨自顾自一步迈出 面色庄严 身上开始散发出万丈佛光 黄泉魔王你既然听不懂佛法 但小僧也懂得一些拳脚 凌晨随意地将手伸出 轻轻往下按 众人马上感觉有些不对劲 急忙抬起头来 只见天空中出现一道 遮天蔽日的千丈巨长 这金色巨长缓缓落下 携带着天地之威 宛若天青了一般 众人心中骇然 拼命地向着外围逃窜 黄泉魔王感受到了 那股恐怖的力量 他在上面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 马上想着躲开 却感受一股无形压力 重重地压制在身上 别说是想要避开 就是动都别想动一下 不不 我才刚刚复活 我不能死 黄泉魔王大喝一声 身形陡然便大势于背 宛若一座大山 顶天立地 轰隆隆 众人还没有跑远 随着巨长拍在地上 一股巨大的声响传来 整个秘境都开始摇晃了起来 金色巨长落在地上的无形气浪 卷起无数灰尘 硬是将其他人吹飞了几十里 一看大地上 哪里还有什么湖心岛 哪里还有什么平地 只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咚 一块石头落进了深坑中 咚咚咚 厚重低沉的回声在里面传来传去 被狂风吹飞的众人 刚刚才从地上爬起来 忽然整个秘境开始震动起来 摇摇晃晃宛如地震 不好了 秘境要塌了 大家快跑 快跑啊 第九十一章秘境深处 秘境崩塌在即 凌晨却没有向着外界飞去 反而向着相反地下的深坑钻去 一路深前 也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来到了一处 形似山洞的地方 进去之后 一个平平无奇的老僧 端坐在莲花台上 神圣异常 双手轻轻转动佛珠 看见有人到来 他闭着的眼眸忽然睁开 眼中流露出一丝欢喜和肯定 阿弥陀佛 有缘人 你终于来了 凌晨忽然听见他在说话 心中也是一惊 按道这鬼地方 竟然还有活人 看到不远处奇奇怪怪的老僧 马上运转天眼通 打算探得仔细 这时 老僧忽然神情激动 刚想站起来 但好似想到什么 又迅速坐下 极其兴奋说道 没想到我佛门后辈 居然还有人能修炼出天眼通 阿弥陀佛 真是佛祖保佑啊 小法师 你无需害怕 老那法号玄可 是大菩提禅院的第一院方丈 老僧见凌晨十分谨慎 立刻率先自我介绍起来 小僧法号明晨 见过佛门前辈 凌晨刚刚用天眼通观测了一番 发现这老僧一身修为身后 但是气息却是十分微弱 按道理来说 应该即将圆祭才对 凌晨轻轻向前一步 小心问道 敢问前辈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这秘境又是怎么回事 玄可叹了口气 缓缓说道 老那在此 乃是为了镇压一只了不得的妖魔 忽然他话风一转 对着凌晨问道 明晨法师 你可知这天地间的妖魔 是从何而来吗 是魔器感染 凌晨毫不犹豫答道 是 也不是 玄可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那些比较弱小的妖魔 的确是受到魔器感染 一会儿来 但是最开始 也是最强大的那批妖魔 却是从狱外偷渡而来 狱外 凌晨惊呼一声 但是马上就反应过来了 前世好歹也是 经历过信息时代的人 接受能力十分的强 而且 作为杨世子忠实读者 各种套路烂熟于心 这种路数 他也见得多了 前辈 是不是我们这方世界 只是一个偏僻小事件 玄可双眼一瞪 有些不可思议道 明晨法师 你怎么知道 难道你已经去过狱外了 不过这不可能啊 玄可摇了摇头 也不再多想 继续说 既然你知道这些 那倒是 省得老那多解释了 紧接着 玄可缓缓说道 这方天地名为九州狱 乃是一方小世界 大概在数万年前 被我们苍蓝狱一位 顶级强者外出游历的时候发现 于是乎 两界开始有了交往 本来在苍蓝狱中 有人打算独占九州狱 但是他们发现 九州狱实在是太脆弱了 若是强行闯入最后 一定会使世界崩塌 于是各大势力 便派遣弟子入住九州 建立宗门 发展武道 广收门徒 收集资源等等 那段时间 便被众人称为上古盛世 老那也是那时 来到此方世界的 原来是这样啊 凌晨文言也是点了点头 怪不得在古籍中记载 上古盛世是突然出现的 仿佛那些高手 都是凭空出现的 现在来看 他们应该都是从狱外过渡来的 这时 凌晨问道 那请问前辈传说中的 上古大劫事 玄可指了指自己的脚下 说道 老那常困于此 也和此事有关 请前辈解惑 嗯 我们这些人在九州狱中不下道统 一时间武道兴盛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不知何时起 渐渐有强大的妖魔 也发现了此地 于是自狱外偷偷潜入 他们所到之处 海谷遍地 生机全无 掀起滔天大乱 在九州狱待了这么久 我们和此地 早已有了很深的感情 自然立刻率人迎战 但是 面对着源源不断的妖魔大军 我们人数实在是太吃亏了 于是最后我们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集体联手将连接外界的通道 层层封印起来 再后来经过不知多久的厮杀 无数势力在此战中消亡 最后终于平息了妖魔之乱 只是这时候 天下人口大减 活人为胜十之一二了 凌晨听着玄可的娓娓道来 也好像见到了上古之时 无数英雄豪杰拼死奋战 大败妖魔的壮举 不由得新潮澎湃 那请问前辈刚刚指着地下 是何意思 这也和妖魔有关 当初 我们虽然胜利了 但是有一只最强大的妖魔 我们一直无法消灭 我们将他称为第一魔王 于是便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将他镇压起来 现在他就在我们的脚下 老娜便一直在这看守他 凌晨这才明白了 为什么刚刚玄可想要起身 但是马上又做回去的原因 玄可此时看向凌晨 忽然说道 明晨法师 老娜这里有一事相求 请问前辈是何事 凌晨也是迅速达到 毕竟面对这位 曾在舍身拯救人族的前辈 凌晨心中还是十分钦佩的 若是一些不是十分为难的事情 凌晨还是不介意去帮帮忙的 当初妖魔之乱 虽然我们获胜了 但是在激战中 也损伤了九州玉的本源 自那之后 灵气便越发稀薄 五胜之境便渐渐成了个神话 但是现在老娜感觉到了 外界的灵气在逐渐复苏 我想这是天地本源在恢复了 但这不完全是好事 凌晨感到奇怪 前辈为何这么说 灵气越是充足 妖魔的力量也会迅速恢复 但是现在我们又都不在了 要是他们若是冲破了封印 九州玉可就要遭殃了 凌晨点了点头 他倒是没有想到这点 敢问前辈拜托的事情 和这个有关 不错 玉可点了点头 一挥手 凌晨身上的紫金波 便飞了出来 落在了他的手上 阿弥陀佛 想不到今日 居然还能再见到他 玉可妈撒着紫金波 沉生说道 明尘法师 这紫金波名为 沾潭功德波 乃是不可多得的法器 当初老娜便是用他 横渡虚空来到此狱 横渡欲外 前辈的意思莫非是 没错 老娜是想 去到苍蓝狱去搬救兵 当然 老娜是不会让法师 白跑一趟的 说完 挥手一掷 一张光滑万丈 佛运身后的袈裟 落在凌晨面前 袈裟华丽非常 撰写无数佛经梵文 同时上面镶嵌着金 银 琉璃 珊瑚 琥珀 车渠 玛瑶等佛门七宝 这是我大菩提禅院的 传承之宝 七宝袈裟 现在便赠送给小法师 第九十二章 灵州归虚 虽然这件质宝就在眼前 但是凌晨却是没有直接答应 而是低眉思索片刻 淡淡问道 不知这些妖魔 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才能脱困 玄可哀叹一声 以老娜估计 最多只能困住她十年了 当时之战后 老娜也伤势严重 以至于神念受损 不然在镇压她百年时间 毫无问题 凌晨一听 神念受损 马上从怀中 将那颗玉镜琉璃丹取了出来 前辈 请看这丹药如何 玄可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老僧年纪大了 一般的丹药对我没用的 不用浪费了 话刚刚说完 突然眼眸一亮 发出金光 一把将丹药抓住 这是 玄可瞪大眼睛 声音因为激动颤颤巍巍 这是传说中的玉镜琉璃丹 相传可以治疗神念本源的圣丹 不错 前辈 你看看这丹药是否有效 玄可点了点头 迅速将丹药吞进腹中 顿时宛如一汪清泉 迅速滋润干枯的沙漠 一股奇异的能量流淌在他的石海 面色马上好转起来 片刻后 玄可眼眸一亮 精神抖擞 马上站了起来 上蹿下跳 活动筋骨 整个人都焕然一新 这就是玉镜菩提丹吗 果然是神奇啊 马上伸手一抓 取出一根九环缠杖 送到了凌晨的手上 凌晨法师 这丹药珍贵无比 老那也不能吃白食啊 这九环缠杖 原本是用来当作阵法的阵眼的 现在就送给你吧 凌晨望着九环缠杖 疑惑问道 前辈 没了这件宝物 阵法还能维持吗 哈哈 不碍事的 不碍事的 多亏了法师的丹药 老那感觉自己 又回到了巅峰时期 现在就算没了这根缠杖 我也能再镇压他一百年 好 凌晨手持九环缠杖 也是郑重说道 既然前辈都这么说了 那么横度于外的事情 就包在小僧身上吧 玄可见凌晨答应得十分干脆 心中反而迟疑起来 凌晨法师 你可千万不要觉得 一百年时间很长啊 对于妖魔来说 一百年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 可以说是在旦夕之间 你可有把握横度于外吗 凌晨十分自信地点了点头 自己可是有千道系统的存在 莫说是一百年 就算是十年 他也有足够的把握了 而且自己日后 也是必然要去于外的 现在先答应 又有何妨呢 玄可看着凌晨坚定的眼神 也是满意地笑了笑 心中感慨着 若天下所有人都能像他一样 又何愁妖魔不灭呢 那好 那老那现在就将操控 沾谈功德波的法觉传授给你 并且将虚空通道的位置也告诉你 随着紫禁波回到凌晨的手上 一道数百字的法觉 也传入凌晨的心中 那件七宝夹沙 也一起飞到了凌晨手中 叮 检测到此地道运身后 请问宿主是否需要签到 突然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显然是新的一天又到了 想不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那就签到吧 叮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镇妖印 镇妖印 镇魔印传说中 某位至尊炼制而成 无形无质 对于妖魔拥有极强的克制作用 忽然 一道极强的镇压之力 从凌晨身上浮现 即使是一旁的玄可 也不得不匍匐在地 这时凌晨看见一道 如同鬼画符一样的东西 缓缓落在紫禁波里面 这股镇压之力 也迅速消失了 原来是这样 这镇妖印无质无形 所以需要一个载体 来发挥它的力量 现在他应该和这紫禁波 融于一体了 这股镇压之力 转瞬即逝 玄可感觉 刚刚好像是 出现了幻觉一样 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泥渍 这是刚刚被压到大的 粘到身上的 若是没有这个 玄可一定会认为自己 刚刚在做梦 他心神震惊望着凌晨 刚才那股力量 让自己也无法抵挡 也不知道这小和尚 是如何做到的 心里默默念叨 太好了 太好了 凌晨大师神秘莫测 说不定他真得可以做的 凌晨将紫禁波和袈裟收了起来 对着玄可轻轻一拜 这时忽然问道 敢问前辈 您知道灵州吗 紧接着 凌晨将有关灵州的事情 详细说了一遍 玄可听了之后 也是眉头紧锁 脸色越发难看 如果老那没有猜错的话 你说的灵州 便是我们当初 封印两界通道的位置 那个被我们封印起来的地方 我们后来将其称为龟须 龟须 凌晨也是一经 原来海域之地中 最神秘的龟须岛 便是灵州 灵州便是龟须 玄可却是面色忧虑 与其交集 而且从你说的情况来看 这可不是好迹象 两玉通道 当初被我们牢牢封死 现在却不断有气息流露出来 这说明 封印越发薄弱了 若是再有其他妖魔 发现了九州玉 那可就麻烦了 凌晨也是点了点头 心中思索 要加快去往玉外的速度了 那前辈 你可知这玉佩是何物 他伸出手来 那块汗拔玉佩 放在掌心 咦 这是圣龙玉玺的碎片 玄可一挥手 从身上取出了两块 一模一样玉佩出来 看着凌晨一脸茫然 玄可耐心解释道 圣龙玉玺乃是 九州玉的龙脉所化 这些玉佩 乃是圣龙玉玺的残缺碎片 随即那两块玉佩 就飞到了到了凌晨面前 传说中 谁掌握了圣龙玉玺 在九州玉中 便无人可以击败他 当初我们能够大败妖魔 以若克强 圣龙玉玺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只不过大战之时 圣龙玉玺被妖魔损毁 后来又下落不明了 现在老纳这里 也不过只有两块残片罢了 反正放在这里 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 就送给你了 多谢前辈 不用客气 应该是老纳谢谢你才对 这天下苍生 整个九州玉的希望 就全拜托名臣法师了